第八十二章不甘 撤退 清云宗的众人看住江家的那乌鸦鸦的人群 全都转过头去 渐渐地走向了远方 一时之间都没有反应过来 这 柳青城也看傻眼了 本来他们的阵法已经摇摇欲坠了 如果那个江家家主江炎利用他的异火 在攻击上一段时间 就一定会被攻破的 到时候他们清云宗就会被灭门的 可是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 江家家主竟然下了命令 让所有的人全部都撤走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众人全部都傻眼了 看住那群人渐渐地消失在了远方 宗主 他们这是撤退了吗 柳青城木讷地点了点头 好像是吧 众人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可是没有想到叫最紧要的关头 这些人竟然放弃了 不仅是他们 清云宗的这些人没有反应过来 即使 是江家跟过来的那些长老和弟子们 也一时之间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柳青城轻输了一口气 看住江家的那些人果然退走了 他回过头来对住大家说 这次十分感谢大家与清云宗共存亡 危机暂时解除了 我们清云宗活下来了 许多长老和弟子们都是喜极而泣 他们没有想到 竟然会有柳暗花明的这一刻 本来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现在对方竟然直接撤走了 劫后余生的感觉 众人简直是太感动了 谁都是不愿意去死的 能活下来当然是最好的了 柳青城也十分激动和高兴 虽然现在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敌方撤走了 他们清云宗暂时是保下来了 好了好了 大家各司其职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是宗主 虽然不是打了什么胜仗 但是经历了这次遭遇之后 大家的凝聚力似乎是更强了 大家的声音都十分的洪亮 声音当中包含自信和积极向上 长老和弟子们经过这次事情之后 似乎是凝成了一股绳儿一样 看出这些积极向上的长老和弟子们 柳青城既是激动又是感动 刘长福站在柳青城的旁边 嘿嘿直笑 怎么样 宗主大人 我就说这些人会撤退的吧 柳青城这才一拍脑袋 对呀 刚才你是说他们要撤退的是吗 刘长福翻了的白眼 这美女宗主的脑回路 似乎反射虎有些长啊 柳青城似乎想到了什么 我们两个人是不是还赌了呀 嘿嘿嘿 宗主 你不会是想要赖账吧 谁说的 老娘怎么可能赖账呢 只是我不明白 你是怎么袭击了江家的助地的 刘长福卖了个关子 这我不能告诉你 除非宗主大人愿意付出一些报酬 刘长福的眼神不断地在 柳青城的身上来回的肆无忌惮地看住 柳青城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你的脑袋中怎么都是那种色色的东西啊 宗主大人 你可别误会我了 我可没有说是什么报酬啊 你 柳青城虽然有些气愤 但他今天还是十分高兴的 因为江家的人暂时退去了 而且还是因为这个老头子 刚才这老头说的那些话 他是完全不相信的 可是现在这件事情 真真实实地发生在了他的面前 他不得不相信 这老头儿带给他的惊喜 实在太多太多了 江家的众人在撤退当中 全都收到了家属给他们发过来的传音符 大家这才知道 原来家族的驻地竟然被攻击了 而且似乎十分的凄惨 死了很多人 瞬间返回的队伍当中 就出现了一阵一阵的骚乱 许多人都十分心急地要往回赶 他们要看一看自己的妻儿老小 到底有事没事 于是队伍的速度猛然加快 甚至那些高阶的修真者就直接遇空而行 快速地离去了 剩下的那些修为比较低的修真者 他们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了 刘长福再一次如愿以偿地让宗主兑现了承诺 他喜滋滋地靠坐在床头 清拧了一口茶水 看出再次昏睡过去的柳青城 他不由地得意地倾笑了起来 查看了一下自己的系统面板 宿主 刘长福 修为 金丹大元满35万100万 资质 中品灵根1330千 寿命 730天 厨艺 四品灵厨400600 炼丹术 五品炼丹师 630千 制服术 三品服录师 31000 南宫流离对宿主的好感度90 柳青城对宿主的好感度91 云青晚对宿主的好感度85 看出自己系统里的积分 刘长福叹了一口气 虽然积分有些增加 但是离100万的积分还差得很远呀 他想要突破到原因7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看来我只能找一些心级比较高的女人 和她们进入深入交流 才能获得更多的秀为积分 刘长福心念一动 他的心神沉浸到了自己的随身空间 看了看没有什么变化 之后又来到了叶凡的随身空间当中 刚进来之后他就吓了一跳 里面的温度竟然急剧的正在上升当中 定睛看去 刘长福这才发现 这随身空间的正中间 有一股淡蓝色的火焰在半空中熊熊燃烧着 我靠 这是什么情况啊 低下头 刘长福才发现地上密密麻麻的摆放着许多东西 我靠 这么多宝物啊 密密麻麻的零食都快堆成小山了 剩下的都是一些天才地宝 像是一些灵草和灵药 都是刘长福在这之前没有见过的 而且品级还很高 刘长福也看到了一些丹药 但这丹药的品级都不是太高 对于他没有太大的作用 不过蚊子再小也是肉 刘长福刚想大手一挥 把这些东西全部传送进自己的随身空间 突然之间想到了什么 我靠 这天选之子不会真的把江家的宝库给打开了吧 刘长福一挥手 天空之中就出现了一个很是硕大的虚幻的荧幕 他抬起头来看向荧幕的时候 我去 叶凡果然生猛了 刘长福发现叶凡 此时正在逃命当中呢 他的身后就是那个江家的原因期大圆满的老者 那老者怒发结章 正在快速地追赶住叶凡 你这个小王八蛋 给老夫站住 竟然敢窃取我们江家的宝库 你简直是找死 阿妮 一定要老夫竟然敢窃取我们江家的宝库 你简直是找死 让 老夫 抓到你 一定要抓到你 一定要拿老夫你 一定要抓死你 把你碎尸万段 叶凡也不知道利用了什么逃命的办法 速度竟然不弱于原因期大圆满的修饰 仔细观察之后 刘长福这才发现 原来叶凡的 身上竟然附住西瑶的阴魂 是西瑶燃烧了自己的魂力 来帮助叶凡逃跑呢 看到如此情境 刘长福不得不感叹 天选之子果然是牛逼啊 不过 看住叶凡或西瑶两个人的样子 他们都已经到了极限了 尤其是西瑶 她的灵魂越来越淡薄了 越来越透明了 但此时叶凡确实十分的高兴 西瑶也是隐隐的有些激动 师父 我就说这江家的宝库当中 说不定有养魂墓吧 没想到竟然真的有 这下你就放心了是吧 师父 听徒弟有的绝对是没错的 我们这次冒了这么大的风险 如果能够逃脱的话 到时候师父 你也可以进入到养魂墓当中 修养自己的灵魂了 叶凡简直有些太得意了 她虽然在飞速的飞裂当中 但是她那得意的嘴脸 还是让刘长福不屑的 撇了撇嘴 西瑶看住自己徒弟 如此得意忘形的样子 她的脸上全部都是痛苦之色 因为那个老家伙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刚才又快了一分 她燃烧灵魂的速度又加快了许多 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 不出半天的时间 他们两个人就会被追上 这还是西瑶把灵魂力 全部都燃烧完全之后 她阴影的有些责怪徒弟 这次如果真的逃脱不了的话 两个人都会死去的 到时候就不要提什么养魂墓 来滋养灵魂的这件事情了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两个人连生命都失去了 还要那养魂墓干什么 西瑶现在加快燃烧自己的灵魂 飞速的让叶凡的身躯 快速的逃离这个地方 现在他们可是一条绳上的炸猛呀 看着两个人十分狼狈的样子 刘长福不由的佩服起来 这个天选之子了 叶凡不止运气很好 而且胆子够大 如果换作是她的话 她肯定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去攻破江家的宝库 况且刘长福也不知道 自己靠什么方法 才能够攻破那江家的宝库 这天选之子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呀 不过刘长福的眼神 还是放在了 跟在叶凡身边的西遥的身上 如果不是这个女人 这天选之子 其实什么都不算 叶凡的资质可以说 只能算是中等 如果按部就班修炼的话 她的成就有限 如果不是戒指当中 有着西遥 叶凡修为 也不可能静静如此之快 西遥的脑海当中 可是有着很多的修炼的方法 和修炼的经验的 再加上她会制服 炼丹 结阵 简直就如同修仙小百科 修炼当中需要找什么东西的时候 需要总能帮助叶凡指明方向 这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叶凡他们两个人十分的狼狈 但是刘长福知道 按照剧情来说 这天选之子绝对是能够逃脱的 然后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开始闭关 她会利用得到的这些资源 转化成自己的实力 到时候 她的修为将会突飞猛进的 等到实力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天选之子是会回来报仇的 到时候江家会被灭门 刘长福 替追在身后的那个江家的 原因期大圆满的老头 默哀了三秒钟 然后喜滋滋地看向了叶凡 这随身空间当中得到的那些东西 除了半空之中飘着的那朵 比较奇异的一伙之外 地上还散落着一些箱子 这些盒子全都是用不知名的材质 锻造而成的 上面还贴住风镜符 刘长福打开一个突然之间 一股火苗一下子就窜了出来 仔细分辨之后 刘长福这才发现 盒子当中存放的竟然是一伙 只是普通的一伙地心焰火 刘长福感叹一声 这江家不愧是控火的家族啊 存有这么多的一伙 想来是为了给那些 进入到金丹气修为的弟子们准备的 突然想到了什么 刘长福看见了半空当中的 淡蓝色的一伙 那蓝色十分的妖艳 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有些冰冷 但实际上却是恰恰相反 随身空间周围的温度 仍在不断地上升当中 直到现在 刘长福都觉得有些炎热啊 如果我能把这朵一伙收服的话 以后炼丹的时候 岂不是就可以不用借助 地火店里的地火了 这一伙的火焰 可以不断地升高温度 要比地火店里的地火简直好了 不知道多少倍了 如果真的用它来炼丹的话 到时候可以事半功倍 刘长福没有客气 一挥手把叶凡随身空间当中的 所有的从江家得到的那些东西 全部都收进了自己的随身空间里 刘长福又回头看了看 半空当中悬浮的那个大荧幕 叶凡和西瑶满脸的狼狈和紧张的 快速地逃跑住 哈哈哈哈 小爷我去享受你们这胜利的果实了 说完之后 一个闪身瞬间就消失在了 叶凡的随身空间当中 回到自己的随身空间当中 刘长福这才明确地感觉到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自己的了 那些一伙 他暂时都封存在了 原来的那个盒子当中 只是那个蓝色的 十分妖艺的那朵一伙 他暂时没有办法升福 也只能任由他 飘在这半空当中 他又检查了一下 其他的一些东西 除了一些丹药 福禄天才地宝之外 就是许多功法了 功法对于刘长福来说 并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重要的是 他看到了一节枯木 这一节枯木很是普通 刘长福甚至看不出来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如果透过刚才 叶凡和西瑶的对话 他根据排除法也能知道 这玩意儿就应该就是养魂木了 刘长福微微一沉吟 把那节枯木 直接插进了随身空间的泉水的旁边 他倒要看看自己的随身空间 到底能不能催熟这养魂木 对于养魂木刘长福 还是知道一些的 这也是他晋升为 无品炼丹士之后 脑中多出来的一些信息 养魂木是上古奇术 前枯之后形成的 只要是灵魂体寄居在其中 就可以温养灵魂 使灵魂壮大 如果做成配件的话 也可以挂在脖子之上 慢慢地壮大自己的神魂力量 但是养魂木能够 如果能够生根发芽 长成大树的话 它的树干甚至可以作为 让人恢复肉身的材料 但是想要一个灵魂恢复肉身 岂是那么容易的 不只需要养魂木 这么重要的恢复肉体的材料 还需要生骨溶血丹 据刘长福所知 这丹药可是七节丹药 反正以现在它的实力 根本是练不出来的 而且这样的丹药 所需要的材料 也是极为珍贵的 想要集齐那些材料 也是十分不易的 刘长福的眉头皱了起来 系统可是让他在100天之内 要拿下西摇的 可是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天了 一点头绪都没有 如果真的想要凑齐 能够恢复西摇肉身的那些东西 肯定到猴年马月了 刘长福可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呀 系统限定的时间很短 如果自己办不到的话 到时候 可就做不成男人了呀 这可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啊 不过现在刘长福 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不过幸好他可以随时通过随身空间 出现在叶凡或西摇两个人的周围 这一点还是十分的有好处的 刘长福也不抱什么希望 就看了一眼那半截被插在泥土里的枯木之后 又去重新清点叶凡从江家宝库里面 带回来的那些宝物去了 虽然没有那么多的丹药 但是江家的宝库当中许多天才地宝 真的是啊 刘长福爱不释手啊 他可是无品炼丹师 他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炼丹师的身份 把那些天才地宝炼制成一颗一颗的丹药 甚至是能够晋升到化神器的丹药都有 想来这江家也准备了很长的时间 搜刮了许多天才地宝 就是想要炼制几颗化神丹 但是拥有这么多天才地宝 却没有一个合适的炼丹师 最起码天南狱是没有的 他们需要出去去别的地方 寻找品阶高的炼丹师 这样才能炼制出来化神丹 看来江家的野心还是很不小的呀 只是可惜准备了这么多年的这些 天才地宝完全便宜了他刘长福啊 这简直是太爽了呀 只是可惜青云宗的秀位最高的 也只是宗主柳青城 也才只是原因出气的秀位 如果想要培养一个化神器大能修饰的话 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不过刘长福不急 这次江家的损失很大 他们暂时应该顾不上来攻击青云宗了 这段时间青云宗应该会有一段时间的安生 只要给他们青云宗的发展时间 刘长福就有信心利用这些天才地宝 让那些长老弟子甚至是柳青城的修为 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但是修为越到高深的地方 提升的速度就会越来越慢 想要把柳青城提升到原因中期的修饰 也是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和丹药的 刘长福一拍脑袋 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公无私了呀 我直接提升我自己的修为不就行了吗 把这些天才地宝炼成丹药之后 我可以随便服用 只要增加修为点 我就可以提升自己的修为 说不定到时候真的能够突破到原因期呢 刘长福的眼神开始亮了起来 他吃丹药就像是克糖果一样 根本就不用消化 直接就可以转化成修为点 到时候把江家宝库再加上叶凡 从那个不知名的修仙洞府 弄回来的那些许多资源 全部转化成自己的实力 到时候 可能会对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想到刘长福就去做 但突然之间反应过来了 自己还需要依靠地火店的地火来炼丹的 何不掌握了那一火之后才炼丹呢 刘长福眼神灼灼的看出那朵蓝色的火焰 他凝聚出一个灵气的大手 一下子抓了过去 可是刚刚还没接触到那朵蓝色火焰的时候 突然之间那灵气大手就直接被那炙热的温度 烤得虚无了起来 接着那灵气大手直接就溃散了 刘长福吓了一大跳 赶快切断和灵气之间的联系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那朵蓝火的特殊之处 和他心中的结成不逊 想要驯服这朵蓝火 就像是要驯服一头猎马一样 是很艰难的 刘长福没有想到这一火已经诞生了神志 而且看起来十分狂暴的样子 不过他的心里更高兴了 因为诞生了神志的一火 如果能够收服的话 会对他的修为有很大的提升的 而且这样的一火 都是天地当中孕育出来的奇异火种 他们的威力比普通的一火的威力大上太多了 刘长福虽然不知道这朵蓝色的火焰 到底是江家透过什么方式找到的 但是能够藏在宝库当中 肯定是一朵很是厉害的火焰 刘长福不甘心 又重新和那朵火焰开始沟通 但尝试了很多次之后 累得他已经气喘吁吁了 依然是没有什么进展 刘长福也没有什么经验 所以只能靠这样的蛮力来收服这朵火焰 尝试了这么多次依然没有效果 刘长福都有些心烦了 他有些心浮气躁 但是刘长福不知道的是 这朵火焰可不是那么好收服的 即使天选之子 叶凡也需要 一两年的时间来和这朵火焰慢慢的磨合 才能彻底的掌控 刘长福把事情想的太简单了 无奈之下他只能和系统沟通了 系统 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快速掌控这朵一火 宿主只要消耗一百万点修为值 就可以彻底掌控制度一火 我靠 系统你可是够黑的呀 竟然需要这么多修为值啊 刘长福摸着下巴犹豫了一下 如果自己消耗了这么多修为值 能够掌控这朵一火的话 到时候练出来呆药之后 自己的修为值还可以猛增 这也是一笔不亏本的买卖呀 可是我没有那么多修为值啊 宿主可以透支 将来还给系统就可以了 刘长福瞪大了眼睛 怎么有一种刷信用卡的感觉啊 刘长福还是十分谨慎的问道 有手续费呀 只收宿主10%的利息 我靠 系统 你的奸商 刘长福现在有35万点修为值 需要向系统借65万点修为值 如果再加上这10%的手续费的话 就是需要6.5万点修为值 到时候刘长福就要还给系统81.5万点修为值 这系统简直比放高利贷的还要狠呀 刘长福有些咬牙切齿 但却无可奈何 毕竟还是需要依靠系统的 最后考虑了半天 他还是咬牙答应了 叮咚 宿主是否花费100万点修为值 完全掌控一火 刘长福太肉痛了 似乎是失去了什么心爱的东西一样 他捂住胸口 是 突然之间那朵蓝色的一火 快速地飞到了他的眼前 然后在他惊恐的目光当中 瞬间没入了他的身体当中 刘长福没有任何感觉 他伸开手掌轰的一声 一朵蓝色11的火焰瞬间燃烧起来 那火焰已经有了灵质 很是欢快地在他的手掌之上来回地跳跃住 就像是一个会跳舞的小女孩一样 刘长福能和他心灵相通 甚至能感受到他此刻快乐的心情 而那刚才火焰当中出现的暴虐的那种愤怒的情绪 已经完全没有了 刘长福面对这火焰 简直就像是面对春风一样 全身舒服 他心念一动 火焰一下子来到了他的左手的手掌心 然后他又是心念一动 一条火龙猛地从他的手掌窜出 渐渐地变大 一下子长成了巨龙 看出这蓝色火焰的巨龙 栩栩如生 刘长福心情简直好极了 这朵火焰简直太厉害了 他完全可以随心所欲 重要的是火焰的温度很高 利用这个火焰来攻击敌人的话 应该会能够做到事半功倍 刘长福虽然损失了一百万点修为值 但是给他带来的战力上的增加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刘长福在不断地操控住 火焰变换各种形状 他感觉这火焰就像是自己的手臂一样 可以随意地指挥 看到那边的那些天才地宝 刘长福也不客气 一招手许多材料就进入了 到了他的手中 他直接开始徒手炼丹 火焰在他的手中不断地翻腾 炙烤住那些材料材料 不一会儿就凝成了一个一个的水珠 然后又让他通过特殊的手法 凝聚到了一起 不一会儿的时间 九颗丹药就成型了 刘长福摊开手掌 九颗集品结音丹赫然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他没有想到竟然如此简单 拥有了这团一伙之后 他练丹的手法更加的成熟了 效率更加的高了 刘长福也不客气 一把把手里的九颗结音丹 全部塞进了嘴里 修为加一千 修为加一千 系统的声音不断地响起 仅仅是片刻 他的修为值就增加了九千点 刘长福激动坏了 看看地上那么多的天才地宝 他的眼神开始发光 接着他也不客气 把那些天才地宝抓在手中 开始不断地炼丹 那些材料不断地在他手中翻飞跳跃着 过了半天的时间 刘长福又多了一大堆的丹药 他也不客气 直接把丹药全部倒进了嘴里 系统的悦耳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修为加三百 修为加一千 修为加五百 他查看了一下系统面板 仅是半天的时间 他的修为值就已经增加到了十万点 看住随身空间当中 还有密密麻麻的天才地宝 像是堆成了一座小山一样 刘长福眼中开始冒光 这简直是太爽了 如果把所有的这些东西 全部多炼制成丹药 自己吃掉之后 岂不是可以得到更多的修为值吗 他正要再次准备炼丹的时候 突然之间神色微微移动 他的神识一下子回到了身体当中 原来柳青城此时醒了过来 柳青城迷迷糊糊地醒来了 他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 转过头来 看到刘长福靠在床头之上 很惬意 不由地又给了他一个白眼 嘿嘿嘿 宗主大人怎么了 还不都是你啊 你看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真的要丢死人了 我从来没有起得这么晚啊 刘长福抬头向外看去 这才发现此时已经过了中午了 两个人连午餐都没吃 照理说像他们这样的修饰 早就已经可以避古了 但是刘长福一直保持着吃饭的习惯 因为吃饭能让他感觉到愉悦 美食能让人身心放松 享受生活 柳青城开始急急忙忙地穿起衣服来 你这要干什么去啊 柳青城也顾不上回头了 当然看看弟子们和长老们现在怎么样了 我们清云宗刚刚经历了大难 我要去安抚一下众位长老和弟子的心情 刘长福点了点头 柳青城作为清云宗的宗主还是十分称职的 刘长福此时巴不得柳青城离开这里了 他要全身心地投入到炼丹大业当中了 把那些材料全部都炼制成丹药之后 可以增加自己的修为 柳青城就这样急匆匆地离去了 刘长福也没有留恋 而是身体一闪进入到了自己的随身空间当中 一直到晚上的时候 他查看了一下系统面板 他的积分已经达到了三十万点 刘长福叹了一口气 总觉得自己像是在帮系统打工一样 干了这么一天才 有三十万点修为值 重要的是连接系统的那些修为值还 还不起呢 看来自己还要前几天苦力 感觉身心都被掏空了 刘长福有些累了 怎么感觉比进场打螺丝还要累啊 烦请订阅支持风雨阿谷说频道更新 刘长福心念一动 一下子就来到了叶凡的随身空间当中 一挥手 一个虚幻的大荧幕又出现了 我靠 叶凡这小子还在逃跑啊 这已经跑了一天的时间了呀 刘长福的眼神不由自主地看向了 叶凡身后的那个虚发结张的老头 我去 这老头儿也够执着的呀 追了这么长时间没有追到 还在追啊 可是接下来刘福就感觉有些对劲了 因为他发现两个人虽然在一追一逃 但周围的环境似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原来他们经过的地方还有许多村镇或人烟 现在周围除了树木全部都是树木 这俩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呀 仔细地辨别了之后 刘长福心神一阵 我的天哪 这不是十万大山吗 这两个人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呀 而且看周围的树木的掌势 这应该不是十万大山的外围了 十万大山是处在天南域的边界 是天南域和外界区域的分水岭 只要能走过十万大山 就到了天南域以外的地界 但是十万大山可是十分恐怖的 这里面不仅有各种强大的妖兽 甚至还有迷雾森林 血海湖 迷幻沼泽等等 这样十分危险的地方 甚至是原因期大圆满的修饰 也不敢以玉空飞行横渡十万大山 况且十万大山里面的面积很大 即使是原因期大圆满的修饰 想要经过十万大山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即使没有妖兽的阻挡 想要通过十万大山 也要玉空飞行整整三年之久 才能够通过 换做其他一些低界的修饰 更不可能穿越这十万大山了 刘长福眼神十分的古怪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就是天选之子逃脱的最佳的机会 有可能会在半路上遇到一群妖兽 然后天选之子就义无反顾地冲进 那十分危险的妖兽群当中 或者说进入到一个决地 让原因期大圆满的修饰 都十分害怕的决地 但是天选之子 偏偏就能够活下来 就是这么神奇 果然 前方出现了一大群的妖兽 也不知道叶凡用了什么样的办法 从他们身边掠过的时候 并没有引起那些妖兽的注意 反而是后面追过来的 那个原因期大圆满的老头 被那些妖兽盯上了 这辞至了老头追击叶凡的速度 老头儿把那些妖兽全部杀完之后 又开始加速去追击叶凡 接二连三的这样的事情不断地发生 啊 小王八蛋 我要杀了你 后面的那个江家的 原因期大圆满的修饰 气得哇哇大叫 可是叶凡总能找到机会 阻止原因期大圆满修饰的速度 就这样 直到两个人来到了一片迷雾前面 叶凡气喘吁吁的停下了身形 而后面那个原因期大圆满的修饰 则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小子 我让你再逃 前面可是迷雾森林 别说是你 即使是我这样的原因期大圆满的修饰 都不敢进入其中 小子 我劝你最好束手就擒 把我们江家宝库里的那些东西 全都还回来 这样我倒是可以考虑给你留一个全尸 不然的话你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 叶凡回头看着一脸得意的江家的 原因期大圆满的老头 他赶快沟通戒指当中的西摇 师傅 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西摇有些称怪的看了一眼自己的徒弟 这次他们真的是太冒险了 虽然得到了巨大的财富 但现在也被逼入到了绝境 最重要的是西摇现在的灵魂十分的暗淡 几乎快要消亡了 一般如果再不进入到养魂墓当中 他真的就没有希望了 当初他就劝自己的这个徒弟 不要去动那些宝物的心思 可是他根本不听劝 现在好了 两个人站在这里进退两难 西摇也知道如果叶峰死了 那他也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矮茫茫的雾气笼罩着这片森林 只露出了一些大树的树棺 看起来倒是十分的梦幻 只是西摇也知道这迷雾森林 到底有多的可怕 这迷雾不仅可以侵蚀人的肉身 对人的灵魂也会产生巨大的伤害 最重要的是修士进入到其中之后 神石如同被屏蔽了 而且迷雾遮挡视线 根本什么也看不见 如果修士一旦陷入其中 就像是进入到了一片黑暗当中一样 根本不知道前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地形和地形 最重要的是这片迷雾当中有一种妖兽 他们来无影 去无踪 虽然每个妖兽的实力都不是很强 但是他们成群结队 如果被那些妖兽围攻的话 到时候这修士绝对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西摇的脸色变得十分的难看 小子你还犹豫什么呀 跪下来向我求饶吧 你真的想要冲入这迷雾森林当中 让你的身体上的血肉 全部都被这迷雾腐蚀吗 哈哈 我可告诉你 这些迷雾消失的 到时候你会变成一架白骨呢 看到了吗 那些人就是你的下场 将加那个原因期大圆满的修士 指着迷雾森林边缘的一个死去的修士的尸体说道 叶凡向那边看过去 这才发现那个人的上半身已经完全被这迷雾吞噬的 只剩下骨头架子了 而他的下身血肉还是十分的饱满 如此诡异的场面 让人看得头皮发麻 尤其是在这白白的迷雾当中 显得十分的梦幻的环境当中 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恐怖的画面 特别的违和 刘长福在随身空间当中看到这样的情形 也是一阵恶心的反胃 他倒要看看这天选之子叶凡 到底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摆脱这样的绝境 叶凡也是脸色挺轻 在犹豫挣扎着和自己的师父商量到底该怎么办 西瑶无奈地摇了摇头 徒儿 我也没有办法了 我灵魂消耗太过严重 马上就要陷入沉睡了 这以后的事情还需要你自己来决定了 说完之后 西瑶的声音渐渐地沉寂了下去 师父 师父 任凭叶凡呼喊 依然是没有任何的动静 叶凡现在真的心急了 他现在前面是迷雾森林 后面是那个可恶的江家的 原因期大圆满的修饰 真的是进退两难呀 现在现在已经陷入到了绝地一样 叶凡咬了咬牙 心念一动 手中多了一把伞 江家那个原因期大圆满的修饰 看到这把伞之后 瞳孔猛缩 我们江家的混元伞 那老头大惊小怪 你这贼子 快把混元伞给我 这混元伞可以说是江家的镇族之宝了 而且这伞可是五阶灵气 如果打开混元伞 那在伞下的修饰 完全可以避免着迷雾森林当中 这些白色的雾气的侵袭 只是使用混元伞 对于灵气的消耗量很大 不过这混元伞的底部有一个凹槽 可以放入一些极品灵石 再加上这极品灵石的话 这混元伞就可以不用消耗修饰体内的灵气 而且这伞的防御力极强 甚至面对化神七大能修饰的权力一击 都可以抵挡得住 但是如果要面对这个迷雾森林当中的这一片白雾的话 还是有些吃力的 因为这白雾是持续性消耗的东西 虽然可以不断地补充极品灵石 但是在白雾的消耗之下 只要一盏茶的时间 一颗极品灵石就会消耗完毕 难道这小子想利用混元伞 进入到迷雾森林当中 躲避我的追杀吗 哼 小子 我却你不要吃心妄想了 这混元伞消耗零食的速度很快 即使是你截略了我们江家的宝库 那也不够你三天的消耗的 叶凡现在真的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 突然之间江家的那名老者眼神一凝 他的身影瞬间就出现在了叶凡的身边 老者五指成爪 一下子抓下了叶凡的肩膀 叶凡也吓了一大跳 没有想到这老者的速度这么快 而且竟然还会突然之间发动投袭 叶凡来不及打开混元伞 直接系了一个盾牌 老者这一爪一下子抓在了盾牌之上 这盾牌应声而碎 四街灵盾 老头儿有些肉疼 这些东西可全部都是他们江家宝库里的东西 你这贼子简直是胆大妄为 气死老夫了 光是这一击就包含着巨大的威力 那盾牌破碎之后 叶凡的身形不由自主地倒飞了出去 而他所飞出去的方向正好就是迷雾森林 原因期大圆满的老者暗叹了一声 眼睁睁地看住许阳的身体进入到了 那片迷雾当中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老者还想再次发动攻击 可是脚步一顿脸色变得十分的难看了起来 这些迷雾即使是他也是不可以硬扛的 刚才差一点就要抓住那小子了 哼小子 进入到了迷雾森林当中 即使你拥有混元伞也坚持不了多久 老夫就在这里等住等住给你收尸 原因期大圆满的江家老祖一脸的愤愤之色 待在随身空间当中的刘长福 眼睁睁地看住叶凡进入到了这片迷雾当中 那大荧幕当中全部都是白色的 雾气能见度特别低 刘长福待在随身空间当中 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 混元伞 刘长福履住自己的胡须 看来这东西应该很值钱 有时间一定要搞 回来玩一玩 刘长福知道天选之子绝对不会那么轻易死去的 所以他也不再关注这里的事 他又重新回到了青云宗 他炼丹也有些累了 所以想休息一会儿 突然想到了什么 好久没有去看云青晚了 想到这里 刘长福放出飞剑 一下子就离开了青云宗 来到了山脚下的那个小镇当中 上次把云青晚送回那个农家小院的时候 两个人急忙忙忙的就告别了 因为上次时间实在太紧了 两个人也没有说太多的话 这次青云宗的危机解除了 刘长福也悠闲了下来 于是推开门进了农家小院当中 推开门之后 院子当中并没有人 但是院子当中有几件衣服正在亮前 院子的石台之上 还有一些针线火没有前往 刘长福觉得这一刻十分的温馨 这个云青晚真的是过日子的那种女人呀 刘长福拄着拐杖 悄悄地走进了主房 透过窗户向里面看去 这才发现云青晚此时正坐在床上 似乎是有些不对劲 他捂住胸口好像是很难受的样子 刘长福赶快推门进入 听到门响云青晚吓了一大跳 猛然地抬起头来 还以为是有什么贼人呢 看到门口站的是刘长福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只是刘长福看到了云青晚的时候 他脸色苍白 额头上大滴大滴的汗水滴落在了床上 刘长福快速地来到了云青晚的身边 一把就把他抱在了怀里 急切地问道 婉儿 你这是怎么了呀 云青晚痛苦地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了 只是刚才突然之间头晕目眩 心慌气短 刘长福也是丈二和尚摸不住头脑 把手搭在他的手腕之上 查看了一下他的身体之后 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状 刘长福心念一动 让灵气顺着他的手 进入到了云青晚的身体当中 帮助他运作了一个大周天 一盏查过去了 云青晚 这才感觉稍微有点好受了 谢谢 他红着脸向着刘长福 道了一声谢 刘长福看住云青晚 似乎是没有什么事情了 这才有些放心下来 婉儿 你这是练功出了什么岔子了吗 云青晚摇了摇头 我并没有练功 只是突然之间感觉到一阵的心境 似乎 似乎是发而出事了 刘长福浑身一震 我靠 难道这母子之间也有心灵感应吗 刘长福回想了一下 云青晚向他讲述的突然心慌的时间 似乎真的是和刚才 叶凡一下子被打入迷雾森林当中的时间 很吻合呀 看来叶凡真的是遇到了一些麻烦 不过刘长福知道既然是天选之子 那最后一定会逢凶化即的 说不定到时候还会因火得福 没事的 婉儿 叶凡虽然调皮了一些 但是他平时办事还是十分谨慎的 即使遇到危险 他也会逢凶化即的 刘长福这可不是在安慰云青晚 因为这就是事实 云青晚也点了点头 他现在的心计也没有那么严重了 只希望凡儿他平安无事吧 哎 云青晚叹了一口气 上次就不该和他吵架的 如果凡儿遭遇了不测 我会后悔一辈子 云青晚不由自主地 扑进了刘长福的怀里 开始阴阴地哭泣了起来 刘长福轻抚住他的背 婉儿 你大可放心 叶凡一定会没事的 我向你保证 云青晚摇了摇头 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能够保证呢 不要说胡话了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想要安慰我罢了 夫郎 你的心意我是明白的 你放心 我哭一会就好了 果然云青晚眼中的泪水 像是绝滴了的洪水 不一会儿 刘长福的胸前的衣巾上 就已经被打湿了 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心里想 难道女人真的是水做的吗 刘长福突然想到了什么 脑中灵光一闪 两情若在酒肠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乌山不是云 山无棱 天地河 才敢与君觉 云青晚哭住哭住 就听到了月儿的吟湿声 他突然之间 浑身一下子就软了下来 这些诗句 简直是太优美了 刘长福看到云青晚的反应 在心里不由地得意的一笑 果然 接下来的时间 刘长福不断地吟湿 而云青晚的呼吸 也渐渐地变得急促了起来 他的脸色也变得十分地涂红 眼神也迷离了起来 刘长福也不客气 直接低下头 吻向了云青晚 那红嫩的嘴唇 云青晚也激烈地回应住 两酒醇分 扶狼 爱我 刘长福也不客气了 一个翻身 一个时辰之后 刘长福喜滋滋地靠坐在床头 看住已经昏睡过去的 云青晚 他十分地得意 查看了一下系统 面板他的修为值 又增加了一些 不得不说 云青晚作为工具人来说 给他贡献的修为值 真的是不少呢 只是可惜 云青晚现在也才是 练起三层的修为 实在是有些承受不了 刘长福这么的勇猛 所以早就已经败下阵来了 刘长福也在考虑着 要不要想办法 提高云青晚的修为境界呢 云青晚自治只能说很普通 所以这么长时间的修炼 他的修为也达到了练起三层 不过对刘长福来说 这都不算事情 因为他可是无品炼丹师 想要提升一个练起期 修士的修为境界 简直太简单不过了 在修真界除了天赋 和资质好的人 能够修炼出更高的境界之外 就是那些家底深厚 掌握着巨大财富的人 也是可以把自己的修为 依靠资源堆上来的 这其中最典型的 就是练丹师了 他们因为有练金术 所以可以累积大量的资源 有了这些资源之后 就可以练制成丹药 让自己的修为 飞速地提升 所以大部分的练丹师的修为 都还是很高的 不像其他的修士一样 需要时时刻刻地去冒险 寻找一些资源来提升 自己的修为 他只要老实地练丹 就可以获得许多东西 所以练丹师 只要技术十分的精湛的话 在修仙界过得 还是十分的滋润的 刘长福正想着那 突然音音一声 云青婉悠悠地转醒了 云青婉转醒之后 看到靠在床头的刘长福 他满脸的幸福之色 刚好你醒了 我有东西给你 刘长福心念一动 从随身空间当中 掏出了一个瓷瓶 他递给了云青婉 云青婉伸出那 如同莲藕的手臂 他有些疑惑 不知道刘长福 给自己的这个浴瓶里 到底是什么东西 接过浴瓶之后 打开盖子 这才发现 里面密密麻麻地 摆放着许多 极品聚气丹 聚气丹虽然是 一介丹药 但是对于提升 练气器修饰的修为 还是很有帮助的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这些丹药 全部都是极品聚气丹 这对云青婉来说 实在是太珍贵了 这 云青婉有些犹豫 最后还是把玉瓶递了回来 佛狼 我的资质很差的 你还是不要在我身上 浪费这些资源了 这些全部都是极品继续丹 你交给宗门当中 极用的那些弟子们吧 他们要比我更需要这些东西 刘长福没有想到 云青婉竟然还推托 如果换作是其他人的话 他们巴不得 把这玉瓶当中的具体丹 全部聚为己有 来提升自己的修为境界呢 这女人简直是傻的 有些可爱 刘长福摇了摇头说 婉儿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给你的 你就放心的用吧 况且 你现在的修为 实在是有些太低了 如果你的修为 能够提升的话 到时候 你的寿命也会增加的 你不会是 想要等到几十年之后 化为一捧黄土吧 而且吃了这极品聚气丹之后 随着你修为的加深 到时候你的容颜 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的 云青婉听到刘长福 说到容颜的事情 果然是被说动啊 女人还是十分在意自己的容貌的 尤其是当你告诉她 透过修行 就可以让你青春涌住的时候 女人绝对会毫不犹豫的 去进行修炼的 这就是她们的天性啊 没有哪个女人不爱美 也没有哪个女人愿意让自己 心爱的男人 看到自己十分窘迫 和渐渐衰老之后的样子 云青婉想到 自己只是练习三层的修为 最多也只不过能活到百岁 而且随着岁数的增加 她的外表也会渐渐的衰老的 到时候也会成为老太太的 虽然人老去之后 都是那个样子的 但是现在有机会 能够改变这样的现状 云青婉怎么能不愿意尝试呢 她可不希望刘长福 到时候看到自己 变成垂垂老矣的样子 云青婉考虑了一阵子之后 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她对于实力的渴望 倒是没有那么大 一个女人 怎么能够不在意自己的容貌呢 尤其是经历过刘长福的开发之后 她对于刘长福更加的依赖了 似乎找到了当初和自己的丈夫 在一起的激情的时光 不对 应该说比那段时光 还要更加的令人澎湃 因为刘长福简直就是的天才 她时不时的就会冒出来两句诗 而且那些诗 全部都是她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那诗词的意境简直是太高远了 她真的有些不相信那样的诗句 竟然能从一个这样一个 糟老头子的嘴里引出来 但这确实是诗 身为一个十分喜欢诗词的女人 云青婉直接就沦陷了 好感度加一 好感度加一 刘长福浑身一震 打开系统面板 宿主 刘长福 修为 金丹大元满负55万100万 资质 中品铃根1330千 寿命 730天 除一 四品铃除400600 炼金术 五品炼丹师630千 制服术 三品服录师3001000 南宫流离对宿主的好感度90 柳青城对宿主的好感度91 云青婉对宿主的好感度90 柳青城对宿主的好感度91 云青婉对宿主的好感感度90 这才发现云青婉对自己的好感度 竟然直接飙升到了90 怎么回事 这个女人竟然 突然之间就爆发了吗 刘长福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她还是又掏出来了一个玉瓶 这里面是三颗鸡品珠基丹 如果你达到了炼气器大元满的境界 可以直接服用这些丹药突破到珠基7 这是洗水丹可以稍微的提升一下你的资质 这是 刘长福直接把自己随身空间当中那些低级的丹药 几乎全部都拿了出来 不一会儿的时间 床上就摆了密密麻麻的一些玉瓶 云青婉看中那些玉瓶 简直是眼花缭乱呀 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可以拥有这么多极品的丹药 而且刘长福一口气 把她从炼气器到经丹气 所需要的所有的丹药全部都背齐了 可以说只要她不是特别的愚钝的话 到时候肯定能够一股作气突破到精丹气的 突破到精丹气之后 她的寿命就会增加许多 到时候就可以和富郎在一起待的时间更长了 最重要的是她的寿命增加了之后 颜值衰老的就不会那么快了 其实还有一种丹药叫做助颜丹 吃了助颜丹之后 人就可以保持青春 助颜丹也只不过是四阶丹药而已 但是助颜丹所用的那些材料都是十分的珍贵 刘长福虽然身为无品炼丹师 完全可以炼制出来 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没有材料她想炼也炼制不出来呀 如果有一颗助颜丹 到时候直接交给云青丹 让她服下之后 就可以暂时地保持现在的这样的容貌了 云青丹现在完全就像同一个三十多岁的少妇 她身上那股十分成熟的气质 实在是让刘长福助迷呀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因为拥有了曹贼系统之后 才有这样的感觉的 福郎 你给我的丹药简直是太多了吧 云青丹十分的感动 她没有想到刘长福竟然对自己这么好 刘长福摆了白手 客气什么呀 我们两个人已经不分彼此了 我的还不就是你的吗 刘长福说这话的时候 眼神有些不规矩的 乱看住云青丹 虽然听不明白 但是她能够感受得到刘长福还是有些瑟瑟的 她脸色红红的 害羞的点了点头 既然福郎这样说 那我就把这些东西收下了 你放心 我有时间就一定抓紧时间修炼 绝对会把修为提升上来的 刘长福这才欣慰的点了点头 这就对了嘛 到时候你的修为增加了 寿命也增加了 我们两个人才能在一起做一个长久的夫妻呢 嘿嘿 云青丹十分感激的点了点头 然后把床上的那些玉瓶腻挥手 全部收进了她的储物空间 她含情默默的看住刘长福 凑近了之后仰起头闭上了眼睛 呢喃的说 福郎 你对我太好了 吻我 看住这女人娇艳欲滴的红唇 刘长福再也忍不住了 一下子就把她扑倒了 一个时刻过后 刘长福无奈的摇了摇头 看住身边已经昏睡过去的云青丸 这女人的修为还是太低了呀 根本承受不了自己这么多次啊 今天已经到了极限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她会受不了的呀 哎 能力太强也是一种烦恼啊 刘长福发现 她每次和那些女人交流完之后 身体那方面的能力 似乎都有微微的一些增加 虽然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她还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要不然她和柳青城在一起的时候 要能跟这个女人站得旗鼓相当 要知道柳青城可是原因出气修为的修士啊 原因出气修士的肉体力量要比金丹七大 圆满修士的肉身的力量 高上了好几个档次 不过每次刘长福还是坚持在坚持 最终也能把柳青城弄晕过去 想到这些刘长福不禁有些得意 看着女人又昏睡了过去 刘长福心念一动 来到了随身空间当中 进入到随身空间之后 她又利用自己的一伙开始炼丹了 炼了整整一天 又提升了十多万的修为值 刘长福有些腰酸背痛的炼丹 的确是一个苦力活呀 她把那些从江家宝库里弄回来的天才地宝 全部都炼制成了丹药 查看了一下系统面板 这才发现 系统面板里的修为值竟然还是负的 修为 金丹大元码二十五万一百万 我靠 我已经把这些材料全部都炼制成了丹药 怎么还欠这么多的修为值啊 系统 你这是在坑我吗 刘长福简直是无言了 这么算的话 她岂不是亏本了吗 哎 这可怎么办呀 系统 你个王八蛋 你这简直就想坑我 让我给你打工啊 叮咚 由于宿主恶意辱骂系统扣出十万点修为值 刘长福愣了一下 接着就是勃然大怒 我靠 你个王八蛋 你还讲理不讲理了 叮咚 提示 如果宿主在辱骂系统的话 还会扣除修为值 修为 金丹大元满付三十五万一百万 刘长福捂住胸口 身无锁链 简直像是丢失了最心爱的玩具的孩子一样 系统 你 刘长福刚想破口大骂 突然之间想到了什么 赶快闭嘴 系统简直是太狠了 骂一句就要扣除十万点修为值 这简直是太多了 她要和那些女人深入交流过十次 才能得到这么多修为值啊 刘长福也是一阵的后怕呀 她辛苦的积攒了 这一点点的修为值 没想到系统说扣就给扣了呀 叮咚 侦测到云青晚 对宿主的好感度达到了九十 奖励宿主 极品零食一万颗 催熟卡一张 催熟卡 催熟卡 可以催熟一切植物 具体使用方法请宿主探索 刘长福愣了一下 给我催熟卡有什么用啊 刘长福突然想到了什么 一拍脑袋 对了 我想起来了 随身空间当中有一颗养魂木的枯质 如果真的可以催熟的话 到时候就可以把这养魂木催熟成一棵参天大树 到时候 就可以让西瑶的灵魂寄居到其中 而且她修复肉身的事情也有希望了 刘长福一下子振奋了起来 系统只给了她一百天的时间让她搞定西瑶 可是 实在太难太难了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恢复西瑶的肉身 这一点是极难做到的 但现在拥有了催熟卡 刘长福的信心又增加了一些 只要再可以凑齐那容血生骨丹的材料炼制完成之后 就可以让西瑶恢复若身了 刘长福心念一动 一下子就来到了随身空间当中 看到自己插下去的那养魂木的枯质 似乎是没有什么反应 刘长福叹了一口气 看来自己的随身空间也不是万能的呀 不是所有的 植物进入到其中都可以起死回生的 她心念一动 手中突然多了一张金色的卡片 刘长福一甩手 那金色的卡片一下子就没入了 那杰库的养魂木当中 这之后就没有了任何动静 刘长福有些纳闷的搔了搔头 什么情况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系统 你出来解释一下 宿主 催熟卡 也是需要时间的 它不可以让植物瞬间成长的 根据推算这颗养魂木生长的时间 最少需要三千年 才可以长成参天大树 催熟卡也需要六十天的时间 听到系统的解释之后 刘长福松了一口气 六十天的时间 她还是等得起的 到时候自己可以边寻找那丹药的材料 可以边等着柯树的生长 到时候自己拥有这么大的筹码 在霍熟摇那个女人接触的时候 就看她动心不动了 这女人和叶凡在一起 最终也是为了给自己恢复若身 哼 到时候全部都准备好 我就不信熟摇你不动心 刘长福突然想到了 到时候叶凡是什么表情的 一定十分的精彩吧 哈哈哈哈 刘长福转过头来 又看了看正在熟睡的云青 我心里有些别扭 跟人家的母亲在一起 现在反而要算计人家的儿子 这是不是有些不厚道呀 刘长福摇了摇头 挥去了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刘长福没有想到这次 云青晚对自己的好感度达到了九十之后 系统竟然会奖励这些东西 一万克极品零食让他的财富又增加了一些 但是刘长福似乎有些麻木了 对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心动的感觉了 似乎这些零食对他来说 也只不过是一串数字罢了 因为平常他根本就用不住 他悄悄地走下床 然后又悄悄地来到了院子当中 放出飞溅 又看了一眼这十分温馨的农家小院 直接遇见离开了这里 回到翠竹峰的时候 刘长福还有些惆怅 南宫刘梨走了这么长的时间了 还没回来 想起和南宫刘梨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刘长福就有些想念了 只是他去的地方 刘长福暂时也去不了 所以只能在这里静静地等待了 而且南宫刘梨是跟自己的父母团聚 回到自己的家族去了 这一点刘长福还是十分放心的 人家的父母修为也很高 自己即使有些担心也没有用的 第二天早上刘长福醒来 生了的懒腰之后 他慢悠悠地穿上衣服走出了房间 从随身空间拿出了躺椅 茶几 沏上一壶茶之后 清拧了一小口 突然之间一个女人风风火火地就闯了进来 老头 你也太惬意了吧 刘长福的眉头皱了起来 柳青城这样子显然是有事情发生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情了吗 不会是江家的人又攻过来了吧 柳青城摇了摇头 江家那边已经探查清楚了 他们的家族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所有的建筑物基本上全部都被摧毁了 他们现在还在寻找凶手呢 根本就没有时间来管我们清云宗这边的事了 第九十章 没有看出来啊 老头你下手还挺黑的呀 直接把江家的那些人炸得人羊马翻呀 他们也损失了许多年轻的弟子 刘长福摆了白手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这江家就是咎由自取 柳青城十分欣慰地看住这个老头儿 如果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宗门 可能在前段时间就已经被灭门了 你这么疯疯火火地来找我 不会只是为了说江家的事吧 柳青城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 是有件事情跟你商量一下 刘长福点了点头示意他说 什么事情 你怎么有些吞吞吐吐的呀 是大盐国那边出事了 柳青城溺入了半天 最后还是说了出来 大盐国 刘长福瞬间就想了起来 大盐国算是他们青云宗下属的势力 也就是封建社会的国度 这国家的占地面积很大 人口已经达到了将近一亿 这个国家已经发展到了最鼎盛的时期 虽然周边有些国家虎视眈眈 但是在青云宗的保护之下 这些年还算是太平 当初他进入到青云宗修炼的时候 就有几个和他一起进入青云宗的那些弟子们 因为修炼不成 所以有一些人就返回到了俗世之中 其中大部分的人都进入到了大盐国 只是刘长福当初十分的固执 所以不愿意到凡人国度生活 于是一直在青云宗这边苟言残喘着 他没有想到柳青城会说起大盐国的事情 大盐国怎么了 刘长福有些纳闷 这个国家在陆地之上算是很强大的一个国家了 一般很少有其他的国家愿意与大盐国为敌的 哎 七叶容血果快要成熟了 似乎是被人盯上了 大盐国当中接二连三的出世 刘长福浑身一震 七叶容血果 这可是炼制容血生骨丹的必备的材料啊 他没有想到大盐国当中竟然会有这样的质宝 我们派出大盐国的金丹出气的长王 此时已经被人打成重伤了 那人的目标就是冲着七叶容血果而去的 到现在还不知道凶手到底长什么样子 是男是女 所以我想你能不能帮我去一趟 看看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刘长福没有犹豫 好啊 没问题 柳青城没有想到老头答应的如此的爽快 真的吗 刘长福点了点头 但是 我的身份是什么呀 我总不能告诉人家 我是宗主的男人吧 柳青城白了一眼 刘长福悄悄地从怀里拿出了一个令牌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这是青云宗的克青长老的令牌 你只要滴一滴血进去就可以激活了 到时候你就以克青长老的身份 处理那边的事情就可以了 刘长福接过那个玉牌 原来宗主大人早就准备好了呀 柳青城脸色一红 好了 我这就准备出发 柳青城一把拉住了刘长福的衣袖 这次的事情有一定的危险性 你不要掉以轻心 能够去谋夺七叶融血果的 想来是为了恢复肉身 而且把我们金丹初期的长老 能够一招打成重伤 想来实力也不会太差的 你一定要小心 刘长福点了点头 你放心好了 我一向福大命大的 刘长福放出飞剑 转瞬之间就消失在了天际 柳青城看住刘长福走远了 站在院子当中正正的发愣 刘长福没有做过多的停留 驾驶住飞剑 只是三天的时间 就来到了一片庞大的人类的国度 在半空之中 他看出下面那些 如同蚂蚁一般大小的凡人 怪不得都说凡人 如同蝼蚁一般的 这片国土很大 下面形形色色的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不过 这国家的确是一个 十分标准的封建社会的模板 路上来来往往穿梭的那些车辆 都是一些很古老的木制的马车 刘长福也不住急 他直接一个顿光降落了下来 宗主给他的时间是一个月 所以他打算感受一下这个国度的生活气息 他整理了一下自己身上的衣服 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的邋遢 不过衣服上还是有许多不丁的 刘长福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这身衣服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穿了 还是当初快要死的时候 身上穿的那一件 打着不丁的法衣 现在看来真的是如同一个老乞丐一样 刘长福颤颤巍巍的 拄着拐杖走到了大陆的中间 顺着大陆 他慢慢悠悠地向前走着 天气虽然有些炎热 但是刘长福是金丹七大圆满的修饰 这点温度对他来说 简直就像毛毛雨一般不值一提 走了大约一个时辰 还是没有发现一辆马车 不过他并不住急 又走了一盏茶的功夫 后面稀稀拉拉地传来了声响 刘长福转过头去 这才发现竟然是车队 这只车队不是特别的大 但有五辆马车 刘长福走到路边 准备让这几辆马车过去 他没有要搭车的打算 本来就是想要感受一下这乡间的气息 前面的两辆马车走了过去 当第三辆马车经过他身边的时候 突然之间就停了下来 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响了起来 管家 让这位老人家搭一下我们的车吧 突然之间坐在前面的一个 看起来五十多岁的男人 从前面那辆车跳了下来 他快步地跑到了中间那辆车的窗边 很是恭敬地低下头 小姐 他还是有些为难地说道 这样一个老乞丐 只要施舍给他一些精银和吃的就可以了 小姐大可不必把他带在我们的车队当中 管家还是十分谨慎的 因为他不明白这老者到底是什么人 万一是有心人派过来的 到时候对他们可就不好了 但是车厢当中的小女孩似乎不懂管家的意思 只觉得自己家的仆人有些冷漠 你看这样一个老人家 如此的严路乞讨 这是多么的可怜呀 你难道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吗 管家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自己家的小姐就是太善良了 小姐 这一路之上 我们可能会遇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乞丐呢 到时候即使我们把身上的全部钱财都捐出去的话 也就不了那么多的人呀 那女子十分任性地说 我不管 能就一个是一个 既然这个老人家让我看到了 那我就一定要救她 父亲一直告诫我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济天下 我现在有能力帮助她 我一定要帮助女孩的声音十分的悦耳 但也确实是十分的倔强 刘长福也不想跟在他们的车队当中 这样就会失去了自由 他正犹豫住要怎么拒绝呢 突然之间车厢的窗帘直接被拉开了 一个鹅蛋脸看上去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把头伸了出来 这位老人家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刘长福老实地回答 我要去京城 与孩子有些惊讶的出声 我们也要去京城啊 你跟我们一起吧 这女孩庞扶就是自来熟一样 完全不在乎刘长福到底是不是坏人 而且刘长福知道在这样的封建社会当中 一个女孩是不能这样抛头露面的 不过这个女孩看起来十分的活泼 刘长福为她的笑容 直接给温暖到了 她身边的丫鬟劝说 小姐 我们这次去京城一路之上 肯定会遇到许多艰难险阻的 我们给这老先生一些钱财和食物就好了吧 这女孩子身边的丫鬟看起来比她大上有些 而且浑身上下都是鹦鹉的气质 肯定是有功夫在身的 这既是丫鬟也是护卫 月姐姐 你看这老人家多可怜呀 我们就带上她吧 那个被叫做月姐姐的女人 微微地皱了皱眉头 和站在车下的那个管家对视了一眼 两个人都苦笑了一声 自己家的这个小姐就是认死里儿的 如果今天真的不让她把这老人家带走 到时候一定会出许多门额子 对于他们这次进京会不利的 那个被叫做月姐姐的女人也从车上走了下来 她来到了刘长福的身边 不由自主地就抓住了她的手腕 这位老人家 您去京城干什么呀 刘长福也是不动声色 这女人把手搭在她的手腕处 仔细地感受住 我就是想去京城看一看 想在临死之前看一看京城到底长什么样子 众人没有想到这名老乞丐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月姐姐对住管家轻微地摇了摇头 刚才她也已经探查过这个老人家了 她的身上是没有功夫的 看起来真的是一个普通的乞丐而已 如果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乞丐 他们带倒是无所谓 那个小女孩也是一脸的惊讶 眼神带着小行星 一般地看住这个老乞丐 哇 老人家 这是你的梦想吗 刘长福点了点头 虽然我岁数大了 但是也还是有梦想的 人如果没有梦想 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啊 众人都为之一阵 刘长福说的这些话 简直就不像是从一个乞丐嘴里说出来的一样 不过这话确实十分的有道理 一个老乞丐都能够有如此的想法和胸襟 他们这些人就有些汗颜了 小女孩十分高兴 最后在她的央求之下 刘长福还是被安排在最后一辆车上了 最后一辆车全部都是护卫 古代的这种马车里面乘坐的人数也不会太多 最后一辆车上挤上刘长福之后 就已经坐满了里面有七个人 七个人坐在这样狭小的空间之内 显得就有些拥挤了 所以其他的那些护卫 对这个老乞丐的印象很是不好 但是自己家的小姐又愿意带上他们 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就这样 刘长福跟住这些人一起上路了 反正他有时间来解决这里的事情 所以刘长福一点也不急 就当是体验生活来了 晚上的时候一行人找了一个开阔的平地录音 众人点燃篝火 开始做一些吃的东西 小女孩还十分贴心地给刘长福送过来了几个点心 点心做得十分的精致 刘长福吃了之后 觉得味道还很不错 小女孩对于刘长福十分的兴趣 车子停下来之后就一直为拢在刘长福的身边 问东问西 老先生 为什么会有去看一看京城的想法呀 大家不都是说京城比较繁华吗 所以就想去看一看呀 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刘长福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那你的家人呢 刘长福叹了一口气 我没有家里人 听着刘长福的语气 有些没落 小女孩的神色也暗淡了一些 可可嗨 突然之间这小女孩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她的咳嗽声不断地传来 哎呦 小姐 我不是不让你乱跑吗 你看又招了风寒了吧 那个叫做月姐姐的女人快速地走了过来 手中还拿着一个小刺瓶 她十分熟练地从小刺瓶里倒出了一颗丹药 然后从怀里拿出来了一个水壶 小姐 快 快把药吃了 两人折腾了一阵之后 那小姑娘把药吃了 脸色才缓缓地恢复了过来 小女孩的气息 喘晕之后看住刘长福说道 我这是废老 大夫说我活不过二十岁的 呵呵呵 咳咳嗨 小女孩说这些话的时候 似乎和自己没有关系一样 只是在讲述一件十分平淡的事情而已 刘长福心里微微一震 一个花季少女 如果二十岁就死了 简直是太可惜了 刘长福叹了一口气 为这个小女孩感到心疼 你不用这样怜悯地看住我 其实我已经很知足了 比起那些穷苦的人来说 我真的是太幸运了 我不愁吃不愁穿 而且家里人对我都很好 所以人要知足啊 这样的话从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的嘴里说出来 觉得有些老气横秋 刘长福心面一动 她的神识一下子就笼罩了这个小女孩 仔细地帮她检查了一下身体之后 刘长福这才松了一口气 她这病虽然十分的难缠 但还是可以治的 对她来说还是有些简单 修正者虽然有各种莫测的手段 但是对治病来说许多人都是不擅长的 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 即使是修正者也会束手无策的 生老病死一切都是天注定的 想要逆天改命又谈何容易啊 虽然刘长福是金丹七大圆满的舞者 有些事情也是做不到的 这女孩子不只有肺劳 还有先天性心脏病 她说的没错 她自己的确活不过二十岁 可以说这女孩子的身体先天就有缺陷 能够活到现在也已经算得上是条理得当了 经过交谈 刘长福才知道小女孩叫做王若涵 至于她们到底要去京城干什么 女孩子支支吾吾的告诉刘长福 最好不要知道 这对于她没有什么好处 刘长福也没有过多的追问 只是这一路之上那些人都神经紧绷 戒备住什么 因为周围有许多人 刘长福 也不好意思把随身空间当中的东西拿出来用 钱翠和众人一样席地而睡 第二天 一行人照常上路 刘长福虽然不受待见 但是那些护卫对待一个老人家 不能过多的苛责 也接受了这样的事实 这天下午 五辆马车正缓缓地行驶在关道上 突然之间前面的山林两边 惊起了一大群的飞鸟 那些飞鸟怪叫着 扑轮扑轮地快速地飞向了空中 领头的那名中年护卫队长 眼神凝重地看住山林 她右手拿着一把刀 然后把刀举了起来 马车全部都停了下来 月姐姐此时也悄悄地掀开了车窗的窗帘 透过缝隙向山林两边看去 她的神色也变得有些凝重了起来 小姐 待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一定要跟在我的身边 王若涵也发现了 有些不对劲 她害怕地点了点头 月姐姐 是那些坏人吗 月姐姐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我就知道他们不会让我 你们这么轻易地进京的 可是没有想到这光天化日之下 这些人就敢动手 简直是目无王法 月姐姐气得浑身发抖 她使劲地抓着自己带来的配件 随时准备拔剪而出 哈哈哈哈 一阵大笑声从山林处传了出来 接着一群飙行大汉 就从山林处缓缓地走了出来 猥琐的大汉是个光头 个头很大 满脸横肉 看起来就十分凶恶的样子 此山使我开 此树使我栽 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刘长福早就发现不对劲了 他展开神石 一下子就发现了 藏在两侧山林的许多土匪 只是这匪实在有些太多了 他们五辆马车当中的人 加起来也才三十多个人 再加上单独骑马的十几个护卫 充其量不到五十人 而那些两边的土匪 最起码有一百多人 这下子 王若涵他们这一行人有麻烦了 坐在最后车厢的那些护卫 一下子全部都冲了下去 刘长福十分的无奈 他也被那些护卫裹挟住下车了 护卫们全部拔出了随身携带的佩刀 十分紧接地防备住那些人的偷袭 刘长福拄着拐杖 也被那群人围在中间了 那名中年护卫队长看到是一群土匪 神色稍微地松动了一下 他们这一行人当中 有十匹马是没有套住马车的 护卫队长骑驻马向前走了两步 抱了抱拳 朗声对住对面的匪徒说 各位江湖好汉 我们只是做小本生意的普通商人 还请各位高抬贵手 不要伤害了我们这些人的性命 我这里有小小的意思奉赏 还请这位大当家的笑纳 说完之后 他从腰间拿出来了一个 鼓鼓囊囊的钱袋 一下子抛了过去 那名光头大汉伸手接过 打开之后也是大惊失色 一百两文英 果然是大手笔啊 他微笑地看中那位护卫队长说 好了 你们可以过去了 中年护卫队长松了一口气 只要这些土匪还讲一些江湖道义 他们收了钱之后就会放的 护卫队长正想要带着马车向前走的时候 突然大汉的声音又出现了 等等 那名光头大汉 手中拿着一个很是宽厚的大砍刀 他大喝一声 这位兄弟 你是不是忘了江湖规矩了呀 我们下山办事 除了要钱财之外 车队当中所有的女人也都是我们的 你们这些男人全都可以走 但是那些女人都要留下来 光头男人说这话的时候 一副不容置疑的口吻 中年护卫苦笑了一声 这位好汉还请您高抬贵手 那些全部都是我们的家眷呀 说着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钱袋子 再一次抛了过去 中年大汉打开以后 哎哟 又是一百两文银呀 嘿嘿嘿 看来你们这群肥羊很有钱呀 护卫队长按道一声不好 只顾住给这些土匪钱财了 完全地把自己的财力暴露了出来 土匪全部都是贪婪的 他们如果知道车队当中有许多财物的话 到时候肯定会不计代价的掠夺的 这位好汉 您说笑了 我们只是做小本生意的商人 还请您高抬贵手 放我们通行吧 那名光头大汉依旧是摆了摆手说道 还是那个规矩 男人都可以走 女人全部留下 护卫队长也一下子来了气了 这么说 是没得谈了 告诉你们 我们也不是吃素的 如果你们得寸进尺的话 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 我就不信你们能够全身而退 光头大汉哈哈大笑了 起来 哎哟 学会叫板了呀 哈哈 你以为你们今天还走得了吗 老子我今天不只要钱 马车里的女人我也要 中年队长神色大惊小怪 你们就是冲着我们来的 光头大汉哈哈大笑起来 哼还不算太傻 此时管家也走到了前面 和护卫队长并排地站在了一起 管家脸色也十分难看 你们是李家派来的人 光头大汉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什么李家王家的 我只知道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 里面的小娘子我们要定了 管家气 急而笑 呵呵 凭你们这些人想要拿下我们 别痴心妄想了 管家突然之间放开了自己身上的气势 他周身像是有一股气浪在翻腾一样 他的衣角被吹得烈烈作响 无风自动 光头大汉瞳孔猛缩 先天大宗师 身边的护卫队长也不甘示弱 同样放出了自己的气势 轰隆一声 两股气势似乎是融合到了一起 像是升起了冲天大火一般 两股气势加在一起 显得更加的凌厉 两位先天大宗师 那些土匪们也有些骇然 王家人的目的是想要透过自己的气势 把这些土匪逼退 但没有想到光头大汉此时 反而哈哈大笑了起来 你以为只有你们是先天大宗师吗 光头大汉浑身一震 身上同样是一股气势冲天而起 管家和护卫队长也是一愣 先天大宗师 他们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土匪窝里 竟然会有一个先天大宗师 两个人的脸色都难看到了几点 这些人明显就是冲着他们来的 要不然一个先天大宗师 完全可以开宗立派 根本没有必要窝在这土匪窝里当土匪啊 不过管家和中年队长两个人 还是松了一口气 最起码这土匪当中 也只有一个先天大宗师 他们还是可以应付的 可是随后那光头男人一挥手 两边山林处突然之间冒出了许多人头 怎么样两位 加上我这些弟兄们 你们还能够逃出去吗 起初护卫队长和管家两个人并不在意 可是突然发现那些土匪的手中拿着一件东西的时候 两个人脸色大变 君怒 竟然是君怒 你们胆大包天 竟然敢动用君怒 不对 是李家 没想到李家为了留下我们 竟然敢动用君怒 这可是诸九族的大罪啊 光头大汉依旧是哈哈大笑了 起来 还是那句话 我不知道什么李家王家的 我只知道今天你们全部都要留下来 光头大汉大手一挥 树林两边的那些土匪全都架起了 公怒指向了王家撤队 管家和护卫队长对视了一眼 看来今天也只能大杀一场了 虽然对方有公怒 但是两位先天大宗师还是很有信心的 两个人同时点了点头 然后转过头来 眼神冷冷地看住光头大汉 俩单脚一点地面 身形快速地掠向了光头大汉 光头大汉嘴角也露出了十分残忍的笑容 他把手中的那个宽厚的大砍刀直接举了起来 带到管家和护卫队长两人接近到他身边的时候 他那大刀一挥 拿大刀直接砍向了地面 接着地面之上 一刀裂痕出现 一股刀气顺着那裂痕 一下子窜向了管家和护卫队长两个人 两人见状也是大惊小怪 快速地闪身避开了这股刀气 那刀气驱势不减 直接撞上了 路边的一棵大树把那棵大树一刀劈成了两段 军中占刀树 管家大声地惊呼了出来 你们就不是土匪 到此时管家才看明白 这些土匪虽然身上穿得很是破烂 但是那行五的气质 一眼就能看出来 而且他们所列的队伍也是整齐划一 进退有据 显然都是从军队上出来的军人 如果面对一盘散沙的土匪 两个人还是十分的有信心的 可是如果面对着一百多人的军队 如果他们进退有据的话 还的确是一个难缠的对手 尤其是他们的手中全部都有弓弩 弩箭的威力可是很强的 俩虽然是闲天大宗师 如果面对一两把军弩 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不会对他们形成任何威胁的 但是这一百多把弓弩 显然他们也有些应付不过来了 不过两个人虽然不甘心 但也没办法 他们要速战速决 管家对住身边的中年护卫队长说 先杀了那个光头大汉 中年护卫队长点了点头 两个人再次骑身向前 管家所用的是拳法 而护卫队长所用的 则是手中的单刀 两个人一来一往的对住 光头大汉就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光头大汉虽然看起来气势很强 但是也被两个人打得有些节节倒退 光头大汉恼羞成怒 大声的吼道 兄弟们给我放箭 弩箭如同流星 一般飞速的射了下来 此时那些护卫队员 刚刚把那些马车堵在了外面 形成了一个大的圆圈 其他的人全部进入到了这圆圈当中 大家以马车为依仗 暂时做起了防守 刘长福点了点头 这些护卫还是很有经验的 而马车围在外围 最起码能够抵挡那些弩箭的攻击 不过还是有些倒霉弹中箭了 那些土匪都是军阵出身 所以十分的有经验 他们不是直射而是抛 射高高的抛起来 然后箭矢自由落体的下坠 这样就可以把圈在马车当中的人射住了 因为没有盾牌 大家也只能拆卸一下 马车之上 好拆卸的木板遮挡在头部 不一会儿的时间 就已经有五个人重箭身亡了 月姐姐挥舞着手中的佩剑 不断地格挡住那些掉落的箭矢 而王若涵被那个叫做月姐姐的女人 保护得很好 暂时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的 只是那女人时不时地看一下了 那边正在和光头大汉打架的管家 和中年队长有些担心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周围的那些护卫们迟早会被那些弩箭消灭了的 他现在也只能保护着王若涵一个人 其他的无暇顾及了 而刘长福老实地蹲在人群当中 抬头时不时地张望 显得十分的淡定自若 那些弩箭来到他的头顶之上 似乎像是有了灵性一样 直接就拐弯而落在了另外的地方 对于世俗界的这些争斗 刘长福是不想掺和的 又过了一会儿的时间 又有几个护卫重箭了 而那边的光头大汉三个人 也已经打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管家一脚踢出 直接就把光头大汉 一下子踢倒在了地上 他倒飞出去了十几公尺远 这才稳住了身形 咳咳嗨 光头大汉拄着自己的大宽刀 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哈哈哈哈 两位这么心急干什么呀 我们再玩一玩呀 烦请订阅支持风雨阿古说频道更新 还玩个屁呀 我们一起杀了他 两个人也发现了 自己的队伍当中许多护卫 都被那弩箭直接射杀了 所以他们也十分地注击 光头大汉抹了抹嘴角的血迹 显然是受伤了 管家和护卫队又快速地冲了过去 而光头大汉站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似乎像是在等死 两个人都十分高兴 还以为这光头大汉失去行动能力了 只要把这光头大汉杀了 到时候他们就可以掌控 现场的局势了 剩下的那些土匪都是土鸡娃狗 不值一提 两个先天大宗师 只要施展轻弓 很快地就能把那些人全部清理 两个人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可是突然之间半空当中人影一闪 一个身穿夜行衣的蒙面人 直接一刀劈了下来 突然出现的这个人让两人大惊失色 他们已经来不及变招了 只能微微地侧了一下身体 砰 得一声 两个人都被那刀器直接掠过了身体 两人虽然极力地避开了那刀器 但是因为距离太近 他们的身体如同破麻袋一样 远远地抛飞了出去 在重重地落在地上之后 两个人同时吐出一口鲜血 先天大宗师 突然出现的黑衣人打乱了现场的节奏 管家和中年护卫男子脸色十分的难看 刚才那先天大宗师似乎是 擅长隐匿之术 他突然出现发动致命一击 两个人已经受了重伤了 而此时刚才那个突然出现的黑衣人 现在也已经不见踪影了 似乎这一刀并不是他劈出来的一样 两个人十分紧接地观察住周围 很害怕突然之间那个黑衣人出现 再给他们来一次重击 他们受伤不清 此刻体内真气紊乱 已经有些不能动弹了 看住身后围在马车中间的那些护卫 和自己家的小姐 两个人都十分地住击 额头上的冷汗也不断地流了下来 他们现在身受重伤 而且后面的人 在不断地丧失自己的性命 不一会儿的时间 他们这个车队就会完全被攻破 到时候全部都会被杀死 如果小姐落到了这些人的手里 到时候真的就 光头大汉扛着他那十分宽厚的大刀 缓缓地走了过来 他一脸嚣张地看住两个人 哼 你以为只有你们有先天大宗师吗 你们这边是两个先天大宗师 我这边也是两个先天大宗师 怎么样 被偷袭的滋味不好受吧 哈哈哈哈 王家的人我们要定了 你们两个先天大宗师 竟然如此地不中用 那我就不客气了 直接送你们下地狱吧 光头大汉把扛在肩上的大刀 一下子拿了下来 缓缓地举了起来 然后快速地一刀劈向了两个人 就是刚才的那一招 并没有什么华丽的动作 但是这一招务必能达到 一招制敌的效果 刀器如同翻滚的气浪一样 轰隆隆地就过来了 管家此时额头上的冷汗 都已经爆发出来了 如果真的被这刀器劈中的话 到时候他们的身体 一定会被斩成碎片的 咬了咬牙 管家从口袋当中 拿出了一颗赤红色的丹药 爆血丹 毫不犹豫地就吞进了嘴里 护卫队长见状也是大惊小怪 不要 可是管家看了一眼 护卫队长很是决绝地说 快带小姐走 接着她的身体腾空而起 一拳轰了出去 她的真气 一下子凝结成了一个虚幻的拳头 和那过来的刀器一下子相撞 轰隆 一声那刀器竟然一下子消散了 但是管家的全境却趋势不减 一下子轰到了光头大汉的身前 光头大汉吓了一大跳 赶快伸出她那宽大的刀背 一下子抵挡在自己的胸前 只听到砰的一声 那拳镜竟然直接打在了 那宽厚的刀背之上 光头大汉竟然被这一拳 震得倒退了三步 这才稳住了身形 低头看去 这才发现刀背之上 竟然有了一个很深的拳影 光头大汉的脸色有些难看 如果刚才不是自己反应快的话 这一拳打到自己的身上 绝对会把内脏全部绞碎的 她这刀可是金刚打之而成的 十分的坚硬 但是管家的这一拳 竟然能打出全意 想来这一拳的威力 是十分巨大的 光头大汉也已经看到了 管家吃下了暴血丹 他只是冷冷一笑 哼 这丹药虽然能够短暂的 提升你的修为实力 但是想要把握拿下 你就别痴心妄想了 我倒要看看一个时辰之后 你是怎么暴体而亡的 管家也不废话 他深深的知道 要抓紧时间 老夫就是拼了这条命 也不会让你们伤害小姐一分一毫的 李家的杂种拿命来吧 光头大汉的嘴角抽了抽 老子不是李家的人 管家不管不顾地冲了过去 一拳就打向了光头大汉 你不是李家的人 也是李家的狗 我 光头大汉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了 但是他也只是连连闪避 现在他根本不是这个管家的对手 管家吃下暴血丹之后 他的修为境界一路提升 一下子就来到了先天大圆满 但光头男子知道这药效 最多只能坚持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之后 这管家必死无疑 而此时 护卫队长捂住自己的胸口 快速地来到了后面的那些人群当中 月儿 快带小姐走 月姐姐此时刚搁挡了几拨剑语 看到护卫队长竟然受了重伤 就想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赶快带小姐走 千万不能让那件东西 落入李家人的手中 月儿 认真地点了点头 然后抓起王若涵 施展轻弓 快速地就离开了人群 货卫队长刚想回头看看管家的战况 突然之间半空当中人影一闪 一个身穿黑衣的瘦小身影 出现在了他的头顶 一把短刃如同闪电一般 快速地削向了货卫队长的脖梗之间 货卫队长来不及多想 赶紧伸出双臂格挡 啊 虽然挡下了这致命的攻击 但是他的双手也被那利刃直接削断了 货卫队长忍受着巨大的疼痛 一脚快速踢出 只听到砰的一声 那个黑人就如同被抛弃的破麻袋一样 一下子飞出了十米远 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噗 那名黑衣刺客此事已经吐出了一口鲜血 显然也是受了伤了 但是货卫队长拼死反击 也失去了最后的行动能力 最后无力地跌坐在地上 因为双臂被直接削断 他开始惨叫起来 黑人眼神 冷酷地抹了抹嘴角的血迹 看向了王若涵和月姐姐两个人逃去的方向 急着他身影一闪 一下子消失在了原地 中年队长大惊失色 快 快阻止他 一定不能让小姐落入他的手中 中年队长还想挣扎着起身 可是他受了重伤 双臂被断 此时已经十分的凄惨了 挣扎了几下之后 他最终还是没有站起来 眼中却十分的焦急地看中那边 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刘长福静静地坐在那边 观察着场中的局势 他没有想到这些人为了保护王若涵 既然能够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尤其是那个管家 暴血丹他也是知道的 服用了之后对人体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管家已经抱了必死之心 刘长福叹了一口气 也转头看向了那边 大家都在忙乱地抵挡着土匪的弩剑 趁着没人注意他的身形 也突然之间一下子就消失了 月姐姐带着王若涵 两个人飞奔了不到两里地 突然之间 半空当中人影一闪 一把血亮的刀光 一下子出现在了月姐姐的面前 月姐姐赶紧提刀格挡 砰的一声 两个人迅速地从半空当中落了下来 月姐姐拔出了手中的佩剑 紧接地环顾四周 王若涵也十分地害怕地躲在月姐姐的身后 月姐姐 他们来了吗 月姐姐十分慎重地点了点头 小姐 待会我让你跑的时候 你一定不要犹豫 记住 那件东西一定要保存好 即使死了 也不能让它落入到李家人的手中 王若涵点了点头 他深深地明白自己的使命 黑衣人又突然出现一把匕首 像是皮链般地斩了过来 月姐姐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他手中的长剑 后发先至一下子就点在了那把匕首的中心处 砰 的一声 那把匕首竟然被他直接挑飞了 黑衣人的身形闪现了出来 嘿嘿嘿 没有你想到年纪轻轻 竟然就已经是先天大宗师了 想来阁下不会是无名之辈吧 黑衣人也并没有再次隐屈身形 而是用十分沙哑的声音问了这些话 黑衣人看起来很矮小 大概也只有一公尺五的样子 勾搂着身躯像是个老者一样 素女派 上官月儿 那黑衣人惊讶出声 原来是你 怪不得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先天大宗师了 你们素女派就爱多管闲事 可惜啊 今天你这名天才弟子就要在这里陨落了 上官月儿把长剑横在自己的身前 一脸冷笑地说 就凭你 嘿嘿嘿 如果再加上我们呢 突然之间 有三个黑衣人出现在了场中 而且直接把上官月儿和王若涵围在了中间 上官月儿大惊失色 你们是燕南四仙 哈哈哈哈 小丫头 还算你有眼力进耳 知道我们四仙的大明 上官月儿的脸色变得十分的难看 这四个人全部都是先天大宗师 尤其是这四人是四胞胎 他们心意相通 而且锁链的功法全部都是合击之法 即使是面对先天大圆满的武者也能斩杀 而她上官月儿虽然在年轻一辈当中精彩绝艳 但现在也才刚突破到先天初七 面对着燕南四仙 根本一点胜算都没有 哈哈哈哈 小丫头 看你姿色还不错 不如束手就擒 如果你愿意好好伺候一下我们四兄弟 说不定我们心软 到时候就留下你的性命了 哈哈哈哈 对呀 对呀 大哥说的对 你这女子 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先天大宗师了 将来成就可是不可限量啊 难道你真的要为了这王家而付出自己的生命吗 别太天真了 你以为没有陛下的允许李家的人 敢如此大费周章的对付王家吗 那是因为王家树打招风 自视功高 不把女帝大人放在眼里 甚至当初女帝大人登基的时候 王家的人都还是强烈反对的 这是政治之道吗 你不懂的 小丫头 你就不要掺和这些事了 上官月儿点了点头 有些恍然大悟的样子 这么说你们是女帝陛下的人 老三 你胡说八道 没有 没有 小丫头 你听错了我们和女帝陛下没有关系 虽然四个人极力地解释 但是上官月儿明白 能够请得洞燕男四仙的也只有女帝陛下了 李家还不够分量 刘长福待在旁边太隐形了 所以这些人根本看不见他 这大阎谷的皇帝竟然是个女的 有意思 真的是太有趣了 刘长福突然之间捂住了胸口 怎么回事 我怎么有一种心机的感觉 刘长福脑中灵光一闪 我靠 这女帝陛下不会是寡妇吧 想到这里 刘长福的心跳得更快了 难道新的目标出现了吗 上官月儿一脸的颓废 这四个人她是打不过的 现在想要让小姐离开也不可能了 小姐根本没有武功 面对这四个人的追杀 根本逃不掉的 嘿嘿嘿嘿 小丫头 我劝你们还是束手就擒吧 不要再反抗了 我们四个人怜香惜玉 如果你愿意让我们乐一乐的话 我可以考虑给你们留个全尸 不过 你们要先把那件东西交出来 不然的话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王若涵有些害怕地看住这四个黑衣人 现在已经接近傍晚了 太阳缓缓地快要下山了 但这四个人依然穿着夜行衣 说白了现在还是白天 四个人穿着夜行衣 有些掩耳盗铃的感觉 大白天穿着夜行衣 而且四个人的身形都差不多 都是一样的沟楼 上官悦儿警戒地看住 围住他们的四个人 哼 你们四个人不要吃心妄想了 我们是不会束手就擒的 况且你们真的以为你们赢定了吗 四个黑衣人脸色大变 什么意思 上官悦儿哈哈大笑起来 哼 真正的宝物早就被我们秘密地送进京城了 而我们几个人也只不过是幼儿而已 你们真的以为王家的人会那么笨吗 这就叫做明修战道 暗赌陈仓 懂吗 刘长福的嘴角抽了抽 这世界上也有这种成语吗 不过用的确十分的贴切呀 四个黑衣人当中的老大十分惊讶地问道 什么 你是说 那件东西根本就没有在王家大小姐的身上 上官悦儿点了点头 那件东西事关重大 关系住王家的生死存亡 怎么会如此简单的就能让你们得到呢 只要你们出手了 我们也就放心了 即使是失去生命 但是那件东西也已经被送进京城了 到时候就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你们几个人没有完成任务 也不会好受吧 哈哈 四个黑衣人的脸色变得十分的难看 他们如果完不成任务 到时候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 该死 竟然中了你们王家的吊虎离山之计 哼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先杀了你们 然后再去追那个真正拿着宝物的人 黑衣人当中的老大十分残忍地笑住 上官悦儿也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他回头看了看王若寒 小姐 你怕吗 王若寒脸色通红摇了摇头 坚定地说 悦姐姐 我不怕的能为王家而死 也算是死得其所 我还是很高兴的 总比以后我握在床榻之上 被这病魔折磨而死强得多吧 哈哈 看住王若寒如此的洒脱 刘长福也是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王若寒的手 不由自主地摸向了自己怀中的一件东西 四个黑衣人同时发动了攻击 分别从四个不同的方向杀了过来 上官悦儿虽然极力格挡 但仅仅是三招之后 就直接被打的吐血倒飞在了地上 王若寒呆呆地站在那里 有些不知所措 哼 没有想到竟然被两个小丫头给耍了 敢耍我们四仙 你们也算是胆大包天 不知死活呀 嘿嘿嘿嘿 如果不是为了赶时间去拦截 那个真正拿着宝物的人 我一定跟你们两个小美人好好玩一玩 可惜呀 没有时间了 我只能送你们下地狱了 说完拉黑衣人闪身向前 一把闪亮的刀光 一下子就展现了王若寒 小姐 虽然知道必死 但上官悦儿 还是不希望小姐死在她的面前 但是现在她已经身受重伤 不能动弹了 没办法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住小姐死在这些人的手中 哎 突然一阵叹息声响起 这叹息声似乎是响彻在每个人的耳边一样 那黑衣人也听到了 刚想要做出反应 突然之间感觉到胸口处一阵的疼痛 低下头 这才发现竟然是一只弩箭 直接穿透了她的心脏 那箭头直接贯穿了她的身体 袭击王若寒的那个黑衣人 转头四望 没有发现任何人影 最后举住手中的匕首不甘心地直直地倒了下去 王若寒刚才也闭上了眼睛 听到叹息声之后 她觉得莫名的熟悉 睁开眼睛 这才发现袭击她的那个黑人竟然已经死了 剩下的三个黑人大惊小怪 大哥 三人赶快上前扶住了自己的大哥 可是他们的大哥已经死了 只是眼睛还没合上 是谁 竟然敢偷袭我们燕南四仙 出来呀 你出来呀 鬼鬼祟祟的算什么英雄好汉 四人当中的老三脾气十分的暴躁 叫嚣了一阵之后 竟然没有任何反应 于是她恶狠狠地看向了王家的大小姐王若寒 快出来呀 如果你不出来的话 我就杀了这个女人 四个黑衣人手中拿的全部都是短刃 她把手中的短刃指向了王若寒 既然你不出来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她举起手中的短刃 一下子就刺向了王若寒 王若寒吓得惊叫了起来 啊 扑痴 一把弩剑同样直直地插入了黑人老三的心脏当中 同样是贯穿 血不断地从老三的嘴里涌了出来 我 你 扑通 她也直直地栽倒了 栽了地上 气绝身亡 剩下两个黑衣人剑撞 额头上的冷汗都下来了 这人杀人于无形之中 简直比他们隐秘的功夫高了不知道多少倍 两人对视了一眼 分别倾触地面 快速地想要从两个方向分开跑 两人身体腾空而起 瞬间就飞跃出了五丈远 他们之所以分开两头跑 就是想要让袭击他们的人顾此失禀 可惜他们失算了 他们根本不懂刘长福的强大之处 哎 又是一声叹息 两个人亡魂大貌 扑 扑 两人施展轻弓 身体还在半空当中呢 突然之间两只弩剑凭空出现 一下子贯穿了他们的身体 两人从半空当中跌落 直接掉在地上 弃绝身亡了 上官悦儿和王若涵两个人呆愣愣地看住这一幕 上官悦儿浑身一震 悠悠这样神鬼莫测的手段 即使是先天大圆满的大宗师 也不可能做得到啊 他挣扎着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抱拳向四周行了个礼 还不知道是哪位仙师出手帮助我们王家解位 不知可否现身相见 悠悠这样神鬼莫测手段的 除了那些修仙者 根本就没有其他人能够做到了 上官悦儿十分的恭敬地行助理 但等了半天 树林当中一点反应都没有 请问是哪位仙师出手 还请现身相见 我们王家一定铭记在心 上官悦儿又喊了一遍 可是树林当中依然是静悄悄的 没有任何人走出来 上官悦儿和王若涵对视了一眼 悦姐姐 仙师可能已经走了 上官悦儿这才站直了身体 只是不知道是哪位仙师 竟然解救了我们 他不愿意现身相见 难道是怕我们王家连累他吗 王若涵有些担心的说的 上官悦儿摇了摇头 他既然愿意帮助我们 当然就不会怕受我们的牵连 不愿意现身相见 可能有他的苦衷吧 上官悦儿突然想到了什么 小姐 那件东西还在吗 王若涵谨慎的点了点头 然后从怀里掏出来一个半圆形的玉佩 这玉佩似乎是有人从中间掰断一样 而且剩下的半圆形的这个玉佩边缘 十分的不规则 上官悦儿松了一口气 本来想着炸他们一下 其实我们死了 这玉佩也不能落入到他们的手中 可是没有想到分回路转 我们两个人竟然得救了 王若涵也十分佩服悦姐姐的极致 看来是天意要让我们进入到京城啊 两个人似乎又重拾了信心一般 相视一眼 用力地点了点头 而此时 马车这边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管家身上的气血之力越来越旺盛了 似乎快要达到了顶点一样 他的攻击也更加的猛烈了 那光头大汉现在也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了 管家疯狂地攻击光头大汉 自顾不暇 身上也已经挂彩了 虽然伤得不是特别的严重 但是如果再这样任凭管家疯狂地攻击下去的话 他肯定要陨落的 无奈之下 他也只能命令自己的那些手下们 用弓弩对准管家 不断地射击 这下子管家就有些自顾不暇了 除了要应付光头大汉之外 还要应付那些时不时射过来的冷箭 即使是这样 光头大汉依然是处于劣势 刘长福回到车队的时候 管家身上已经插了四根弩箭了 虽然都不是关键的部位 但也影响了他的行动力 看出管家汉不畏死的样子 刘长福又轻叹了一口气 如果再这样下去 那管家也支撑不了多长的时间了 光头大汉最后也只是受一点轻伤 没办法 帮人帮到底 送佛送到西 刘长福轻轻地一挥手 突然之间 那光头大汉的身体一下子迟滞了 而管家的攻击十分的猛烈 根本就没有发现这一点 光头大汉想要动弹自己的身体 突然发现一下子动不了了 眼看着管家的沙包大的拳头 一下子就轰了过来 他避无可避 砰 管家一拳打在了光头大汉的胸口 他的胸膛当时就直接凹了进去 光头大汉的身影一下子倒飞了出去 他手中的那个宽背大刀也摔落在了地上 发出了叮叮叮的声音 噗 光头大汉吐出一口鲜血 他不明白刚才为什么自己的身体 突然之间就动不了了呢 他不甘心呀 明明已经占了上风了 再射几箭 那小子一定会重伤的 到时候自己反击就可以把这管家杀死 可是现在自己竟然被他打的内脏 全部都破裂了 光头大汉眼神灰暗 他知道自己是活不成了 你 最后光头大汉一句话都没有说完 直接倒在地上弃绝身亡 周围的那些小弟们 看到自己的老大刚才还占上风的 突然之间就被打死了 一时之间都没有反应过来 这 不只是他们没有反应过来 管家也疑惑地看了看自己的拳头 刚才 那光头大汉明明能够避开我这一拳的 可是为什么 管家搔了搔头 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看到地上的光头大汉已经气绝身亡 管家松了一口气 抬起头来看向了树林两边的剩下的那些土匪们 管家正要发动攻击 突然之间土匪转头就跑 怕自己爹娘没给自己多伸两条腿 看到土匪们全都跑光了 管家终于支撑不住了 一下子跌坐在了地上 嘴里喷出一口鲜血 他的气势一下子就跌落了 此刻尾盾在地上像是被抽空了所有的力气一样 管家费力地抬起头 看向了自家小姐逃向的方向 他真的希望小姐能够逃出生天 可是他知道这样的可能性真的不大 那黑衣刺客的实力也是很强的 上官月儿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的 管家无限地悔恨 无限地不甘 他的身上的生机在渐渐地流逝住 他感觉自己的眼皮快要撑不住了 他知道如果自己就这样闭上了眼睛 就没有睁开的可能了 虽然不甘心 但却也无能为力了 他刚想闭上眼睛 突然之间发现山坡之上两个熟悉的人影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 顶巾一看 这才发现竟然是小姐和上官月儿 看到两个人安然无恙 管家眼神大亮 他突然松了一口气 接着就头一歪 就这样气绝身亡了 王若涵看到管家 赶快跑了过去 边跑边大声地喊道 福伯 福伯 刘长福看到王若涵他们两个人回来了 也是松了一口气 但听到王若涵的喊叫之声 刘长福的嘴角狠狠地抽了抽 我靠 管家为什么都喜欢叫福伯呢 王若涵跑到了福伯的面前 看着他已经死去了 放声大哭了起来 福伯可是从小把他照顾大的 虽然名义上是管家 但是要比普通的亲人甚至还要亲呀 王若涵趴在了福伯的身上 不断地哭泣 上官月儿走了过来 小姐 人死不能复生 还请节哀呀 上官月儿拍了拍王若涵的肩膀 王若涵一下子扑到了上官月儿的怀里 隐隐地哭了起来 车队还是继续上路了 但这一次车队当中都弥漫着十分悲伤的气氛 护卫队长失去了双臂 此时已经算是一个废人了 第九十九章烤漏吧 管家福伯为了保护他们 也失去了生命 另外就是护卫队当中死了十个兄弟 本来将近五十人的队伍 此刻显得有些稀稀拉拉的 刘长福依然坐在最后的马车之上 马车当中空出来了许多位置 他现在坐着反而舒服了一些 只是几个年轻的护卫因此失去了生命 刘长福还是一阵的叹息 本来他是不想掺和这世俗界当中的事情的 可是王若涵这小丫头的确是招人喜欢 他不能眼睁睁地看住这个小女孩被人杀害 至于其他人的死活 刘长福显然是不在意的 不过虽然他是高高在上的修士 但对于凡人也并没有那种视他们为蝼蚁的感觉 也许是穿越者吧 他对这些普通人也十分的有同情心 但是作为修仙者 如果加入了这场战斗就显得有些太不公平了 所以只有在王若涵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才会出手 不过王若涵在树林当中掏出的那块玉佩 令刘长福十分的兴趣 因为那玉佩之上隐约约有灵气流动 而且灵气还十分的纯粹 他也看出来了 那个玉佩是一个四阶的灵气 只是具体到底有什么作用 他暂时还不知道 一个凡人手中能够拥有一颗残存的 四阶的灵气 本来就是一件十分古怪的事 一行人快速地离开了刚才的战场 又走了半天的时间 路过一个小镇的时候没有办法 只能把护卫队长放下 让他找大夫疗伤 如果护卫队长再不疗伤的话 到时候失血过多会对他有生命危险的 队伍当中又少了三个人 留下了两个护卫队员 来照顾他们的队长 就这样一行人又上路了 虽然减少了一辆马车 但是死去了 许多人空出来了 很多马 刘长福待在最后的车当中 还是十分宽敞的 就这样一连走了一天 路上风平浪静 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但是此时大延朝的皇宫当中 哗啦 一个茶杯被摔碎的声音响了起来 下手位置 跪着两个黑衣人 废物 全部都是废物 燕南四仙他们四个废物去哪里了 两个黑衣人浑身颤抖 唯唯懦懦地说道 陛下 他们四个人全部都已经死了 上手位置上是一个女人 女人看起来三十多岁的样子 身穿黄色的龙袍 发际被盘在后面 头上戴着一个金色的皇冠 皇冠不大 正好把她扎起来的头发 全部张在了其中 女人看起来十分的威武霸气 此时女人惊讶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什么 那四个人死了 这怎么可能呢 天下之间能够杀死他们的人 屈指可数啊 底下的两个黑衣人 硬住头皮说道 他们全部都是被一招击杀的 而且都是被君母 直接贯穿了心脏而死 羽帝的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是什么人 竟然敢和朕作对 该死 羽帝的气势实在是太强了 两个黑人匍匐在地上 吓得浑身发抖 一定不能让王家的那丫头警惊 再派人去 两个黑衣人对视了一眼 都十分的为难 陛下 派谁去 羽帝沉吟了起来 等了一会儿 你们这些废物 还得要朕亲自出马 你们先下去吧 朕亲自去请先师出手 听到先师两个字 黑衣人浑身一震 眼神当中露出了希望 如果真的有心思出手的话 到时候一定会守到勤来的 再有两天的时间 王若涵他们一行人 就可以到达京城了 他们一行人 根本不敢进入任何城市当中 所以晚上的时候 都是找个开阔的地方 就地录营 篝火点了起来 许多人围拢在刘长福的身边 福伯 这些肉够用吗 一个护卫笑嘻嘻地走上前去问道 刘长福看住地上一整头的野猪 还有十几头的野兔 他的嘴角抽了抽 这些天 这些护卫们的狩猎的本事大场啊 刘长福点了点头 福伯 你快烤吧 快烤吧 我都快忍不住了 这名护卫队员擦了擦嘴角的哈喇子 也真是奇了怪了 我们跟你用的都是同样的调味料 可是怎么就是烤不出来你烤的味道呢 刘长福得意地说 这就因人而异了 老夫可是天赋一饼啊 那个护卫撇了撇嘴 自从大家知道了这个老乞丐叫什么名字之后 于是大家都开始叫他福伯了 尤其是每次王若涵看向刘长福的时候 眼神当中总是带着亲切 可能是因为想到了 他那死去的管家比较福伯吧 刘长福实在是受不了这些人 风餐露宿 尤其是煮饭的时候 简直就是比猪食还难吃 他们也不在乎好吃不好吃 只要能够填饱肚子就可以了 可是刘长福实在是受不了了 无奈之下 刘长福只能自己动手 谁知道这一动手把整个车队的人全部轰动了 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 看住很不起眼的老乞丐 竟然能够做出如此美味的食物 重要的是他用的那些食材 也是他们平常做饭用的一些东西 可是经过了老乞丐的手 偏偏味道翻上了十倍不止 甚至要比一些酒楼里的餐点还要好吃很多 于是接下来所有的吃饭的事情就全部交给了刘长福 刘长福也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大家的尊敬 烤肉在萤火之上呲呲的冒着油 那味道传出去很远很远 众人不明白这老乞丐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 竟然能够把肉烤得这么的香 重要的是那些肉全部都是外焦里嫩 而且野猪也没有很大的山腥味儿 刘长福也只是小小的秀了一下他的厨艺 他可是灵厨 即使是在修真界做出的饭菜 也是十分好吃的 更不要说这些普通的食物了 这些普通的食物在他的手中都能被他玩出花来 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点 那些护卫们眼巴巴地看住架上的那些烤肉 那些烤肉全都用红柳汁一个一个地穿了起来 而且肉块很大 他们听福伯说用红柳汁穿起来的那些烤肉 有特殊的清香的味道 重要的是肉块够大的话 吃起来很爽 尤其是福伯还特制了一种秘质的蘸料 纳肉经过蘸料 简直就是画龙点睛啊 那些护卫们此刻都已经 等不及了 许多人不自觉地吞了咽嘴中的唾沫 有些人甚至已经流出哈喇子了 王若寒和上官月儿两个人也被吸引了过来 他们两个人自从吃过福伯的烤肉之后 就一直是赞不绝口 因为烤肉的香味实在太香了 王若寒坐在刘长福的旁边 很好奇地看住他的侧脸 福伯 你能不能叹息一声 这已经是这个小女孩 第五次提出这样的要求了 刘长福翻了个白眼 他已经知道这小女孩 肯定是在怀疑自己了 女人的直觉 有时候真的是很准确的 你这小丫头 怎么老是问这样的问题啊 王若寒有些奇怪地看住刘长福 我只是怀疑一件事情 不能确定罢了 随后他摇了摇头 觉得这刘长福虽然很像 但是有时候又觉得不像 他现在脑袋都开始迷糊了 不明白当初就他们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难道真的不是这个老乞丐吗 不一会儿的时间 肉已经烤好了 兔肉十分的好吃 刘长福直接给小女孩弄了一个兔腿过来 而且还是十分细心的 用刀把那兔腿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了下来 这样女孩子吃起来的时候 就不必像那些大汉一样直接用嘴巴啃咬了 刘长福叹息了一声 可惜啊 如果有黄瓜丝儿和葱丝的话 再加上面皮儿卷起来的话 那味道简直就绝了 刘长福舔了舔嘴唇 想起了烤鸭的味道 不过在这荒郊野岭的 能够吃上这样的精致的烤肉 已经算得上是很幸福了 那些护卫们也是争先恐后的开始抢着吃 刘长福摇了摇头 又开始了下一轮的烤制 护卫们很快就把手中的烤肉全部消灭了 大家正想要再次催促刘长福抓紧时间烤肉的时候 突然之间一股很浓重的血腥味传了过来 在场的人都闻到了 然后纷纷转头四顾 看 那是什么 其中一个护卫惊讶地止住地上 大家低头向地上看去 这才发现竟然有许多水向他们这边流了过来 怎么会有这么多水呢 水渐渐地流到了篝火边上 急着萤火的光亮 大家这才看清楚 不好 不是水 竟然是血 到此时 大家才发现自己已经被血海包围了 周围全部都是血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过这么多的血 这些血简直就是成灾了 简直就像一条大河一样 血水流动的声音哗啦啦地响了起来 而血腥味更加的浓重了 众人都十分惊讶地站了起来 这样诡异的场面 大家还是第一次遇到 而刘长福则皱了皱眉头 觉得这场景有些似曾相识 突然之间他脑中灵光一闪 这不是血灵中的血海滔滔吗 刘长福不动声色展开神识 这才发现那边竟然有个住机器的修饰 正在控制这些血海 向大家围拢 刘长福没有声张 只是不动声色地拄着拐杖 站在原地看住大家如何应对 他没有想到为了对付王家的人 竟然会有住机器的修饰前来 这显然是有些小题大做了 看来王若涵手中的那半块玉佩 应该对他们来说十分的重要 刘长福此时反而对住在大盐国都城当中的女帝 十分的兴趣了 他竟然能够调动得了住机器的修饰 想来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 上官月儿环顾四周 什么也没发现 但是那血海却渐渐地把大家围拢在了一起 这些人全部都聚在一起 背靠背十分警惕地看住四周 血海围拢得越来越近了 大家都十分的害怕 突然间一个护卫的脚 一下子沾染了那些血 接着那些血似乎活过来了 一般 顺着那名护卫的脚 一下子就爬上了他的身体 接着那些血液就像是 密密麻麻的蚂蚁一样缓缓地就把这个护卫给吞噬了 啊 救我 救我呀 身边的一个护卫不忍心抬手就是一刀劈向了那些血液 可是血液似乎像是找到了发泄口一样 一下子沾染在了那些钢刀之上 瞬间就把钢刀侵蚀了 那名护卫呆愣愣地看住只剩下的刀把 脑海中一片空白 这 小心 一声惊呼传来 那名护卫脚上同样沾染了血迹 那血迹似乎是食人蚁见到了可口的食物一样 一下子蜂拥而至 瞬间就把他埋没了 血液缓缓地退去了 两名护卫只剩下白色的骨架 看起来十分的瘆人 众人又害怕地倒退了两步 上官悦儿也是束手无策 因为这样神鬼莫测的手段 根本不是他们这种武者能够抵抗得了的 什么人鬼鬼祟祟的 有本事站出来和老娘大战三百回合呀 用这样的卑鄙的手段算什么男人 上官悦儿想用激将法 把那个人激将出来 哈哈哈哈 小丫头 狠嘴硬嘛 一个大小的声音传进了众人的耳朵当中 大家向那边看去 这才发现树下有个黑袍的男人 此刻正在冷冷地看住众人 身为仙师 既然对付普通人 你们忘了修仙者的约定了吗 黑袍男人不屑地说 哼 约定 我把你们全部都杀了 别人就不知道是我动的手了 小丫头 你太天真了 上官悦儿的脸色变得十分的难看 没有想到他竟然派出了仙师来对付我们 看来他也很怕那件东西被送到京城吧 哼 实话告诉你 那件东西根本就没有在我们的身上 他已经被我们经过秘密的管道 已经送到京城了 黑袍大汗浑身一震 刚想做出反应 突然之间哈哈大笑起来 小丫头 你就不要撒谎了 你以为你能骗得了我吗 那件东西分明就在你旁边的那个丫头的身上 上官悦儿大惊小怪 他没有想到这些仙师竟然能够感应出来 本来还想用老办法把这仙师骗走的 可是没有想到对方竟然识破了 嘿嘿嘿嘿 小丫头 你不知道我们这些仙师都是有神识的吗 那半块玉佩就在那小丫头的怀里 王若涵害怕地把身体向上官悦儿怀里缩了缩 月姐姐 怎么办呀 上官悦儿的脸色十分的难看 面对修仙者 他真的没有什么还手之力 可是就这样束手就擒 他也不甘心 看出对面那个黑袍人 上官悦儿眼神一鸣 咬了咬牙 你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呢 哈哈哈哈 本仙师就没想着要放过你们呀 你们这些人气血充盈 身上的血液一定很是香甜吧 你们放心 我是不会浪费一滴鲜血的 说着那黑袍男人竟然舔了舔嘴角 似乎是有些迫不及待了 我可是宿女派的人 你要对我们动手吗 宿女派 是有点棘手 听说你们的掌门已经超越了先天 不过那也无所谓了 他的实力境界最多和我相当 大不了我再去你一趟你们的门派 上官悦儿没想到自己的宗门 竟然没有镇住这个黑袍人 他眼神发狠 突然之间纵身一跃 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了那个黑袍男人 那黑袍男人淡淡一笑 伸出一只手掌 瞬间在他的眼前凝结出了一个血色的灵气盾牌 上官悦儿眼神一凝 手中的那把短剑瞬间出窍 一下子削向了黑衣男子的搏梗 这时候那红色的盾牌也凝聚而成 砰的一声 那把短剑似乎是进入到了一片棉花当中 虽然刚开始的速度很快 但一下子就被迟至了进度 像是深陷泥潭一样 上官悦儿大惊失色 赶快把剑撤了回来 但接下来他更是脸色大变 此时才发现他手中的那把剑 竟然已经被腐蚀的剩下半截了 上官悦儿赶快鼓动真气 快速地远离这个黑袍男子 这男子简直太可怕了 浑身似乎是有毒一样 只要沾染上一点他身上的血液 所有的东西都会被腐蚀的 本来上官悦儿还想着能够拼死一搏 击杀着黑袍男子 可是现在想来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性了 想跑 黑袍男子冷哼一声 他右手一挥 一股血剑瞬间从他的指尖喷射出去 快速地就追赶上了 上官悦儿 上官悦儿大惊失色 那血剑的速度太快了 哼 还想偷袭本仙师 给我死 黑袍男子的嘴角露出了残忍的笑意 可那血剑马上就要接近上官悦儿身体的时候 突然之间 他身上光芒大亮 什么 二阶金刚服 黑袍男子没有想到 这女人的身上竟然还有二阶服录 而且还是防御服录 二阶的防御服录 要比普通的服录更加的值钱 因为防御服录所要防御的面积很大 所以需要消耗的能量更多 他的纹路更加的繁杂 上官悦儿的身体 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一下子被抛飞了 普通他落在了众人的面前 激起了一阵的尘土 嗨嗨 虽然有防御服录抵挡了这次的攻击 但是他的肉身也被震得气血翻涌 上官悦儿忍不住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月姐姐 你怎么样啊 王若涵赶快把倒在地上的上官悦儿 给扶坐了起来 上官悦儿轻喘了一口气 小姐 看来这次我们应该是凶多吉少了 王若涵脸色难看地点了点头 只是可惜那玉佩 要是落入这些坏人的手中 不知道会造成多少的无辜之人死亡 唉 在黑袍人此时踏着血海 缓缓地向他们这群人走了过来 众人都十分的害怕 他们当中站立最高的上官悦儿 甚至都不是这个人的一招致敌 更何况是大家呢 尤其是这个人的血海十分的诡异 只要人粘上之后 就会被化成白骨 这简直让人增加了恐惧 如果一个人可以直面死亡 但是死亡的方式不一样的话 也会让他产生恐惧的心理的 就像是现在这些未知的血液 到底能把人腐蚀成什么样子 刚才那两个护卫 那痛苦的惨叫声 还悠然在众人的耳朵当中回响呢 如果这样痛苦地死去 还不如直接利用手中的刀 自己抹脖子死了呢 众人都害怕地倒退 他们全部都绝望到了极点 原本这次进京 大家都抱了九死一生的这种想法了 可是现在面对这样诡异的先师 如此诡异的法术 众人还是有些不知所措的 哈哈哈哈 你们这些蝼蚁就不要妄想挣扎了 小丫头 赶快把那玉佩交出来 不然的话 我让你们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王若涵眼神带着决然 看出这个黑袍人 摇了摇头说 我虽然是女子 但也是王家的人 王家的人铁骨铮铮 不会像你这样的恶人低头屈服的 要杀药寡西听尊便 我是不会交出玉佩的 黑袍人没有想到 这些人竟然视死如归 但是身边的有些护卫的心 已经崩到极点了 其中一个护卫 看出那渐渐靠近的血水 浑身颤抖的厉害 钱翠一下子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开始求饶 先是大人饶命啊 先是大人饶命啊 王若涵看出那护卫跪了下来 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他不能要求所有的人 都能像他一样 面对死亡的时候 无所畏惧 况且现在他也是害怕得要死 但是身为王家的子女 怎么能够认长呢 即使死也要堂堂正正地 站在那里 王若涵此时又开口了 我们王家的事 和这些人没有关系 还请你高抬跪手 把这些人全部都放了 这些都是普通人 在你们先生的眼中 也只不过是蝼蚁罢了 杀与不杀都无所谓的吧 谁知道黑袍人 竟然哈哈大笑了 起来 既然是蝼蚁 那还活在世上干什么呀 黑袍人一挥手 他掌中一股血溅 快速地就喷了出来 扑斥 那跪地求饶的护卫 一下子被冻穿了心脏 接着他的身体 像是融化的血人一样 身上的血肉 快速地消融住 最后竟然凝成了 一股红色的血水 那血水似乎有了灵性 一般顺着刚才来的地方 又返回了那黑袍人的手掌 那黑袍人闭上眼睛 露出了十分愉悦的表情 似乎是吃了什么美味的食物 一般 王若涵没有想到 这黑袍男子 说杀人就杀人 真的是把这些普通人 当作娄一般 你 王若涵指着黑袍男人 手哆哆嗦的 咳咳嗨 王若涵气得脸色苍白 又开始咳嗽了起来 哈哈哈哈 小女孩 你也不必为这些人求情 如果你不把玉佩交出来的话 我就当住 你们的面 把这些护卫 一个一个的全部杀光 护卫们听到黑袍人的话 全都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他们看了看自己家的小姐 又看了看黑袍人 最后全部都扑通一声 跪了下来 小姐饶命啊 小姐饶命啊 王若涵吓了一大跳 他身上可是肩负着王家的责任啊 可是现在这些护卫的性命 全都抓在自己的手里 他又开始纠结了 这 你们快起来呀 快起来呀 其中一个护卫抬起头来 恳求的说 小姐 你就把那件东西给他吧 我们不想死 王若涵十分的为难 而此时上官悦儿开始说话 小姐 不要听他的 他是不会放过我们这些人的 黑袍人哈哈大笑了起来 还是你这个丫头 明白啊 这么好的养料 我怎么能够放过呢 你们放心 你们死后 你们身上的血液 将会为我的血海增加一份力量 我会十分感激你们的药 既然你们如此明亡不灵 那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到时候再拿到那块玉佩就可以了 哈哈 黑衣人伸开双手 向前一推 那血海就像是一条河一样 迅速的就流了过来 这血河慢慢的向上升起 瞬间就达到了三丈高 血河卷起的巨浪 让人看出十分的害怕 众人感觉像是被这巨大的波涛 要吞灭了 哈哈哈哈 你们去死吧 那血海滚滚向前 似乎下一刻 就要把这些人全部吞没了一样 众人全部都惊恐地闭上了眼睛 他们绝望到了极点 想到自己将要变成矮矮白骨 众人止不住的身形 开始颤抖起来 有些人甚至已经害怕地闭上了眼睛 但突然之间一声叹息声传了出来 唉 熟悉的叹息声响了起来 王若寒和上官月儿两人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神当中看出了惊喜 因为他们知道 那个神出鬼没的先师又来救他们了 果然那翻腾的血海 马上就要一下子把众人全部都吞没了的时候 突然之间 竟然全部都消失了 王若寒和上官月儿震惊地看出四周 但发现刚才那个还十分嚣张的 黑袍人还有那些滔滔的血海 此时已经全都不见了踪影 除了地上那些刚才被血海吞没了的篝火 周围静悄悄的 似乎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闭上眼睛等死的那些护卫们 时刻睁开了眼睛 奇怪地看出四周 四周空无一人 刚才那恐怖的血腥味和那滔滔的血海 全部都消失不见了 众人眨了眨眼 有的人甚至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发现果然真的是不见了 劫后余生 大家都喜记而泣 得救了 我们得救了 而王若涵此刻似乎想到了什么 猛然转过头来看向了刘长福这边 发现福伯还好好地站在那里 他满脸的疑惑 本来以为出现的那个神秘人就是福伯呢 可是没有想到福伯还好好地站在这里 福伯一脸无辜地看住王若涵 怎么了 小姐 我的脸上有花吗 王若涵摇了摇头 没 没什么 上官月儿脸色凝重地看了看四周 并没有多说什么 好了 既然没有什么危险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 他们也不愿意追究刚才护卫们跪地求饶的事情了 毕竟他们还要靠这些护卫进入京城 众人急匆匆地离开了这个地方 他们一刻也不愿意待在这里了 因为这里简直是太恐怖了 众人急匆匆地跑了一夜 终于在天亮的时候找了一个开阔的地方 这才暗淫扎寨 吃了一些东西之后 大家都开始休息了 一晚的担惊受怕 让许多人心力交瘁 刘长福不动声色地盘坐在地上 和那些护卫靠在一起开始补眠了 实际上此时他的心神已经沉浸到了随身空间当中 是的 他把那个黑袍人直接传送进了随身空间当中 这样才是最有效 最隐秘的方式 黑袍人突然被传送进来 发现周围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 也是神色大惊小怪 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瞬间来到这个地方 但在经历了最初的惊慌之后 他发现这个地方似乎是个小天地 而他暂时也并没有什么危险 于是他就在这里游荡了起来 发现这空间当中有一片泉眼 咕咕地冒着泉水 其他的一些地方种植了许多的灵草和灵药 甚至许多灵草和灵药都是他见都没见过的 这些灵草灵药的年份有的都已经很久了 黑袍人露出了贪婪的表情 如果把这些灵草灵药挖出来拿出去卖的话 能够卖许多许多的灵食 他也只不过是个住机器的修饰 身上的所有的灵食加在一起 还不到一千块下品灵食呢 如果把这些东西全部卖了之后 他甚至能够获得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下品灵食 可是他的眼神突然之间就呆着住了 他发现了什么 那边有一座小山堆积成小山的 竟然是几品灵食 我的天哪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几品灵食啊 烦请订阅支持风雨阿谷说频道更新 黑袍男子太惊讶了 除了那些几品灵食之外 剩下的都是一些天才地宝 甚至有些东西他都是见都没见过的 我的天哪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怎么会拥有这么多的资源呀 即使我们宗主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东西吧 黑袍男子目瞪口呆 不知道自己到底来到了什么地方 左右看了看 没有人注意到这一边 黑袍男子也不客气了 拿起储物袋 就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收进自己的收纳袋里 但他的收纳袋里面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装了一些几品灵食之后就满了 剩下的那些天才地宝 他只能眼巴巴的这样看住 他恨不得把这些东西 全部装进自己的收纳袋当中打包带走呢 但这是不可能的 没有办法 他也只能守在这些天才地宝的旁边 一个一个的翻看 他怕这些天才地宝会被别人夺走 如果再有一个人突然之间来到这里 到时候就有人跟他抢了 所以他想要把握住这些 天才地宝这些资源 如果这些资源真的能够转化成自己的实力的话 到时候岂不是突破原因期都有希望了吗 现在需要的就是时间呀 黑袍男子在心里不由的得意的想着 正想着呢 骤然间他的身前闪现出了一个人影 黑袍男子吓了一大跳 刚看清楚那人影的样子的时候 他瞳孔猛缩 这人怎么看起来这么面熟呢 黑袍男子仔细地回想了起来 刘长福的突然出现让他吓了一大跳 你是谁 他护独自一般张开双手 抱向了那些天才地宝 很是警惕地看住刘长福 老头 我可告诉你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我的 你最好不要打他们的主意 刘长福好笑地摇了摇头 这些东西怎么就成了你的呀 他一挥手 猛然间那黑袍男子腰间的储物袋 一下子就飞了起来 哎 你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呀 那是我的 那是我的呀 收纳袋缓缓地升高 到达一定高度之后 刘长福伸出食指一点 那收纳袋的口子 一下子就打开了 里面的那些极品零食 一下子从里面倒了出来 就像是一个口袋倒扣住一样 哎哟 我的极品零食啊 你这老头怎么回事啊 黑袍男子还在埋怨刘长福呢 可是 突然之间他脑中灵光一闪 他一拍脑袋恍然大悟地说 对了 我想起来了 原来你是刚才站在 王家那的大小姐身边的老头 黑袍男子透过自己的神识感应 发现刘长福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修为 只是一个普通人罢了 但现在这个人突然出现在这里 而且能够轻易地操控自己的收纳袋 他的心里有了不好的预谈 果然 接下来这老头的一句话差点把他吓得魂飞魄散 你是血灵宗的人吧 黑袍男子瞳孔猛缩 什么 你怎么知道 刘长福冷冷一笑 因为我是清云宗的人呀 听到清云宗三的字 黑袍男子浑身开始颤抖了起来 因为清云宗带给他的恐惧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你是清云宗的 随后黑袍男子似乎是反应了过来 摇了摇头说 不对啊 我没听说过清云宗有你这样的一个老头儿啊 黑袍男子一脸的不相信 刘长福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你爱信不信 告诉我 你们血灵宗还有其他的人在大研国吗 黑袍男子撇了撇嘴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刘长福眼神一宁 还挺嘴硬啊 他一抬手 那男子的身体猛然之间就腾空而起 黑袍男子吓了一大跳 他还想挣扎 可是发现自己竟然动不了了 刘长福的手缓缓地伸高 而黑袍男子的身体一下子就伸到了半空 还在急速的上升当中 啊 干什么呀 刘长福眼神一冷 接着他的手掌向下一按 黑袍男子的身体就如同一颗 坠落的石头一样 砰的一声从高空直接跌落在了地上 啊 黑袍男子的惨叫声响彻在整个随身空间里 饶命 饶命啊 虽然是助击器的修饰 但是从这么高的地方跌落到地上一定会被摔成肉泥的呀 刘长福的手突然一下子停止了 挥舞 那黑袍男子还在大声地惨叫着 可是等了一会儿 竟然没有感觉到身体上的疼痛 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这才发现自己的头部此时距离地面仅有两指 此时连他呼出的气都能喷到地上 他眨了眨眼发现自己还活着 但是他额头上的冷汗已经下来了 刚才真的太吓人了 他差一点就死了 刘长福笑眯眯地看出黑袍男子 问道 怎么样 现在愿意说了吗 黑袍男子吞了一口唾沫 我不是不说 我是不敢说呀 如果全部告诉了你 到时候我也会没命的呀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刘长福似笑非笑 突然之间他的手一下子又抬了起来 那男子的身体猛地腾空而起 啊 接着又猛然间落下 就这样整整三次之后 男子甚至吓得都已经失禁了 刘长福前翠直接把他丢在了地上 男子浑身颤抖 呼吸十分的急促 额头上的冷汗一直不断 怎么样 现在你准备跟我说一说吗 黑袍男子的牙关在打战 实在是太恐怖了 突然之间从高空坠落到地面之上那种 快要死了的感觉 简直是太难受了 怎么 你还准备硬扛到底吗 刘长福刚想再次挥手 猛然之间那黑袍男子大声地叫道 我说 我说 刘长福掏了掏耳朵 还不快点说 男子忙不迭地点头 宗门自从被你们清云宗灭了之后 剩余的那些弟子全部都四散而逃了 但是前段时间我突然之间收到了传音符 说是原来宗门当中的一个大人物 要召集剩余的弟子 没办法 我们身上都已经被血灵宗下了 静置了所以也只能前去赴约 到现场之后我才发现 原来剩余的许多的血灵宗的弟子 全部都被聚集到了一起 而把我们聚集到一起的那个人身穿黑袍 根本看不清什么面容 我们这些幸存的血灵宗的弟子 全部都只能听从他的吩咐 如果有人不听话 他心念一动 那个人就会暴体而亡 我亲眼见到自己的同门师弟 就因为小声地反驳了一句 就直接在大家的面前被暴喜而亡 刘长福点了点头 对于血灵宗的禁术 他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那些弟子的神魂进入到宗门的时候 已经全部被人掌控了 只要他们有二心 甚至想要反叛宗门 做对宗门不利的事情 到时候就会被引爆神魂 引爆有神魂之后 他们的身体也会崩溃而亡 刘长福点了点头 果然和他猜测的一样 在大眼果 兴风作浪的就是那些幸存的血灵宗的弟子 其他的消息你还知道什么 黑袍男子摇了摇头 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了 我只是照着只是做事 刘长福点了点头 这些人实在是太谨慎了 看来只能等到进入大盐国的都城当中 才能够找出这些人 这位前辈 知道的 我都说了 你能不能饶了我呀 刘长福似笑非笑地看住他 那你杀过无辜之人吗 黑袍男子脸色一苦 前辈 我们修行的功法就是要杀人的呀 不杀人 我怎么动用我的血海滔滔啊 刘长福无奈地摇了摇头 既然你杀人 那最终也要被人杀 天道好轮回呀 苍天饶过谁 刘长福突然以握拳头 黑袍男子还没反应过来 他的身体一下子就爆成了一团血污 就像下了一阵血雨一样 那些血全部滴落在了随身空间的土地上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天不收你老夫就收了你 随后刘长福抬起头来 哼 血灵踪 我要让你们知道老夫的厉害 刘长福刚想离开随身空间 突然之间想到了什么 他心面一动 一下子就来到了 叶凡的随身空间 进入到里面 他一挥手 一个大的悬浮的荧幕就出现了 看到叶凡静静的盘 坐在一片树林当中 周围的那些白色的浓雾已经消失了 刘长福有些纳闷儿 怎么回事 这小子已经逃出迷雾森林了吗 看中叶凡盘坐在地上 正在修炼刘长福想出去一探究竟 他想看看这小子到底在什么地方 刘长福心面一动 突然之间身体一下子出现在外界了 因为有隐藏斗碰的存在 所以叶凡没有发现 只是叶凡的眉头轻微的皱了皱 但是并没有睁开眼睛 刘长福走远了一点距离之后 这才发现他们似乎是在一个静止当中 他左右看了看 这才发现远处依然有一大片的白色的迷雾 笼罩的这一边 只是这边 似乎是有什么 让那白雾害怕的东西一样 他们不敢靠近这里 刘长福有些纳闷儿 一般天选之子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总能够逢凶化吉 而且还能够因祸得福 甚至得到一些宝物或者传承 可是转了一圈儿 刘长福这才发现 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回过头来 这才发现叶凡的身边竟然有棋盘 而棋盘的对面的座位上空空如也 刘长福挠了挠头 有些不明所以 其实刘长福不知道的是 叶凡此时已经把心神沉浸到了棋盘当中 他正在闯关呢 如果闯关成功的话 到时候就能够活下来 甚至能够离开迷雾森林 但是如果失败的话 肯定会生死盗消的 刘长福刚想要回转随身空间 突然之间系统的提示声响了 起来 叮咚 警告 宿主的寿命在急速的减少 760天 750天 740天 刘长福吓了一大跳 系统 这是怎么回事啊 宿主 你进入到了一片时间空间当中 如果不能跟棋盘当中的人对异的话 你的寿命会流失的很快的 我靠 可是我都已经是金单七大圆满的修士了 为什么寿命没有增加 上帝为你打开一扇窗 自然会关上一扇门 你的寿命不是靠修为决定的 你的寿命是系统给的 至于你的修为的提升 无论到什么境界 都不会对寿命有所增加的 刘长福的冷汗都下来了 我靠 系统你不早点说 就这一愣神的功夫 刘长福这才发现 10天 9天 8天 看住自己的寿命 只剩下不到10天了 刘长福赶快心电移动 快带我回随身空间 猛然间刘长福的身边的环境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回到了随身空间当中 赶快打开系统面板 这才发现自己的寿命 只剩下5天了 刘长福欲哭无泪啊 他可是好不容易才积攒了 这么多的寿命啊 可是现在一招回到解放前了呀 只剩下5天的寿命了 这怎么办呀 幸好他刚才反应快 不然的话再待上一刻钟 他马上就会因为寿命耗尽而死的 刘长福抹了抹额头的冷汗 该死的叶凡怎么会突然之间进入到时间空间里 真是气死老头我了 叶凡 你最好别现在就死 等着老头 我到时候狠狠地报复你吧 刘长福愤愤不平 可是现在没有一丁点的办法 他身边没有一个相熟的女人 即使想要累积积分也是不可能的 有5天的时间还是可以 策划一下的 刘长福一拍脑 对 还有大言国的女帝 刘长福突然想到了 系统 女帝现在能否成为我的目标 叮咚 资料太少 现在还无法确定 只有和宿主见过面的女人 系统才能做出判断 看来只能找个机会 见一下这个女帝了 刘长福搔了搔头 有些苦恼 不过幸好最多再有一天的时间 就可以进入到京城了 刘长福现在已经有了紧迫感了 他没有想到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因应感觉系统是有些故意的 可是他又没有证据 哎 刘长福叹了一口气 本来心情挺好的 这下次 刘长福再次去看了一眼 叶凡发现那小子依然坐在那棋盘之前 一动不动的 刘长福狠狠地瞪了叶凡一眼 意识这才重新返回了身体当中 他左右看了看 发现大家依然在闭目养神 甚至有些护卫都已经打起了憨声 刘长福伸了得懒腰 他也是有些困了 就这样明明呼呼的一行人 在树林当中一直睡 到中午才悠悠转醒 醒来之后 众人又急匆匆地开始赶路了 直到第二天下午的时候 这些人终于进入京城 而此时刘长福也要和他们分开了 王若涵有些依依不舍 丫头没 必要这么闷闷不乐的 我们都在京城的 说不定哪天我就会去找你玩的 真的吗 那可要说好了 你一定要来找我玩啊 刘长福和他们一起同行了 这么长时间 大家在一起也有了一些感情了 刘长福点了点头 丫头 放心吧 对了 这没玉佩 你要时时刻刻佩戴着 刘长福从自己的怀里 拿出了一个奶白色的玉佩 王若涵犹豫了一下 还是揭在手中了 这玉佩的纹路很繁杂 看起来很值钱的样子 这东西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刘长福摇了摇头说 我们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 也算是有缘 临走送你一件东西 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你就收下吧 说不定到时候 他还能救你一命呢 刘长福说的是 模棱两可 王若涵 拗不过刘长福 就把那玉佩 拿在手里了 这玉佩 你一定要随身携带 王若涵有些奇怪 不过还是点了点头 刘长福和众人告别之后 来到了一个店 这是很普通的卖部的店 店里有一个小二 正在忙碌住 客观你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店小二 喜滋滋的问 这段时间 他们的生意还不错的 每卖出一批布店小二 都能得到一些报酬 所以他十分的殷勤 请问 你们掌柜的在吗 那店小二 看起来还是年轻 也就不到20岁的样子 店小二有些纳闷儿 这位客观 如果您需要买部的话 直接问我就可以了 我们掌柜的 这两天有些头痛 正在后院休息呢 店小二没有说谎 因为这段时间 出了很多事情 所以店铺的掌柜的 得到这些消息之后 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 掌柜的吩咐店小二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一定不要去打扰他 刘长福神识一扫 才发现店小二 没有修为 只是个普通人 刘长福的眉头 轻皱了起来 我一定要见到你的 掌柜的 刘长福不动声色的 从自己的随身空间当中 拿出了一两银子 这些东西 还是他想在当年 和凡人做交易的时候 留存下来的 店小二看到银子之后 两眼放光 犹豫了一阵之后 最后还是咬了咬牙 好 客官 我这就是去通宾 我们掌柜的 说完之后 他不动声色的 就把那一两银子 快速地收到了 自己的袖口里 看住他熟练的动作 刘长福的嘴角抽了抽 这店小二 平时没有少拿回扣啊 不一会儿的时间 一个中年男子 骂骂咧咧地走了出来 谁呀 非得要让我出来 不知道我很忙的吗 柜台后面的帘子掀开了 中年男人看到刘长福之后 有些疑惑 一个普通的老头 这位老人家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刘长福身世一走 这才发现这中年男子 竟然是练习七大圆满的修饰 看他身上的气息波动 很是不稳 显然是受了伤了 刘长福没有客气 直接传音入密 我们还是找个隐秘的地方再说吧 他把自己身上的气势 稍微地放开了一点点 中年男子本来漫不经心的表情 突然之间变得惊喜了 起来 他眼神灼灼地看住刘长福 用力地点了点头 这位老人家还请跟我到后院 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刚才在老人家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 最少也是助机器的修饰 而且他可以确定 这老人家就是宗门派来的高手 不过他还是有些疑虑的 像岁数这么大的老人家 在他的印象当中 清云宗没有岁数这么大的高手啊 清云宗的那几个长老他都认识 难道宗门派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过来吗 中年男子还是有些担心 因为京城这边的事情很复杂 如果派来的人修为太低的话 到时候可能也没什么用 今天我们就打烊吧 他对住店小二说的 你忙完了之后就可以直接走了 现在距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呢 店小二很是高兴 没有想到今天竟然能够早一点走 他兴奋地点了点头 开始忙碌了起来 中年男子引领刘长福 进入到了后院当中 后院有厢房 房间里的摆设很普通 刘长福大大咧咧地坐在了椅子之上 中年男人拱了拱手 行李说道 还没请教这位大人是 刘长福没有客气 心念一动 从随身空间当中拿出了那枚客亲令牌 中年男子看到令牌之后 瞳孔猛缩 这样的客亲令牌等级是很高的 最起码也和宗门当中的那些长老的等级是差不多的 弟子王二牛拜见长老 中年男人一下子就跪了下来 刘长福点了点头 跟我说一说最近京城里发生的事吧 王二牛骚了骚头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现在也不知道呢 只知道驻守在大盐国皇宫里的金丹器的郑长老 被人打成了重伤 现在昏迷不醒 可是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郑长老到底伤成什么样子了 知道是什么人所为吗 王二牛摇了摇头 据同门的师兄弟讲 那人是突然出现对郑长老进行袭击的 郑长老只接了一招就被那人打晕了过去 甚至连那个人的样貌都没有看清楚 这么长时间了还没调查出来是什么人所为吗 王二牛苦笑的摇了摇头 几乎所有的弟子全部都出动了 但是那偷袭者的信息一点也没有收集到 刘长福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看来对手隐秘性 做得很不错好啊 你是受伤了吗 王二牛苦笑的点了点头 我也是前段时间出去探查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高手 被他偷袭 然后打成了重伤 而且我们出去探查的许多青云宗的弟子 都受了大大小小的伤 但是自始至终 大家都没有见过那偷袭者的身影 似乎那的偷袭者 只是为了重伤我们青云宗的弟子罢了 而且所有的人都没有死 他也没有下杀手 这一点就十分的奇怪 刘长福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他也不明白对方到底有什么目的 刘长福心念一动 从随身空间当中拿出了疗伤丹药 这颗丹药你先服下 王二牛看住刘长福手中的丹药 瞪大了眼睛 这是 这是二阶极品疗伤丹 他简直震惊了 没有想到竟然会是二阶丹药 他现在也是练剂七大圆满的弟子 如果服用了这颗二阶极品的疗伤丹 他的伤势能够瞬间恢复 可是他知道这没疗伤丹的价值 于是他犹豫的问 长 长老这会不会太贵重了呀 贵重个屁呀 老福这里一抓一大把 刘长福心念一动 手里真的出现了一把丹药 而且全部都是疗伤丹 但王二牛再次震惊了 因为刘长福手里所拿的疗伤丹药 竟然是三阶极品丹药 甚至要比刚才拿出来的那颗丹药 高出一个等级 看住王二牛目瞪口袋的样子 刘长福低下头 这才发现自己竟然拿错丹药了 不好意思 拿错了 我要告诉你的是 丹药 我有的是 你随便吃 看住王二牛还傻愣愣地站在那里 刘长福催促道 赶快把丹药吃了 我还有事吩咐你呢 王二牛这才回过神来 手颤抖住 拿过了那枚二阶极品疗伤丹 看住手中如此贵重的丹药 他又看了看这个老太龙中的长老 最后咬了咬牙 张开嘴 一下子把那丹药吞进了腹中 他赶快盘坐下来 仅仅过了一刻钟的时间 他体内的伤势已经完全恢复了 甚至修为都有所精进 多谢长老的丹药 嗯 好了 你也不要叫我长老了 直接叫我福伯吧 王二牛又骚了骚头 福伯这个名字都已经烂大街了 他记得那些大户人家的管家 似乎就有许多人叫福伯的 不过他也并没有说什么 刘长福抬起头来 仔细地端详起王二牛来 才发现这小子皮肤有黑 看起来很是壮实 身上穿着的衣服也是十分的朴素 怎么越看这家伙越像是老农夫呢 王二牛现在的形象 真的就如同一个农夫一样 如果此时给他一把锄头 扛在肩上的话 就更像了 王二牛 你之前不会就是农民吧 王二牛惊讶地反问 你怎么知道啊 刘长福翻了的白眼 王二牛的头上还戴着一个草帽 肩膀上挂着一条 被汉字禁尸的发黄的毛巾 就这样的形象 不是农民才怪呢 王二牛心念一动 从收纳袋当中 拿出了自己的灵气 刘长福见到后 差点一口茶水喷出来 王二牛手中拿的这的灵气 竟然真的是一把锄头 也不怕福伯 你笑话 我也是机缘巧合之下 才成为修仙者的 在这之前 我一直是老实本分的农民 虽然成为了修仙者 但是 我骨子里还是十分喜欢种田的 所以打造灵气的时候 就弄了一把锄头 刘长福有些忍俊不惊 不过仔细地回想了一下自己 何尝不是一个农夫了 想当初在 青云宗的边界的那个地方 整整当了八十多年的农民 灵农也算是农民 虽然种植的那些稻谷叫做灵敏 但是和普通的农民 又有什么差别呢 刘长福瞬间觉得 这王二牛可爱了许多 尤其是他骚头的样子 你知道郑长老 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王二牛点了点头 他们开启了防御阵法 现在还在皇宫里 刘长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快 带我去一趟 王二牛有些为难地说 福伯 不是我不带你去 而是自从郑长老身受重伤 昏迷之后 女帝救下了圣旨 不允许外来的人 进入到皇宫当中 而且皇宫当中 已经完全地戒严了 原来大盐国的那些供奉们 此事严阵以待 不允许任何的修真者 进入到皇宫 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哦 直接杀进去不就行了吗 王二牛摇了摇头 没有那么简单的 这大盐国皇宫当中 可是有雷法的 只要开启这雷法 修真者只要进入到 皇宫当中就会遭到雷劈的 这雷法的威力很大 甚至连金丹七大圆满的修士 也受不了的 刘长福这才明白 怪不得呢 看来这件事 也只能从长记忆了 刘长福脑中灵光一闪 突然想到了王若涵 他们过几天 似乎要进入到皇宫当中 他眼神一亮 如果能够跟住他们 一起混入到皇宫当中 也许就可以避开那雷法 不过此时刘长福还不助击 他又看了看王二牛 你现在已经是 练七七大圆满的修士了 为什么不突破到竹鸡七呢 王二牛苦笑的摇了摇头说的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累积资源 想要换取一颗助击单 可是现在还差一些零食 刘长福轻笑了一声 随后他心念一动 一颗极品助击单 瞬间出现在他的手中 第107章打探消息 拿去 赶快助击 王二牛目瞪口袋的 看住刘长福手中的 极品助击单 这 这是给我的吗 他忍不住的吞了一口唾沫 刘长福不耐烦的说 怎么 你不打算要吗 如果你不要的话 我就收回了 哎呦 别别别 我要还不行吗 刘长福翻了的白眼 好像这些东西是强塞给他的 王二牛像是勉强接受的一样 好了 你就在这里突破吧 你现在的境界太低了 让你半点事情都会被人打死 王二牛的嘴角抽了抽 本来对于福伯还是十分感激的 可是福伯说这样的话 简直伤害了他那幼小的心灵啊 福伯 我就在这里突破 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呀 在王二牛的想象当中 他应该在密室当中找一个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 没有人打扰 这样突破起来才能够尽心吗 但这客厅当中实在是有些 刘长福摆了白手 你不用那么费劲儿 直接在这里就突破了 快点的 那么磨鸡干什么呀 王二牛没有办法 只能盘坐下来 开始运转功法 可是等了一会儿 他突然睁开了眼睛 一脸都无奈 福伯 我真的没有突破的感觉啊 还找个屁的感觉呀 直接把猪鸡丹吃了 这 刘长福屈指一弹 手中的一丝灵气快速地窜了出去 一下子打在刘长福手中拿的丹药上 丹药就像是有了生命一样 不由自主地就钻进了王二牛的嘴里 丹药入口即化 王二牛还没反应过来呢 一股热流就一下子窜向了他的丹田 刘长福大喝一声 此时不突破 更待何时 王二牛脑海当中似乎想了一个炸雷一样 他赶快盘坐下来 开始运转自己的功法 一个时辰之后 王二牛睁开了眼睛 脸上全部都是惊喜的神色 他真的突破到了助击期了 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当年机缘巧合之下 才进入修仙界 一路荆棘坎坷 整整二十年的时间呀 自己从炼气一层突破 到炼气大圆满的境界 本来想着这辈子无缘无故在助击了 可是没有想到 竟然遇到了福伯 而且和他认识似乎还不到两个时辰吧 仅仅不到两个时辰的时间 自己竟然直接突破到了助击期 这是王二牛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了 赶快站起身来 扑通一下子就给正在旁边喝茶的福伯 磕了几个头 感谢福伯的再造之恩 王二牛终生铭记 之恩图报是一个很好的品质 刘长福欣慰地看住王二牛 好了 你起来吧 王二牛感激地 从地上站了起来 此时的王二牛身上的气质发生了一些改变 他的皮肤更加的有黑了 身上那股老农民的气质散发得更加的彻底了 再配上他那十分憨厚的样子 真的是活脱脱的一个老农民呀 重要的是别人的修为增加之后 寿命也会增加 他们随之也会变得年轻一些 可是王二牛似乎是苍老了十岁一样 这家伙修为的提高 会不会让他最终彻底变成一个老太龙中的老农民啊 脑海当中出现了一个黑瘦的干把老头的形象 头上戴着草帽 肩上披着一条毛巾 手中拿着一把锄头 刘长福赶快摇了摇头 挥去了脑海中的不切实际的想法 修仙界真的是一个奇妙的地方啊 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啊 不过王二牛身上的气质变得也更加的沉稳了 这也算是一点点的欣慰吧 刘长福心念一转 再次掏出了一颗举灵丹 这颗丹药你服下 赶快巩固自己的修为 待会儿我有事情吩咐你去做 刘长福这次没有再犹豫 而是直接盘坐了下来 丹药入口一股暖流 直接进入了他的身体当中 又过了半个时辰 刘长福再次惊喜地睁开了眼睛 他竟然这么快的时间内就巩固了修为 如果换做普通人的话 最少需要打坐一个月的时间 王二牛站了起来 然后走到刘长福的面前 正想要跪下 刘长福赶快摆了白手 男儿膝下有黄金 能不能不要跪了呀 王二牛骚了骚头 我这不是激动的吗 刘长福无语地翻了的白眼 心里想到这家伙到底靠不靠谱啊 让他去打探一些事情 到底行不行啊 不过现在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打探消息这种事情他不擅长 所以只能勉为其难地 让王二牛去帮他做了 你出门打探一下关于女帝的消息 王二牛一愣 没有想到福伯会提出一个这样的要求 王二牛点了点头 正要准备走 等等 记得 关于女帝所有的事情 能打听多少就打听多少 尤其是关于他私人的事情 要多打听一些 王二牛挠了挠头 有些不明所以 不过最后他还是点了点头 转身离去 刘长福需要尽快知道关于女帝的消息 因为这关系住他的寿命 他现在只剩下四天的时间了 如果四天之内他拿不下女帝 或是女帝不是他目标人物 到时候可就惨了 现在为止 他身边能够找到的人 似乎也只有这个女帝了 刘长福叹了一口气 时间实在太紧迫了 现在皇宫大内他也不能硬闯 也只能等住 等着有机会和王家的人一起进入皇宫当中 也不知道王家的小丫头安顿下来了没有 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再遇到什么危险呢 不过刘长福并不是特别的担心 在这京城当中 王家也是有一些人脉的 如果真的进入到京城当中 反而比在路上要安全许多 最起码如果有高手想要杀死王家的那些人的话 一定会惊动其他的强者的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这些人是不会杀上门去的 刘长福左右看了看这客栈的后院当中 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有 他也不客气了 直接进入到厨房开始做饭了 这段时间在路上吃的东西实在是太简单了 虽然刘长福也发挥了一下自己的厨艺 但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呀 虽然他的随身空间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储具 但是他不敢拿出来呀 如果这样贸然的拿出来 到时候一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的 现在终于有了厨房 他就可以大展神威了 不一会儿的时间 他就做了许多美味的饭菜 刘长福吃过晚饭之后觉得神清气爽 又从随身空间当中拿了一些茶叶 随身空间当中的灵犬泡茶叶的确是十分的好喝 一直到很晚的时候 王二牛才回来 进入到房间当中 看到刘长福还没睡 福伯 你还没睡呢 刘长福抬起头来看着王二牛 急切地问道 怎么样 有消息吗 王二牛喝了一口放在桌上的茶 关于女帝有很多消息 我也打打听了很多人 女帝原名叫做夏思宁 她的父亲本来也只是一个七品文官 因为天生丽质 所以被选入宫中做了宫女 这之后就在这宫中生存了下来 夏思宁身上有一股冲劲儿 而且夏思宁从小也是知书达理 文采过人 所以很快就是得到了皇帝的赏识 这之后夏思宁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一步一步地爬上了皇后的宝座 直到三年前皇帝驾崩之后 夏思宁已经掌控了朝中大半的官员 所以在那些官员的推举之下 夏思宁有惊无险地当上了大言国的女帝 刘长福点了点头 这也算是一个女人的励志的故事吧 可是这故事平平无奇 没有什么精彩之处 也没有什么跌宕起伏 有什么关于女帝的私生活方面的事情吗 王二牛点了点头 女帝的私生活方面 大家众说纷纭 有人说女帝的私生活很是混乱 她的后宫当中 甚至有许多美男子每天公看娱乐消遣 也有人说女帝不喜男色 反而喜欢美人尤其是这段时间照常的寻秀 全国各地的美人又充实了宫中 还有人说女的比较洁身自好 对于感情生活方面没有特殊的需求 更有夸张的人说 女帝甚至好像是身体特别的女人 刘长福来了兴趣 有些疑惑地问 怎么特别了 听有人说 这女帝的体质特殊 如果放在普通家庭 那可是不祥之兆啊 当初女帝进入到皇宫的时候 也有人劝皇帝不要拿下丝宁为妃 但皇帝执意如此 甚至有人传言 先帝就是被下丝宁克死的 刘长福饶有兴趣地捋了捋自己和下的胡须 哦 是吗 王二牛又接着说的 近段时间这种流言越传越厉害 甚至许多年前的恭维密室都被人报了出来 而女帝此时也是焦头烂额 这几天正为这流言烦恼 刘长福点了点头 这女皇帝的基本资料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这些流言在刘长福看来也只是小儿科罢了 不过这女皇帝的身份特殊 加上也是寡妇 就是不知道到底符合不符合体制所认定的目标 刘长福还是急 要确定 如果女帝不是新的目标的话 到时候做的这所有的东西都白费了 刘长福有些烦躁地骚了骚头 好了 也没有什么事情了 你去休息吧 明天继续打探一下关于女帝的行踪 刘长福想要确定女帝这段时间出宫不出宫 如果有机会在人群当中看她一眼 到时候也能引起系统的回应 到底判断一下这女的是不是自己的目标 刘长福心里住急呀 可是现在急也没有办法呀 整个大盐国似乎没有什么合适的目标啊 刘长福带着烦躁的心情睡了一大觉 睡醒之后 这才发现王二牛一大早又出去了 刘长福现在是前着急 也没有任何办法 一直快到中午的时候 王二牛终于回来了 他虽然是清云宗的弟子 而且在这里当掌柜的时间也很久了 但是想要打听女皇帝的消息 还是很不容易的 尤其要是被官府的人知道 他在打探皇帝的消息 到时候也会引起有些人的注意的 不过王二牛这样的形象 也算是一种伪装吧 看起来很老实的样子 福伯 我打听出来了 听说女帝明天要去大象国四敬香 刘长福浑身一震 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个好消息啊 如果到时候能够面对面的见到女帝也 系统就可以判断出来 到底是不是目标人物了 如果等到后天的话 那他也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了 还是先见到女帝之后再做打算吧 刘长福打的主意 明天一定要去大象国四凑一凑热闹 晚上 黑夜悄悄的来临 王家人所在的府邸当中灯火通明 他们王家的人在京城当中也是有住处的 想当年王太师位列三公之首 虽然是清官 但是在京城当中有一处宅子 也是先帝赐给王家的住处 这间宅子不是很大 也只是一处三进的院子 院子当中全部都是王家很靠石的下人 王家现在虽然有些没落了 但底蕴还在 俗话说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王太师的门声顾力还是很多的 只是可惜王太师自从去年暴毕之后 树倒胡孙散王家 这只大树也算是红人倒塌了 王家下一代的人都不是特别的争气 不足以撑起王家 此时王家的主房当中 王若寒坐在上手的位置 下面两边坐着的全部都是王家的下人 王太师死了之后 王家就已经分崩离析了 再加上王家人丁单薄 王若寒的叔叔大薄们 全部都不愿意在掺和朝廷的事情 所以这次王家只派来了王若寒一个弱女子 来应对这京城的事情 王若寒此时也是愁眉苦脸的 看住下手位置的那些下人们 她的身边站住的是上官悦儿 这次女帝要求我们进宫 想来是为了那块玉佩 可是爷爷临死之前告诉我 这玉佩非同小可 绝对不能交到女帝的手中 所以这次进宫有可能会鱼死网破 大家要做好准备 王家的那些仆人都沉默地低下了头 如果真的要跟女帝撕破脸 那王家的这些人全部都凶多吉少了 许多人虽然十分地害怕 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是王家的人 王家铁制又还在 所以不能够认怂了 即使死也要站住死 在场的这些人 全部都是王家的十分重要的人物 虽然大部分都是下人 但是他们跟住王太师 已经很长的时间了 许多都是府里的老人了 所以王太师的风骨 大家是十分敬佩的 既然小姐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那么大家也没有必要拖后腿 王若寒很是欣慰地 看住这些老人们 他们视死如归的样子 就像当年自己的爷爷 进宫要立见皇上的时候一样 爷爷为了这个国家 已经做出了许许多多的牺牲了 其实当一个清官是很苦很苦的 跟住你的人 大部分都不会受益的 许多人还要清贫一辈子 如果不是真的十分忠心的那些人 是根本都坚持不下来的 所以王家这么多年来 这些下人们 全部都是兢兢业业的 那些不愿意跟住王家 一起走下去的人 全部都已经离开王家了 剩下的全部都是 对于王家十分忠心的仆人 王若寒很是欣慰 他正想要再次开口说话 突然之间房顶上的瓦片 哗啦啦的掉落了 下来一个黑衣人 瞬间就落到了地上 其中有几位岁数大的老人 躲闪不及 直接被那瓦片砸得头破血流 当场就昏了过去 王若寒大惊失色 站在他身边的上官悦儿 赶快拔出了手中的宝剑 很是警惕地看住 来到这里的黑衣人 大胆 你是什么人 竟然敢夜闯太师府 不要命了吗 黑衣人眼神冷酷地 看住现场的众人 尤其是坐在主位之上的王若寒 他声音沙哑地说 把玉佩交出来 王若寒向后缩了缩 他没有想到 这些人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地 直接杀到了王家的府邸当中 这可是先帝赐给王家的府邸啊 王家的那些护卫 纷纷拔出了手中的刀 从外面冲了进来 直接就把这个黑衣人围了起来 黑衣人不懈地看住 围住他的那些人 冷冷地说 小丫头 如果你不想多伤人命的话 赶快把那半块玉佩交出来 王若寒倔强地摇了摇头 黑衣人眼神一冷 突然之间他拔出了手中的刀 接着一抹刀光 闪现在众人的眼前 仅仅是一瞬间 围住他的那些护卫 全部都人头落地了 男人又重新把刀 放进了刀鞘当中 那些护卫们的无头的尸体 这才缓缓地倒下 众人看到这样的情景 全部都亡魂大貌 尤其是上官悦儿 他大惊失色 他从这个黑衣人的气势当中 感受到了熟悉的感觉 你是先天之上的舞者 听到上官悦儿的惊呼 大家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样的人可全部都是 大宗门的宗主等级的人物啊 众人没有想到 今天来到王家的这个人 竟然这么厉害 如果能突破到先天之上的境界 那就相当于修真界当中的 助击器的修饰了 而且舞者突破到 这样的境界之后 攻击力要比助击器的修饰的 攻击力要高太多了 大家都想到了可怕的后果 面对这样的人 在场的所有的人 根本不是对手啊 可是上官悦儿退无可退 他必须站出来 因为在场的这些人当中 只有他的舞力值是最高的 黑衣人冷笑一声 小丫头 你不是我的对手 上官悦儿苦笑了一声 我知道 但是我必须要阻止你 黑衣人的眉头皱了起来 最后他眼神一凝 刀光出窍 砰的一声 上官悦儿直接被击飞了 他身上的金刚符 一下子闪出一道亮光之后 直接破碎了 二阶金刚符 黑衣人没有想到 这小丫头的身上 竟然有这种东西 上官悦儿倒在地上 嘴里吐出一口鲜血 他很是惊惧地 看住那个黑衣人 刚才如果不是 他的身上 有二阶金刚符的话 仅仅是那一刀 他就会被爆成血污 上官悦儿十分惊恐 刚才的那一刀 简直让他面对了死神一般 他感觉到了死亡的降临 他甚至没有做出一点的反应 就被对方一招鸡飞了 这差距实在太大太大了 黑衣人没有再去攻击 上官悦儿 只是不屑地说 不自量力 上官悦儿又吐出一口鲜血 你 黑衣人不再去管 上官悦儿了 而是直接看向了王若涵 小丫头 快把玉佩交出来 不然的话我就不客气了 王若涵摇了摇头 刚想说什么 突然之间 人群当中的一个老者 拄着拐杖站了出来 王若涵认识这位老者 曾经是爷爷身边的书童 你想要伤害小姐 先要过了我这一关 老者直接挡在了王若涵的面前 面向黑衣人 眼神当中全部都是视死乳归 黑衣人看住这个老头儿 眼神全部都是厌恶 不过黑衣人还是摇了摇头说 老头 你让开 我曾经答应过我的师父 不会用武功去伤害普通人的 那老头依然十分倔强地站在那里 拄了拐杖说道 你不能伤害我家小姐 除非我死 老头像没有听懂黑衣人的话一样 依然十分的倔强 黑衣人有些不耐烦了 刚想要做出动作 突然之间又有一个老者站了出来 这个老者曾经也是老太师家的仆人 他是王太师家的门房 已经兢兢业业几十年了 要伤害小姐 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他也毫不犹豫地站在了 王若涵的身前面向黑衣人 满脸的无味 黑衣人都愣住了 他一向坚信 只要武力够高 完全可以下阻任何人 可是现在看出这些老头们全部都是普通人 而现在的这个样子真的是不拘死亡了 接下来越来越多的人站了出来 全部挡在了王若涵的面前 王若涵既是欣慰又是心酸 今天是这样的 事情令他十分的感动 但是现在他却又无能为力 他很是害怕 那黑衣人一怒之下 把这些曾经的太师府的下人们全部都给杀了 因为这些下人们全部都已经老了 他们岁数很大 已经到了养天年的年纪了 可是为了王家的事情 他们依然是那么的视死如归 王若涵的心里简直痛极了 他不希望这些人为自己而死 咳咳嗨 注疾之下 王若涵又开始剧烈的咳嗽了 起来 嗨嗨 你要杀要管冲着我来 千万不要伤害这些老人家们 王若涵十分硬气的说 这些人都能为了他们王家视死如归 他身为王家的大小姐怎么能够认输呢 黑人虽然有些不可思议 不过最后还是不屑地冷冷一笑 你们以为你们挡在这丫头的身前 我就没有办法了吗 舞者的手段不是你们这些普通人能够想象得到的 我现在就杀了你们家的大小姐 然后亲自去拿玉佩 话音刚落 黑人的身形突然之间消失了 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来到了王若涵的身边 黑人拔出了手中的刀 刀光一闪直接劈向了王若涵的脖子 他想要把王若涵弄得失手分开 他每次出招必定是斩下对方的人头的 这是他的习惯 他练的是快刀速度 只要达到了极致 甚至能够看出来那些人脸上的表情 除了惊恶之外就是深深的恐惧 他十分享受这样杀人的快感 他的嘴角露出很是得意的笑容 他也没想到这次的任务会这么的顺利 上官悦儿大惊失色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得了这个黑衣人了 小姐 小心 上官悦儿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他不想看到王若涵失手分离的样子 砰 突然间一阵巨响 上官悦儿赶快睁开眼睛 才发现 一个女扮男装 看起来三十多岁的女人 此时挡在了王若涵的面前 上官悦儿大喜 大失 原来这个突然出现的女人 竟然就是宿女派的现任掌门 白若薇 师傅 你怎么来了呀 上官悦儿惊喜地问 我就知道这次王家进京不会那么顺利的 所以专程赶过来 没想到来得正是时候 白若薇对住自己的徒弟点了点头 然后眼神很冷地看住那个黑人 你是什么人 黑衣人没有想到半路上杀出个成咬精 本来任务都快要完成了 他有些懊恼地说 你就是宿女派的掌门吗 白若薇点了点头 既然知道本作 那还不快速速退去 哼 你以为你能救得了这个小女孩吗 大家看到宿女派的掌门都来了 所以提着的心也都放下了 因为他们知道白掌门的实力可是很强的 上官悦儿也松了一口气 只要师傅在这里 一定能搞定这个黑人 但接下来的一幕让大家全部都傻眼了 只见黑衣人浑身一震 直接把身上的气势完全地放开了 白掌门 你现在还觉得是我的对手吗 白若薇神色大惊小怪 因为这黑衣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实在是太强了 你是华靖后妻 先天之上的境界就是华靖宗师 白若薇也是这个境界的修为 只不过他才是华靖初期的境界 此时他的脸色十分地难看 黑人得意地一笑 既然白掌门来了 那就一起留下吧 黑衣人再次拔刀 刀光一闪 一股皮链般的刀子是一下子劈向了白若薇 白若薇眼神凝重 快速地拔出了手中的宝剑 砰的一声 只是格挡了一下 白若薇就到退了三步 接着嘴角就溢出了一丝鲜血 黑衣人的实力简直太强了 而黑衣人一招过后又来了一招 都是像是连绵不绝一样 又像是海上的潮水不断地冲击住海岸线 一样一股接着一股 黑衣人不断地吓劈 刀势不断地增强 一连七刀 白若薇连连倒退 那七刀叠加得汹涌的气势 一下子就把白若薇打得倒飞了出去 白若薇躺在了自己徒弟的旁边 同样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神情马上变得维米不振 显然是受了重伤了 逐浪刀法 你是逐浪派的人吗 白若薇不可思议的声音传进了众人的耳朵 不错不错 看来白掌门还是很识货的嘛 白若薇摇了摇头 你不是逐浪派的掌门人呀 可是你为什么会逐浪刀法呀 而且要比逐浪派的掌门运用的还要娴熟 黑人摇了摇头 那些都是陈年往事了 不提也罢 黑人的语气当中竟然有一丝的落寞 不过 你竟然能够坚持七刀 看来你比一般的画镜初期要强上一些 没想到黑衣人竟然赞赏了起来 但众人的心又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他们没有想到 堂堂的宿女派的掌门 竟然就被这个黑衣人给打败了 王若韩没有想到自己刚刚有了希望 现在又变成了绝望 这样的大起大落 让人的心态一下子就爆炸了 还不如刚才被这黑人一刀砍了呢 现在又要经历这些恐惧的感觉 白若薇苦笑的摇了摇头 既不如人呀 黑人再次转头看向了王若韩 嘿嘿嘿 小丫头 这次不会再有人来救你了 你是乖乖的把玉佩交出来呢 还是让我把你的头砍下来呢 王若韩害怕的向后缩了缩 他真的绝望到了极点 现在真的是没有什么指望吗 连月儿子子的师父都不是这黑衣人的对手 自己只能闭目等死吗 看着王若韩不说话 黑衣人不耐烦了 哼 既然你不说话 那老夫也只能下杀手了 黑人再次拔出了长包 接着就是一刀劈了过去 王若韩闭上了眼睛 他知道这次自己一定是再简难逃了 可是王家的使命他还没完成 他不甘心呀 王家死了这么多人 最后迎来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王若韩真的不愿意相信这样的结果 黑衣人的嘴角露出冷酷的笑意 刀光一下子就展向了王若韩的搏梗 其他人也是大惊小怪 小姐 众人都无能为力 他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住王若韩 被那刀光直接侵入了身体 就这样看住无能为力的感觉 让众人十分的心痛 但突然之间 王若韩胸口挂着的那个奶白色的玉佩 一下子亮出了一道光芒 那光芒直接就把那刀光给吸收了 黑衣人一下子愣住了 高阶符录 一般的符录都是写在纸张 或凶兽的毛皮之上的 但是高级的符录全部刻滑在玉佩之上 因为玉佩的承载力更强 里面能够储存的灵气更多 所以威力也更加的巨大 黑衣人没有想到 这小丫头的身上 竟然还有如此的质保 黑衣人的眼神露出了贪婪的神情 如果自己想办法得到这枚高阶符录 到时候岂不是天下无敌了吗 黑衣人刚想有所动作 突然之间玉佩又开始宏光大亮 刚才被玉佩吸收进去的那刀光 一下子又反射了出来 而且似乎威力增加了许多 接着在众人的目瞪口袋当中 一股刀光 直接延伸了四十多公尺长 一下子就劈头盖脸地展现了黑衣人 黑衣人也是大惊小怪 赶快举起手中的刀格挡 可是 那抹四十米长的刀光 一下子穿透了他举起的刀 不 黑衣人直接被爆成了一团血雾 就这样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而那抹刀光去世不检 接着斩在了地上 竟然在地上离出了一个深深的沟壑 从客厅一直蔓延到前面的大门的处 众人全部都看呆了 王若涵更是在愣愣地坐在椅子之上 有些不知所措 刚才那个黑人如此的嚣张 实力又那么的强 竟然仅仅就被那刀光 一下子就给斩得消失不见了 这刀光的力量也太强了吧 王若涵突然警醒 一下子低下头 用手抓住了自己脖梗间的那块玉佩 说是玉佩 其实也只是很小的吊坠 只有大拇指大小 他清楚地记得 这东西似乎就是福伯教给他的呀 脑海中心思转 当初福伯还嘱咐他 一定要随身带着王若涵 虽然没有当回事 不过 对于人家的一片好意不好拒绝 于是回来之后 就一直挂在脖子之上 但没有想到 今天竟然帮了他这么大的一个忙 简直有些惊世害俗了吧 这福伯到底是什么人呀 上官月儿和他的师父白若韦两个人也看待了 那黑衣人如此强的实力 竟然仅仅就被那一抹刀光直接给击杀 爆成了血雾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这样的实力简直太强了吧 俩人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出了惊惧之色 他们也没有想到今天竟然会出现这么多的事情 而且都是那么的跌宕起伏 本来以为都已经是必死之局了 可是没有想到竟然绝出逢生 嗨嗨 白若薇和上官月儿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上官月儿还是谨慎地看住王若韩脖子上的吊坠 小姐 这吊坠是福伯送给你的那个吗 他有些不确定 上官月儿到现在还不敢相信 那个很是邋遢的老乞丐 竟然会是世外高人 王若韩点了点头 月姐姐 你也想到了吗 嗨 上官月儿轻叹了一口气 他们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呀 高人就在他们的身边 而两个人竟然就这样白白地错过了 我终于明白了 一路之上在暗中帮助我们的不是什么现实 其实就是福伯 上官月儿恍然大悟 白若薇听得云里雾里的 福伯 是什么人呀 上官月儿这才把一路之上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师父解释了一下 白若薇轻轻点头 看来那老乞丐真的是世外高人呀 他仅仅依靠这个吊坠就能发挥出如此强大的实力 那他真实的修为到底有多高呢 白若薇这么说 众人心头又是一锦 对呀 那个看起来像老乞丐的福伯 修为到底有多高啊 他要比皇宫当中的镇国的先师的修为还要高呢 他们可是知道皇宫当中的那位先师的实力是很强的 据说在修真界当中那种境界叫做金丹七 难道福伯的实力还在金丹七之上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福伯简直太恐怖了 王若寒有些可惜的看住自己脖子上的吊坠 只是可惜不知道福伯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他愿意帮助我们的话 到时候 爱 说到这里 王若寒轻叹了一口气 像这种修为强大的修实 能够帮助他们一次 也已经对他们算得上是大恩大德了 王若寒怎么还敢奢求更多的事情呢 他摇了摇头 打消了自己心中不切实际的想法 他能帮得了我们一时 帮不了我们一世啊 一切还需要靠我们自己 后天我打算带着玉佩进攻 到底要看一看这女帝对我们王家是不是要赶尽杀绝 众人也是点了点头 这是他们的使命 王若寒用手摩缩住手中的那个吊坠 眼神当中充满了自信 第二天一大早 刘长福就早早的来到了大象国寺 虽然他起得早 但是大象国寺已经戒严了 寺庙的门口全部都是带着甲州的士兵 还有一些来回巡逻的侍卫 刘长福心里一沉 看来自己还是来晚了呀 想要潜入这大象国寺 看来只能另想办法了 刘长福在大象国寺的围墙外转了一圈 因因感觉这座寺庙当中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刘长福能够感受得到 那东西也能够对他造成一些威胁 虽然威胁不大 但是在这凡人的世俗当中有这样的东西 想来很是了不得呀 烦请订阅支持风云阿古说频道更新 刘长福本来还想着 利用盾数直接翻过围墙呢 可是现在他知道想要进入这座寺庙当中 只能用其他的方法了 这寺庙当中肯定有防止修士进入的必要的屏障 刘长福虽然十分的自信 但是他不敢冒险 最重要的是 他不能因为这样的事情惊动了里面的那些人 让女帝取消了这次行程 那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只能等到女帝来这里的时候 他再另想办法进入其中 如果真的可以大街之上就能够见到女帝的面 那他根本就不用潜入到这座寺庙当中了 一直等到快中午的时候 女帝的队伍终于出现了 队伍很长 浩浩荡荡的 前面全部都是一些太监和宫女 街道两边已经被那些兵士们全部清空了 那些士兵们站在两边手中拿着长矛 身上穿着甲皱 也是肃穆的神色 刘长福看住这样的场景 真的跟电视剧当中的是一模一样的 刘长福不得不感叹 这皇帝出游的这架势还真的是很大呀 只是太监和宫女 再加上那些护卫们人数加起来就已经上百了吧 而皇帝的车架也十分的显眼 那最豪华的马车一眼就能看出来 就是女帝的车架 刘长福就这样眼巴巴的看住 还以为皇帝会向那些百姓招招手 说些什么话呢 可是一路直上 皇帝车架的窗帘根本就没有打开 那些百姓也只是远远的观望住 也没有大家看到的那样 稀稀的跪下 大呼万岁的情形 一直到大象国寺的门口 女帝始终没有露面 刘长福有些筑籍了 可是现在她毫无办法 总不能就这样直截了当的冲入人群当中吧 她隐约能够感觉得出来 女帝的身边还是有高手的护卫 不过刘长福对那些高手真的不屑一顾 那些人充其量也才是猪鸡漆的修饰 在她的眼中简直和土鸡娃狗没有什么区别 她随手就能灭制 就这样 刘长福眼睁睁地看住女帝的车队 直接进入到了大象国寺当中 没办法 刘长福叹了一口气 直接拿出了隐性斗篷 她的身影瞬间消失在了人群当中 刘长福一挥手 一股狂风瞬间卷起 长街之上 一阵人羊马翻 趁人不注意 她把最后一名太监直接敲晕 传送进了随身空间当中 她心念一动 以最快的速度 换上了那名太监身上的衣服 就这样跟住队伍 大摇大摆地进入到了大象国寺当中 进入大象国寺当中 那些太监和宫女 都被安排进了固定的地方 刘长福趁人不注意 直接又溜了 可是这大象国寺实在是太大了 刘长福找了半天 才终于找到女帝的那个车架 展开神石 这才发现里面已经没有人了 刘长福左右看了看 还是没有发现女帝的身影 本来还想着扩大神石范围呢 可是突然之间心中紧照顿生 她不由自主地看向了 大象国寺后面的那座高塔 那高塔的塔顶之中 似乎有什么东西 在窥探着大象国寺里的一切 刘长福如果真的展开神石 全面搜索 可能会被发现 没办法 她也只能找一些太监和宫女 来逼问他们 女帝到底在什么地方 一连问了几个太监和宫女 终于确定 女帝应该是在正殿当中拜佛呢 刘长福懊恼地一拍脑袋 对呀 这女帝来到这大象国寺当中 第一时间一定是要拜佛的呀 可是来到前面大殿 她这才发现周围 已经密密麻麻的布满了士兵 她想要靠太监的这个身份溜进去 显然是不可能了 刘长福只能远远地看住 但等了半天 依然是没有任何人从大殿当中出来 刘长福有些不耐烦了 直接利用隐匿斗篷 直接闪身进入到了大殿当中 到大殿当中 她才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什么人都没有 怎么回事 女帝到什么地方去了 刘长福找了半天 什么人也见 没有见到 她严重大殿向后面走去 里面是和尚的住处 外面那些地方全部都已经被士兵和护卫占领了 但是这座寺庙的里面反而十分的平静 刘长福向前走去 突然之间耳朵动了一下 她发现后面僧侣的住处似乎有声响 她展开隐匿斗篷 快速地前了过去 走近之后 这才听到僧侣的房间当中 似乎有什么噼里啪啦的声音 啊 还夹杂住一些人的惨叫之声 陛下 这些人太嘴硬了 已经把他们打得皮开肉绽了 可是他们依然不松口啊 有一个嗓音十分尖细的声音 出现在了刘长福的耳朵当中 刘长福心中大喜 终于找到女帝了 这时候 一个十分清冷的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 你们这些该死的秃驴 难道你们真的以为 这没有办法了吗 这时候有一个苍老的声音 有些悲愤的说道 女帝陛下 你现在可是在亵渎佛门圣地 你就不怕佛祖怪罪吗 谁知道女帝竟然哈哈大笑了 起来 佛祖 哼 从来没有听说过佛祖什么时候显灵过 她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些泥胎和雕塑罢了 难道她还真的能够化身为佛祖来惩罚我吗 你们这些老兔驴 真的是念经念傻了吧 你 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哼 朕什么都不相信 只相信自己手中的权力老徒女子们 你们快告诉我 怎么才能得到那塔中的宝物 哼 那东西是我们佛门至宝 我们是不会交给你这样的恶魔的 阿弥陀佛 因果自有循环 恶人自有报应 女帝陛下 你就等住佛祖的惩罚吧 女帝冷哼一声 哼 真是名玩不灵 刘长福悄悄地用手在窗户之上戳出了一个小洞 向里面看去 这才发现上所的位置上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女人身上穿着黄色的龙袍 头顶上方戴着皇冠 女人现在眼神冷酷 不过颜值还是很高的 系统 这个女人是否是我的目标 叮咚 此女不是宿主的目标 刘长福一愣 怎么会呢 系统 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刘长福千辛万苦才找到女帝 可是现在系统告诉她竟然不是目标 那自己剩下这几天的寿命根本就来不及寻找新的目标 请宿主不要质疑系统 苏美尔真的不是宿主的目标 什么 苏美尔 你是说这女人是苏美尔 系统没有在说话 刘长福又仔细地向里面观察 这才发现女帝似乎真的有些不对劲啊 她身上的气息若隐若现 但是刘长福一下子就捕捉到了血灵宗他们身上那股很浓重的血腥味 虽然只是一点点 但刘长福真的确定了这女帝是假的 她可是清楚地记得这苏美尔就是血灵宗掌门赵无极的妻子啊 自从他们清云宗灭了血灵宗之后 这女人就下落不明 没想到竟然跑到这里兴风作浪来了 刘长福眉头一皱 看来这女帝肯定是经过易容的 这苏美尔也太胆大包天了吧 竟然直接把女皇帝给掉包了 怪不得大盐国这段时间发生这么多诡异的事 身为大象国寺的方丈 你应该有许多徒子徒孙吧 老和尚脸色微变 女帝大手一挥 来人 把那些人带上来 不一会儿的时间 那些护卫们就呼啦啦地带上来十几个和尚 那和尚有大有小 老的差不多都已经七八十岁的 小的看起来 似乎才十一二岁的样子 这些和尚全部都是你的徒子徒孙吧 老兔驴 如果你再不告诉我 进入塔顶的方法的话 我每个一刻钟就在你面前杀一个人 那老方丈此时的眼神当中全部都是惊恐之色 你 你太乐毒了 有什么事情你冲着老那来 难为他们算什么本事啊 此时女帝哈哈大笑了 起来 哈哈哈哈 老兔驴 我就知道你十分在乎这些徒子徒孙 我听说这里面还有一个佛法十分精湛的小和尚 他十分的有慧根 你把他立为了下一代的方丈 你说我现在如果把他杀了 你是不是会心疼啊 不过你们这些和尚还的确十分的有骨气啊 为了保护那的小和尚 许多人受了严刑拷打 竟然不愿意透露那年轻小和尚的姓名 没办法 朕也只能勉为其难的一个一个杀了 虽然大象国四的年轻的和尚有些多 但是只要我一个一个的杀下去 总归能够杀到那个年轻和尚的头上的 不 老和尚痛苦的闭上了眼睛 他心里在不断的挣扎住 但是最终还是做出了权衡 因为那个秘密他是不能说出去的 即使是寺里的和尚全部都死光了 也不可能把那个秘密告诉这个恶魔的 如果那件东西真的落到了这个女人的手中 到时候定会让这天下生灵涂炭 那件东西本来是魔门的至宝 如果能够得到那至宝 到时候就可以让魔门崛起 老方丈痛苦的闭上了眼睛 他是不可能让那件至宝再次落入这些人的手中的 老方丈突然睁开了眼睛 眼中金光一闪 你不是真正的女帝陛下 坐在上手位置上的女帝 浑身一震 他心中一跳 这老和尚的眼神太深邃了 似乎能够看透事实一样 羽帝露出了有些惊讶的表情 不过随后他赶快调整了过来 哈哈哈哈 老和尚 你的确很有眼光 我的确不是那个人 可是我不管是不是女帝陛下 今天你们这些人落在了我的手中 生死都由我来决定 难道你真的要让你门下的这些徒子徒孙们 给你陪葬了 老和尚内心做过挣扎之后 现在反而变得十分的坚定 他有些淡漠地转过头来 看住自己的徒子徒孙们 佛说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你们不必惊慌 也不必害怕 如果真的 今天要让我们往生极乐的话 到时候 我们是因为保护那件东西 而失去生命的 到时候肯定能够见到佛祖的 所以大家要保持好平静的心态 明白吗 刚才还有些骚乱的那些 和尚们此时全都齐齐地聆听着 最后双手合十 十分恭敬地对住老方丈 行了一个礼 阿弥陀佛 谨遵方丈法旨 玉帝坐在上手的位置 一下子愣住了 他还没见过什么人 能够如此的视死如归呢 除了上一次的那些清云宗的众人 他脸色大变 他本来还想着 拿这些年轻的和尚们 来威胁这个老方丈啊 可是现在看来 这招根本就不管用了 疯子 你们都是疯子 难道就为了那件东西 你们就可以这样放弃生命吗 难道你们真的不怕死吗 玉帝有些愤怒地看住底下的那些和尚们 刚才他们还有些慌乱 可是现在反而十分地平和 和尚们全都站在原地 双手合十 嘴里不断地念起经来了 你们 玉帝用手指住那些和尚 满脸都无可奈何 他气得手都开始有些哆嗦了 你们这些秃驴 简直是无可救药 我就不信你们不在意自己的生命 给我杀 玉帝话音刚落 站在一个年轻和尚旁边的护卫 突然之间拔出了手中的刀 一下子就斩了下去 扑斥一声 手起刀落 那和尚直接倒在了血泊之中 但和尚的表情却像是得到了解脱一样 反而死得十分的安详 其他的那些和尚甚至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他们依然在那里双手合十不断地念经 玉帝看住这些和尚咬了咬牙 继续吩咐 再给我杀 又一刀下去 又是一个和尚倒在了血泊之中 可是其他的那些和尚似乎还是无动于衷 庞扶这件事情和他们没有关系 尤其是那老方丈 直接盘腿坐在地上 双手合十 双眼紧闭 嘴里不断地念着不知名的经文 苏美尔气得浑身发抖 他真的拿这些秃驴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那塔顶他也上去过 依靠自己的实力根本就打破不了上面的屏障 想要拿到那件魔门至宝根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能让这些和尚们开口告诉他进入的办法 这才可以 但这些人视死如归 他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那些护卫眼巴巴地看住女帝陛下 还在等待下一次的命令 可是苏美尔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摆了摆手 你们下去吧 那些人退下之后 房间当中只剩下苏美尔和那些和尚了 苏美尔冷冷地看住这些和尚 眼神当中露出了疯狂的神情 老头驴 你真的以为我没有办法了吗 今天我就让你看一看 我的实力 苏美尔走下来 直接来到了一个年轻和尚的旁边 那和尚还在双手和时 嘴里念着不知名的经文 而地上躺着两个和尚已经气息全无 苏美尔眼神一冷 一只手成鹰爪状 突然抓向了年轻和尚的头颅 可是想象当中的血光乍现并没有出现 苏美尔只是把手覆盖在了年轻和尚的头顶 接着他手中的灵气开始不断地侵入这个年轻人的头颅当中 搜魂大法 苏美尔闭上了眼睛 脸上的表情变换不定 而这个年轻僧人那记忆的片段 不断地被传进他的脑海中 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苏美尔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脸上的表情变换莫测 苏美尔的额头之上流出了细密的汗珠 可以看得出来 这搜魂大法对他的消耗还是很大的 他的手缓缓地松开了 那年轻的和尚 一下子像是失去了支撑一样 扑通 倒在了地上 老方丈眼神当中全是惊恐之色 你竟然会搜魂大法 不对 你不是一般的舞者 你是修仙者 苏美尔邪魅的一笑 不错嘛 老和尚 你还算有些见识 你以为你们不说我就没有办法了吗 我就不信 这些人的脑海中都没有开启塔顶的办法 老和尚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与施主 实话告诉你吧 开启塔顶的办法 只有历代的方丈口口相传 其他的那些普通僧侣们根本就不知道 即使搜魂 你也搜不到任何的讯息的 苏美尔脸色一变 的确刚才搜过了这个小和尚 根本就没有得到关于任何塔顶的有用的信息 而且搜魂大法是有弊端的 一般被搜魂的人最后都会变成白痴的 最重要的是 施展搜魂大法 对自身的神魂的消耗也是非常巨大的 苏美尔现在的修为一天之中 最多也只能施展五次 这还得是那些一直不坚定的普通的凡人才可以 如果那些人的神魂的力量 十分稳固 心智十分坚定的话 他还是得不到什么有用的资讯的 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年轻的小和尚 就是因为这人足够的年轻 心中没有什么杂念 哦 是吗 看来我只能对你下手了呀 老和尚双手合十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这些和尚也都是舞者 而且武力值还很高 可是面对修仙者 他们还是没有什么还手之力的 尤其是这个老方丈 当初苏美尔把他拿下来的时候 也是费了一番的手脚的 不过幸好他直接把这些人的丹田气海 全部都破坏了 所以这些人全部都已经变成了废人 根本不能调动一丁点的武力了 苏美尔向老方丈走了过去 眼神当中全都冷酷 老秃驴 你真的以为我不敢对你进行搜魂吗 今天无论是谁都阻止不了 我进入到塔顶 老和尚盘坐在地上无动于衷 根本不在乎苏美尔的威胁 苏美尔走了过去 手缓缓地放在了老和尚的头顶 老兔驴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现在愿意说的话 还可以留下一条性命 不然的话你会和那些人是一样的下场 老和尚没有说话 嘴里反而又开始念那不知名的经文了 苏美尔气得蹊跷生烟 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老方丈移掌给打死 苏美尔犹豫了一刻钟 最后还是咬了咬牙 他要赶快拿到那件魔门的质宝 他开始启动搜魂大法 苏美尔闭上了眼睛 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额头上的冷汗又开始流了下来 老兔驴 没有想到你的心智竟然如此坚定 那老娘我就破开你的防御 苏美尔开始自言自语 啊 你干嘛 你干嘛 老兔驴 你要自爆 苏美尔的语气当中全部都是惊恐 啊 苏美尔突然之间睁开了眼睛 他把手从老方丈的头上拿开了 双手捂住了头 啊 老兔驴你竟然敢暗算我 苏美尔头疼欲裂脑 待像是要炸开了一样 他的神情一下子尾顿了下来 啊 苏美尔还在不断地尖叫住 他潜脆倒在地上 开始不断地打起滚来 他脑海中的神魂受到了重创 现在实在是太痛苦了 外面的那些护卫们听到了女帝的惨叫声 纷纷地打开了门 快速地冲了进来 陛下 陛下 你怎么样啊 最亲近的人还是苏美尔带来的那些血灵宗的弟子 自从掌控了整个大盐国之后 苏美尔就把最信得过的几个弟子 安排在了他的身边 这样用起来比较顺手 看出苏美尔在地上不断地翻滚 这些人全部都是大惊失色 不明白为什么宗主夫人已经是金丹七大圆满的修士了 对付几个普通人还会受伤吗 众人虽然有些疑惑 但还是把苏美尔给扶了起来 让他重新又坐在了上手的那个位置 苏美尔大口大口地喘住气 额头上的冷汗不断地滴落在地上 缓了好一阵 他终于才恢复了一些 可是神魂上寿的伤 一时半会而是恢复不了了 第115章七层怪塔 去看看那老兔驴怎么样了 一个太监走了过去 伸出一根手指 在老方丈的鼻子前面停顿了一下 接着有些惊恐地 赶快把手缩了回来 陛下 他已经死了 什么 苏美尔大惊失色 这该死的老兔驴 即使死了 也不愿意告诉我那个秘密吗 苏美尔的脸色变得十分的难看 他来到这大象国寺当中 并且秘密吗 把这些僧人全部囚禁了 就是想要得到那件宝物 可是现在的这老家伙 竟然死了 那就是说 在这世界之上 没有人知道 该怎么进入到塔顶了吗 苏美尔有些烦躁 突然之间 他感觉一阵的头晕目眩 刚才他利用搜魂大法 对付那个老方丈的时候 突然之间 那老家伙利用神魂的力量 把自己给中创了 看来这老家伙 应该是神魂已经自爆之后 消失在天地之间了 所以这才悄无声息地死去了吧 苏美尔一脸的无奈 剩下的那些和尚们 看到方丈死了 心中不免有些悲伤 虽然他们极力地表现住 心中十分的平静 但是 苏美尔也看得出来 这些人还是十分兴奋的 苏美尔觉得自己的头 越来越胀了 越来越昏昏沉沉了 他招了招手 一个太监就走了过来 摆驾回宫 苏美尔现在急需要休息 老太监点了点头 这才走出了房间 开始布置了起来 女帝陛下要起驾回宫 也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 而此时的刘长福 早就已经潜到屋顶之上了 他听着下面的动静 十分佩服那个老和尚 视死如归 可是 那塔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刘长福又转过头来 看了看寺庙后面的高塔 那高塔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刘长福阴影觉得有一次的压迫感 他现在的修为境界 或苏美尔的修为境界是相当的 都是金丹七大圆满 一个时辰之后 女帝一行人终于全部离开了大象国寺 剩下的那些小和尚女帝 也毫不留情地把他们全部斩杀了 并且把那些和尚全部都毁尸灭迹了 似乎这大象国寺里面 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刘长福有心想要跟住女帝 进入到皇宫当中 但是皇宫当中的雷法 实在是太厉害了 如果有修士进入的话 肯定会惊动那天雷的 刘长福可不想被雷劈 他在想着那雷法 可能就是属于阵法的一种 有可能还是类似金雷阵那种阵法 既然能够阻止金丹七修士 进入皇宫当中 最起码那阵法也要是三阶 或三阶之上的 看住女帝一行人渐渐地远去 刘长福的眼珠子转了转 又抬起头来 看向了那座 还是不起眼的白塔 刘长福展开身形 快速地靠近了那座塔 来到塔下 刘长福发现这木塔十分地破旧 甚至许多地方的木头 都已经破烂得不成样子了 但这塔依然屹立着 就像是个不屈不挠的老人家一样 直直地占领 刘长福围着塔转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这塔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里面的门是锁着的 这一点难不倒刘长福 他一个盾树 直接进入到了塔里面 这才发现这座塔 向上都有一节小小的木梯 这木梯十分地狭窄 仅能拢一个人上下行走 刘长福抬头向上看了看 犹豫了一下 最后咬了咬牙 还是走上了那步梯 来到第二层之后 向上看去依然还是需要上步梯 刘长福没有犹豫 就这样一接一接地走了上去 这塔供七层 佛家有一句话叫做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这塔的层数也是有说法的 来到第六层 刘长福抬头向上看去 和脚下的那些并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这里的空间更狭小了一些 这佛塔是成金字塔形状的 下面占地面积比较大 越往上面积越是狭小 刘长福看住楼梯 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缓缓地延住阶梯往上走 如果真的能够走到塔顶 到时候就可以见到 苏美尔想要得到的那件质宝了 刘长福马上就要进入第七层了 可是突然之间一股无形的屏障 直接把它给弹开了 他向前看并没有发现有东西阻挡着 可是伸手过去 似乎是触及到一团棉花一样 阻力非常大 他用力向前伸手 但那反弹力也是很大 一下子就把它弹了回来 刘长福的眉头皱了起来 看来这塔顶的确是有些古怪呀 他展开了隐秘斗篷 身形一下子消失了 突然之间刘长福跌跌撞撞地 从楼梯之上跌落了 他刚才想依靠演艺斗篷来个出气不意 可是没有想到 竟然还是跟原来一样 直接被反弹了回去 刘长福不姓邪 又鼓动体内的灵气 一拳打了过去 但突然之间那股反弹之力 一下子回来了 差一点把它打了个裂起 这塔顶的屏障实在是有些古怪啊 刘长福搔了搔头 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理 他心里暗暗想到 怪不得苏美尔要寻找 进入这塔顶的办法的 一般的金丹七大圆满的修饰 还是真的没有办法进入到里面的 刘长福也是无可奈何 他又向上看了看 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身形一闪 一下子就来到了地面上 这里面有古怪 刘长福也不敢大胆地尝试了 如果引起了惊动 那就不好了 回到地面之上 刘长福看住空空如也的大象国寺 叹了一口气 这才转身离去 他不知道苏美尔这些人 到底在这大盐国当中想要做什么 其实这凡人国度的皇帝 对于普通人来说有着致命的诱惑 但是对于修仙者来说就如同鸡肋一般 因为修仙者追求的是长生 是更强的力量 一般秀为达到金丹七之后 就自己完全可以开辟出一片领地 想要当皇帝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所以对这种唾手可得的事情 修仙者是没有任何兴趣的 做皇帝 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 这才是令刘长福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要说苏美尔他们想要颠覆大盐国 这种可能性可是很小的 因为身为一个金丹七大圆满的修士 根本不屑于做这样的事情 看来苏美尔他们是另有所图啊 刘长福此时突然想到了赵无极的原因 当初让赵无极原因跑了之后 他就有些耿耿于怀 现在不知道赵无极的原因 有没有跟苏美尔在一起呢 刘长福的脑海中又出现了赵无极 那个矮子的形象 刘长福边想着边就回到了 王二牛的住处 王二牛自从突破到住击期之后 就十分的兴奋 身上的气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他很是高兴 所以钱粹让店小二直接把店铺打烊了 他早早地回到后院就开始休息了 拿着一张躺椅坐在院子当中 旁边放着茶壶和茶杯 而且还放着一盘瓜子 王二牛正十分得意地转动着摇椅 嘴里哼着不知名的戏曲 二八家人巧梳妆 显得十分的惬意 刘长福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院子当中 看到王二牛现在的这个样子 刘长福苦笑地摇了摇头 王二牛这个人胸无大志 修为提升了一点点 就没有前进的动力 尤其是现在 王二牛身上的衣服 全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来他是那种老农民的形象 可是现在呢 身上穿的全部都是零罗绸缎 而且这头顶之上 还戴着一个原外的帽子 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尤其是这家伙皮肤有黑 脸上的皱纹显现了出来 真的像是那种古代的爆发户 刘长福看着这家伙 有些不伦不类的 在那里翘住二郎腿 不断地转动着摇影 实在是有些啼笑皆非啊 王二牛现在的这个样子 显然是不想奋斗了 因为别人奋斗了一辈子 也可能才只达到了 他现在的修为境界 助击期是多少练习期的修饰 梦寐以求的修为境界呀 可能一万个练习期修饰 才能有一个人 能够突破到助击期吧 突破到助击期之后 就等于是阶级的跨越 王二牛的身份 立刻就变得不一样了 他现在这个样子 显然是想摆烂了 嗨嗨 刘长福咳嗽了一声 王二牛马上惊醒 快速地从摇椅上坐了起来 转头四顾 这才发现站在角落的刘长福 哎哟 原来是福伯呀 你老人家回来了呀 快坐 快坐 您快坐 我给您沏茶 他赶快让刘长福 坐在了他刚才坐的 那个摇椅之上 刘长福似笑非笑地 看着他也不客气 直接坐在了摇椅之上 晃动了两下 别说这摇椅 还的确坐得十分的舒服啊 只是有些可惜 如果后面再来两个丫鬟 帮他捶背敲腿 那就太舒服了 那个 福伯呀 我想买两个女铺回来 王二牛有些扭扭捏捏 刘长福刚清明了一口茶水 扑得一下子 喷在了王二牛的脸上 他刚想到丫鬟的事 这王二牛就说出了这样的话 简直是心有灵犀啊 刘长福浑身打了个恶寒 看着王二牛 如同爆发户一般的 地主老财的样子 我怎么能够和这家伙 心有灵犀呢 刘长福没想到 这家伙竟然开窍了 在这里这么多年了 都没有一个下人 前面的店 也只有一个店小二 现在好了 突破了住机器之后 这小子学会享受了呀 你小子怎么想起来 买丫鬟了呀 王二牛拿了骚头你 老人家这么大岁数了 我想着找两个丫鬟来伺候您 毕竟我这个人粗手粗脚的 我来伺候您 想来您也是不习惯的吧 如果这样说 刘长福倒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如果真的能够享受丫鬟的伺候 那的确还是不错的 刘长福也曾经梦想过 这种地主老财的生活 如果买来丫鬟是伺候他的 刘长福倒是很不介意 他又清明了一口茶水 好啊 可以 王二牛大喜 转身就要离去 等等 你干嘛去啊 我现在就去人牙市场买丫鬟呀 刘长福翻了的白眼 这小子也太兴急了吧 怎么感觉这家伙不是在找丫鬟 像是在帮他自己找媳妇一样 刘长福心面一动 一个收纳袋瞬间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想来这世俗界交换的东西 应该都是金银吧 这些东西你先拿着 尽量买一些貌美的丫鬟回来 王二牛点了点头 拿过储物袋 神识沉浸到其中 看到里面的东西的时候 吓了一大条 我的天哪 这么多金子啊 他吞了一口唾沫 这些金子足够把整个金城买下来了吧 金银这些东西对修仙者来说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不过他们倒是可以用一颗零食兑换许多许多的金子 零食无论是在修仙界或世俗当中 都是硬通货 一颗夏品零食甚至能够兑换到一万两金子 所以刘长福对于这些金子实在没有什么感觉 看住王二牛站在那里目瞪口呆 刘长福摆了白手 赶快去办吧 王二牛这才回过神来 用力地点了点头 不过心里则是在不断地感叹住 这福摆到底是什么人呀 不但实力强大 而且竟然还有这么多的金子 早知道他这么有钱 我还这么辛苦地开着店干什么呀 我即使赚十辈子的钱 也比不上人家的一个小拇指吧 王二牛急匆匆地离去了 刘长福又清拧了一口茶水 顿时觉得这普通的茶叶实在太难喝了 他心念一动 从随身空间当中拿出了一些自己种的茶叶 然后弄出了一些灵犬 直接烧开了 又弄出了特制的茶壶茶 放到里面再倒入开水 不一会儿的时间满院子的茶香 刘长福十分贪婪地闻着这股清香 倒出来一点茶水之后 清拧了一口 眼神一亮 还是自己的茶叶好了喝呀 看到旁边放着的瓜子 刘长福也不客气 抓了一把过来就开始刻了起来 别说这王二牛还是真的懂得享受啊 这瓜子炒制的还十分的好吃 而且各个颗粒饱满 显然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就这样天渐渐地黑了下来 而此时 王二牛也带着几个女人走进了后面的院子 看住福伯坐在躺椅之上 十分惬意地刻着瓜子 他的嘴角不自觉地抽了抽 福伯现在的这个样子 岂不是自己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生活吗 不过王二牛也知道 自己现在的这些全部都是福伯送给他的 所以对福伯他还是十分尊敬的 福伯 您要的丫鬟我给您带来了 刘长福翻了个白眼 什么叫我要的丫鬟 明明是你小子想要做地主老财好吗 王二牛笑嘻嘻地把他身后带来的四个女人 全部都叫了过来 刘长福斜眼看过去 这才发现四个女人的岁数 似乎都不小了吧 四个女人看起来半老徐娘的样子 但看起来 似乎都已经四十多岁了吧 刘长福有些目瞪口呆 二牛啊 这些就是你买回来的丫鬟吗 王二牛搓了搓手 兴奋地点了点头 是啊 是啊 福伯 这些女人可全部都是寡妇啊 我可是让人帮忙找了好久才找到的 噗 刘长福一口茶水再一次喷得出来 我靠 这王二牛的癖好怎么跟我一样啊 只是这些寡妇的样貌 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啊 刘长福没想到王二牛个他也是同道中人呀 你 刘长福指着王二牛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这家伙洋洋洋得意的样子 似乎像是找到了四个老婆一样 哎 二牛啊 这四个丫鬟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这几个丫鬟虽然是寡妇 也是半老徐娘 但是全部都飙肥体壮 尤其是骨架子很大 看起来十分雄壮的样子 一看就是钱农活的好手啊 重要的是 这四个女人全部都是皮肤有黑 看起来像是经常在阳光下农作的人 刘长福的嘴角抽了抽 要想在人口市场 找这么奇葩的几个女寡妇 还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刘长福相信王二牛真的是花了大价钱 才让那些人帮他找到的 二牛啊 其实只要找一些普通的十七八岁的丫鬟就可以了 王二牛拿了挠头在他的心目当中 他觉得这样的女寡妇 可是要比那些十七八岁的小丫头有味道多了 但看着福伯似乎很不满意的样子 王二牛又有些懵圈了 福伯 我知道您的指示了 明天我再出去一趟 一定按照您的吩咐 找几个貌美的小丫鬟 刘长福欣慰地点了点头 好了 这里没你的事了 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 王二牛点了点头 这才带着那四个寡妇转身离去了 晚上的时候 刘长福坐在院子当中 正在欣赏天上的星星呢 突然之间耳朵一动 王二牛的房间当中有动静 刘长福刚想起身 突然之间觉得这声音有些熟悉 脑中灵光一闪 这才反应过来 我靠 看来这王二牛是个闷骚型的呀 刘长福浅脆展开神石 看到王二牛房间里的情形 他简直目瞪口呆 这是一龙战四风啊 王二牛也太厉害了吧 刘长福浑身打了个恶寒 这几个女人实在是太壮了 他赶快收回神石 擦了擦眼睛 感觉似乎心灵受到了污染一样 他在思考住要怎么进入皇宫当中 怎么才能寻找到真正的女帝呢 第二天早上 刘长福早早地就起来了 他依然坐在那张靠椅之上 晒着太阳 旁边的茶几之上摆放着茶水 吱咬一声 王二牛房间里的门打开了 刘长福斜过头去 这才发现王二牛额头上冒住虚汗 脚步虚浮 跌跌撞撞地从里面走了出来 刘长福心里松了一口气 看来这王二牛也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强 不过这种事情也不能全怪王二牛 那四个寡妇也的确是实力强悍呀 想要战胜她们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王二牛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转头看到了在院子当中正在喝茶的福伯 他赶快小跑步到了刘长福的身边 刘长福似笑非笑地看住王二牛 你小子也不知道节制一点 王二牛的红黑色的脸罕见地红了一下 嘿嘿嘿 福伯也不怕 宁建孝 我这也不算是穷人诈父嘛 所以想要好好享受一下 谁知道那几个娘们儿那么不好对付 嘿嘿嘿 刘长福摆了白手 可不愿意听他们在房间当中的事情 好了 你别说了 今天还有重要的事情让你去办吧 王二牛赶快变得严肃了起来 福伯 您吩咐 刘长福沉吟了一下 然后才说 你去探查一下 王老太师在这京城当中 有几处府邸都在什么地方 王二牛搔了搔头 不知福伯说的 王老太师是哪一位啊 就是已经过去的那一位 王二牛这才恍然大悟 明白 我这就去调查 王二牛转身就要离去 等等 刘长福的手中出现了一颗红色的丹药 把这颗丹药服下 王二牛有些纳闷 不过他相信福伯是不会害他的 毫不犹豫地接过丹药就吞了下去 接着他就感觉到昨天晚上被掏空的身体瞬间就被填满了 甚至有了蠢蠢欲动的感觉 这 这丹药简直太神奇了呀 如果自己晚上能有这些丹药 那到时候别说四个寡妇了 即使四十个也能够把他们对付了 王二牛抬起头来 有些贪婪地看向了福伯 那个 福伯 不知道这丹药 刘长福轻笑 你放心 只要把我交代的事情办好 我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王二牛认真地点了点头 眼神当中充满了动力 王二牛走了之后 院子当中又恢复了平静 被他买回来的那四个寡妇 现在还在房间当中呼呼大睡呢 刘长福不去管这些事 他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就是跟住王家那些人一起进入皇宫当 如果王家的人能够 把他带上 到时候说不定能够见到真的女帝 只是皇宫当中的那雷法十分的强悍 如果王家替自己报备一下 是修仙者的话 说不定能够于目混珠 自己利用隐秘斗篷把秀为降低一些 应该也不会太引人注目 刘长福不敢冒险 他不知道自己的隐藏斗篷到底有没有用 他也不知道这皇宫当中 到底有没有其他的高手 最重要的是 自己如果贸然闯入到皇宫当中 说不定还不一定能够找到真正的女帝陛下呢 如果跟住王家这些人进入到皇宫当中 说不定会有机会 王家的人进入皇宫当中 是必要和女帝陛下产生一些冲突的 这也许就是刘长福的机会 刘长福的脑海当中不断地盘算住 一直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王二牛才急忙地走回来 福伯 王家的府邸我已经打听到了 就在帽子胡同 刘长福眉头一条 你确定吗 王二牛高兴地点了点头 王老太师在京城当中 只有这一府邸 而且还是当年先帝赐下的 所以外面的人几乎都知道王家住在什么地方 刘长福有些无语 他本来想着王家住的地方不好打听了 可是没有想到既然就在明面之上 几乎京城的所有的人都知道 如果有人想要害他们的话 一定是他们的敌对势力 到时候一般的人都不会派出杀手来对付他们的 这也算得上是阳谋了吧 好了 我知道了 对了 那你知道王家的人什么时候进攻吗 王二牛点了点头 他们明天就进攻面见女帝陛下 这些也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吗 对呀 王家的人散布消息 已经把他们的 将要进攻的消息 让全京城上的人全部都知道了呀 刘长福再次点了点头 看来这也是王家人的计谋了 虽然这计策对于一般人来说的确十分的管用 如果换作普通的女帝陛下的话 他们一定会投鼠忌器 可是现在的女帝陛下可是苏美尔掉包了的呀 这些修士根本不会在意这些凡人的生命的 他们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机 这根本就已经超出了朝朝堂斗争的范围了 而且 我还打听到明天还会有许多重量级的人物会进入到皇宫当中 甚至我们青云宗幸存的那些修士们也会被叫进皇宫当中意识 刘长福心中一惊 看来苏美尔这是想要把这些人全部一网打尽 刘长福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玩味的笑意 越是这样 他越有机会能够找到真正的女帝陛下 明天是最后的期限了 刘长福已经没有时间了 所以即使冒险他也要进攻 查看了一下系统面板 发现已经剩下不到一天的时间了 刘长福眼神发狠 他要做最后一波 他隐隐觉得真正的女帝陛下就是他要找的目标人物 如果真的能够成功的话 到时候自己的寿命就会有所增加 也会解了这次危机的 可惜啊 没有时间和女帝陛下培养感情了 说不得要用一些卑鄙的手段了 刘长福有些烦躁的骚了骚头 事已至此 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刘长福刚想让王二牛离开 王二牛此时却嘿嘿地笑嘱 凑近了刘长福低声地说 福伯 您给我的那些金子实在是太多了 我自作主张帮您买了一个大宅院 并且帮您直接买了十个丫鬟 全部都是貌美如花的 刘长福不可思议地看住王二牛 这家伙什么时候这么开窍了呀 竟然学会拍马屁了呀 这些都是你的想法吗 王二牛憨厚地摇了摇头 没有 没有 只是昨天晚上有个女人提醒了我 刘长福的嘴角抽了抽 她能够想象得到 肯定是那四个寡妇当中其中的一个 刘长福突然觉得这王二牛有些不可靠 这家伙最后不会被这些女人骗了 还帮他们数钱吧 刘长福深深地担心了起来 不过他和王二牛也是萍水相逢 已经帮助他很多了 对于这方面的事情也是因人而异 所以他也不方便多说什么 哦 是吗 那带我去看看吧 刘长福现在虽然十分心急自己寿命的事情 不过这小子替自己买了一个宅院 还是有必要过去看一看的 毕竟上一辈子 只是一个打工族 甚至连一间套房的首付都没有凑出来过 现在好了 这家伙竟然直接全款帮他买了一间大宅院 刘长福还是十分心动的 王二牛领着刘长福七拐八拐的 终于来到了一个大宅院的门口 这宅院的门口不是特别的大 不过也能容一辆马车通行 推开门之后 王二牛就请刘长福进入到了院子当中 可是进入院子之后 刘长福发现这后面竟然是一处花园 他皱了皱眉头 一般像这样的古代建筑的院落 不是进来之后先是门房 接着就是一个院子吗 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在门口建一个花园的呀 刘长福按耐住心中的疑惑 继续跟住王二牛向前走 花园还是不小 有半个足球场大小 绕过花园之后 再往前就看到房子了 可是看到 房子之后 刘长福就更加的纳闷了 这些房子竟然全部被朝花园的 刘长福突然明白了 刚才他们所进入的门 根本就不是这栋府底的正门 可能只是一个后门而已 往前走 刘长福越视心惊 这栋府底雕梁画洞 站得十分巨大 里面的那些家具摆设 也全部都是看起来价值不菲的 花园就已经够大了 可是前面的几间院子 已经超越了花园的面积 走了一圈下来 刘长福发现这栋府底 占地面积最少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 他惊呆了 是什么样的人 才能够住得起如此巨大的府底啊 而且这么大的府底 得花多少钱才能够买下来呀 刘长福本来对这些东西 不是特别的在意 毕竟他现在已经是修仙者了 对于这些繁俗的事物 不会再动心了 可是这个府底简直是 太符合他的心意了 烦请订阅支持 风雨阿谷说频道更新 毕竟这里占得很大 住起来应该是十分的舒适吧 刘长福虽然很高兴 但是他身为修仙者 也不能长时间待在这大盐国的京都啊 他叹了一口气 如果能把这栋宅院 搬回到清云宗就好了 刘长福摇了摇头 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再往前面走 一直走到大门处 刘长福终于知道 这座大宅是个三进的院子 前面两间院子都十分巨大 不过最后面的正房 却是十分的豪华 里面的设施和装潢 全部都是用的最好的材料 让人看起来就十分的福利堂皇 我的天呐 王二牛 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呀 嘿嘿嘿 福伯 这不是为了让你老人家 能够好好的舒服一下吗 刘长福对于这个宅院 的确十分的满意 可是有些太大了 里面空荡荡的 即使填入百八十个人的 也不会显得拥挤 王二牛走在前面 把入口处的门房的门 直接打开了 这大门口十分的壮观 要比后门大多了 门之压压的打开之后 刘长福这才发现门口两边 竟然各占了五个丫鬟 见过老爷 刘长福看过去 这才发现这几个小丫鬟 的确是年轻貌美 而且个个都是青春年少 看起来十七八岁的样子 看来这王二牛 的确是依照自己的意见 重新买了丫鬟了 刘长福很满意 几个丫鬟虽然都不是角色 但也算是清秀 不过这么大的宅院 五个女仆刘长福 觉得还是有点不够 不过她并没有打算 长期住在这里 今天也只不过是来看看 什么时候有空来住吧 所以也没有必要再添置 什么丫鬟和吓人了 刘长福要王二牛 把那些丫鬟们安排进去了 这栋大宅院当中 刘长福直接在主房 找了个地方住了下来 别说这院子住的 还的确十分的舒服 尤其是晒太阳的时候 眼界比较的辽阔 因为院子比较大 刘长福同样拿出了一把糖尹 旁边放着茶几 茶几至上漆了一壶茶 不过这次 她终于不用自己动手了 几个丫鬟围绕着伺候住她 而且摇衣也不用她亲自去摇了 身后有个丫鬟专门在不断地动着 而且喝完茶之后 自然有站在旁边的女仆 把茶杯给她添满 刘长福觉得 这才是地主老财该过的日子呀 有人伺候真的很爽啊 因为王二牛所在的店铺的后院 比起这里实在是有些太小了 而且环境也不是特别的好 有一种奇怪的味道 可是现在这宅院里就不一样了 里面绿树成荫 花草满院 十分的令人赏心悦目 尤其是这古代的匠人 把院子里面设计的各个地方 都十分的合理 再加上身边这几个 袖涩可餐的丫头 真的太好了 刘长福亲抿了一口茶水 这时候有丫鬟直接拿起了 旁边的葡萄 看到了刘长福的嘴巴 刘长福轻微地睁开了眼睛 这万恶的旧社会呀 这样的日子久了 一定会让人躺着四肢退化的吧 葡萄入口之后 刘长福皱了皱眉头 这些葡萄全部都从市面上买的 不过味道真的不敢恭维啊 刘长福心念一动 直接把放在桌上的葡萄给掉包了 他随身空间当中 不管种什么东西 都要比外面的那些东西的口感要好许多 所以一些常吃的那些瓜果蔬菜 他全部都种进了随身空间当中 丫鬟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又轻轻地拿起了一颗葡萄 放进了刘长福的嘴边 刘长福张嘴 一股十分香甜的汁液进入到了口中 这葡萄的味道还真的很不错呢 酸甜度都适中 刘长福十分享受着 可惜这样的日子过了明天之后 还不知道还能不能享受得到呢 对于这几个丫鬟 刘长福也已经安排好了 每个月会定期地发给他们钱的 让王二牛帮忙照看住 第二天王家的人已经穿戴整齐 准备要进宫了 他们王家的人已经开始造起了舆论 京城所有的人都知道王太师的家人 来京城面见女帝陛下了 所以今天他们的行程格外的引人关注 一行人出了太师府的门口之后 就走在了朱雀大街之上 朱雀大街直接通往了皇宫的门口 他们一共有两辆马车 王若涵坐在第一辆马车当中 今天就是他们和女帝陛下摊牌的日子 王若涵还是十分担心的 虽然他誓死如归 但是如果真的把这半块玉佩 交到了女帝陛下的手中 到时候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玉佩可是关系住整个大盐国的命运 而且他还听说国师大人似乎也受了重伤 此时已经昏迷不行了 王若涵心里十分的忐忑 不过今天他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了 大不了于死亡破 不过楼椅尚且偷生 更何况是人呢 如果能够活着那当然是最好的了 走着走住 突然之间马车一下子就停了下来 干嘛 你这老乞丐不要命了吗 赶快闪开 这里不是你乞讨的地方 赶车的护卫 一脸的不耐烦地挥舞住马鞭 马的前面有一个老乞丐正站在那里 快走吧 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 护卫挥了挥手手中的马鞭 一脸威胁地说 可是老乞丐无动于衷 而是抬起头来 定定地看住车厢后面的帘子 老乞丐 你耳朵聋吗 还不看点闪开 你挡住的可是王家的马车呀 你再不闪开 我可就不客气了呀 刘长福站在车前 对呀 我等的就是王家的马车呀 护卫大惊小怪 脸色一变 有些愤怒地质问道 老乞丐 你这是来故意找茬的吗 你再不闪开的话 就别怪小悠 我不客气了呀 听着外面的吵闹声 王若涵刚开始还十分地不在意 可是这护卫一口一个老乞丐 让王若涵心中一跳 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赶快坐起身来 快速地来到了车厢门口 一把挑开了帘子 福伯 真的是你吗 看到站在马车前的刘长福 王若涵简直激动坏了 本来还想去找一下福伯了 可是京城这么大 茫茫人海 王若涵也知道 想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但没有想到 今天在进入皇宫的路上 竟然会遇到福伯 他简直激动坏了 如果福伯真的能够 跟他们一起进攻的话 到时候说不定会多几成胜算呀 刘长福点了点头 哎呦 丫头啊 找你还真的是不容易啊 王若涵甜甜一笑 咳咳嗨 可是突然之间 他又开始咳嗽了 起来 刘长福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这姑娘的先天缺陷 真的是让人很为难 先天性心脏病 加上肺牢 嗨嗨 福伯 你来找我们 是 当然是陪着你们一起进攻了 王若涵大喜 此时待在马车当中的 上官月儿也掀开了帘子 还是惊喜地看住刘长福 福伯 你说的是真的吗 哎呦 月儿姑娘也在呀 当然是真的了 老乞丐 我一口唾沫一个钉 说话算话 王若涵左右看了看周围有很多人 于是低声对住刘长福说 嗨嗨 福伯 我们还是到车上再说吧 刘长福点点头 这才上了车 而赶车的护卫呆愣在了 当场他没有想到 自己家的小姐 竟然对这个老乞丐如此的客气 幸好自己刚才 没有做出什么过激的动作 不然的话得罪了这老乞丐 说不定 护卫抹了抹额头的冷汗 想起了一句话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驾 护卫回过神来 继续赶着马车前行了 进入到车厢之后 刘长福这才发现 里面竟然有三个人 除了王若涵和上官月儿之外 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福伯 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师父 白若薇看住这个老乞丐 眉头微皱了起来 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的徒弟 或王家的大小姐 竟然对一个乞丐 如此的恭敬 福伯发现这个 三十多岁的女人之后 眼神就直愣愣地盯着她 刘长福在心里暗暗高兴 没想到在这里 竟然能够发现一个 三十多岁的女人 刘长福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受到了系统的影响 反正是见到 这么漂亮的女人之后 他心里就会有一些想法 刘长福看向白若薇的眼神 马上变得不一样了 系统 这个女人能够成为我的目标吗 此女不符合系统要求 刘长福一愣 为什么呀 此女颜值没有达到九十分以上 刘长福这才仔细地看下了 这个女人的确虽然十分地有气质 但是按照颜值来说 真的是有些逊色 刘长福摇了摇头 暗暗的 有些可惜 这女人的气质可是绝佳 真是太可惜了 这女人的身材这么好 竟然不是目标 看住进来的这个老头 眼神当中全部都是银鞋之意 白若薇马上就露出了十分讨厌的表情 他冷哼了一声 扭过头去 刘长福有些尴尬 他刚才的确有些失言了 福伯 你要知道我们这次进入皇宫当中 可是九死一生啊 你真的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吗 王若寒事先把事情说明白 他现在怀疑半路上就他们的那个人 就是福伯 不过现在并没有时间追问这些了 虽然福伯的实力很强大 但是他还是有些担心的 因为皇宫当中也有许多高手的 能够达到福伯这样程度的高手 也不在少数 所以王若寒心里还是没有底的 刘长福点了点头 王家一门中烈 我是十分佩服你们的 所以我也想在力所能及之下帮助你们 刘堂长福说的冠冕 就是想要利用这样的借口跟住刘皇 就是想要利用这样的借口跟住你 他们一起进入皇宫当中 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如果他再找不到女帝陛下的话 到时候他的寿命可就到头了 如果就这样死去的话 那就太尴尬了 所以刘长福十分的急切 白若薇抬起头来看着这个老头 一脸不屑的反驳 这位老人家你去了也是白白送死 皇宫大内高手如云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去送死为好 上官悦耳亡魂大帽 真的很想捂住自己师父的嘴巴 路上发生的事情 他也隐约透露给了师父一些讯息 但是并没有告诉师父 那个就他们的神秘人 就是眼前的这个邋遢的老乞丐呀 可是上官悦耳现在想要解释的话 也不合时机 师父 他想打断师父的话 可是师父似乎是没有听到一样 刘长福看着这女人满脸的怨气 不由地苦笑了一声 肯定是自己刚才那眼神有些无理了 让这个女人对自己反感了 这么说 这位大妈很有把握了 什么 白若薇柳梅倒数 你竟然叫我大妈 她眼神喷火 庞扶随时都要爆发一样 刘长福才不愿意惯着这种女人呢 这种老女人 有的都已经更年期了 所以个性还是不稳定 重要的是 这女人并不是自己的目标 所以刘长福也没必要委屈求全 老头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白若薇 全身颤抖着 就想要拔出手中的宝剑 上官悦耳见状 赶快来到师父身边 一把抓住了他手中的宝剑 师父 冷静 冷静啊 上官悦耳简直害怕死了 如果这个福伯真的是就他们的那个神秘人的话 那师父肯定不是这人的对手啊 如果真的惹怒了福伯 到时候他一怒之下把师父给杀了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好不容易才把自己的师父安抚下来 上官悦耳抹了抹了头的冷汗 那个福伯 不好意思啊 我师父有些冲动 月儿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能够跟这个老家伙道歉呢 应该是他向我们道歉 刘长福都被气笑了 真的不知道这女人的脑回路是怎么长的 这位大妈 你是不是出门忘吃药了呀 白若薇一头雾水 什么意思 有病 什么 你竟然敢骂老娘 我跟你拼了 你才有病呢 你全家都有病 刘长福没有想到坐在马车之上 会遇到这样一个疯子 两个人就这样吵吵闹闹的 终于来到了皇宫的门口 刘长福赶快拿出自己的隐藏斗篷 他不知道这玩意儿到底管用不管用 宫门守卫的人员只是稍微的盘查了一下就放行了 穿过宫门之后 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广场 马车不能再向里面进入了 所以所有的人全部都下了马车 下了马车之后 刘长福跟在了王若涵他们一行人的身后 广场很大 此时已经停了许多密密麻麻的马车了 刘长福没想到这里竟然是一个大型的停车场 经过第一道门的时候 刘长福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因为这道门之上有一个拳头大的白色晶体 这晶体让刘长福隐隐感觉有一丝危险 刘长福抬头看了看 似乎这个东西就是别人说的 这道皇宫里的雷法吧 刘长福刚想迈步进入 突然他们前面一行人当中的一个人惨叫了一声 刘长福眼睁睁地看住一道闪电 一下子就劈向那个人了 那人还没反应过来呢 突然之间浑身上下就已经焦黑了 接着扑通一声直接倒在了地上 气绝身亡了 门两边的护卫十分冷酷地大声说 找死 皇宫大内需要报备之后才能进入 修仙者想要混进来就是这样的下场 刘长福知道那个死去的修仙者 也只不过才是 助击出气的修士修为不太高 刘长福缩了缩脖子 刚才知道雷法的攻击力很强啊 即使是金丹气的修士也会受重伤的吧 如果这些雷电的 威力就这么大的话 刘长福还是不在乎的 他身上可是还穿着四接宝甲的 完全可以抵抗这样的攻击 只是可惜 如果被发现的话 到时候想要进入皇宫当中 也只有硬闯了 没办法 刘长福只能硬住头皮向前走了 不过令他惊喜的是 他身上的隐秘斗篷 竟然可以完全屏蔽他身上的修仙者的气息 一直进入到门里面的时候 那雷法竟然没有发动 刘长福松了一口气 终于进入皇宫当中了 刘长福简直激动坏了 现在可是他唯一的机会了 如果再找不到女帝陛下的话 到时候他真的就会死的呀 如果死了之后 那简直太给穿越者丢脸了吧 果然进入皇宫之后 前面这几个大殿 全部都是办公的地方 此时早朝也才刚开始 王洛涵他们一行人 被安排在了旁边的一个偏殿当中 在等待着 就这样一直等了一个多时辰 刘长福等的都有些心急了 终于女帝陛下开始召见众人了 刘长福不动声色的 跟在王洛涵他们的身后 拜见女帝陛下 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人都跪了下来 刘长福不得已之下 也跟住跪了下去 他现在还不想暴露身份呢 而且也不是那种不能弯腰的人 跪一下又有何妨呢 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 起来吧 正是当初在大象国寺听到的 那个女人的声音 众人起身之后 全部都站在那里 等待着女帝陛下的训话 你是王老太师的孙女吗 果然是天生丽质 我见有脸呀 陛下 过分了 不知陛下召我等前来 可有什么事情 王若涵明知顾问 女帝陛下哈哈大笑起来 当然是有事了 不过现在还不住急 人还没到齐呢 王若涵一脸的问号 不过他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重新又回到了旁边 乖乖地站住 果然等了一会儿之后 就陆陆续续进来了一些人 拜见女帝陛下 坐在上手位置上的苏美尔 此时看到人到齐了 脸上露出了一丝轻松的笑容 哈哈哈哈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阵就开门见山了 你们可把玉佩带过来了吗 苏美尔眼神灼灼地 看住底下的四拨人 底下众人全部大惊小怪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站了出来 陛下召集我们来 就是为了玉佩吗 苏美尔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 对呀 朕就是想要得到那些玉佩 老者满脸的不情愿 这老者虽然头发有些花白了 但是走起路来 虎虎生风 刘长福一看就知道 这人肯定原来是个武将 他拱了拱手 陛下那些玉佩 虽然世代相传 但也只能在我们臣子当中流传 大盐国开国之初 高祖就已经定下规矩了 这些玉佩 绝对不能落入到皇帝的手中 与帝陛下 老臣倒想要问问 你这是想要违背高祖的遗讯吗 而此时 王若寒才震惊地发现 进入到这大殿当中的四拨人 竟然全部都是文武 大臣当中最顶级的四大家 这四家全部都掌握着半块玉佩 大盐国世代相传这一传说 就是集齐这些玉佩之后 就可以颠覆整个盐国 并且可以让拥有玉佩的这个人 得到不可思议的力量 他们没有想到 女帝陛下竟然如此的明目张胆 王若寒的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 与帝陛下 我们是不可能交出玉佩的 苏美尔冷笑一声 既然来到了皇宫当中 你以为这些事情全部都由住你们吗 苏美尔一挥手 一股强大的力量 直接来到了那个老将军的身前 老将军还没反应过来呢 突然之间他的胸口就喷出了一道血溅 老将军低头看出自己 空洞的胸口 似乎是被什么东西洞穿了一样 完全可以从前面看到后面的情形 你 老将军心有不甘 但最后还是倒了下去 直接弃绝身亡了 他的家人赶快扑上前去 这才发现自己家的主人竟然已经失去了 你 老将军的家人一脸的悲愤 指着女帝陛下破口大骂 昏军你这个昏军 你竟然敢杀害王老将军 你不怕边境的军队滑遍吗 疯了 你真的疯了 苏美尔摇了摇头 眼神更加的冷酷了 又是一掌派出 那人的心脏也同样被冻穿了 接着一脸不可置信的 抬头看住女帝陛下 然后缓缓地倒了下去 苏美尔环顾四周 还有谁来挑衅朕吗 哼 真是不知死活 以为岁数大就可以在朕的面前 以老卖老了 简直是可笑 苏美尔环顾四周 剩下的三拨人全都进入寒蝉 不敢动了 大家虽然有骨气 但是也不能就这样轻率地死去 女帝陛下 这显然是不让所有的人开口说话 去这老家伙的身上搜一下 身边的一个太监眼神当中 全部都是恐惧 他没有想到女帝陛下 竟然变得这么恐怖了 在颤抖微微地走下台阶之后 来到了王老将军的尸体前面 蹲下来之后 在他的身上不断地摸索住 可是等了一会儿 那名太监有些失望地站起身来 陛下 这老家伙的身上并没有玉佩啊 什么 我不是下了圣旨 让这些人把玉佩待在身上吗 这老家伙竟然抗制不尊 苏美尔气得浑身发抖 哈哈 此时王家的队伍当中 一个小丝打扮的人 哈哈大笑了起来 那人看起来四十多岁的年纪 皮肤有黑 脸上还有一个恐怖的刀疤 苏美尔皱着眉头问 你笑什么 哈哈 我在笑 王老将军猜测的果然没错 女帝陛下你果然是有所企图啊 老将军有所预感 所以在进宫之前就已经把那块玉佩 藏在了一个十分隐秘的地方了 这世界之上也只有他知道那玉佩在什么地方 现在好了 女帝陛下 你这么心急 直接把王老将军给杀了 那现在这世上已经没有人知道 那半块玉佩在什么地方了 苏美尔大惊失色 如果真的得不到那些玉佩的话 那他这么费尽心思的布置 这些东西可就白费了呀 看来女帝陛下斗争经验还是很浅薄呀 你这算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哈哈哈哈 那身穿加丁服的中年男子继续哈哈大笑 哼 你就不怕死吗 我本来就是王老将军的清兵 他都被你杀死了 你难道还能放过我们吗 在临死之前 能够看到女帝陛下如此识别的表情 也是不枉此生啊 昏君来呀 你杀了我呀 你杀了我呀 那个皮肤有黑的中年男人 已经视死如归了 他眼神当中全部都是死质 显然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了 哼 敢嘲笑朕 你以为我会让你这么轻易的死去吗 来人 把他带下去 把酷刑全部都给我用一遍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门口进来两个身穿盔甲的卫兵 他们直接把这个大笑的中年男子拖了出去 昏君 你个昏君 你会不得好死的 你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那人被拖下的去的时候 嘴里还骂骂咧咧 苏美尔气得蹊跷生烟 脸都有些微红了 他直接吩咐门外的那些卫兵们 把王家来的所有的人 全部拉了出去 开始施以酷刑 不一会儿 王家人的惨叫声就传进了大殿当中 那声音简直是太凄惨了 剩下的三家的人全都露出了不仁的表情 同时众人对视一眼 也有了吐死狐悲的感觉 而刘长福此时的眼神 此放在了女帝的脸上 这女的长得的确是很美 只是刘长福不知道 这苏美尔到底是用什么办法 才易容成这么漂亮的女人了 这修仙界当中的易容之术 这么的神奇吗 竟然看不到任何的端倪 平复了一下心情之后 女帝陛下又开始转移目标了 你们也准备像王家人一样 视死如归吗 剩下的三家人全部都低下了头 做这样无谓的牺牲 简直是太不值了呀 所以现在没有人站出来 和女帝陛下争论了 好好好 既然你们不说话 那就实时务一点 啊你们的玉佩赶快交出来 剩下的三家人全都站在那里 有些不知所措 这时候其中有一家人 乖乖地站了出来 这是一个中年人 身上穿着锦衣玉服 皮肤很白皙 但是脸色有些苍白 脚不虚浮 一看就是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王若涵认识自己一家人 他们也是文官的表率 想当年和王太师一样 这刘家人也是铁骨睁睁的 但后代有些太不争气了 那个二世祖走上前来 手颤颤巍巍的 从怀里掏出了半块奶白色的玉佩 毕 陛下 这是我们刘家的那半块玉佩 二世祖的腿都开始微微地有些颤抖了 他的声音更是小得像是文银一般 苏美尔微笑地点了点头 这刘家的人还算是实物 他抬起头来看了一眼 这个脸色苍白的顽起子弟 没想到这家伙竟然用十分银鞋的眼神 看出自己苏美尔大怒 他一瞪眼 来呀 把这人给我拉下去 乱刀剁成肉酱 那顽咒子弟吓了一大跳 扑通一下子跪在地上 陛下 陛下饶命啊 陛下 我可是把玉佩交给您了呀 苏美尔撇了撇嘴 哼 敢那样看着 简直是胆大包天 不对 应该说色胆包天 快点把他拉下去 那顽咒子弟惨叫着被拉了出去 留下了一滩不知名的液体 苏美尔捂住鼻子 嫌弃地摆了摆手 有眼力觉的太监和宫女 马上走上前来处理那些污秽的东西 弄完之后 苏美尔的眼神又看向了剩下的两家 你们两家怎么说呢 是跟我硬抗到底呢 还是准备屈服呢 剩下的是周家的人 他是一个看起来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他是一副书生的打扮 虽然长得不是特别的帅 但身上有一股文雅的气息 这周家可不是文人出身 他们的祖上全部都是将军 只是到了这一代 他们想在自己的子弟当中 培养出一些文人来 这样文武兼备 才能让家族更加的壮大 所以这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的身边 全部站的都是一些恐无有力的人 跟书生打扮的男子 反而不像是道地的周家人 其实这男子正是现在的周家的嫡子嫡孙 也可以代表周家 年轻人很是有礼貌的 从队列当中站了出来 然后对住女帝陛下行了一个大礼 陛下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我们周家的人顶天立地 陛下想要用自己的权威 来押服我们周家的人 这是不可能的 男子抬头挺胸 傲然直视住女帝陛下 苏美尔有些烦躁的 揉了揉自己的眉心 怎么这大阎国的上下 这么多人都不发死吗 一个一个的 难道真的不怕自己 对他们打开杀戒吗 苏美尔眼神一冷 好好好 又一个不怕死的 你们以为 真就拿你们没有办法了吗 苏美尔缓缓地 从龙椅之上站了起来 他冷酷地看住 底下的剩下的那些人 剩下的也只有 王若涵他们这一家子 和周家的人了 苏美尔缓缓地从 上面走了下来 挨到了这个年轻书生的旁边 年轻书生长得温文尔雅 十分地有书卷的气息 苏美尔媚笑一声 这位小公子长得很俊俏 苏美尔伸出食指 准备挑起着书生的下巴 可是 书生一脸怒龙地 别过头去 周家的那个书生 满脸的愤怒地呵斥道 女帝陛下还请您自重 周家书生拱了拱手 低下了头 他没有想到 大盐国的女帝陛下 竟然如此地轻薄 苏美尔无嘴倾笑 像给了一个 十分妩媚的眼神 哎哟 还挺害羞啊 如果你愿意交出 你们家那半块玉佩的话 我倒是可以考虑 给你一个亲近我的机会 女帝陛下还向这个书生 眨了眨眼 抛了一个很是妩媚的媚眼 刘长福翻了个白眼 这苏美尔及时改变了面容之后 依然还是那么的 魅入骨髓的样子 这女帝陛下的面容娇好 而且看起来 以前似乎是个 十分高冷的美人 但换成了苏美尔的灵魂之后 瞬间就让人感觉 这么高冷的陛下竟然 给人一种有些浪荡的感觉 但这浪荡之中 却十分的撩人心弦 这已经让许多男人 把持不住了 那书生也是被气得满脸通红 不知道是因为害羞 还是因为恼怒 在她的心目当中 女帝陛下应该是那种 高高在上的 十分威严的形象 可是现在呢 怎么感觉和青楼里的景儿 差不多呀 书生摇了摇头 挥去了脑海当中 不切实际的想法 女帝陛下 我是不会屈服的 我们周家也是不会屈服的 苏美尔眼神一冷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不要怪朕 苏美尔五指成爪 一下子抓在了书生的头顶之上 搜魂大法 底下的众人 全都大惊小怪 这是修仙者的手段 怎么会呢 女帝陛下怎么会这种功法啊 周家的人目自欲裂 少爷小心 那些人全部都想要扑上来 救他们家的少爷 可是突然之间 只见到女帝陛下一招手 周家的其他那些人 身形一顿 接着全部都尾顿在了地上 哈哈 既然已经揭露身份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今天在场的人都要死 苏美尔又是大手一挥 阵法起 只见房门之外 升起了淡淡的透明的光照 一样的东西 刘长福稍微感应了一下 就发现这是一个一击的困阵 而且这阵法升起来之后 外面的人听不到里面的任何的动静 似乎是被隔绝在两个世界一样 哼 不管你们今天有没有带来玉佩 你们都死定了 这么美味的血石 怎么能够放过呢 那就一起来吧 苏美尔五指张开 五根手指当中全部都长出来了 细细的藤条一样的东西 接着那藤条一样的触手 一下子钻进了五个人的脑袋当中 这五个周家人全部都遭了殃 他们浑身开始颤抖 接着就庞扶是遇到了巨大的痛苦一样 不一会儿的时间 他们脸色变得十分的通红 然后慢慢的变得十分的惨白 最后身体就像是露气的皮球一样 渐渐地扁了下去 最后竟然形成了一具前尸 而此时在观察女帝陛下 她一脸享受的表情 像是吃到了什么美味的东西 的确是十分的美味呀 苏美尔轻舔了一下嘴唇 简直是太妖艳了 剩下的那些人看到那五个人都变成了前尸 眼神当中全部都是惊恐 魔羞 他们即使再傻也明白了 女帝陛下竟然是魔羞 哈哈哈哈 你们这些人到现在才明白吗 周家剩下的那些人 而周家的那个书生 此时猛然间想到了什么 天哪 原来你 你不是女帝陛下 苏美尔愣了一下 接着又是得意的哈哈大笑了 起来 没有想到你们这堆人当中 竟然还真的有明白人呀 不错 我不是你们的女帝陛下 第123章 说完之后 苏美尔的脸型一下子变换了起来 而最终恢复了她原本的面目 而刘长福轻叹了一口气 这苏美尔的颜值和真正的女帝陛下 真的是有差距的 重要的是 女帝陛下身上带着一股很是魅惑人心的那种味道 这样的风格让许多男人为之著迷呀 可惜刘长福再也见不到了 苏美恢复了原本的面目之后 顿时感觉神清气爽 她媚眼如丝 身材较好 脸型也是锥子脸像狐狸一样 简直魅惑到了极点 而她的名字 苏美尔的确是和她这一身的气质相得一张的 刘长福必须感叹造物主的神奇 女人和女人之间还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即使是魅谷天成的游物 彼此之间也会不一样的 这苏美尔眼神当中全部都是魅惑 显得十分的妖艺 众人看到苏美尔恢复了原本的面目之后 全部都大惊失色 你果然不是女帝陛下 众人都恍然大悟 怪不得这段时间女帝陛下的所作所为 十分的反常 而且把大言国上下弄得全部都是怨声载道的 而且还把他们四大家族 全部召集到了皇宫当中 想要凑齐那四块玉佩 这样反常的情况是一般的人做不出来的 众果然人终于发现了原因 原来这名女帝陛下早就已经让人掉包了 你这个魔修 你把我们真正的女帝陛下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想要颠覆我们大言国吗 苏美尔妩媚的翻了个白眼 哈哈哈哈 要不要说你们这些凡人真的是太天真了 我堂堂的金丹七大圆满的修士 颠覆你们大言国有什么用啊 天哪 这女人竟然是金丹七大圆满的修士 那岂不是说要比国师大人的修为还要高上许多吗 众人心头一震 怪不得前段时间国师大人被重伤了 原来就是这个女人所为啊 你们这些人是自己说呢 还是让我利用搜魂大法 把你们脑海当中的所有的秘密全部都搜出来呢 现场当中许多凡人都没有听说过搜魂大法 根本不明白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但是这一行人当中有低贱的修士 周家的这些人当中竟然也有一个助机器的修士 他叹了一口气 脸带惊恐的对助大家解释 这搜魂大法是修仙界当中十分恶毒的一种功法 一般中了这种功法的人 脑海当中所有的记忆碎片都会被融合 即使藏在心中最隐秘地方的秘密 也会被对方知晓的 但是这种功法有一个弊端 那就是施展这种功法之后 被施法的那个人都会变成白痴 甚至会失去一切神智就此死去 众人全部倒吸了一口凉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如果真的被这个女人利用搜魂大法 把所有的秘密暴露在这光天化日之下 到时候可就惨了呀 虽然这些秘密和那玉佩并没有什么关系 但如果真的 曝光于天下 到时候可就丢的不是自己的人 而是家族的人呀 而且这个女人看起来也不是擅长 刚才锁链的那种功法 竟然能把人吸成人干 这简直是太恐怖了 苏美尔 环顾一周 怎么样 你们都考虑好了吗 是准备痛苦的死去呢 还是 让我把你们心中的秘密给掏出来呢 众人都十分抗拒地向后退了一步 苏美尔再次舔了舔嘴唇 眼神看向了他身边的这个白面书生 你也要玩抗到底吗 谁知道白面书生哈哈大笑了 起来 没想到你既然不是女帝陛下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反抗你也没有什么罪恶感了 要杀药寡 惜听尊便吧 作为周家的人是不会屈服的 苏美尔眉头一挑 没想到这白面书生 简直像是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一样 他冷哼一声 哼 真是冥顽不灵 说完之后五指张开 再次把手覆盖在了这个年轻人的头顶 年轻人闭上眼睛十分的淡然 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苏美尔此时也有一些骑虎难下 他在大象国寺的时候神魂受伤了 现在在施展着搜魂大法的话肯定 会有些吃力的 而且今天施展的次数也不能太多 他咬了咬牙 最后还是闭上眼睛 开始施展搜魂大法 可是 什么 读书人的神魂竟然也这么强大吗 啊 你干什么 该死的 突然苏美尔一下子蹲在了地上 他捂住头似乎是十分痛苦的样子 挣扎了一会之后 苏美尔猛然间抬起了头 众人才发现 他的眼角竟然流出了一滴血泪 此时在看那个白面书生 他已经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了 似乎成了一个雕塑一样 该死 怎么会这样啊 他刚才又再一次的被这个白面书生给中创了 他的神魂更是雪上加霜 此刻已经甚至连练七七修饰的神魂的力量都比不了了 苏美尔十分的后悔 没有想到这读书人一直竟然如此的坚定 甚至要比大象国寺里的那个老和尚还要厉害一些 难道读书也可以使人的神魂壮大吗 难道读书真的这么有用吗 他抬头再一次看向了站在他面前 那个一动不动的白面书生 苏美尔的眼中全部都是厌恶之色 此人已经死了 但是苏美尔难解心头之恨 就这样让他死了 简直是太便宜他了 苏美尔刚刚施展搜魂大法 根本就没有从他的脑海中搜寻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而此时他的神魂反而又遭受到了重创 今天他已经不能再使用搜魂大法了 此时苏美尔的脑袋当中昏昏沉沉的 似乎像是蒙了蒙蒙的一层雾一样 他很想现在就马上去睡一觉 因为他觉得自己太累太累了 他的眼皮都快睁不开了 可是他要坚持要坚持下去 不能让在场的这些人看他的笑话 虽然神魂力量受到了重创 但是好在他体内的灵气还可以随意自如地调动 足够震慑这些人 苏美尔前翠直接盘坐在地上 开始慢慢地恢复了起来 其他人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有刘长福隐隐觉得 似乎和大象国寺里面的那一幕有些相似啊 刘长福心念一动 难道这家伙又被这年轻人给反击了吗 刘长福看住苏美尔那个样子 脸色苍白 额头上隐隐的有些冷汗 他就知道自己的猜测估计是对的 刘长福差点扑斥一声笑出来 可是现在他不能笑 因为这个苏美现在还没发现自己 刘长福静观其变 想看看这里除了这个苏美尔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人 重要的是想要看一看 那个赵无极有没有在附近 那个周家的白面书生就这样死了 而此时 苏美尔头痛欲裂 现在已经倒在地上 剩下的那些人健壮 似乎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于是有聪明的人赶快回头冲向了大殿的门口 这里也只有等死 只有冲出这大殿才有机会生存 看到苏美尔没有任何反应 他们都十分的高兴 可是那些人冲到店门口的时候 砰 得一下子似乎是撞到什么东西了 一下子被反弹了回来 众人看住空空如也的门口 一脸的猛圈 这些凡人 根本不知道困阵到底有多可怕 有人不相信这些诡异的事情 他再次向前走了两步 依然是被一个无形的东西给挡住了 这下子众人才明白 这些人都有些害怕了 对于未知的事情总是有些恐惧的 苏美尔已经把不相关的人全部都赶出了大殿 此时的大殿已经被阵法困住了 困住之后就已经属于一个独立的世界了一样 苏美尔十分痛苦地坐在地上 抬起头来看向了那些还想冲撞出去的那些凡人 嘴角不屑地冷笑道 你们这些凡人根本就不明白修仙者的强大 不要妄图挣扎了 你们是逃不出去这座大殿的 哈哈哈哈 周家的人 如果你们识时误的话 就赶快把那半块玉佩交出来 今天无论如何你们都要死 不过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痛快的死法 如果真的交给外面的那些卫士的话 到时候你们这些人 哼 我会让你们生不如死的 此时苏美尔的身边全部都是他们血灵中的弟子 那些周家人虽然害怕 但却是各个视死如归的样子 刚才他们想要逃出这座大殿 也是想要保护那块玉佩 可是现在看来他们想的有些太天真了 修仙者想要困住一个凡人 简直是太简单不过了 想要逃出去的可能性已经是没有了 所以众人只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他们也并没有像大边王家的人一样提前做了规划 所以这次是按照要求来把玉佩带在身上的 虽然玉佩也转交给了周家的一个十分隐秘的人的手里 但是只要在这大殿当中 迟早会被苏美尔这些假的女帝陛下的这些人搜出来的 哎哟 还是一副誓死如归的样子嘛 既然你们不说 那我可就要动用手段了呀 苏美尔一挥手 他身边的几个血灵宗的弟子快速地冲了上去 就对住周家的人一阵地拳打脚踢 并且很快就把他们给制服了 周家虽然是将门出身 但是他们也只是普通的舞者 修为最高的也只是一个先天大圆满的舞者 在修仙者的面前 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还手之力 众人制服了 周家的人之后 很快就在一个无名小族的身上搜出来半块玉佩 当那半块玉佩交回到苏美尔的手中的时候 苏美尔简直高兴坏了 到现在他的手上已经有了两个半块的玉佩 可惜那王家的人不知道要把玉佩放在什么地方了 正想着呢 突然之间门外有人来报 洗顶陛下 王家的人已经招供了 有一个下人发现他们的家主 把那块玉佩藏在了书房的一个暗阁当中 苏美尔听闻之后大喜 没有想到竟然峰回路转 柳暗花明啊 他赶快对住外面的人吩咐 快 赶快去王家的府邸 把那半块玉佩取回来 有了王家这半块玉佩 那就剩下王若涵他们手里的那半块玉佩了 如果集齐四个半块的玉佩 到时候拼接成两个完整的玉佩 有了这两个玉佩 再加上清云宗那个金丹七修饰身上的那件东西 就可以打开那个地方的大门了 可以说他们现在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不过清云宗的那金丹七的修饰和那些弟子 也已经被困在那个大殿的旁边了 如果不是他们开启了防御阵法 现在那件东西早就落入了苏美尔的手中了 苏美尔恨得咬牙切齿 不过现在终于看到了曙光 他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苏美尔给站在身边的一个年轻的弟子 使了个眼色 那弟子也跟住出去了 他要确保那半块玉被从王家搜出来之后 快速地送到宫中 只有自己人才是最可靠的 刘长福也发现了 苏美尔身边的这几个人 全部都是住机器的修饰 而且看他们身上的气势 差不多就能够猜出来 这些人应该都是血灵宗那些残存的弟子 至于这里为什么没有金丹器的修饰 刘长福笑了 那是因为当初的金丹器的修饰 已经基本上被他们全部给灭了 这苏美尔当初如果不是跑得快的话 到时候一定也会成为阶下球的 刘长福左右观看着 并没有发现有其他人的存在 他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赵无极的原因 虽然只剩下原因了 但是他的实力还能够保留三成左右 刘长福身上穿住四阶宝甲 加上五阶隐匿斗篷 对战赵无极的原因应该还是 没有什么问题的 只是可惜直到现在 还是没有发现真的女帝陛下 到底在什么地方 而此时苏美尔忍住头痛 转头看向了王若涵他们这边 怎么样 小丫头 你也准备像他们一样誓死如归反 抗到底吗 王若涵害怕的倒退了一步 刚才的事情他全部都看在眼里 其他三家都已经完全的沦陷了 就只有郭家算是屈服了 剩下的两家都是铁骨铮铮 不过最后还是全部被遮 假的女帝陛下给灭了 王若涵没有说话 但是他不能屈服 他不能堕了王家的威名 你这个妖人 你把我们真正的女帝陛下 到底弄到什么地方了 我们王家的人 是不会屈服于你这么一个魔修的 玉佩我根本就没有待在身上 你也不要持心妄想了 今天你注定极其不了这两块玉佩 王若涵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了 现在这样的情况 他们已经完全的处于绝望当中了 没有一丝丝的胜算 王若涵回过头来 用眼神瞥向了刘长福 本来他以为带着福伯 自己这边的人 最起码能够全身而退呢 可是现在看来 敌人要比自己想象的 强大的太多太多了 即使福伯在 估计他们这些人 也全部都要死去了 他对住刘长福 给了他一个很是抱歉的眼神 因为在这大殿当中 跟住他来的所有的王家人 包括刘长福在内 全部都会葬身在这里 王若涵回过头来 指示着苏美尔他们这一行人 我们大言国的这些秘密 不能落入你们这些魔修的手中 如果我现在把玉佩交出来 那会成为千古罪人的 所以你们就不要吃心妄想了 苏美尔没有想到 又一个誓死如归的 在修仙界当中 全部都是赤裸裸的 适者生存 强者如尊 可是 这凡人的国度当中 竟然有这么多 铁骨铮铮的家族 他们为了那些区区的道义 竟然能够甘愿去赴死这一点 让苏美尔有些没有想到 可惜呀 真是太可惜了 你小小年纪如此的青春大好年华 竟然就要去死了 你难道不觉得可惜吗 王若涵摇了摇头 我死又如何 但是如果成为千古罪人 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苏美尔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你这丫头 真的是我见游莲呀 尤其是长得还这么漂亮 再过几年 肯定就如同盛开的花朵一样 夺目耀眼 可惜呀 太可惜了 不过我们下的这些男弟子 可是还没尝过你这样漂亮的美人呢 不如 你发发慈悲 就让他们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美人如鱼 王若涵神色大变 他听出来了是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我们下的这些弟子 在这大殿当中也就六个人 你放心 他们会很温柔的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未经人士 我就成全你 在临死之前 让你感受一下女人的快乐 哈哈哈哈 怎么样 小丫头 我是不是对你很好啊 苏美尔忍住头痛 一招手 王若涵腰间的一个东西 一下子就飞了出去 瞬间就回落到了苏美尔的手中 苏美尔看住手中的半块玉佩 脸上的得意的笑容 再也掩饰不住了 除了还在路上的王家的玉佩之外 她已经完全的集齐了所有的玉佩 哈哈哈哈 小丫头还想给我耍计谋 你还嫩了一点 王若涵脸色大片 赶快去查看自己腰间的那半块玉佩 这才发现竟然真的是丢失了 而在苏美尔手中的那半块玉佩 就是自己的 也就是王家历代相传的那半块玉佩 你 你还给我呀 苏美尔摇了摇头 你还是去享受一下做女人的快乐吧 这玉佩我替你保管了 哈哈 王若涵突然发现那六个男人 全部向他走了过来 他们的眼神当中全部都是阴邪的笑意 你们 王若涵害怕的又向后倒退了一步 上官悦儿持剑挡在了前面 就像那几个男人 你们这些迎邪之徒赶快给我让开 哎哟哟 又来了一个小美人呀 这真的是双喜临门呀 几个男人对视一眼 都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本来觉得一个小美人还不够呢 可是没有想到 竟然还有人主动送上门来 这简直太好了 上官悦儿的脸色挺轻 一下子拔出了手中的宝剑 你们这些轻薄之徒 给我去死吧 说着他一剑就刺向了 离他最近的一个中年男子 刚才就这个男人笑得最欢 笑得最淫荡 上官悦儿的眼神当中带着仇恨 谁知道那中年男人 只是轻轻的一挥手 一股强大的力量 直接就把上官悦儿手中的剑 抛飞了出去 上官悦儿捂住手臂 倒退了两步 惊恐的站在那里 这些人的实力太强了 他根本就不是对手 哈哈哈哈 没想到还是一个小辣椒啊 我们就喜欢你们无能为力的样子 如果你们像一条死狗一样 不做反抗 我们反而觉得一点意思都没了 哈哈哈哈 六个男人又哈哈大笑了起来 苏美尔有些不耐烦地说 你们几个快一点 待会儿我们还有大事要做 六个男人点头称是 嘿嘿嘿嘿 小美人 我们来了 六个男人再次向前就要做不轨之事 突然之间一道剑光猛然亮起 小心 六个男人亡魂大帽 他们赶快闪身躲避 可是那道剑光太快了 他们甚至都还没反应过来 六个男人无奈地闭上了眼睛 他们感觉死亡离他们太近 突然之间一股很强横的力量 直接挡在了那道剑光之前 众人抬头向那边看去 这才发现竟然是苏美尔出手了 一股血线从他的手指当中喷射了出来 直接挡在了那道剑光前 并且稳稳地把那道剑光直接给打住了 没想到你们王家的人当中这样的高手 这种实力足够和我们住机器的修饰相当了呀 苏美尔再次一挥手 又一道血剑直接从他的手指当中飞了出来 然后快速地来到了白若薇的面前 对 刚才的那道剑光就是白若薇寒露之下发出来的 他实在是看不惯这些浪浪子欺负女人 不管是多么恶劣的状况 他都要站出来 除非他死了 白若薇刚想提剑格挡 可是那道剑剑简直是太快了 他根本就来不及做出反应 丹田一下子就被冻穿了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 嘴角不自觉地流出了一丝鲜血 师父 上官月儿大惊小怪 他没有想到师父竟然不是这女人的一招之敌 在他的想象当中 师父可是很厉害的高手啊 难道修仙者真的这么强大吗 上官月儿的心有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 面对这些修仙者他们竟然束手无策 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方法 最终的结果全部都是失败 白若薇被扶了起来 他低头看向了自己的丹田 眼神当中全部都是不可思议 我的修为 啊 我的丹田 他发现他已经修为全尸了 白若薇一下子跌坐在地上了 他修炼了这么多年 而且还是宿女派的掌门 现在修为尽尸对于他来说简直打击是太大了 白若薇呆愣愣地坐在地上 一时之间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 他没想到自己修炼了这么多年 竟然抵不住修仙者的一招 这简直是太讽刺了 那他们这些舞者这么多年的修炼又有什么意义呢 只是可惜修仙者要求资质要高 所谓的资质就是一定要有灵根 如果没有灵根的话 到时候是没有办法吸收天地灵气的 所以凡人想要修仙 可是很不容易的 于是这世俗界当中就产生了舞蹈 舞蹈修为也可以不断地增加 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以舞入道也是一种方法 但是千百年来 以舞入道进入修仙者的人数 可是寥寥无几的 那些人全部都是精彩绝艳之辈 可是以舞入道 谈何容易啊 百万人当中甚至不会出现这么一个人 苏美尔冷哼一声 就你们这些人妄想和我作对 简直就是垃圾 王若涵简直吓呆了 他没有想到上官院的师傅 竟然连一招都接不了 这简直是太恐怖了 王若涵吻了吻心神之后 强忍着心中的恐惧说 这件事情和他们没有关系 你能把他们全部都放了吗 我留在这里 要杀要寡全都有你 反正都是要死 所以王若涵还想争取一下 想要把自己的这些手下们 全部都送出去 最起码让他们留下一条性命啊 王家的那些人 都是十分的感激自己家的这个小姐 最后还是想要救他们呀 但这件事情他想得太简单了 苏美尔冷笑一声 小丫头 你的脑子是怎么长的呀 现在他们已经看到了我的真面目了 你以为我还能让他们活住走出去吗 众人听到苏美尔这样说 这才反应过来 王若涵愣了一下 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你们这些凡人根本不懂修仙师的强大 王若涵冷哼一声反问 修仙者都是高高在上的 你们怎么会想要颠覆我们大阎国呢 哈哈哈哈 颠覆 苏美尔哈哈大笑了 起来 我对你们大阎国可不感兴趣 那你来这里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哼 反正你们都要死了 告诉你们也无妨 我想得到七叶溶血果 众人一脸的猛圈 什么 众人摇了摇头 似乎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啊 看出大家有些费解的样子 苏美尔这才说 你们不知道这也是正常的 这是大阎国皇家世代相传的秘密 也只有真正皇帝才知道 而那棵果树现在已经结果了 再过三天的时间就会成熟 但是那里面被一道十分强大阵阵法 隔绝了 想要进入其中 只能收集这几块玉佩再加上一件东西 才能够进入到其中 那果实对普通的人来说 能够起到强身健体的效果 并且对你们这些舞者来说 可以说是至宝 它不仅能够让 舞者体内的气血充盈 而且还可以让他们肉身的力量 大大的增强 最重要的是 练习武功的时候 可以事半功倍 只是这果实服下去之后 就像是对人体进行了一个大改造一样 简直要比 抽筋八股还要难受许多 所以许多人都是不愿意尝试的 但是真正想要变强的人 对于这个果实 还是十分期盼的 服下这颗果实之后 就像是脱胎换骨一般 甚至有的人能够激发他的潜能 生出伪灵根 众人倒吸了一口气 他们没有想到 这皇家竟然还私藏着如此的秘宝 只听苏美尔又接着说 想必灵根 你们大家也是了解一些的吧 如果一个人没有灵根 是不能修仙的 虽然仅仅是能够产生伪灵根 但是 他可以吸收天地灵气 成为修仙者 到时候和普通人可就不一样了 即使最低级的修仙者 也要比你们这些普通的舞者的地位 要高上太多太多了 众人这才 恍然大悟 怪不得这里会隐瞒摩羞呢 原来这些人是为了那棵果树而来 其实大家也都听说过 如果集齐了这两块玉佩 就可以颠覆整个大燕果 原来是和这果树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真的能够得到这果树上的果子 试下去之后 完全可以造就出一群高手 而这些高手的实力 还会很强很强颠覆 整个大燕果也都是在宫顷之间 众人恍然大悟 可惜现在知道这些也太晚了 苏美尔看住聆听的众人 现在你们知道 为什么我们会来这里了吧 这时候突然之间 护卫匆匆来报 陛下 王家的那半块玉佩 我们找到了 护卫在阵法之外 根本看不到大殿当中 到底是什么情况 苏美尔大喜 果然没有 一会儿他派出去的 那个血灵宗的弟子 就急匆匆地返回了大殿当中 他把手里的那半块玉佩 交给了苏美尔 苏美尔集齐了 所有的四个半块玉佩 然后还是小心翼翼地 把它们放在了桌子之上 然后小心地拼接了起来 最终形成了两个完整的玉佩 两个玉佩衔接在一起之后 突然发出一道光芒 那些裂痕直接愈合了 众人都一阵的惊奇 苏美尔高兴地点了点头 果然和我想象的一样啊 这些东西就是进入阵法的钥匙 哎 只是可惜青云宗那些王八蛋 现在都还归宿在 那座大殿当中不出来 如果我得到了那件东西 完全可以直接进入到那果树的旁边摘取果实 苏美尔眼神一冷 猛然转过头来 好了 你们还有什么医院吗 众人浑身一震 都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 这个魔修肯定不会放过大家的 王若涵向前走了两步 咬了咬牙说 不知道可否告知 真正的女帝陛下在什么地方呢 或者说女帝陛下已经被你们害死了吗 王若涵临死之前 还是想要见一下真正的女帝陛下 刘长福还想怎么找到真正的女帝 没想到王若涵竟然率先问了出来 刘长福心里简直高兴坏了 这女人简直是很好的助攻啊 苏美尔轻笑一声 你放心 你们的女帝陛下还在人间 我并没有送她下地狱 刘长福松了一口气 只要那女帝还活着 她就有希望 只是那女人有些不听话 我让她受了些苦而已 王若涵震惊地问道 你把我们女帝陛下怎么样了 没有把她怎么样 只是让她受了一些皮肉之苦 苏美尔也没有废话 去把那个女人带出来 果然没有一会儿的时间 两个人就掺着一个女人走了出来 这女人披头散发 身上的衣服也都破损不少了 最重要的是 这女人似乎遭受摧残一样 让人看到之后就觉得十分的可怜 剩下的那些人全部都围拢了上去 十分震惊地问道 你把我们女帝陛下下到底怎么样了 苏美尔撇了撇嘴 这女人不听话 我让我的几个男弟子们 好好地教育教育 让她好好感受一下 做女人的快乐 什么 你们竟然把女帝陛下 众人看住女帝陛下 此时双眼无神 呆愣愣地 像是傻了一般 女帝陛下虽然依然十分地漂亮 但是她脸色苍白 浑身没有一点力气 显然是被这些人摧残得不轻啊 刘长福更是浑身一震 一股怒气 油然地从心底生了出来 她好不容易进入皇宫当中 就是想要找到真正的女帝陛下 可是现在好了 这女人竟然被别人劫走先登了 而且看这个样子 还不是一两个男人 这可怎么办啊 难道要我自己去捡破烂吗 刘长福一阵地挠头 她打开了系统 系统 请问女帝是否符合我的目标人物 叮咚 经过检测 女帝符合目标人物 刘长福想骂娘 我靠 这可怎么办呀 难道真的要和这女人 虽然这女人长得很漂亮 可是她现在 刘长福虽然没有洁癖 但她也是十分在意这些女人的经历的 刘长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此时她要不就去死 要不就只能和这女帝陛下 进行亲密交流了 刘长福简直要气死了 现在剩下的不到一天的时间了 如果自己再没有取得寿命 那真的就要死了 刘长福大喊 是谁 是谁 竟然侮辱了女帝陛下 给老夫我站出来 刘长福这么一大吼 众人全部都呆住了 这老头到底是谁呀 怎么这么大的气形啊 众人纷纷看向了刘长福 看着这老头怒目而逝的样子 众人都不屑地摇了摇头 尤其是血灵宗的一个男弟子走下来 来到刘长福的身边 老头 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呢 就是我们几个人 怎么了 你难道有意见吗 你个老不死的土都埋到脖子根儿了 还在这里叫嚣 真是不知死活呀 说着那血灵宗的弟子一巴掌就拍了过来 准备直接结果了 这老头的性命 苏美尔看到刘长福的瞬间 顿时觉得这人有些面熟 但是一时之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刘长福嘴角露出了一丝不屑的笑容 而血灵宗的这个男弟子 则露出了一丝残忍的笑容 他就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杀死这个老头 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害怕 巴掌马上就要拍在刘长福的脸上了 突然之间那血灵宗弟子的手 被什么东西阻隔了一样 怎么也拍不下去了 刘长福抬起头来冷冷一笑 你们真是该死 刘长福正十分气愤的 不知道从哪里发现的这小子 就直接送上门来了 刘长福伸出食指轻轻一点 一股巨大的能量 瞬间就来到了那名血灵宗铸鸡七弟子的面前 在众人的目瞪口呆当中 这名弟子的头颅直接就像破碎的西瓜一样 一下子爆开了 砰 的一声 众人全部都惊呆了 这可是铸鸡七的修饰啊 刚才甚至把先天大圆满的舞者都能打得满地找牙 这 这老头到底是谁啊 王若涵看到刘长福出手了 顿时感觉大事不妙 福伯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大家都以为刘长福是因为他们的女弟陛下受辱了 所以才会这样的气氛呢 虽然大家心里也十分的气氛 但没有人敢出头 因为这些人简直太可怕了 大家都十分佩服这个老头 可是没有想到这老头竟然是个高手 如果王若涵还是不看好福伯 因为那边还有一个苏美尔的这女人 简直强大的可怕 刘长福缓缓地走上前去 而剩下的那些血灵中的弟子 看到自己的师兄竟然被一招秒杀了 他们都露出了愤怒的表情 老头你竟然敢偷袭我们师兄 那命来 剩下的五个男弟子一下子冲到了刘长福的面前 就要发动攻击 刘长福像是灰苍蝇一般挥了挥手 猛然间五个人一下子就站在那里 他们一动也不动 接着他们就感觉到身体当中所有的血液似乎都开始向上涌了 全部都涌入了脑袋当中 那脸迅速的涨红 接着开始不断的壮大起来 就像是充气的气球一般 到达一定的灵界值之后 突然之间 砰 五个弟子的头颅全都爆成了血污 众人全部都傻眼了 他们没想到这老头这么生猛啊 仅仅是一挥手 那五个弟子就已经死了 大家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啊 刚才这几个人可是还十分的嚣张呢 而且这几个人的实力 大家也都明明白白的看在眼里啊 但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感觉有些不太真实了呢 刘长福继续向前走着 而苏美尔再次看向了刘长福 猛然之间想到了什么 眼神当中露出了恐惧的神色 不对 你 你是你是清云宗的人 苏美尔亡魂大貌 他现在还清楚地记住 当初血灵宗是怎么被清云宗灭门的 这个老头儿似乎就是当初站在清云宗宗主柳青城身边的那个人 不过随后他就冷静了下来 当初清云宗的宗主柳青城修为也才是金丹七大圆满的境界 这老头修为再高也不可能超过柳青城吧 虽然十分惧怕清云宗 但是苏美尔心里还是有底的 这家伙的修为不高 虽然苏美尔现在神魂受到了重创 但是对付一个这样的老头 他还是绰绰有余的 苏美尔此时又有了自信 我想起来了 你这老家伙是清云宗的人 怪不得呢 我觉得清云宗应该会派人来的 可是没有想到竟然是你这样一个老不死啊 苏美尔左右张望了一下 并没有发现其他的人 他的心一下子就放了下来 清云宗不会只派了你一个人过来吧 刘长福淡淡的说 怎么难道我一个人还不够吗 苏美尔不屑的撇了撇嘴 就拼你 难道你以为你能阻止得了我们吗 你不要以为杀几个住机器的修饰 就认为自己很强大了 你们宗主的修为也只不过才是金丹七大圆满 和我的修为相当 你能是什么修为啊 最多也只不过是金丹中七吧 我还没听说过清云宗又新出了一个金丹七大圆满的修饰呢 刘长福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女人的消息真的是闭塞的 你不知道我们宗主现在已经是圆英七的大修饰了吗 什么 柳卿城根本就没有举行过圆英大典 所以许多人也都不知道 清云宗的宗主此事已经成就了圆英 这怎么可能呢 难道她是靠自己突破的吗 没有结音丹的辅助 她怎么能够成就圆英七呢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你凶要照骗我 那个贱女人怎么可能陷我一步成就圆英七呢 我才是被上天眷顾的那个人 你在骗我是不是 你一定是在骗我 苏美儿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 看出这名女子有些疯癫的样子 刘长福轻轻摇头 你不信也没办法 我说的就是事实 苏美儿还是一脸的不相信 随后她眼神一冷 冷地转过头来盯住刘长福 恶狠狠地说 既然你敢来送死 那我就送你下地狱 赶伤我们血灵宗的弟子 不要让你生不如死 金丹气修饰的血液 哈哈哈哈 应该十分的美味吧 话音刚落 苏美儿身形一闪 一下子就来到了刘长福的身边 血海滔滔 瞬间 一大片烟红的血液 马上覆盖了整个大殿 似乎 像是金涛骇浪一般 一下子拍响了刘长福 刘长福不动声色 不过眼神还是有些凝重的 同样是金丹气圆满的修饰 刘长福的对战经验太浅了 所以她要出其不意 这样才能制胜 苏美儿的嘴角露出残忍的笑容 一个金丹气的修饰 足以让她用血海滔滔 这样的招数来对付 但猛然之间 苏美儿发现自己眼神当中的刘长福 突然之间消失不见了 她赶快展开神石 可是搜寻了半天 竟然没有发现那老头儿的身影 她骤然之间 紧照顿声 右侧传来了惊涛骇浪般的袭击 她刚想 做出防御 可是那股力量实在是太强了 砰的一声 她的身形就如同破麻袋一般 直接被抛飞了出去 一下子撞在了大殿当中 一人合抱的大柱子上 噗 苏美儿直接吐出一口鲜血 她震惊的惊呼 金丹气大圆满 只是刚才的攻击 她瞬间就能感受出来 那老头儿的修为 竟然也是金丹气大圆满 这不仅仅是震惊了 苏美儿顾不得身上的伤势 赶快从地上站了起来 展开神石 不断地搜寻起来 这老头儿简直太猥琐了 金丹气大圆满的修为 和她修为相当 不和她正面的一对一的对战 反而龟缩起来来偷袭自己 苏美儿气得牙痒痒 但她却无可奈何 因为这老头的隐秘的身法 简直是太强了 她竟然一丝的也感受不到 老头儿 你个缩头乌龟 有本事和本宫大战一场了 搞偷袭你算什么本事啊 来呀 是个男人你就站出来呀 这样畏缩缩缩的像什么呀 简直就是乌龟 难道你本来就是一个猥琐的人 来呀 出来呀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呀 砰 又是一声撞击声响起 苏美儿的身体又被远远地抛飞了 依然是撞在了那颗柱子之上 噗 再次的一口鲜血吐出来 苏美儿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了 你 你个乌龟王八蛋 出来呀 出来和老娘大战三百回合呀 你这算什么本事啊 搞偷袭 你个孙子 气死老娘了 堂堂的金丹七大圆满的修士 竟然搞偷袭 这简直是有些太稳健了吧 刘长福就是这样想的 他要不费吹灰之力拿下这个女人 傻子才跟他正面硬刚呢 这女人如果真的暴怒起来 到时候自己还不一定是对手呢 砰 苏美儿的身体再次被抛飞 啊 气死我了 苏美儿身形一闪 一下子就来到了王若涵的旁边 伸出手掐住了王若涵的脖子 苏美儿左右张望着 大声地说 老东西 给老娘出来 你出来呀 你如果再不出来 我就一下子掐死这个小美女 哥哥哥 王若涵感觉自己呼吸急促 脖子被渐渐地紧固了起来 可可嗨 他的费兵又犯了 老东西 你快出来呀 你真的想要看到这小美人 香香玉玉吗 呵呵呵 看来你不仅是一个猥琐的老头 而且还是一个冷血的人呀 好 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不客气了 王若涵感觉自己似乎快要死了 因为他马上就要喘不过气来了 他在心里已暗自地祈祷 祈祷福伯能过来救他 可是福伯可是高高在上的先师呢 应该不会来救自己了吧 这女人如此难缠 他应该不会为了自己这么一个小人物站出来的 王若涵的心中冷到了极点 一个堂堂的金丹妻大圆满的修饰 怎么可能为了他这一介凡人来救他呢 这是不可能的 王若涵彻底绝望了 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陷入黑暗当中了 王家的人虽然很助击 但是已经全部被苏美尔用另一只手压伏在地上 不能动他了 小姐 苏美尔眼神一冷 手上用力 马上就要直接掐断 王若涵的脖子了 砰 这次声音没有那么大 但是苏美尔转过头来 看住站在他身后的老头 你 满脸的不干 最后双眼一翻 缓缓地倒了下去 是的 刘长福直接把苏美尔给敲晕过去了 王若涵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惊喜地发现福伯竟然就站在他的身后 并且还对住他眨了眨眼 劫后余生 王若涵深深地呼吸住新鲜的空气 刘长福走到苏美尔的身边 狠狠地踢了他两脚 该死的 真是该死 女帝陛下 竟然让你们这些人渣给糟蹋了 真是太无耻了 大家看刘长福这么气愤 都深深地佩服他的人格 看来这个老头儿也是个愤世嫉俗的人呀 刘长福简直太气愤了 他好不容易混到皇宫当中 就是为了得到女帝避险 可是现在 哎 刘长福叹了一口气 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 福伯 你不用担心 只要女帝陛下还活着 我们就可以重新振兴大燕国 刘长福转过头去看了看 劈头散发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的女帝陛下 简直是欲哭无泪啊 这可怎么办呀 难道我真的会因为寿命耗尽而死吗 这会不会有些太搞笑了呢 我堂堂的穿越者 竟然因为这种事情而死去 那会不会被同行们笑死啊 哎 刘长福无奈地又叹了一口气 王若涵走了过来 福伯 你不用这么伤心 虽然女帝陛下受到了侮辱 但是我们也把这些贼人全部抓住了 大燕国还在 大燕国的子民也都还在呀 刘长福再也忍不住了 哎 呜呜呜 他竟然哭了起来 众人全部都傻眼了 堂堂的修仙者竟然就这样哭了 难道是悲叹着女帝陛下的坎坷的命运吗 这仙师真的是性情中人呀 简直让人佩服 众人在心里不由地想到 王若涵也是肃然起敬 他没有想到福伯身为高高在上的心事 竟然如此的怜悯一个凡人的国度的女帝 这是一个有博大胸怀的仙师啊 众人全部敬佩的无以复加 可是刘长福现在是个头两个大呀 他总不能在这里干等住吧 这女帝陛下他也下不去嘴呀 此时有王家的仆人走向了店门口 可是依然被那透明的光照给反弹了回来 他转身和自家的小姐说道 小姐 我们出不去这大殿怎么办呀 众人这才发现 他们已经被闻困在这大殿当中了 刘长福自顾自的在住脊柱 并没有听到他们说什么 此时大家也是脊柱团团转 王若涵回过头来看向福伯 还在那里哭泣住 于是走上前去 福伯 你不要哭了好吗 我们现在出不去这大殿了呀 刘长福这才反应过来 抬起头来看 向了大殿门口 他用手指在苏美尔的身上轻点了几下 直接把他的修为给封锁了 刘长福也不客气 啪 这一声一巴掌就拍在了苏美尔的脸上 苏美尔一下子就被腾醒了 他睁开眼睛这才发现 站在自己面前的是怒目而视的那个老头 是你这个老不死的 你这个卑鄙小人竟然敢偷袭老娘 你给我去死 说着他就要腾空而起 可突然之间他发现 自己的身体当中没有任何的反应 仔细地观察之后 原来他体内的灵力已经被封锁了 他脸色变得极其的难看 老不死的 你竟然敢封进我的修为 赶快给我解开 刘长福没想到 这女人到现在这种情况还如此的嚣张 简直是没看清楚现在的形势 啪 苏美尔不可置信地捂住自己的脸颊 你竟然敢打我 打你怎么了 你难道很金贵吗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你们竟然把女帝陛下给祸害了 你说你该不该打 啪 你说你该不该打 刘长福真的是太气愤了 如果今天寿命真的消耗完了 到时候他要死去的话 绝对要拉上这女人垫背 这女人简直是太可恶了 羞辱女帝陛下 你真该死 同样是女人 你怎么这么恶毒呢 苏美尔本身长得也算是很不错的 而且这女人天生像是没入骨髓的 美人一般简直是把五妹发挥到了极点 这女人的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十足的女人味 只是可惜是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刘长福甚至懒得询问系统 这女人到底是不是目标 因为对这样的女人她不感兴趣 这种女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 找机会把她给反噬了 所以这种人一定要把她打落尘埃 让她知道什么叫做害怕 刘长福转头看了看大店门口那透明的光照 你说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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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啪 啪 刘长福问一遍就给苏美尔一个巴掌 苏美尔的脸都快肿成猪头了 刘长福带着怒气 所以用的力气有些大 而且现在苏美尔已经不能调动自己体内的灵气了 所以很快她的脸上就浮肿了起来 刘长福打得都有些累了 然后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苏美尔的两个腮帮子也肿了起来 她的眼神当中全部都是无奈和不甘呀 你到底想让我说什么呀 你倒是问呀 刘长福微微一致 转过头来有些不确定的问王若寒 难道我刚才没有问吗 王若寒一脸的黑线 无奈的点了点头 刘长福顿时觉得十分的尴尬 啪 我没问 难道你不能说吗 苏美尔简直要委屈死了 这老头儿也太不讲理了吧 他捂住自己肿胀起来的脸颊 十分忧愿地看住这个老头儿 这老头儿不止猥琐 还喜欢倒打一耙 刚才他明明没有问自己 现在反而怨自己了 苏美尔从来就没有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 可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啪 愣住干什么呀 你到底说不说呀 又是一巴掌 苏美尔气得浑身发抖 甚至连周围的人都觉得有些不忍心了 这么漂亮的美人 竟然被仙尸给打成猪头了 简直是太可惜了 我说 我说还不行吗 苏美尔此时说话都说不清楚 因为腮帮子都鼓了起来 我的收纳袋里有一个阵盘 只要操控阵盘 就可以把阵法完全打开 刘长福低下头 果然发现这女人的腰间别住收纳袋 他摘下收纳袋之后 这才发现收纳袋的后面还有一个东西 依依 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刘长福也没有经过这女人的同意 直接就摘了下来 不要 苏美尔还想阻止 但是刘长福根本就没理他 达到眼前 这才发现是一个很小的囚龙 囚龙里面有一个原因 这囚龙专门是为了控制原因而设计制造的 原因其修饰的原因 如果被困在其中 是没有办法挣脱的 赵无极 此时刘长福才发现 里面的沉睡的原因竟然是赵无极 怪不得他没有在这里发现 原来赵无极的原因已经被这女人拿住了 刘长福有些不明白了 这两个人不是一伙的吗 怎么现在起了内讧了吗 啪 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美尔缩了缩头 这才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赵无极回到血灵宗的时候 已经被灭门了 他找到那些残存的血灵宗的弟子之后 就性情大变 嚷嚷着要大家帮他恢复肉身 他时不时的就要杀掉一两个血灵宗的弟子 而且还不断地利用自己的原因侵入他们的尸海 但是每次都失败了 血灵宗的弟子越来越少 大家恐慌之下没有办法 只能合力把赵无极的原因擒住 然后交给苏美尔囚禁 刘长福皱了皱眉头 苏美这些说辞显然是有些不太合理的呀 啪 说实话 我 苏美尔简直要哭了 耍了一个小聪明 没有想到竟然被这个老男人给识破了 我是想要练血阴丹 刘长福这才想起来 的确是有一种这种丹药 但是这种丹药所需要的材料极其的歹毒 那就是圆阴七大修饰的原因 再加上这七叶溶血果 还有其他的一些必须的材料 才可以炼制而成 这血阴丹是魔修常使用的一种方法 但是一般很少人能够捕获圆阴七大修饰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魔修利用这样的手段制造出血阴丹之后 经丹七大圆满的修饰吃下去 就可以有七成的把握突破到圆阴 而且晋升到圆阴七之后 可以连破两层直接突破到圆阴二层的修为 这也是一个快速突破的方法 看来这苏美尔是想要利用赵无极的原因 来制造血阴丹了 如果真的被苏美尔制成血阴丹 那到时候他的修为就会超过柳青城 到时候这女人野心勃勃 说不定还要反攻清云宗 想到这里 刘长福抹了抹额头的冷汗 如果真的被你这女人干成了这件事情 对清云宗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啪 真是狼子野心 苏美尔不敢说话了 老是无缘无故的被打 她简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女帝陛下被你们糟蹋成这个样子 你让我怎么办 啪 你这个女人简直是太可恶了 啪 啪 苏美尔简直要疯了 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你能不能不要打我了 苏美尔开始求饶了 她实在是太受不了这样 这女人已经成这样了 你们再重新找一个不就行了吗 啊 求你了 你饶了我吧 刘长福浑身一震 她一拍脑袋 有些懊恼的说 我靠 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随后她转头看向了那个披头散发的女帝陛下 眼珠子转了转 对住站在旁边的王若寒招了招手 小丫头 过来 王若寒走了过来 福伯 什么事情啊 你知道京城当中有漂亮的寡妇吗 王若寒被问到的一愣 这方面的事情她还真的不知道 可是更令她疑惑的是 福伯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啊 对了 你知道该怎么下圣旨呢 王若寒这个时候点了点头 这一点她是知道的 刘长福心里一袭 那你现在就去曹你一份圣旨 上面就写着要在京城范围之内搜刮漂亮的寡妇 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来到这皇宫当中 王若寒站二合上摸不住头脑 不过现在一切的东西全都是福伯主导的 她是高高在上的先师 这些事情全部都由她说了算 她该怎么办 大家只要配合就可以了 王若寒转过身 就要离去 等等 记得一定要客气 要把那些寡妇 请回来 不能对他们有所伤害 王若寒骚了骚头 很是不解 不过他并没有多问些什么 他现在已经知道了 福伯原来就是清云宗的修士 而且地位好像还很高的样子 本来大阎国就是靠清云宗来庇护的 清云宗的那个精丹气的先师受了重伤了 此时这里完全就有福伯主持了 王若寒急匆匆的带领着几个家人走了下去 他去准备这些事情了 刘长福和其他的人走出了大殿 身边还跟住一个王家的人 你知道清云宗那些先师在什么地方吗 第132章视死如归 王家的人摇了摇头 这个下人也是40多岁的中年男人 看起来很是干练的样子 重要的是这个家伙似乎像是读书人 做起事来也十分的稳 中年人 转过头去找了几个内侍 问了之后 这才知道清云宗的那些先师 被困在了皇宫当中的一个偏殿里 他们手中有几颗雷抱丹 所以才让苏美尔这些人投鼠忌器 不敢全部的攻进大殿当中 只是把他们都为困了 此时这片殿当中 刘师叔已经十多天了 难道宗门还没派人过来吗 地上的那个老者喘着粗气 有气无力的样子 而且脸色苍白 看起来很是虚弱 这殿看起来十分的清冷 地面之上的青砖 让人感觉十分的凉 青砖之上铺住几个褥子 而被称为刘师叔的这个人 此时躺在褥子之上 很明显是禁忌少 触忌多 嗨嗨 按时间来算应该早就派人来了呀 嗨 难道被派来的人 被血灵中的那些人 全部给杀了吗 刘长老的心沉到了谷底 他可是知道 这次攻击他们的是苏美尔 是曾经的血灵宗的宗主 赵无极的妻子 这女人可是金丹器大圆满的修为 青云宗上下实力和他相当的 也只有宗主柳青城了 但是青云宗不可能派宗主来过来的 所以他们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也许 被派来的那个人 已经被苏美尔他们这些人 全部给灭了 重要的是 他们坚守在这个片店里面 外面的一切消息 全部都已经被隔绝了 甚至连传音符 都已经发不出去了 当初发出去的那条讯息 也是有些轻描淡写 并没有把这里的情况 说得十分的清楚 现在想来 宗门派过来的人 绝对不可能会是 金丹器大圆满的修士 刘长老叹了一口气 看来苏美尔他们可能已经得手了 也不知道外面的那些宗门的弟子们 都怎么样了 师叔 难道我们只能待在这里 坐以待毙吗 那还能怎么办 我们根本不是那些人的对手啊 刘长老又叹了一口气 他的伤势很重 如果得到及时治疗的话 倒是还有挽救的机会 但是在这片店当中 已经有十多天的时间了 他的情况已经越来越糟了 身体每况愈下 他感觉自己搭现 也就在这几天了 刘长老颤颤巍巍地 从胸口处掏出来了一把钥匙 只要是通体雪白 全部都是用极品的美玉做成的 钥匙在锯齿之上 起伏 就像是不规则的高山一样 看起来就像是一件艺术品 我估计是等不到宗门的救援了 这件东西至关重要 你一定要保管好 如果血灵宗的那些人真的攻进来 你宁可拼了性命 也不能让这把钥匙 落入他们的手中 大殿当中 有五个弟子和一个老者 五个弟子各个身上带伤 但是老头的伤势更加的严重 老头就是刘长老 他此事俨然就是在托付后事了 师叔 不会的 你不会有事的 那个年轻男子捂住自己的胸口 嗨嗨 宗门的人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刘长老摇了摇头 眼神当中全部都是绝望 即使有人来 也不可能是苏美儿的对手的 除非宗主亲自来 不然的话我们是没有希望的 哎 其他的那些弟子也围拢了上来 师叔 刘长老看了看这些年轻的弟子们 心里很不识滋味 你们不必伤心 人总是要死的 但是你们要记住自己的使命 那钥匙绝对不能落入血灵宗那些人的手中 众位弟子 看住气弱游四的刘长老 心里简直沉重到了极点 刘师叔 大家都轻声地抽气了起来 他们知道刘师叔已经快不行了 待在刘师叔旁边的那名弟子 十分郑重地接过了那枚钥匙 很是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了自己的收纳袋当中 师叔放心 我们会用生命来捍卫这把钥匙的 刘长老又痛苦地咳嗽了起来 嗨嗨 记住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了 就直接把这钥匙给毁了 绝对不能让血灵宗的那些贼子们进入到那里面 弟子们起点头 眼神当中全部都是悲哀 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众位弟子浑身大震 刘长老也听到了他凄惨的一笑 看来血灵宗的那些人已经按耐不住了 难道今天他们就要和我们决一死战了吗 各位清云宗的弟子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各位年轻的弟子起起点头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刘长老很是欣喜地看住大家手中拿着的雷暴丹 自从上次回到宗门的时候 宗主给了他们一些这丹药 他们就感觉似乎有了依障一样 重要的是这丹药的威力十分的强悍 甚至能够把金丹器大圆满的修饰 榨成重伤 也幸好他们有这些丹药 不然的话还不能坚持到这个时候 血灵宗的那些人正是因为害怕这些雷暴丹 所以不敢冲进来 如果这些弟子手中的丹药齐齐引爆的话 足够对原因期的大修饰造成伤害 血灵宗的人按耐了这么多天 已经算是极限了 待会他们冲进来之后 我们一起引爆丹药 即使死 我们也要拉着他们垫背 各位弟子齐齐点头 眼神当中全部都是视死如归 脚步声渐渐地静了 猛然之间一个苍老的声音传了进来 就是这间偏殿吗 是的 仙尸 清云宗的那些仙尸全都被困在里面了 还不快把门打开 不快的时间就有人走到了门口 而此时待在殿中的清云宗的那些弟子神经紧绷 正目不转睛地看住大门 支牙一声大门被打开了 一个身穿铠甲的护卫走了进来 看到大殿当中的情形 他很是客气地笑着说 各位仙尸 你们受苦了呀 清云宗的几个弟子相视一眼 这有些不对劲呀 来的竟然不是血灵宗的人 而且这位穿着铠甲的护卫 对于他们过于客气了吧 清云宗的弟子们都面面相去 不明白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年轻人很是有警惕之心 你以为你们换了一身衣服 我们几个人就会屈服吗 不要痴心妄想了 血灵宗的贼子们 我们是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那名护卫苦住脸说 各位仙尸 我真的不是那些人呀 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呀 可是任凭这个护卫怎么解释 里面的人依然是不相信 好了 好了 你退下来吧 这里的事情交给我了 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响了起来 他扒拉开这个穿着铠甲的护卫 然后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清云宗的那些弟子们还是神经紧绷 手里握着雷爆丹 如果真的见识不对的话 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引爆这丹药的 因为大殿里面的比较暗 门口传来的光束遮挡了他们的视线 只是看到一个有些勾楼的身影 拄着拐杖走了进来 缓缓地靠近之后 众人才发现这人似乎有些面熟啊 一直到刘长福走近了 大家才发现竟然真的是熟人 福伯 这里的许多弟子回到宗门的时候 都找过刘长福练丹 所以都还是认识刘长福的 看到竟然是福伯大家的心 马上就放松了 福伯 怎么是你啊 刘长福哈哈大笑了 起来 好了 好了 你们都不用担心了 赶快把手里的丹药收起来 那些丹药在他们的手中简直是太恐怖了 如果一个不小心给引爆了 那大家可真的就全部完蛋了 我这不是来救你们了吗 刘长老此事已经昏迷了过去 那血灵宗的那些人呢 已经全部被我给解决了 众位弟子都是浑身一震 他们没有想到福伯竟然有这么强的实力 可是大家还是心存疑虑 毕竟那个苏美尔可是金丹七大圆满的老牌修士呀 福伯虽然很厉害 而且还是炼丹师 但是他怎么可能是那个女人的对手呢 看出了众人心中的疑惑 刘长福也没有做过太多的解释 来到了刘长老的身边 把手搭在他的手腕之上展开神石 感受了一下他体内的情况 眉头微微的皱了起来 刘长老此事体内的状况十分的糟糕 他受了重伤之后没有及时治理 现在灵气十分的紊乱 肉身也接近崩溃了 再这样下去 他活不过两天 刘长福犹豫了一下 手中瞬间出现了一颗赤红色的丹药 旁边那个年轻的弟子惊呼出声 四街疗伤丹 周围的那些弟子们也纷纷看向了 刘长福手中那颗赤红色的丹药 丹药之上有四个白色的纹路 而且这纹路十分的清晰 是四街极品疗伤丹 四 众人全都倒吸了一口气 四街丹药是针对原音大修士所使用的丹药 这颗四街极品疗伤丹 更是能够治愈原音七大修士的身上的伤势 没有想到福伯既然能够拿出来 这四街极品疗伤丹的价值可是很高很高的呀 甚至要比捷音丹的价值还要高上许多 刘长福没有犹豫 而是把那颗丹药一下子塞进了刘长老的嘴里 丹药入口即化 一股暖流瞬间就进入了刘长老的身体当中 仅仅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刘长老的气息开始变得平稳了起来 而且开始沉稳有力 又过了一盏茶的功夫 刘长老竟然悠悠地转醒了 接着他竟然慢悠悠地从地上坐了起来 转头四顾 这才发现青云宗的众位弟子们还在 可是床前的这个老人是谁呀 他一直在这边镇守大盐国 这段时间就没有回到过宗门 所以根本不认识刘长福 这位是有热心的弟子赶快介绍的 这是福伯 刘长老大惊小怪 虽然他没有见过刘长福 但是刘长福的名声在宗门当中可是很大的呀 刘长福不只是圣女的管家 也是个四品炼丹师 重要的是他实力雄厚 他们这些人手中拿的雷暴丹 全部都是这个人炼制出来的 雷暴丹有多大的威力 而且灭掉血灵宗的时候 雷暴丹是出了多大的力 刘长老可全部都是知道的呀 这福伯对于他们宗门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刘长老赶快起身对住刘长福行了一个大礼 见过福伯 刘长福摆了白手 好了 自己人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刘长老缓缓地站着了身体 觉得神清气爽 随后才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自己不是快要死了吗 怎么现在感觉身体已经完全好了一样 而且体内的紊乱的灵气已经被镇压了下去 最重要的是他的修为竟然隐隐地有了一丝精进 我 我怎么好了呀 那年轻的弟子赶快说 刘师叔 是福伯 拿出了四阶极品疗伤丹救了您 什么 四阶极品疗伤丹 刘长老瞪大了眼睛 这么珍贵的丹药 对于他一个精丹器修饰来说 即使是全部的身家 加上也买不到一颗呀 福伯竟然为了他就这样浪费了一颗丹药 刘长老感动得无以复加 又深深地向着福伯行了一个大礼 救命之恩 莫尺难忘 以后福伯有什么事情在下赴汤导火 在所不辞 刘长福摆了白手 好了好了 不用客气了 不就是一颗四阶丹药吗 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的 众位弟子全都翻了个白眼 这福伯也太不把丹药当回事了吧 那可是四阶极品疗伤丹呀 如果在市面之上 可以卖出几千万零食的高价呀 甚至原因气的大修士 如果拥有这么一颗疗伤丹的话 甚至相当于多了一条性命啊 它可以让受了重伤的原因气的修士 瞬间地恢复体内的伤势 刘长福转头看了看 剩下的那些年轻的弟子们 你们也受伤了吗 弟子们都点了点头 眼神当中全部都是蹊跡之色 刘长福也没让他们失望 而是随手一挥五颗丹药 从空间当中就拿了出来 丹药缓缓地飞起 落入了五个弟子的手中 弟子们低头向下看去 这才发现这颗丹药之上 有三条白色的纹路 三阶极品疗伤丹 福伯 我们服用这些丹药 是不是有些太浪费了呀 浪费个屁呀 你们赶快服下 我找你们 还有你们还有事情 二阶疗伤丹药恢复的速度 太慢了我可等不及众人 齐齐地翻了个白眼 二阶极品疗伤丹 对于他们这些筑基器修士来说 就已经是很珍贵的丹药了 如果服下之后 两天之内 伤势必定完全恢复 福伯连两天的时间 都等不了吗 这三阶疗伤丹可就不一样了 如果服下之后 瞬间就能把身体里的伤势给恢复了 并且还可以让修为有所精进 几个弟子对视了一眼 都苦笑了一声 这位福伯也太霸道了吧 不过他们就喜欢这样的霸道 众人没有犹豫 齐齐地把丹药丢进了嘴中 不到一盏茶的时间 全部都恢复了修为 不仅如此 这几个筑基器的修士的修为 全都更上一层楼 他们直接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刘长福发现 在场的五个人当中 有两个已经突破到了 副基器大圆满的境界 他浅脆心面移动 又从空间当中拿出了两颗丹药 你们两个已经是 助基器大圆满的修士了 赶快服下这两个丹药 两位弟子有些猛圈地接过丹药 一看之下全部都震惊了 这 这是 晶元丹 晶元丹是从助基器大圆满突破 到晶丹七所使用的丹药 两个弟子的手都开始颤抖了起来 他们积攒了这么多年的资源 就是想要换取一颗晶元丹 哪怕是夏品晶元丹 也能够助他们有机会 突破一下晶丹七的境界 可是现在呢 福伯一下子就拿住出来 并且赠送给了他们 两个弟子简直太感动了 他们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上了 感谢福伯您的大恩大德 弟子永世不忘 好了好了 你们赶快突破 待会儿我还有事情要吩咐你们呢 刘长福转过头来 看向了其他的三名弟子 悠悠地说 哎 我也不能厚此薄比 这三颗丹药你们三个人收下 等到突破铸鸡七大圆满的时候 就不用再寻找丹药了 三名弟子看住自己手中的 鸡品晶元丹 全都是热泪盈眶 一个时辰之后 两名铸鸡七大圆满的弟子 全部都突破到了晶丹七 刘长老本来就是晶丹七的修士 只不过他是晶丹中七修士 距离突破到晶丹后七 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可是吃了那疗伤丹之后 他发现自己只需要一个契机 马上就能突破到晶丹后七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福伯呀 众人全部都是十分的感激 所以大家在等待着 等待刘长福吩咐他们 刚才福伯可是告诉他们 有大事要他们去办了 众人心中十分的激情澎湃 不知道这大事到底是什么事 是不是有关于清云宗崛起的事情了 你们到京城各处去辅助那些兵士们 看看有没有把城里所有的貌美的寡妇 给请到皇宫里 嘎 寡妇 刘长老和五个弟子蒙圈了 这 他们本来以为是什么大事情了 可是没有想到 竟然是和寡妇有关系 众人面面相去 刘长福也是十分的无奈 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十分的重要 可是关系到他的生死存亡呢 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向这些人解释 各位 请你们不要疑惑 这件事情对我有十分重大的关系 可以说 对我的生死也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所以还请诸位 一定要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我 刘长福对助大家行了一个礼 众人看住刘长福说的如此的郑重 也知道这件事情 非同小可 虽然觉得关于寡妇的事情有些荒唐 但是大家都受了刘长福的恩惠 俗话说拿人手短 他们自当竭尽全力去帮助刘长福 福伯 你放心 只要是你的事情 无论是干什么 我们都会全力去帮助你的 刘长福很是高兴地点了点头 记住 一定要把最漂亮的找出来 是 看住众位转身离去 刘长福看了看天色 他现在只剩下不到六个时辰的时间了 如果这六个时辰当中 他没有找到符合系统条件的女人 只有死路一条了 刘长福忧心忡忡地回到了大殿当中 有了青云宗这些弟子的介入 想必这件事情应该很快就会办成吧 此时的大殿已经被重新布置了 因为刚才大殿当中死了许多人 所以弄得有些乱七八糟的 刘长福也不客气 直接走上中央的那个龙椅 一屁股坐了上去 但坐上去之后 他就觉得实在冰凉难受 尤其是很硬 以前听说许多人为了这张椅子 都失去了生命 可是现在看来坐得并不是很舒服 王若涵等人看住福伯的 动作也没有什么惊奇的 先师对于凡人的皇帝的宝座 是不怎么感兴趣的 可是看住福伯坐在龙椅之上 愁眉苦脸 似乎是遇到了什么 还是很难办的事情 王若涵也有些惊讶 福伯身为堂堂的先师 还有比较愁的事情吗 福伯 你怎么了 刘长福抬起头来 有些担心地问 寡妇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呀 王若涵也是皱了皱眉头 他没有想到堂堂的先师大人 竟然对寡妇的事情这么伤心 截止到现在 已经有将近三十多个寡妇 进入到皇宫当中了 就等住福伯您来查看了 刘长福一下子坐着身体 真的吗 快带我去 快带我去 王若涵皱了皱眉头 福伯是有情怀的人 而且对女帝陛下的遭遇 也是十分同情的 只是对于寡妇这一口 真的是有些奇葩呀 王若涵带着刘长福 来到了前面的一个广场 此时广场之上乱糟糟的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这三十多个女人加在一起 简直就如同一万只苍蝇 在耳边嗡嗡一样 那三十多个女人 全部都被那些侍卫们围在中间 许多人的身上 还穿着打补钉的衣服 进入皇宫的这些寡妇 全部都是一些平民百姓 刘长福皱着眉头走了过去 走进之后才发现 这些人真的是平平无奇 毫无特点 更令刘长福十分震惊的是 里面竟然还有一个 看起来七八十岁的老太太 一个身穿金甲的将军走了过来 先是大人 这是小将在皇宫附近 能够找到的所有的寡妇 刘长福的嘴角抽了抽 这个将军明显是在向自己邀功呢 可是刘长福又不愿意 打击这些普通人的信心 当时他下这个命令的时候 说的也是含糊其词 并没有说明年龄 刘长福点了点头 你去告诉那些人 一定要年轻漂亮的 至于岁数大的通通淘汰 金甲将军一愣 随后很是明白的点了点头 他心里不断的嘀咕住 原来先是大人是好这一口啊 金甲将军快速的离去 刘长福也不想错过什么人 于是利用系统扫描了一次 果然这第一批送入皇宫里的这些寡妇 没有符合资格的 刘长福有些失望 继续坐在广场边缘 等待他要第一时间就知道 到底有没有目标人物 实际上他现在也是在做 赌博赌博系统的这个bug 如果自己真的能够找到符合 目标人物的寡妇 到时候让他 直接登基成为女帝 不知道会不会符合系统的条件呢 实在不行 难道要回去和原来的那个女的陛下 切磋一下呢 想到了那么漂亮的女人 既然就被血灵宗的那几个贼子们 给糟蹋了 刘长福就一阵的心痛了 等了半个时辰的时间 又一批女人被送了进来 京城的人口还是很多的 所以寡妇也是不少的 新命令发布下去之后 大家送来的这些寡妇的品质 明显是好上了许多 令刘长福有些无言的是 他们竟然发现了一个 看起来十二三岁的小女孩 问下才知道 这小女孩的丈夫 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因为突发的原因过世 所以现在也是寡妇了 好吧 刘长福揉了揉有些发胀的脑袋 这些凡人办事 难道都不会懂得变通吗 简直是太让人住急了 就以这样的效率 再等几个时辰 自己到底能不能找到目标呢 刘长福也是急得团团转 她总不能再回来 和那个女帝陛下 想了想 刘长福就一阵的恶寒 被那么多人用过的东西 她要再用一遍 那简直和刷锅有什么区别啊 刘长福全身都在抗拒 整整过了两个时辰 被抓进来的寡妇已经有将近一百多个了 可是依然没有系统判定为目标的人物 而此时京城的大街之上 已经鸡飞狗跳了 命令虽然发不下去了 但是时间紧 任务重 大家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十分客气的 可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竟然引起了恐慌 许多寡妇们竟然偷偷地藏了起来 无奈之下 那些军士们也只能逐门逐户地敲门确认 于是十分荒唐的一幕就出现在了京城当中 军士们不管不顾 冲入到一户人家当中 先询问到底有没有寡妇 有的话就直接被带走 也不给他们费什么口舌 因为这样简直是太浪费时间了 而此时京城当中迎得传额 据说女帝陛下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癖 那就是喜欢上了寡妇 反正之前女帝陛下已经用各种名目搜刮过巨男美女了 这次搜刮寡妇大家也不意外 只不过全部都躲了起来 因为每次搜刮的那些巨男美女进入到皇宫之后 全部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从来都没有看过他们出来过 所以这次官府又再一次的大范围的搜刮寡妇的时候 大家都很默契的又重新躲了起来 而此时在城南的一处平民的院子当中 院子里正在办丧事 里里外外全部都是白捕白发 看起来有些冷清和悲伤 只不过此时院子当中却传出了吵闹的声音 楚又威 我可告诉你 老三他已经死了 你现在不算是我们寒家的人 还不赶快把地契交出来 而此时只见地面之上 一个身穿笑衣的女子 眼呆泪花 很是倔强地说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我们的 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你身为他的大伯 难道是想要把他紧留的这一点资产 全部抢走吗 只听到那个五十多岁的老者冷哼道 韩楚氏 你不要不识抬举 我们只是帮你耕种罢了 一个小女子孤苦伶仃的 只有自己一个人 那十亩田地 岂是你一个人能够忙得过来的吗 我们好心好意来帮你 你反而来数了我们 这算什么事啊 明眼人都能够听出来 这位大伯是来抢田地的 虽然这话说的冠冕堂皇 但是要替这个寡妇来耕种 简直就是欺人太甚呀 呵呵 大伯说笑了 我那十田地每年的产量也不低 你只想给我区区的一百文钱 就想要把十亩田拿去耕种 天底下岂有那样的道理 底下的一些宾客 开始切切私语起来 十亩田地每年的收益 最起码也有五两银子吧 一百文钱 简直像是在打发乞丐啊 对啊 对啊 这韩秀才刚死 他的大伯就欺上门来 这是一点也不念同族之意啊 他大伯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还不知道吗 就是一个混混 平时也是试赌成性 经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 这次前来 想必是想要夺取那些田地之后 变卖出去 然后去赌博吧 可惜啊 可惜 这楚姑娘刚嫁过来 丈夫就死去了现在 连唯一的依靠都没有了 只见那大伯冷笑一声 我说直媳妇儿 你不要不识台军 我那这儿在世的时候 可是说过 如果他有一天不在了 可是要把那十亩田的 转交给我的 我周围的这些兄弟 都可以作证 这大伯的周围 全都是一些地痞流氓 因为得到了一些承诺的好处 所以大家都来帮忙 对啊 对啊 楚娘子你看我们都可以作证 当时我们这些人 全部在场啊 楚又微脸色更加的阴冷了 你们胡说些什么呢 我夫君卧病在床三个月 根本就没有见过你们这些人 更不曾说过那些话 那些地痞流氓 更加的肆无忌惮了 怎么没有说过这些话呢 我们这些人可全部都是证人呀 即使是到了大堂之上 官老爷也要听取我们的证词的呀 对了 忘了告诉你了 你家相公还欠我们一百两银子呢 他曾经说过 如果他死了之后就拿你来抵债 楚又微浑身一震 他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 他简直气氛到了极点 这些人明显是在说谎 楚又微还想着 能够把那十亩田地保留下来 供自己的 平时的吃穿用度呢 现在相公死了 他一点生活的依靠都没有 总不能就这样活活饿死吧 好在还有十亩田地 可是相公的这大伯 简直是太可恶了 他今天想要拼死保住这十亩田地呢 可是现在看来 不仅这十亩田的要拾取 连自己也要被这些恶爸们掳去 楚又微的眼神当中 全部都是绝望 他现在真的一点依靠都没有啊 你们胡说 我先生没有说过这些事情 而且他也不欠你们的钱 嘿嘿嘿 小娘子这可就由不得你了 看看这是什么 这就是你那死鬼相公 当初给我们的借据 楚又微低头看去 这才发现那字句上面的字 写得歪歪扭扭的 简直是不成样子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这不是我相公的手笔 他是秀才出身 字迹比较公正 怎么可能如此的潦草呢 嘿嘿嘿嘿嘿 这当然是因为 他当初病重的时候 手上无力 所以才写得这么潦草呢 你们 你们简直无耻 那大伯此时也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们今天来到这里 就是想要吞没那十亩田地 并且把这个十分漂亮的 直席福尔给掳走 因为立川院的那个老宝 可是承诺了 如果能够把这女人卖给亲谋 到时候可是值一百两银子呢 一百两的银子 足够他挥霍很久了 反正这家里的男人都死光了 只剩下这位孤零零的女人 也是很好欺负的 那些恶霸 此时走上前来 恶狠狠地看住楚又威 小娘子 我劝你最好识时误一点 乖乖地跟我们走 那这些账就全部抵消了 不然的话 我们一把火 把你相公的尸体直接烧了 楚又威吓了一大跳 他走到棺材旁边 抱着棺材极力地摇头说 不 你们不能 你们不能动我相公 那小娘子就乖乖地跟我们走 不 不行 我要把相公下葬 下葬之后给你们走行不行啊 那带头的地痞无赖摇了摇头 不行 今天晚上 王老爷可是花了五百两 要做你的入木之兵 你现在就要跟我们走 什么 楚又威一脸的惊讶 嘿嘿嘿 实话告诉你吧 待会儿你就会被卖到丽春院 而且今天晚上你就会接客 哈哈 可惜啊 可惜如此的美貌的女子 竟然沦落封尘 可惜老子没有机会品尝啊 兄弟们动手 赶快把小娘子带走 那领头的大汉一挥手 后面的那些地痞无赖 呼啦啦的上前 就把楚又威给围了起来 而此时 在院子当中帮忙的街坊邻居 全部都已经被赶了出去 没有一个人敢招惹这些地痞流氓 小娘子 你是自己走呢 还是要我们动粗呢 我 楚又威真的是绝望到了极点 现在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帮他 不 我不跟你们走 楚又威还在做最后的抵抗 如果真的被这些人卖到青楼 到时候真的见不到天日了 哼 敬酒不吃 吃罚酒 弟兄们动手 众人围上前去 就要准备把楚又威抓走 突然之间棺材里面传出了砰砰的声音 众人吓了一大跳 怎么回事 这些人都十分信奉鬼神之说 难道是韩秀才诈尸了吗 那些地痞都害怕地停下了脚步 胡说八道呢 人死怎么能够复生呢 不要自己吓自己了 领头的那个大汉大声地呵斥道 等了一会儿 棺材当中没有传出声音 那泼皮赶快催促道 快把这小娘子带走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七手八脚地就要上去抓楚又威 砰 巨大的声响从院子那边传了过来 众人回头看去 这才发现门口竟然站着一对假饰 带头的那个假饰高声说 听说这里有寡妇 楚又威看到了士兵 简直就像是看到了曙光一样 她跌跌撞撞地跑了过去 各位官爷 救命啊 领头的那个假饰看到着女子身穿笑衣 但却是十分的绝美 眼中还在泪花闪动 更加的楚楚动人 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 一时之间有些愣梦啊 她站着身体 大声地质问 怎么回事 那些地痞无赖 看到有有士兵也不敢冒头 那 这些当官的手中可是有兵器呢 军爷 这女子欠我们一百两银子 我们正要把她抓去呢 抵杖呢 那名带头的将军 看了看院子当中的情景 没有搭理这个地痞无赖的头 怎么回事 谁死了呀 楚又威行了一个礼 悠悠地说 是小女子的相公过世了 那将军眼前一亮 这么说你是寡妇了 楚又威木讷地点了点头 这么说也算是正确 将军大喜 太好了 来人 把这寡妇带走 看中那些士兵 把楚又威带走了 众人面面相去 尤其是楚又威的大伯 脸简直难看到了几点 他可还是指望着这楚又威 来帮他回本了 可是现在眼睁睁地看住 这么一个大伙人 被那些士兵们带走了 但是他大伯也什么也不敢说 那些地痞无赖们看住 楚又威被带走了 也是脸色铁青 他们回头看着楚又威的大伯 老不死的 你说这怎么办呀 现在人没有了 地没有了 你欠我们的五十两银子 准备怎么给我们呢 我 楚又威的大伯 真的惊慌到了几点 我也不知道 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了 各位大爷 求你们宽限几天 宽限几天好不好啊 等到我那侄媳妇 而回来之后 我马上通知你们 哼 你以为我们是做什么的呢 是做善事的吗 你今天必须拿出五十两银子来 不然的话 嘿嘿嘿 我就把你抓了 卖到西山的没有去 不 各位大爷 不 不能啊 楚又威的大伯 吓得连连后退 突然一下子 靠坐在后面的棺材上 而此时棺材 砰 突然一股巨大的声响 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大家转头看去 这才发现 那棺材竟然在颤抖 而且棺材的晃动 越来越大了 楚又威的大伯 也吓得赶快远离了棺材 众人开始瑟瑟发抖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怪异的事情 怎么回事啊 这棺材当中 难道不是你们家老三吗 老大 这韩秀才 不会真的是炸尸了吧 轰隆 一股巨大的力道 直接把棺材的盖子先飞了 棺材盖子飞出去了很高 接着才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震起了地上的一片尘土 众人吓得亡魂大怒 但站在院子当中不敢动弹 我的老天爷啊 竟然真的炸尸了 而此时众人向棺材中看去 这才发现棺材当中的一个人 猛然间坐了起来 那人脸色惨白 此时正瞪着眼睛 看住院子当中的一群人 看清棺材当中的人的时候 楚又威大伯 吓得两眼一番 一下子晕倒了地上 老 老三 见过韩灵 但那些地痞无赖们 此时吓得脸色苍白 额头上的冷汗不断地低落 韩 韩秀才 他们没有想到真的被他们说中了 这韩秀才竟然真的炸尸了 此时看住韩秀才那苍白的脸色 如同死鱼般的眼睛 那些地痞无赖们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韩秀才饶命 韩秀才饶命啊 都是你大伯 是你大伯呀 是你大伯 我们不是有意要欺辱你的娘子的呀 韩秀才饶命啊 这些地痞无赖们 吓得跪在地上不断地求饶 韩秀才那有些沙哑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们把我的娘子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呀 是你的妻子被当今的女帝陛下招进宫里去了 什么 女帝陛下 韩秀才一脸的疑惑 那些地痞无赖们赶快解释 听说最近女帝陛下喜好寡妇 所以正在搜刮 全城的寡妇都被送进了皇宫当中 韩秀才的嘴角抽了抽 没想到女帝竟然还有这种体好 接着韩秀才转过头来 眼神一鸣 还愣着干什么呀 都还不赶快滚 难道你们也想跟住我一起去下面吗 弟弟无赖们听到这话之后全都吓得 手足无措起来 不不不 韩秀才你别误会 我们走 我们这就走 那些地痞无赖们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就要转身离去 等等 那恐怖沙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那些地痞无赖们颤抖地问道 你老人家还有什么吩咐 把这人给我带走 韩秀才指着地上的他的大伯 那些地痞无赖们连忙点头 众人七手八脚地抬起了他的大伯 我不希望以后见到他 你老人家放心 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们明白 这些地痞无赖 抬起韩林的大伯 一股脑地就走出了大门 快速地穿过巷子 消失在了这天地之间 韩秀才松了一口气 嗨嗨 这身体真的太弱了呀 没有想到本仙君竟然会重生到这个废柴的身上啊 韩林慢悠悠地从棺材里面爬了出来 不过幸好本仙君有以前的记忆 这身体资质虽然很差 但是只要能够帮助我重新踏上修炼之道 我就有机会重回巅峰 那个贱女人你等住 等着班仙君再一次 重回巅峰一定要找你算账 竟然敢背叛我 嗨 还是想办法恢复身体再说吧 至于楚又威 韩林在脑海中仔细地搜寻出记忆 这才发现自己的这个便宜妻子竟然如此的貌美 不行 身体恢复之后 我要去一趟皇宫 把娘子救出来 这么极品的女人 怎么能便宜了一个女帝陛下 韩林就盘坐在棺材旁边 开始打坐修炼了起来 丝丝缕缕的天地 灵气进入了她的身体当中 而此时距离刘长福 大线将至 也只剩下三个时辰了 她在广场之上忙碌了一整个下午 竟然没有发现一个合适的目标 看来系统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呀 不仅对这女人的颜值有要求 对这女人的身份地位也有所判定 如果不符合其中任意一点要求 根本就不能成为系统的目标 如果不能成为系统的目标 那到时候即使是和她们发生关系 刘长福也不可能得到寿命的提升的 她现在也是急着团团转啊 此时被弄进皇宫的那些寡妇们 人数在不断地上升 已经超过将近500人了 可是这500人当中 既然没有一个适合系统的目标 刘长福都觉得有些可惜 甚至能够发现这些寡妇当中 有几个十分角色的颜值 完全不疏欲 南宫流离的那种可惜 依然不是系统判定的目标 但是刘长福没有丝毫的办法 刘长福烦躁地 在皇宫当中来回地溜达住 他甚至都已经把皇宫当中 以前积攒的那些妃子也都找了出来 皇宫当中的妃子 可是经过层层挑选来的 颜值和身材全部都是很棒的 听说很多都是 原来的陛下也就是先帝所依留下来的 但刘长福转变了皇宫所有的角落 依然是没有发现一个符合目标的人物 他烦躁地骚了骚头 难道是天要亡我吗 该死的系统 那么多极品的女人 竟然都不符合目标吗 还是说这偌大的京城当中 根本就没有一个符合系统目标的女人呀 刘长福此时十分的烦躁 难道我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 他直接腾空而起 展开神石 开始不断地搜寻了起来 而此时街道之上 楚又威被那些军士包围在其中 正慢慢悠悠地向着皇宫方向走去 各位军爷 你们到底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啊 楚又威此时身上还穿着笑衣呢 而且此时处于傍晚 街道之上的人很多 大家都被这一幕吸引了过来 议论纷纷 哎呀 这官府又在搞什么呀 这小寡妇遭殃了 这要被送到皇宫当中 肯定就出不来了呀 也不知道我们女帝陛下这段时间是怎么了 老是以各种名义来搜挂 这次倒好了 开始搜挂起寡妇来了 女帝陛下的嗜好 真的是越来越奇怪了 她下次不会对我这样的糟老头子 起什么坏心思吧 一个头发胡子花白的老头 看起来已经七十多岁了 数着拐杖 有些惊恐的想到了什么 李老头 你说的这种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李老头浑身一颤 对呀 对呀 还是未雨绸缪的好 不能等到老了老了 反而晚节不保了 还是要尽快远离京城 对 就是这样 回家之后马上离开京城 不能给女帝陛下任何机会 再怎么说 四十年前老夫也是想当当的美男子啊 我一定不能让女帝陛下得到我 李老头眼神坚定地转过头 拄着拐杖 很是快速地离开了人群 领头的那名将军笑着说 当然是带你进皇宫了 今天女帝陛下下了圣旨 要搜刮京城当中所有的寡妇 小娘子 你真的要交大运了呀 以你这样的姿色 如果能够得到女帝陛下的青睐 到时候说不定就可以被封为一个娘娘了 那时候我们这些人还得尊称您为千岁 小娘子还请您 如果真的发达了以后 可不能忘了我们哥几个呀 带头的那名将军和周围的那些士兵都十分的客气 谁知道这些女人进入皇宫当中 最后会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当然最多的结果就是不明不白的死去 但是也有人能够出人头地的 这些军事们也都是老油条了 他们不希望得罪任何一个 有机会能够晋升 为人上人的女人 尤其是女人都是很记仇的 所以他们几个人表现得十分的谦逊有理 甚至要比那些读书人还要读书人 楚优威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也听过女帝陛下 这段时间各种示好 前段时间还搜寻过一些少男少女 怎么现在对寡妇反而起了兴趣呢 楚优威叹了一口气 看来这大阎国气数已尽了呀 能够出这样一个皇帝陛下 简直是太荒唐了 这朝廷迟早会被这女帝陛下玩得崩溃的 只是可惜了这天下的百姓啊 哎 楚优威叹息了一声 不过最终他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对于这样的事情他无能为力 现在他连自己的命运都没有办法掌控 更何况是别人呢 可是走着走着几个人 竟然被一个年轻的公子给拦住了 年轻公子轻摇住折扇 一脸的阴邪的看住被围在当中的那个楚优威 哎哟 这是谁家的小娘子啊 长得竟然如此的俊俏 竟然还穿着笑衣 简直是我见游脸呀 哎哟 这个可怜呀 简直是太惹人疼爱了 来来来 本公子来恋爱恋爱你 带头的那名将军 大和一声 来人止步 这可是女帝陛下点名要找的人 哈哈哈哈 女帝陛下又能怎么样 家父王二和 什么 那名将军大惊小怪 原来是小侯爷呀 为首的那名将军赶快行礼 那将军抹了抹额头的冷汗 王二和名声可是很大的 在这大阎国当中 很少人敢直呼其姓名 当然除了他这个儿子 他这儿子是典型的英奇子弟 平常就是欺男罢女 可是大家也只是感慕不敢言 因为他的父亲是堂堂的 郑北侯王二和 郑北侯可是大言国君中 最重要的人物 要说他不把女帝陛下放在眼里 这点真的是 无可辩驳的 郑北侯不仅在朝堂之上 手握权柄 在民间的名声也是极好的 只是可惜呀 这郑北侯有一个不争气的儿子 而且这个儿子还是他唯一的儿子 儿子平常就是一副 玩乎子弟的样子 欺男罢女 要说他有多么的恶 但是并没有做出什么 太过伤天害理的事情 杀人放火那种事情 是没有做过的 但是强抢名女这种事情 可是司空见惯 仅仅是这一点 就已经让郑北侯府的名声大将了 所以这小侯爷在京城当中 也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 只要爆出他的名号 大家都会畏惧三分的 小侯爷大大咧咧地站在那里 眼神当中全部都是惊艳 怎么样 现在你们还要阻止我吗 实话告诉你们 这小娘子我要定了 你们今天如果不给我的话 那我就只有动促了 那名将军脸色十分的难看 他在犹豫住在挣扎住 我可告诉你们 女帝陛下搜刮寡妇 已经有几百个了 少他一个也不少 多他 一个也不多 你们悄悄地把他放了 别人也不会察觉的 本公子向来大方 我也不会亏待你们几个的 小侯爷大手一挥 一个狗腿子就走了 上来 那狗腿子直接拿出了两定银子 交给了为首的那个将军 这位将军 我家小侯爷还是十分明示里的 这银子就当是犒劳各位军爷们 如此的辛苦 为首的那名将军 看到那两定大银子 眼神都直了 这可是整整两百两银子呢 二零零两银子 可是他整整两年的俸禄啊 这还要加上他一些灰色的收入 不过他知道这两百两银子 他不可能独吞的 手下的那些弟兄们还要打点 不过这么多的银子已经很多了 他两眼放光 犹豫了一下 最后咬了咬牙 既然是小侯爷吩咐 那在下恭敬不如从命吗 将军摆将军身后的那些弟兄们 看到自己家将军手中的那二百两文银 简直是激动坏了 这么多钱 如果分到每个人的手里 也有几十两的银子吧 到时候去一趟青楼 喝一顿花酒 还是绰绰有余的呀 不得不说 这小侯爷虽然人品差了一点 但这出手真的是很大方呀 怪不得有人叫小侯爷为败家子呢 这样的败家子 大家真的很喜欢呀 将军笑眯眯地回过头来 看着这个漂亮的小娘子 这位小娘子 你现在是小侯爷的人了 什么 楚又威大惊小怪 你们不是要把我带进皇宫去吗 怎么现在 嘿嘿嘿 小娘子这你就不要多问了 楚又威摇了摇头 不 我不去 我不去镇北侯府 小侯爷的名声他可是听说过的 这人欺男霸女 无恶不作 如果真的落入了他的手中 到时候自己可能会生不如死的 小侯爷此时走了上来 上下的打量住楚又威 这位小娘子你放心 嘿嘿嘿 我是不会把你带进镇北侯府的 我还有其他的别愿 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楚又威极力地摇头 想要解释 可是 小侯爷此时已经伸过手来 正要抓向楚又威的手臂 哎呀 我知道你已经迫不及待了 来吧 小娘子快跟我走吧 哈哈 周围的那些狗腿子也跟住了起来 楚又威简直是绝望到了极点 本来还想着进入到皇宫当中 可能还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 但是没有想到 竟然在半路之上遇到了这个恶魔 他想要转身逃跑 可是退路已经被那些狗腿子 全部封死了 你 你们 你们 哈哈哈哈哈哈 小娘子不要挣扎了 你越是挣扎 小侯爷我就越兴奋啊 楚又威慌不择路 可是依然逃不过这些人的手掌心呀 他绝望到了极点 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来救他 而此时 刘长福在半空当中正展开神石 不断地在全城当中搜索住 但找了半天 依然是毫无所获 他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正准备 降下身形 回到皇宫当中的突然之间 目光一鸣看向了 楚又威所在的那个地方 他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那边 身形也快速地向那边掠去 靠近之后 他才发现有女生被调戏了 而且那女孩子竟然长得十分的漂亮 最重要的是 这女人身上还穿着笑衣 本能的刘长福就觉得心里微微一跳 接着打开真实之眼 这才发现这名女子的颜值 竟然被系统评判为98分 这样的颜值 简直都快超越南宫流离了 刘长福心里大喜 终于看到一丝希望了 而此时小侯爷的手马上就要抓到 楚又威的胳膊了 楚又威绝望到了极点 老天爷 难道你真的要我去死吗 说着楚又威不管不顾 一头撞向了旁边的墙上 与其这样跟住小侯爷 受辱还不如自己自尽了 小侯爷也没想到 这女人竟然如此的刚烈 他大惊失色 快 快阻止他 煮熟的鸭子就这样飞了 小侯爷简直有些气急败坏了 重要的是这女人如此角色 比他以往顽过的所有的女人的样貌都要好 他怎么能够放弃呢 如果这女人真的死了 那就太可惜了 小侯爷身上还算有点武功 他快速地靠近那个女人 可是还是有些晚了 那女人的头马上就要碰到旁边的墙了 而且女人如此的果决 显然力道是十分大的 这一下子碰上去非死即残啊 最重要的是可能连容貌都会被毁吧 小侯爷眼自欲裂 可是突然之间 一道金光闪过 女人似乎撞到了什么东西 楚又威只感觉到头部 一副软绵绵的样子 像是撞到了棉花一样抬起头来 这才发现的确是强了 他有些疑惑 而小侯爷那些人看到这女人头撞在墙上 竟然丝毫没有事 众人都愣了一下 然后小侯爷心中就是大喜 只要是女人没有受伤 他那钱就不算白花呀 小侯爷舔了舔嘴唇 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天意啊 这是天意 你想自杀 那是不可能的了 你看看连老天爷都在帮我啊 小娘子你就认命吧 跟了我 你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就你这样出众的样貌 我完全可以纳你为妾室 到时候你就可是我们正北侯府的人了 和那外面的那些野女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的身份也要比现在高尚太多太多 怎么样 要不要考虑一下呀 楚又威虽然没有死成 但依然十分倔强 我呸 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 我是不会跟了你这样的恶霸的 我可是有相公的人 小侯爷非但不生气 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很好很好 小爷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小辣椒 你誓死不从的样子 简直是太好看了 你放心 我会很温柔的 终于遇到了一个 敢反抗本小侯爷的漂亮女人了 真的是太好了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女人 不畏权势 不像我这种人屈服 这样才有意思吗 哈哈哈哈 第140章恶有恶报 哈哈哈哈 有意思 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小娘子 既然你想玩那本小侯 也就给你好好的玩一玩 哈哈哈哈 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呀 小侯爷一步一步的向前走着 楚又威看了看那坚硬的墙 有些犹豫要不要再撞一下呢 他现在真的太恨着老天了 他已经相信了小侯爷说的 连老天爷都不帮他 难道老天爷要跟住这恶人一起作恶吗 他本来还想着有朝一日 能够想办法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 他从小就是美人胚子 也经过了许多这样的磨难 可最终都化险为夷了 可是今天感觉自己 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难道小人物就要被这些有权势的恶伴们欺负吗 难道小人物要任由这些人摆布吗 他想起了自己 像公刚死 又想起了那些军士们 毫不犹豫的就把他们抓走了 想起了这小侯爷的丑恶的嘴脸 这处处都显示着权力带来的优越 楚又威哀叹一声 他的心里突然之间 竟然有了一丝想要掌控权力的想法 有了权力才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啊 要不然他这样一个貌美的女子 在这样的乱世当中 也只能沦为男人的玩物 只是可惜他没有机会了 他的眼角不由自主地流出了一滴青泪 虽然不认命 但是已至此也没有办法了 哈哈哈哈 小娘子我来了 小侯爷一下子扑了上来 楚又威惊恐地闭上了眼睛尖叫了起来 但等了一会儿 楚又威并没有发现有人扑到自己的身上 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这才发现自己的面前竟然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背对住自己 头发有些花白 有些勾搂的身体 像是助力的一座高山 你们这些无赖 竟然在大街之上抢抢美女 还有没有王法了 你们要想做坏事 就要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楚又威没有想到 在自己最绝望的时候 竟然是个老头救了自己 他呆呆地看住这老头的背影 随后无奈地摇了摇头劝道 老人家 你还是快走吧 他可是正北侯府的人呀 你惹不起的 谁知道老头挺着身子 大声地说道 我就不信这天底下还没有功力了 我就不信这老天爷 面对这样的恶霸 能够坐视不管 老天是最公平的 楚又威凄惨的一笑 如果老天是公平的 那么刚才他的头撞到墙角的时候 应该会头破血流的 可是老天竟然帮助了这个恶人 让自己完好无损 老天怎么能够是公平的呢 楚又威还想说什么 但是小侯爷那嚣张的笑声又响了起来 哎哟 没有想到半路上杀出来了一个你这个老不死的 就你的这个样子 半截身子都埋到土里了吧 还想英雄救美 你是来搞笑的吗 哈哈哈哈 小侯爷和他身后的那些狗腿子 全都讽刺的哈哈大笑了 起来 哼 老头子 我从来相信天道是公平的 你们这些恶霸会受到天道的惩罚的 哈哈哈哈 没有想到你这老头子活了这么大的岁数了 竟然这么天真 如果老天是公平的 那像我这样的恶霸早就已经死上千百回了 你看看我 现在还不是好好地站在这里 老天爷也是欺软怕硬的 知道吗 小爷我可是正北侯府的小侯爷 如此的有权有势 老天爷当然帮我了 你们这些穷人 什么都没有 他怎么会帮助你们呢 老不死的你赶快闪开 不然的话你不要怪我 直接送你下地狱 谁知道刘长富摇了摇头 坚定地说 那你敢大声地喊三句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吗 小侯爷哈哈大笑了 起来 老不死的 小爷我为什么要配合你 难道是你不敢吗 你也害怕老天的惩罚吗 小侯爷不屑地摇了摇头 我会怕 小爷我天不怕 好 那我就说三句 看你能怎么样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小侯爷抬头看向了天空 天空之上没有任何的动静 现在是万里无云 虽然已经是傍晚了 但也只是夕阳西下 哈哈 我就说吧 上帝是不会帮助你们这些穷人的 咔嚓 小侯爷的话还没说完 突然之间 清空之上凭空出现了一道闪雷 那道雷直直地就劈向了 小侯爷的头顶 小侯爷的头发直直地就竖了起来 小侯爷抬头看了看天空 并没有一片云彩 可是这平地生惊雷 也简直有些太诡异了吧 周围的那些吃瓜群众 全部都傻眼了 难道真的是老天爷发怒了吗 围观的群众倒吸了一口气 而小侯爷此时呆呆地望着天空 停了不到一会儿的时间 身子猛然一下子拍在了地面之上 激起了一片的尘土 周围的那些狗腿子赶快上前 叹了叹鼻息 死了 那些狗腿子面面相觑 小侯爷竟然死了 狗腿子们亡魂大冒 小侯爷死了 那他们可怎么办呀 如果侯爷知道他唯一的儿子在这里死了 那他们这些人全部都要陪葬啊 想到这里 那些狗腿子们冷汗都下来了 他们对视了一眼 就这样一哄而散了 剩下的那些围观群众 似乎也想到了什么 也赶快地都离开了 不过这种事情 一传十十传百 很快就会传遍全城的 楚又威看到这样的情景 也是愣在了当场 这凭地生惊雷简直是太肥一所思了 难道老天爷真的能够惩罚恶人吗 楚又威的心中又泛起了一丝的希望 他左右看了看 这才发现抓捕他的那些士兵和小侯爷那些狗腿子 全部都已经跑了 此时也只有小侯爷的尸体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而小侯爷的头发扎成一块 脸上也一片的焦黑 这位老人家 我们快走吧 此地不宜久留 楚又威率先反应了过来 赶快拉着刘长福 两个人消失在了人群当中 两人来到街角 楚又威探头向外张望 这才发现刚才的那个地方 围观的人群全部都已经散去了 只剩下小侯爷的尸体 孤零零地待在那里 楚又威回过头来 紧张地问 老人家 你赶快走吧 如果被镇北侯的人知道了 到时候你一定会遭殃的 刘长福淡然地一笑 小丫头 你放心吧 绝对会没事的 镇北侯府的人来了 大不了我把他们再杀了就行了 什么 楚 又府的人来了 大不了我把他们再杀了就行了 威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老人家到底是什么身份呀 为什么说话竟然如此的大胆 镇北侯是什么人呀 是什么实力呀 这老人家在他的面前 简直连一只蚂蚁都不如吧 现在竟然说这样的大话 真的是在开玩笑吧 刘长福看住这丫头 一脸的不相信的样子 小丫头 那你以为刚才那道惊雷是怎么出来的呢 楚又威歪头想了想 然后说道 当然是老天爷对坏人的惩罚了 刘长福摇了摇头 丫头啊 你还是太天真了 上帝怎么会管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呢 楚又威蒙圈了 那是什么原因呢 刘长福捋了捋盒下的胡须 当然是因为老父我了 什么 楚又威摆了摆手 老人家你别闹了 怎么可能是你呢 一般人怎么可能平地生惊雷呢 简直是开玩笑 楚又威发现这老人家就是有一点毛病 吹牛 本来他对这老人家的印象挺好的 刚才竟然舍身救了自己 可是现在呢 这老人家为老不尊 在自己面前吹牛 楚又威觉得 这家伙有些不太靠谱啊 刘长福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我要说我不是一般人呢 楚又威的脑袋又转不过来弯儿了 您不是一般人 楚又威看住刘长福身上穿着的衣服 似乎的确不像是一般人呀 刘长福的身上现在穿着法衣 所以看起来还是价值不菲的样子 那您是当官的吗 刘长福摇了摇头 比当官的还要大一点 那您是个王爷吗 刘长福接着又摇了摇头 比王爷还要大一点 比王爷还要大一点 难道您是皇帝陛下吗 不对呀 现在的陛下应该是个女的呀 不可能是您呀 刘长福的嘴角抽了抽 这女人的见识有限 让她猜出自己的身份是不可能的 我可以主宰皇帝的生死 甚至想让谁当皇帝 就可以让谁当皇帝 楚又威翻了的白眼 这老人家吹牛的毛病又开始了 老人家您就不要开玩笑了 皇上的事情怎么能由个人说了算呢 您就不要吹牛了 小女子 多谢您老人家 救了我 只希望老先生能够留下姓名 到时候小女子在暴打你 刘长福摇了摇头 姓名就不必说了 只是我这里有一场交易 不知道你感兴趣不感兴趣呢 楚又威觉得这老人家的嘴里 没有一句实话 所以她也开始警戒了起来 总觉得这老人家像是个骗子 老人家 我就不和您在这里说那么多话了 我还要回去替我的相公守灵呢 说着楚又威就要转身离去 刘长福有些急了 小娘子 你别走啊 你不是刚才还要说报答我的救命之恩吗 楚又威回过头来 一脸的不可置信 现在竟然还有人嫌恩图报吗 你还没报答我的救命之恩 怎么能够走呢 楚又威更加确信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这老人家除了是一个骗子之外 还是一个无赖 只不过是一个岁数大的老无赖 哪有人当场让别人报答救命之恩的呢 况且刚才的惊雷可是老天爷批下来的 和这老人家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啊 不过楚又威还是善良的 他考虑了一下 咬了咬牙从口袋当中拿出来一两碎银子 老人家 我家里也十分的拮据 也只能给您拿出来这么一点点银子了 您拿着这么大的岁数了 就不要出来坑蒙拐骗了 刘长福呆愣愣地接过那颗碎银子 他的嘴角抽了抽 这傻女人竟然把自己当成骗子了 看住楚又威又要转身离去 刘长福简直是无言了 小丫头 我真的不是骗子呀 你误会了 我身上不缺钱的 也不缺银子 刘长福刚想从随身空间当中 拿出一些金银出来 这才突然想到那些东西 似乎都已经给了王二牛了吧 刘长福无语了 他总不能拿出零食来 给这个女人看吧 况且零食也许这个女人还不认识呢 刘长福有些后悔了 早知道这样的话 不如当初留下一些金银 在随身空间当中 以备不时之虚呢 我 楚又威在前面走着 刘长福在后面拄着拐杖跟住 小丫头 你听我说呀 我真的不是骗子呀 那刀雷真的是我打出来的 楚又威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 又加快了脚步 他要赶快回到家里 看看丈夫的尸体怎么样了 但想到家里可能还有他的大伯在那里等住 楚又威的脚步又渐渐地慢了下来 现在大街之上都在抓寡妇 他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来回走动着 也许还会再次落入坏人的手中 而且他那个大伯也不是省油的灯 如果自己再回去的话 说不定会跳入到另一个火坑当中 可是让他放弃自己的相公 不管楚又威又是不忍心的 他又有些犹豫了 楚又威的命运比较坎坷 本来是个 书香门第的大小姐 可是因为得罪了皇帝全家被抄斩 他侥幸逃了出来 隐姓埋名这才嫁给了韩秀才 可是没有想到要嫁给韩秀才之后 竟然会发生这么多的事 难道自己真的要回到家里面面对那些泼皮无赖 让他们把自己卖到青楼里吗 楚又威的心里十分的难受 本来以为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了 可是没有想到韩秀才一并不起 整整半年的时间把家里的积蓄全部都花光了 而现在人不但没有保住 而且就这样一命呜呼了 楚又威只能感叹自己命苦啊 自己这样的小人物 真的只能任由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摆布吗 刘长福跟在身后不断地解释住 但是楚又威依然是不为所动 刘长福也不希望用暴力的方式带走这个女人 看了看时间 还剩下将近两个多时辰呢 刘长福还不确定这女人 到底是不是系统所选定的目标 毕竟在她的计划当中 一定要把这女人扶上皇帝的宝座之后 才能够加上身份属性 也许才能够符合系统的判定的目标 可是现在这个样子 这女人根本不跟自己走啊 走过了两条街 马上就快要来到楚又威的家里了 可是转过街角 突然一群兵士 快速地跑向了她家所在的巷子 那些兵士身上穿着盔甲 手中拿着长毛 动作整齐 滑出十分的 有威慑力 楚又威赶快停下脚步 她回到另外的街道之上 探头向外张望 这才发现 后面有一个人骑着高头大马 看起来好像是个将军 只听那个人大声地喊道 你们找到韩楚氏和那个老头 就地格杀 然后把他们的头颅带给侯爷 是 那些兵士们赫然应试 楚又威赶快把自己的身体缩了回来 他十分惊恐地靠在墙上 轻拍着自己的胸口 他心跳十分地迅速 完了 完了 正被侯府的人找过来了 看来小侯爷的事情已经被他们发现了 这么多的士兵 估计已经开始全程搜捕了 我们两个人逃不了了 没想到这正被侯府 竟然不分青红皂白 就要把我们给杀了 简直是我们这种平民百姓如草芥呀 明明是那小侯爷先招惹我的呀 明明是老天爷降下一道雷把他劈死的呀 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呀 难道正被侯府就不给人留一条活路吗 楚又威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 浑身的力气像是被抽钱了一样 有权有势的人 简直是太为所欲为为了 他这样的平民百姓 真的连一点生存的余地都没有了 楚又威现在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 报官那是不可能的 自古以来都是官官相护 况且郑北侯可是一个杀伐果断的人 他在朝中的势力也是十分巨大的 自己一个平民百姓 怎么能够搞得到郑北侯呢 简直是痴心妄想 楚又威左想想 右想想 似乎自己真的没有一点活路了 郑北侯府的势力十分的大 这不一会儿的时间接到之上 除了士兵之外 就是那些捕快们开始不断的搜寻 他们搜寻的目标赫然就是 楚又威和刘长福两个人 刘长福也没想到 郑北侯府的动作竟然这么快 不过仔细想想 人家死了儿子动作这么快 也是有道理的 快快快 郑北侯发出悬赏了 如果谁能找到那个小娘子 和那个老头 不论死活都是赏银一万两 楚又威的心沉到了谷底 郑北侯的这个悬赏 是面对全城的百姓的 如果全城的百姓 都加入搜寻的队伍当中 那么楚又威和刘长福两个人 就真的就没有活路了 全城的百姓那么多人 要比士兵和牙役多太多了 人家都说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这么多的赏赐 认识谁见到都会眼红的 楚又威想到了那些 平时和他们关系不错的街坊邻居 如果真的发现了他的踪迹 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出卖自己 楚又威缩在墙角 不敢动弹 可是现在他急得团团转 却没有任何的办法 有权有势的人一旦 想要跟一个小人物计较 那这个小人物真的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呀 深深的无力感 让楚又威感觉十分的难受 小丫头 我们两个人是不是被通缉了呀 楚又威坐在地上 无奈地点了点头 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 刘长福无所谓的 摇了摇头 没事的 没事的 这只是小场面 老头子我随手就能把这件事情解决 楚又威一脸的黑线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这老人家还在吹牛 而这时候大街之上 已经再次传出了吵闹之声 敲锣的声音此起彼落 大家听好了 镇北侯府现在又增加了悬赏的数量 现在是两万两银子 而且 那个女人身上还穿着校衣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有能够提供他们线索的人 现场奖励十零零两文英 大家听好了 刘长福探头向外看去 这才发现是几个牙翼抬着一个锣 正在沿街大声地宣告着 看来这阵北后是动用了所有的力量 来寻找他和楚又威两个人呢 这样的人海战术 刘长福相信用不了多久 他们两个就会被发现的 果然两个人正在想着对策呢 突然之间一个人经过他们的身边 依依 这不是韩娘子吗 你家相公不是去世了吗 怎么在这里啊 楚又威转过头去 这才发现竟然是他们的邻居胖婶 楚又威强装镇定地说 没事 只是出来买点东西 胖婶点了点头 也并没有过多的追问 楚又威松了一口气 平常他和胖子的关系还算是不错的 两个人是邻居 所以经常地往来 有时候家里没有粮食了 他还去找胖婶接过几次粮食 胖婶每次也是十分的大方 看到胖是不动声色 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 楚又威心里的石头也放了下来 看来在金钱面前 胖婶还是十分的有人情为儿的呀 而此时 街道上传来了牙医的声音 大家听好了 如果有谁看到韩楚氏 并且告诉官府消息 刚场赏赐一千两位鹰 胖婶眨眨了眨眼睛 这消息他还不知道呢 他看了看楚又威 又看了看他身边的刘长福 一个十分貌美的女子 穿着校衣身边跟着一个看起来七 八十岁的老头 这两个人简直太显眼了 这不就是官府所悬赏的这两个人吗 一千两文银呢 胖婶的眼中开始发光 嘿嘿嘿嘿 你们接着买东西 胖婶转身就离开了 但走了两步才来到大街之上 他就开始尖叫了起来 来人哪 快来人了 我发现他们了 楚又威精的目瞪口呆 他没有想到胖婶竟然为了钱 就出卖了他们 难道这个世界就没有人情味的人吗 什么事情都可以出卖的吗 楚又威的心冰冷到了极点 胖婶算是和他关系最好的一个邻居了 可是没有想到竟然为了银子 就这样出卖了自己 而且还是那种毫不犹豫的出卖 胖婶也是突然之间 听到大街之上杂役的叫喊之声 才猛然间做出决定的 但是真的是没有丝毫的犹豫啊 楚又威也没有想到 人和人之间竟然可以这样 小丫头 这就是现实 人并如草芥啊 如果你不是拥有权力的上层社会的人 那只能任由他们压榨 他们是不会给你讲道理的 楚又威对于这一点有深深的体会 可是 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呀 刘长福翻了的白眼 还能怎么办呀 当然是跑了 刘长福发现那边的丁丁和牙医 已经快要围拢过来了 这个女人还没有绝望到极点 所以刘长福决定先放 等到这个女人十分绝望的时候 再向她说出自己的条件 说不定这女人就会答应的 楚又威也反应了过来 赶快 转过头来跟住刘长福 两个人快速地跑向了另一边的巷子 两个人跑到一处隐秘的角落 然后蹲在地上不停地喘气 当然刘长福作为修仙者脸不红心不跳 不过她要装出一副很是气喘吁吁的样子 我说 小丫头 你在京城当中就没有相熟的人吗 找一个你熟悉的人 我们去投奔她 你不会告诉我 你连一个能够相信的人都没有吧 楚又威在脑海中仔细地回想着 猛然间灵光一闪 突然之间想到了什么 对了 我想到了 跟我来 刘长福跟在楚又威的身后 两个人专门挑小路走七拐八拐的 看得出来 楚又威对京城的地形相当的熟悉 连这样的小巷子都知道该怎么走 如果是刘长福的话 不依靠神石在这里走来走去的 肯定会迷路的 走了一段路之后 两个人来到了一个院子前 这处院落不大 周围全部都是平民区 院子的门都已经十分地斑驳了 上面的木屑都已经掉下来了很多 楚又威左右看了看 轻轻地敲响了院门 谁啊 院子里面一个清脆的声音响了起来 院门之鸭一声打开了 出来的是一个看起来二十多岁的女人 这女人的年纪不大 但是头上盘住发迹 想来已经嫁人了 看到门外站住的楚又威的时候 那女子瞪大了眼睛 脸上全部都是惊喜 小姐 楚又威也隐隐地有些激动 翠儿 小姐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原来你还活着 翠儿喜极而泣 小姐 你快进来 快进来呀 翠儿赶紧招呼楚又威他们两个人进来 据楚又威说 这翠儿是她的贴身丫鬟 当初皇帝盼他们满门抄斩的时候 这翠儿就已经嫁人了 也算是逃过了一劫 而且翠儿从小就和自己的小姐生活在一起 两个人说是主仆 但是情同姊妹 当初翠儿嫁过来的时候 楚又威还从自己的私房钱里面贴补了很多嫁妆 交给了翠儿 所以翠儿对自己的小姐是十分感激的 楚又威相信和自己从小长到大的翠儿 绝对不会出卖自己的 进入到院子当中 刘长福才发现这小院虽然外面看起来破破烂烂的 但是里面却是十分的精致 而且庭院里打扫得很是前进 看得出来这个翠儿是十分干练的人 翠儿把两个人引领到房间当中 安排两人坐下 对于刘长福的来历 他没有过多的追尾 因为他十分相信自己家的小姐 可是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小姐才来联络自己啊 当初沈家被满门抄斩的时候 他还去刑场为沈家的人送行了 可是自始至终没有见到小姐的身影 他就想到了小姐 有可能是逃了出来 小姐 你果然是逃了出来 怪不得当初在刑场的时候 我没有发现你的身影 楚优威挑了挑眉毛问道 那天你也去刑场了吗 翠儿神情低落地点了点头 是啊 小姐 我要为老爷他们送行 楚优威有些可惜地说 那天我也去了刑场 只是没有见到你 两个人唏嘘不已 说起了以前的事情 刘长福慢悠悠地走出了门 在院子里面转了起来 两个女人在说悄悄话 她在旁边听着是有些不合适 所以钱翠主主拐杖走了出来 说了一阵之后 楚优威很是抱歉地对朱翠儿说 翠儿 我遇到了一些很紧急的事情 所以不得不来找你 只是希望在你这里待几天 等过几天安全的时候 我再离开 翠儿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小姐 你就尽管在这里住下来吧 这里就是你的家呀 当初要不是小姐你 我怎么可能现在还活着呢 而且这个家想当初也是小姐 你给我的那些银子所布置起来的 所以我是十分感激的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小姐 你都可以把这里当家 楚优威十分的感动 她没有想到两个主仆 离开了这么长的时间 既然翠儿还能够把自己 当作家人来对待 楚优威心里还是十分感动的 毕竟现在她已经不是 那个曾经的楚家的大小姐了 楚优威改头换面 在京城当中生存下来 就没有想过要找翠儿 可是这次真的是万不得已 她只能来找翠儿来寻求庇护 不然的话 被镇北侯府的人抓到到时候下场 肯定十分的凄惨 楚优威觉得自己的决定 十分的正确来找翠儿 真的能够暂时的得到安全 刘长福和楚优威两个人 就在这个小院子住了下来 可是时间不等人呀 刘长福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来这里住住了呀 她要尽快的拿下这个女人 才能够增加自己的寿命的 要不然寿命消耗完 她只有等死了 本来她以为这个翠儿 是值得托付的人呢 而且从她的表现看来 的确是姐妹情深呀 两人说了一话话之后 翠儿就借口去街上买菜 匆匆地离开了 楚优威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 看住刘长福坐在院子的石凳之上 老头 我就说吧 翠儿绝对是值得相信的人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 楚优威竟然称呼刘长福为老头了 这样显得比较亲切 两个人也毕竟算是共患难过 所以楚优威并没有显得那么拘束 有的人就是这样 两个人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 但却像是认识了好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因为性格相投 所以才谈得来 而有的人虽然相处在一起 但确实如同路人一般 这世界就是这么的奇妙 而人也是这么的奇妙 刘长福撇了撇嘴 你怎么知道你的丫鬟不会出卖你呢 说不定他现在就是去大街之上告密 想要拿我们两个人呢 楚优威的脸色马上变得十分的铁青 你不要胡说 翠儿是不可能背叛我的 我们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 真的是情童姊妹 翠儿的为人我还是十分清楚的 你就放心好了 这几天就在这里住下来 等到风声过了之后 我们再想办法出城 刘长福无语地坐在石凳之上 他不可能等那么长的时间的 如果再等几个时辰 那他肯定就一命无户了 楚优威重新回到了房间当中 因为翠儿为他找了几身衣服 正好把他身上的笑衣换下来 毕竟穿这件衣服简直是有些太显眼了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做什么的 而且外面的那些牙医们 一直在敲锣打鼓寻找他们两个人 所以他们两个人也不能同时出现这样的话 更会引起别人的注意的 看到楚优威走进了房间 刘长福是急得团团转 难道真的只能用强迫的办法了吗 刘长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真的不想用那样的办法呀 他正在想办法呢 不经意之间展开了神识 这才发现大街之上有趣的一幕 此时翠儿才走出巷子口 就迎面撞上了自己的丈夫 她的丈夫赶快把翠儿拉到一旁 娘子 你知道吗 官府悬赏五万两银子要捉拿贼人呢 翠儿有些好奇地反问道 什么贼人啊 就是杀死小侯爷的那一男一女啊 小侯爷 是哪家的小侯爷呀 翠儿现在还不知道 街面之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只是听到那些牙医和军士们 来回的穿梭跑动住 似乎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只听到翠儿的丈夫再次解释 当然是镇北侯府的小侯爷了 什么 你是说那个大恶人死了 嘘 你小声一点 不要被别人听到 据说杀死小侯爷的是一男一女 女的身上穿着白色的笑衣 而那男的七老八十的样子 拄着拐杖 翠儿心里咯噔一下 觉得这有些熟悉啊 只听到他的丈夫 又接着说 如果能够提供那两个贼人的线索 当场就可以领到五千两白银 刘长福 看住街面之上的情形 心里也微微一惊 这镇北侯真的是大手笔啊 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已经把悬赏的银两 直接涨到了五万两 五万两足够一个普通人 过上几辈子 甚至这五万两都可以在城外 买上许多的田地 做一个十分逍遥的小地主了 这样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普通人即使前一辈子 可能连一千两的银子都挣不到了 五万两足够让一个人突然之间报复 这的确是太诱人了 重要的是镇北侯一向信誉很好 他说出来的话一向都是真的 如果真的悬赏五万两银子 那镇北侯一定会拿出来的 况且他堂堂的一个侯爷 五万两银子 对于他来说也算是九牛一毛 翠儿的相公十分的激动的说住 你知道吗 五万两银子啊 那可是五万两银子足够我们花上 十辈子也花不完呀 可惜啊 可惜我们没有见到过那两个人 如果真的能够提供那两个人的线索 能够赢取五千两的悬赏 那也是可以的呀 那可是五千两白银呀 而此时正好一队士兵从他们旁边经过 两个士兵的肩上扛着大锣 正在不断地敲击 他们嘴里在不断地吆喝住悬赏的银子 和那两个贼人的特征 翠儿听到那两个贼人之后 一下子就想了起来 那两个人就是自己家的小姐 和跟住他身边的那个老头 他的心里隐隐地激动了起来 可是随后想到了什么 然后又恢复了冷静 小姐对他那么好 他不能背叛小姐的呀 可是他的心里在不断地挣扎住 如果真的能够把小姐和那的老头全部拿下 那可是五万两银子啊 五万两银子足够自己和相公过富足的生活了 甚至连自己的下一代 都能够过着富足的生活 仅仅是这一点 翠儿就已经觉得十分的心动了 况且自从嫁过来之后 她虽然有一些丰厚的嫁妆 但是还要每天工作 现在赚钱实在太难了 她每天辛苦的 也只是能让自己的一家人解决温饱罢了 她也十分有野心的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人 上人想让儿子读书 想让儿子认字 然后有机会的话可以考取公民 然后进入官场做官 每个父母都是望子成龙的 翠儿在心里不断盘算 这只是她的脸上却不动声色 她看了看走过的那些士兵 眼神当中十分的犹豫 不过最后她叹了一口气 咬了咬牙 这才对丈夫轻声说道 相公 我知道那两个贼人在什么地方听到娘子的话 翠儿的丈夫瞪大了眼睛 一脸的不可置信 什么 怎么可能 娘子你不要开玩笑了 那两个贼人穷凶极恶 连镇北侯府的小侯爷都敢杀 肯定是相当厉害的人 我们怎么可能有那么好的运气 碰到那两个人呢 看到自己相公不信 翠儿有些住急了 然后低声地在她的耳边 开始叙述了起来 翠儿的相公听到妻子的叙述之后 眼神当中全部都是贪婪 你是说你们家的小姐 翠儿的相公刚想在说些什么 突然之间翠儿把手一下子捂在了她的嘴上 左右看了看 并没有人注意到她们 她给自己的相公使了个眼色 然后两个人快速地转身离去了 来到一个很隐秘的地方 两个人就开始商量了起来 娘子 你是说你们家的小姐 就是现在官差通缉的那两个人吗 是啊 翠儿的心里还是有些纠结的 她把这件事情告诉自己的相公 就是想让相公帮她拿个主意 她的相公两眼一瞪 那还不去快报告官府啊 娘子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得到 那五万两的悬赏的银子 到时候我们不仅一事无忧了 甚至我们的儿子都可以读书 考取公民甚至做官了 我们几代都不用这么辛苦地做事了 知道吗 五万两银子呀 那可是五万两啊 你我都是粗人 也根本都不识字 我们只能在京城里打零工赚钱 这样的日子你还想再过下去吗 这样的日子多苦你不会不知道吧 你想让我们的孩子也跟我们一样做这种人吗 翠儿的眼神当中全是挣扎 她真的不想 不想出卖自己的小姐呀 可是自从结婚以后 她才知道生活的艰难 原来在楚家的时候 她跟住小姐也算是衣食无忧 只要伺候好小姐就可以了 根本不用想什么其他的事情 可是现在呢 他们不仅要维持自己的生活 还要照顾孩子 让孩子能够谋一个好的前程 现在好了 有这样一个天大的好机会 有可能人这一辈子只有这一次机会 本来她还想着想要找楚家帮忙呢 可是楚家突然有一天就被人下了大狱 直接住了九族 翠儿的心也是冰冷到了极点 如果只能出卖这次良心 就可以换取自己 包括自己的后代衣食无忧 那这样的诱惑可是巨大的呀 看住翠儿还在那里犹豫挣扎 她的相公又加了一把火 娘子 我们在外面欠的那些钱 可是都还没有还呢 如果这个月再还不上的话 那些地痞无赖会冲到我们的家中 把我们的房子给收了 甚至连你们这些娘俩 都要给卖出去啊 难道你想让我们的儿子小小年纪就被卖作奴隶吗 这像是被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 翠儿像是被抽空了力气一样 一下子蹲坐在墙角 不敢面对这样的现实 他们本来 想在街面上开一个店的 可是 既然被人骗了 他们把钱全部都交了之后 那人竟然跑了 而且正是因为这家店面让他们欠了许多的外债 这么多年他们一直没有还清 因为厉鬼厉的原因 他们所欠的钱现在反而越来越多了 而这个月也算是最后的期限 他们根本不可能还清的 翠儿想到了这些 痛苦地摇了摇头 可是我和小姐从小一起长大 怎么能够出卖她呢 不行啊 不行啊 翠儿痛苦地摇了摇头 翠儿的相公一下子来到了她的身边 对住她的眼睛说 娘子 难道你真的想被卖入青楼吗 难道你想让我们的儿子真的去做奴隶吗 想想吧 那可是五万银子不仅可以帮我们解决现在的危机 而且这之后就可以让我们飞黄腾达 让我们家里人 能够衣食无忧啊 只要出卖一次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么多 难道不值得吗 娘子你好好想一想啊 翠儿经过艰难的挣扎 最后抹了抹眼角的泪水 猛地抬起头来 恶狠狠地说 对啊 小姐已经不是曾经的小姐了 她本来就是朝廷通缉的药犯 楚家当初被诛酒足的时候 她本来就已经该死了 现在又犯下如此的弥天大罪 我们这是在帮助朝廷捉拿罪犯了 对 就是这样的 似乎是想要说服自己一样 翠儿自言自语地说住 而她的相公也渐渐地高兴了起来 翠儿缓缓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眼神变得坚决了 相公 我们走 哎 两个人离开了这隐秘的墙角 所走的方向不是回家的方向 而是街上 刘长福从自己的神识当中看到两个人 嘴角不自主地露出了一丝微笑 本来她还想着如何破局呢 可是没有想到这两个人竟然帮自己的大忙了呀 就是要让这个楚又威知道人情冷卵 知道时间险恶 这样刘长福才能够发挥巨大的功效啊 而此时 楚又威正好换上衣服出来了 她身上穿的是一件乳裙 颜色并不是特别的艳丽 不过这女人天生丽质 即使是穿住这样的衣服 也掩盖不住她身上的万丈光芒 女人只是随意地撩了一下头发 刘长福的心脏就不由自主地猛地跳动了两下 这少妇真的是太勾人了呀 刘长福不由自主地吞了一口唾沫 楚又威也走到了刘长福的身边 坐在了另外的凳子上 老头 你刚才的高兴什么呢 刘长福意味深长地说 人世间这些事情啊 真的是处处都是惊喜啊 人心是最复杂的 也许你认识了好久的人 可能和你想象中的是不一样的 楚又威听得云里雾里的 你这又是在感慨什么呀 我怎么有些听不懂了呢 刘长福摇了摇头说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楚又威有些奇怪的看了一眼这个老头儿 怎么感觉这老头儿有些神神叨的呢 两个人坐在院子当中的石头凳子上 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 过了一会儿 刘长福突然神色一动 他透过自己的神识 发现自己所在的这个院子已经被包围了 那些官差和士兵们悄无声息的 直接把这个院子围得铁桶一般 刘长福看了一下自己 系统上所剩的时间 还好 还剩下将近两个时辰 那些士兵捉拿人也是十分的有经验的 这些人穷凶极恶 重要的是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 杀死小侯爷的人 肯定不是一般的人 所以他们都十分的谨慎 悄无声息的就把这个院子给完全的包围了 现在真的是前后左右所有的地方 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了 因为他们知道 绝对不能让这个贼人再逃走 而且镇北侯府发现了那巨大的悬赏令 可是给他们也十分的有益处的这些参与 捉拿这个贼人的所有的官差和士兵 到时候都会得到镇北侯府的奖赏的那笔奖赏 可是一笔很丰厚的银子呀 一会儿的时间 院子的门被打开了 翠儿和他的相公若无其事地走了进来 褲又威转头看去 发现翠儿回来了 他马上从石凳之上站了起来 翠儿 你们回来了呀 翠儿 看住自己的家的小姐 神色有些不自然 笑 小姐 我们回来了 褲又威看住翠儿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关心地问道 翠儿 你怎么了 你这是不舒服吗 虽然勉强地笑了笑 然后 褲又威辅助他就来到了院子当中的石凳之上 坐了下来 而褲又威发现翠儿身边的这个男人 总是有意无意地看向自己 而且看自己的那个眼神 怎么感觉有些淫邪之意 翠儿吻了吻心神 这才向祝褲又威介绍了自己的效果 褲又威也是礼貌地和对方打了个招呼 但是他阴阴感觉 翠儿的这个相公的眼神有些不对劲啊 这就是你们楚家的那个大小姐呀 的确是长得很漂亮啊 当初我听说楚家被满门抄斩了 你家小姐是怎么逃出来的呀 男子这些话说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了 褲又威的眉头皱了起来 但是现在他是来人家里面寻找庇佑的 所以也只能忍气吞声 他本来还想看住自己的丫鬟翠儿 来反驳一下他的相公吗 可是翠儿只是呆愣愣地站在那里 神思不数的样子 可惜啊 可惜没有想到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 竟然也敢杀害正北侯府的小侯爷 听到这里 褲又威突然脸色大变 你怎么知道 褲又威现在已经把身上的衣服换了下来 一般人根本不会想到 他们就是官府要通缉的那两个人 哈哈哈哈 真是太可惜了 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小娘子 褲又威刚想要再说些什么 突然之间院子的门一下子被踹开了 门口的那些衙役和士兵们 一窝蜂地拥进了院子当中 褲又威和刘长福两个人 瞬间就被众多的士兵和衙役给包围了 他们手中拿着长刀和长矛 全都指向了褲又威和刘长福 庞福是在面对穷凶极恶的凶犯一样 突如其来的变化 褲又威为意识之间没有反应过来 他没有想到那些衙役和士兵 会突然找到这个院子 并且把他们给包围了起来 他用询问的眼神看向了翠儿 翠儿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儿还是有些羞愧之心的 他不敢看自己家小姐的眼睛 可是翠儿的相公就不一样了 他走上前来直视住褲又威的眼睛说 褲小姐 如果能抓住你 可是有五万白银的悬赏了 我们这些普通人 即使钱上十辈子 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呀 褲又威的眼神有些暗淡 就为了那五万两银子 你们竟然出卖我 哈哈哈哈 五万两银子对我们来说 已经算是很多很多钱了 褲小姐不要怨我们 一切都是为了生活呀 褲又威不敢置信的 看住自己的女仆 这个和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丫鬟翠儿 翠儿 你这算是出卖了我吗 翠儿低着头不敢说话 哈哈哈哈 褲又威有些神精致的笑了起来 没想到啊 没想到 我最亲近的人竟然出卖了我 老天爷呀 难道这个世界之上的人 真的就没有感情了吗 褲又威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 翠儿可是他最信任的人呀 他曾经一度把翠儿 甚至当做亲人来对待的人 可是现在呢 自己最亲近的这个人 竟然出卖了自己 褲又威顿时觉得天旋地转 眼神当中绝望到了极点 呵呵呵呵 讽刺啊 讽刺真的太讽刺了 褲又威双眼无神 像是失去了灵魂一般 他觉得活着真的没有什么意思了 这人间真的连真情都没有了吗 来人 把这两个人带走 刘长福并没有反抗 而是任由那些兵丁和牙翼压着他们 两个人走出了这座小院的门 褲又威最后回头看了一眼小院 主仆之情 哈哈哈哈 褲又威绝望地摇了摇头 任由那些差异压着他 就走向了大街 翠儿虽然十分的羞愧 可是看出自己家的小姐被带走了 他的眼神当中隐隐地有些激动 因为他已经能看到五万两银子向他招手了 两个人被压着走在大街之上 刘长福转头对住褲又威说 女孩 你想不想做女帝呢 褲又威此时正十分的绝望了 突然之间被老头子这样一问 他的脑袋有些转不过来弯儿 什么意思 刘长福淡然的一笑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现在就让你坐上女帝的宝座 坐了女帝之后 你就可以拥有无上的权利 天下人的生杀大权全都有你 甚至这个镇北侯在你的眼中 也只不过是一个强壮的蚂蚁罢了 老头 你就不要开玩笑了 我没有开玩笑 只要你点头同意 我可以马上让你实现这样的愿望 褲又威此时已经绝望了 看出这老头又开始风言风语了 褲又威前脆不理刘长福了 两个人就这样 被押进了镇北侯府 而此时王二和已经坐在院子当中 看出这一男一女被押进来 镇北后的眼神当中有着一丝怒火 不过随后就被他快速地隐藏了下去 他唯一的儿子竟然就被这一男一女杀死了 他当然生气了 褲又威进入到院子当中 这才惊讶地发现旁边竟然跪着许多人 他们的双手全部被反绑在身后 走进之后 他才发现这些人 似乎就是当时在场的那些人吧 除了小侯爷身边的那些狗腿子之外 就是一些围观的平民 褲又威浑身一震 这镇北侯 难道是想把当时在场的所有人 全部给杀了吗 跪下 身后的那些牙役和兵丁们 大声地叫喊住 但刘长福和褲又威两个人 却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王二和摆了摆手 那些人全都安静了下来 此时他看起来却十分地冷静 并没有想象中的暴怒 就是你们两个杀了我的儿子吗 刘长福没有说话 楚又威此时却摇了摇头 我们没有杀死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是被一道天雷劈死的 当时在场的 可是有很多人 你可以派人去询问 王二和摇了摇头 平地生惊雷这样的事情 怎么会发生呢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反正当时你们两个人肯定在场 我不相信 雷电会那么巧地打在我儿子的身上 而且今天是晴空万里 连一片乌云都没有 怎么可能会有雷呢 你们也不用狡辩了 不管是不是你们 反正你们当时就在这场 这雷和你们也有莫大的关系 楚又威倾笑地摇了摇头 郑北侯 我听说你在战场之上是战无不胜的 而且你在士兵当中的威信也很高 可是你怎么就不愿意听我们讲述事实呢 你儿子的确是被天雷劈死的 你可以找武座去验尸啊 呵呵呵 我不管我的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 只有你们这些人当时在场都全部都有嫌疑 我宁可错杀也是不会放过一个人的 今天即使与天下人为敌 我也要把你们这些人全部杀了 饶命啊 侯爷 饶命啊 其他的那些人十分的无辜 他们在不断的求饶 尤其是许多人只是上街来买东西 偶尔之间碰到了这件事情 多看了两眼 这就被抓了过来 院子当中的人加起来差不多将近有五十多个 这五十多个人全部都是当时在场围观的那些人和小侯爷的狗腿子 再加上楚又威和刘长福两个人 甚至还有当初收受贿赂的那几个士兵 他们也无力地跪在地上 眼神当中全然绝望 楚又威猛然抬起头来 眼神当中全部都是不干 郑北侯 难道你想草菅人命吗 我们这么多人 纵然是和你的儿子有一定的关系 但也没必要把所有的人全部杀死吧 王二和和冷冷一笑 可是你们这些人当中必定是有 杀死我儿子的真正的凶手 当然 如果有人愿意站出来承认的话 我倒是可以考虑放过一两个人 众人全都缩了缩脑袋 不愿意承认杀死了侯爷唯一的儿子 如果真的当场承认了 到时候说不定会牵连家人呀 所以大家也都是默契的 闭上了嘴不敢开口 你看看 你看看 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承认 那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怪只怪 你们这些人只是一些无权无视的小人物罢了 我不管你们谁有嫌疑 只要当时在场看着我的儿子痛苦地死去 全部都要死 王二和眼神一冷 小女孩 我儿子是什么样的人 我心里很清楚 如果不是你长得这么漂亮的话 我儿子怎么可能注意到你 如果他没有注意到 你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一切的事都怪你 你要乖乖地跟住我儿子 成为他的女人 不就没有那么多事情了吗 你看看现在你连累了多少人 楚又威 简直都快气笑了 这郑北侯简直是倒打一耙呀 难道长得漂亮就有罪吗 王二和摇了摇头 长得漂亮不一定有罪 但是你拒绝了我的儿子 那你就有罪 当初他想要让你做他的女人 你答应了不就行了吗 我 楚又威简直被郑北侯的逻辑整晕了 我告诉你们这些人 你们的今天的死亡都和这个女人有关系 要怪不要怪我 你们怪他去吧 被绑在地上的那些人全都转头看向了楚又威 他们的眼神当中全部都是愤怒和不甘心 狐狸精 如果不是你 我们怎么可能有今天的下场啊 真的是红颜祸水呀 古人成不起我 你这个贱女人 都是你 都是你呀 我们当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楚又威没有想到在场的这些人竟然全都把矛头指向了他 他真的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了 来人 把这些人全部拖下去 一个一个的给我斩了 王二和的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 是 瞬间就有几名士兵 拉着那边围观的几个大妈走到了院子的旁边 那大妈此时已经被吓得全身颤抖 大小便失禁了 他结结巴巴的 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两个士兵相当的利索 直接把大妈 拖到旁边 然后手起刀落扑一声 大妈的头颅就像是皮球一样滚落在了地上 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 这些人看住死去的那些人 拳头下的全身开始颤抖 有能够说话的开始不断的求饶 刘长福看住这个镇北侯 显然这个人是有点疯了 第148章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唯一的儿子死了出现精神不正常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 刘长福叹了一口气 这的确是有些草菅人命了 丫头 还记得我刚才说过的话吗 楚又威看住那边的人一个一个的死去 他也是十分害怕的 面对死亡没有人能看得那么平淡 况且现在只是在煎熬的等待住 等待死亡的感觉 让人十分的不好受 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条件呀 楚又威猛然之间想了起来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就不要开玩笑了 刘长福再次无奈的苦笑了一声 我真的不是开玩笑 你想想 如果你真的成为了女帝陛下 到时候就可以对付这个草菅人命的郑北侯了 楚又威此时的心思完全不在谈话上 只是看住那些人一个一个的被砍了头 他也是紧张到了极点 楚又威无所谓的点了点头说 好好好 我同意了 同意了好吗 刘长福嘿嘿一笑 不过前提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要你 楚又威还是狠狠的震惊了一把 不过随后他也是然了 反正现在都已经快要死了 这样的条件答应了又能如何呢 他无所谓的点了点头说 好啊 刘长福高兴的点了点头 小丫头 咱们可说好了 这件事情如果我做成了 你可不能反悔 你放心 爸 虽然我不是君子 但是一言即出 一马难追 好 刘长福大喜 他抬起头来对著作在那里的镇北侯王二和说 王二和是吧 镇北侯一下子愣住了 今天你冒犯了不该冒犯的人 你就等着全家被抄斩吧 王二和愣了一下 哈哈大笑起来 老头 你不是在说胡话吧 刘长福摇了摇头 看住身边的楚又微说 你得罪了未来的女帝陛下 你们镇北侯府完了 王二和更加的嚣张的哈哈大笑了 起来 别开玩笑了 你是说这女人是未来的女帝陛下 这怎么可能 刘长福没有时间跟着个人废话 他大手一挥 猛然之间 两个人腾空而起 瞬间就消失在镇北侯府的庭院当中 王二和和手下的那些兵士 看住两个人突然之间腾空而起 一时之间竟然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两个人的身影消失了 众人这才有些不可置信 甚至有的人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还以为刚才自己看花了 可是再次睁开眼睛向地上看去 真的发现刚才的那一男一女 竟然真的不见了 侯爷 这 王二和也吓了一大跳 他虽然身为舞者 实力也很强 但是如果想要一个人腾空而起 突然之间消失也是不可能的 能够做到如此地步的 除了那些兴士之外 就没有其他人了 讲到这里 王二和的心里咯噔一下 抬头看向了天空 难道这女人和那些修仙者 有什么关系吗 王二和制止了手下 把这些人全部押进大牢 等我查明事情的真相 再把他们处置 没有死的那些人劫后余生 全部都一下子瘫软 坐在了地上 王二和再次抬头看向天空 儿子的死和刚才那两个人 一定有关系 哼 不管你是谁 杀了我的儿子 即使是仙尸 我也要搏上一搏 楚又威看住自己的身体腾空而起 周围的景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十分害怕地又重新闭上了眼睛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和这老头两个人 竟然在半空当中快速地飞行住 看到前方那宏大的建筑物 楚又威的心脏猛地跳了两下 这 这是皇宫 哈哈哈 小女孩我就告诉你了 你想做女帝是十分简单的事情 现在总相信我了吧 楚又威有些震惊地点了点头 猛然之间想到了什么 这么说你是仙尸 刘长福没有隐瞒 点了点头 你既然是仙尸 怎么能够看上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女子呢 据说仙尸有翻山倒海之能 也能够让人起死回生 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子 怎么能入得了仙尸的法眼呢 哈哈哈 只是因为你体质特殊而已 刘长福并没有做过太多的解释 因为他的时间不多了 两人快速地来到了皇宫当中的大殿之上 金兰殿此时已经聚集了许多大臣 而此时王若涵已经站在了上手的位置 因为清云宗的那些长老和弟子们 已经全部被放了出来 他们此时已经成为了皇宫里的主宰 这些仙尸 大人偶尔也会和朝廷里的几个大员打交道的 尤其是刘长老 他的身份地位甚至还要高于女帝陛下的 此时他也站在这些人群当中 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 长老 福伯 他去什么地方了呀 刘长老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啊 只是刚才我收到传音符 他要我召集所有的在京的大臣 似乎要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宣布 突然之间刘长老抬起头来看向了天边 惊喜地说 回来了 清云宗的年轻弟子抬起头来 看到天边果然有两个人影 急速地冲向了金兰殿 眨眼的时间两个人就直接落在大殿中间了 那些大臣们看住飘飘欲仙的两个人 全都傻眼了 因为落在大殿中央的两个人是一个老头拄着拐杖 看起来八十多岁的样子 老头的身边有个年轻漂亮的女子 女子的身上穿着粗布的衣服 看起来像农妇 当女人转过头来 众人看清楚她的样貌的时候 全都大惊小怪 这女人天生丽质 长得实在是太好看了 即使穿着粗布衣上 也能凸显她较好的面容 刘长福没有废话 对着刘长老吩咐道 我让你准备的事情怎么样了 刘长老点了点头 已经全部照您的指示办好了 那就开始吧 刘长老有些纳闷儿 福伯 你说的该不会是这个女子吧 刘长福点了点头 就是她 赶快去办 要抓紧时间 一切程序要简化 我要让她在半个时辰之内 完成登基大典 看出福伯如此焦急的样子 刘长老账二和尚 摸不住头脑 楚又威有些紧张的 看住周围的那些大臣 他也是书香门第出身 对于那些大臣身上的衣服 还是认识的 这大殿当中 都是一些一二品的大员 这些人平时都是高高在上的人物 即使是楚家最辉煌的时候 也不可能见到这些人呀 他有些紧张的拉了拉 刘长福的衣袖 福伯 你真的不是开玩笑吗 这种事怎么能开玩笑呢 从此刻开始 你就是大阎国的女帝陛下了 什么 我 楚又威的心脏 简直快要受不了了 人生的大起大落 让他有些猝不及防了 他从来没有想到 有朝一日自己能够成为 这大阎国至高无上的人 刘长福拍了 拍他的手 轻声说 乖乖的去吧 你可要记住我们两个人的交易 想起两个人之间的交易 楚又威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 不过此时更令他兴奋的是 他真的要成为大阎国的女帝陛下了 现在在大阎国当中 福伯的话算一言九鼎 没有人敢反对 是 福伯 我这就去办 当刘长老宣布这个女人 将成为新一任的女帝的时候 大家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可是那些大臣们没有一个反对的 因为清云宗他们惹不起啊 而且这大阎国说起来 也只是清云宗一个附属的势力而已 清云宗完全有权利去另立一个皇帝 楚又威呆呆地跟住那些宫女们走了下去 他到现在脑袋都还转不过来汪儿 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任由那些宫女们摆布不一会儿的时间 他身上就被换上了新的衣服 虽然过程已经十分的精简了 但也足足花了将近半个时辰的时间 楚又威呆呆地坐在龙椅之上 看着那些大臣们像自己行李高呼万岁的样子 他一时之间 感觉像是在梦中一样 一切流程走完之后 大言国心的女帝陛下就此缺利了 楚又威被那些宫女引领着来到了后面的宫殿 这宫殿里的陈设都极其的奢华 楚又威看得目不暇己 来到一座大殿 楚又威静止走了过去 身后的宫女直接就把大殿的门关上了 楚又威有些害怕 抬起头来才发现 福伯此时正好坐在大殿的椅子上 看到福伯之后 楚又威没有刚才那么紧张了 这短短的半个时辰 经历的事情简直是太多了 他竟然真的只是从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 成为了整个大言国至高无上的人 这一切的一切简直是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到现在楚又威都感觉 自己今天做的这一切完全像是在梦中一样 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有多少次掐胳膊了 可是带来的那种真实的疼痛感 告诉她这的确是实实在存在的 他的确成为了大言国 至高无上的那个人 也真的成为了大言国的女帝陛下 此时见到了福伯 他感觉自己似乎找到了依靠一样 刚才他真的是太紧张了 那些大臣们向他下跪的时候 他都差一点惊地从座椅之上站起来 如果不是旁边有太监宫女给他使眼色 他甚至连那把龙椅都坐不下去 身上的衣服穿着有些雷坠 楚又威 使劲地向前走着 走到福伯身边的凳子之上 他一下子坐了下去 抹了抹额头的汗 看到桌子之上摆着茶 他也没有客气 端起茶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 喝完茶之后 他抹了抹嘴角 没想到当皇帝也这么累 刘长福无语地翻了的白眼 当皇帝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甚至许多人为此争得头泼血流 可是这女人现在反而觉得 做皇帝有些累了 如果让其他的人听到这句话 一定会翻一个大大的白眼 刘长福转过头来看住楚又威 他不得不感叹造物主是偏心的呀 为何让这个女人生得如此的漂亮啊 即使是从一介平民百姓 身份转换成为了大盐国的女帝陛下 但是这女人的身上的那种 清新脱俗的气质确实没有变化 本来刘长福还以为 这女人当上女帝陛下之后 可能会跟这种女帝的气质格格不入 可是现在看来 似乎是拥有一种 别样的女皇帝的风范 楚又威穿着黄色的龙袍 头上戴着皇冠 走起路来并没有像电视剧当中的 那些皇帝一样龙行虎步的样子 虽然走路不是特别的大气 但却给了刘长福别样的一种感觉 这个女人还的确十分的有韵味啊 刘长福赶快打开系统面板 系统 现在这个女人可以成为我的目标吗 恭喜宿主 楚又威此时可以成为宿主的目标 而且是二星目标 刘长福浑身一震 心里简直高兴坏了 果然这女人只要身份转变之后 就完全符合体制的要求了 可是为什么只是二星目标啊 刘长福有些纳闷儿 毕竟像是云青婉这样的女人 都已经属于二星的目标了 楚又威现在可是女帝陛下 而且还是一个寡妇 这两重身份再加上她绝高的颜值 完全能够被系统评判为三星之上的目标啊 可是为什么会这么低呢 刘长福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情况 不过她也没有时间做过多的纠结了 因为系统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 现在只剩下一个多时辰了 她要完成和楚又威的亲密交流 要不然的话 寿命完全消耗完之后 她就成为一个死人了 终于有了目标 刘长福也没有再顾忌什么 直接走到了楚又威的身边 一把就把她抱了起来 突如其来的 这种动作让楚又威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她愣了愣 随后才想到 和这个老头儿之间的约定 虽然知道这老头儿要干什么 但是楚又威还是明知顾问的 今生反问的 你要干什么呀 刘长福看住这个女人焦落的脸蛋 现在还有些泛红 肯定是刚才的激动 嘿嘿嘿嘿 你忘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约定了吗 楚又威明知顾问的 又再次反问道 什么约定啊 刘长福看住女人装傻的样子 都是这么可爱 实在是有些忍不住了 一下子俯身上去 吻下了她那红嫩的嘴唇 呜呜呜 楚又威本来还想坚持几下呢 可是没有想到这老头儿竟然如此的猴急 虽然觉得有些对不起死去的丈夫 但是经历了生死之后 她的心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小人物如果没有活路也只能奋起反抗 现在她已经成为了大言国至高无上的人 到时候完全可以回去复仇了 不只是镇北侯府的人 包括自己的那些邻居 包括自己最亲密的 从小一起长大的丫鬟串 这些让她寒心的人都要受到她的惩罚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个老头儿给自己的 楚又威知道一定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要不然人家凭什么要帮助自己呢 当初楚家被满门抄斩的时候 她就明白这个道理 楚又威没有在做过多的挣扎 而是闭上眼睛 两酒 纯芬 两个人四目相对 楚又威娇羞到了极点 虽然她已经嫁入了韩家 但是韩秀才是个病秧子 根本不能行房事 所以直到现在她还保持着厨子之身呢 可是楚又威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保持了这么多年的清白之身 竟然会交给这样一个老头子 虽然她心有不甘 但是这个老头的身份地位 简直是太高太高了 甚至还是传说中的先师 她这样的人只是普通人 即使是和现实体鞋都不配啊 现在能有如此的机会 接近先师 楚又威的心理 还是有些庆幸的 嘿嘿嘿嘿 小丫头 我们去龙床之上吧 楚又威害羞地点了点头 脸红得像是红苹果一般 简直是熟透了 刘长福一把就把楚又威 给横抱了起来 两个人来到龙床之上 刘长福一挥手 两边的围漫缓缓地关上了 一个时辰过后 刘长福看住 已经被她弄晕过去的楚又威 不由地笑了笑 今天真的是的大惊喜啊 她没有想到这女人竟然还是第一次 叮咚 恭喜宿主完成了攻略女帝陛下的任务 修为加十万 寿命加十天 夏品林根一个 治国方略一本 刘长福终于松了一口气 她现在的寿命被增加到了十天 那就是说在这十天之内 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她又看了看睡在旁边的楚又威 眼珠子转了转 如果再跟这个女人做深入交流的话 到时候一定还会增加寿命的 可是她依然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女人会是二星的目标呢 叮咚 恭喜宿主 截胡天选之子 韩林的女人 修为加一百万 刘长福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 我靠 这什么情况啊 怎么回事 这女人竟然是天选之子的女人 为什么又会出现一个天选之子呢 刘长福满脸的震惊之色 不过 随后她打开了系统面板 才发现 宿主 刘长福 修为 金丹大元满八十万一百万 资质 中品林根一千三百三千 寿命 十天 除一 四品林除四百六百 炼丹术 五品炼丹师六百三千 制服术 三品福禄师三百一千 南宫刘梨对宿主的好感度九十一 柳青城对宿主的好感度九十二 云青婉对宿主的好感度九十 楚又威对宿主的好感度五十 看到系统面板里的内容 刘长福的眉头皱了起来 如果当初不是为了掌控一伙 他不可能欠系统那么多的修为制 现在虽然拿下了天选之子的女人 系统也奖励了这么多的修为制 但是依然没有突破到原因期啊 不过向下看去发现 楚如意对自己的好感度 才只达到了五十 刘长福转过头来 有些奇怪的看住熟睡的女人 看来这个女人对自己 也没有那么多的爱意啊 也只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之上 受到了太多的委屈 想要反抗 只是抓住了这一次 很好的机会罢了 而这个女人 也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背叛 如果有人想要 再进入她的心里 可能很难很难吧 刘长福觉得 这个女人有点可怜 原本就是命运多舛 最后也差一点死 这女人有防备之心 也是很正常的 如果一个女人和男人 发生了关系之后 就完全的把身心 交给了这个男人 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除非这个女人 本来就是一个恋爱脑 只是刘长福 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新冒出来的这个天选之子 到底又是什么人呀 他总觉得自己 似乎捅了娄子了一样 一个夜凡 他还没解决呢 现在又冒出来了一个 叫做韩玲的家伙 也不知道 这家伙到底是谁呀 刘长福掀起被子 刚想要钻到被窝里面 突然之间紧照顿声 他赶快一掌拍出 一个人因猛然之间 出现在了房间当中 他跌跌撞撞的亮呛住 一下子跌坐在了地上 刘长福抬头看去 这才发现竟然是个年轻人 身上是书生的打扮 这年轻人隐秘的功夫很好 如果不是刘长福 拥有真实眼的话 说不定就被这个人骗过去了 展开神识才发现 这年轻人的修为 竟然只是恋起一层 刘长福有些纳闷 一个恋起一层的小家伙 竟然能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隐藏 这么久不被发现 噗 那个男人捂住胸口 一下子吐出一口鲜血来 刘长福皱着眉头 立声质问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偷袭我 年轻人的眼神当中 全部都是仇恨 呵呵 为什么要杀你 可惜啊 可惜被你发现了 要不然一击得手之后 你绝对会死在我的断神刺之下 呵呵 你这个老头还要问我是谁 你掳走了我的妻子 并且和他发生了关系 你竟然问我是谁 呵呵呵 来人笑得有些凄惨 他没有想到自己还是来得太晚了 自己那美丽的妻子 竟然已经遭人捕手了 他没有想到竟然是个糟老头子 可这个糟老头子 竟然是一个金丹七大圆满的修士 原本普通的金丹七大圆满的修士 他不放在眼里 他本来就是先君转世 重生 利用一些隐秘的手段 还是能够重创这个金丹七大圆满的修士 可是当他靠近床边的时候 突然之间就被这个人发现了 韩玲有些不可思议 他动用的秘法 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的呀 即使是化神器的修士 也不可能看到自己的身形啊 金丹七大圆满的修士 为什么能够发现自己呢 韩玲百思不得其解 刘长福浑身一阵不可思议地看住这个人 我靠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 楚又威是二星的目标了 原来他的丈夫就没有死 或者说是死而复生了 刘长福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不过他没有想到自己无意间 竟然和另一个天选之子 结了深仇大恨了 俗话说杀父之仇夺妻之恨 这两大仇怨可都是最深最深的呀 他和这个天选之子韩玲 结料如此大的仇 想来是不可能和解了 原来是你呀 哈哈哈哈 可惜你来晚了 这女人属于我的了 韩玲眼神当中的愤怒 简直快要溢出来了 老头 我不管你是谁 竟然敢抢夺本仙君的女人 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韩玲一下子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然后 双手伸出食指 一下子抵在了太阳穴上 接着右手一直点出 断神刺 出 刘长福毫无反应 猛然之间就感觉自己的尸海当中 一下子动荡了起来 似乎被扔进了一颗炮带一样 刘长福赶快用力压制 他没有想到这天选之子 竟然指引区区炼气一层的修为 竟然能对自己造成伤害 刘长福顿时觉得头昏脑胀 等他完全地压制住那股疼痛的时候 睁开眼睛 这才发现大殿当中空荡荡的 没有任何人 似乎刚才韩玲的出现 只是像是梦中一般 可是刘长福捂住疼痛的脑袋 明确地告诉他 刚才的确是韩玲出现了 刘长福眼神凝重 难难自语 这家伙自称仙君 看来有可能是重生之人 或者应该说他是集体众生 他生前有仙君的修为 想来现在练习一层的修为 也只不过是暂时的 只要给他时间 他就能快速地提升修为 到时候追上我 甚至是超越我 都是有可能的 刘长福的头又开始痛了 哎 又是个劲敌啊 刘长福盘坐在床上 闭上了眼睛 韩玲这种攻击方式 是专门处理神识的 这种方式必无可避 防无可防 除非对方的神识十分的强大 看来仙君转世之后 他的神识 还是要比普通人大上许多的 当然这世界之上 也会有防御神识的方法 只是刘长福不知道罢了 不过据他所知 一般穿越者的神识 都要比一般人的神识强大许多 也因为是这一点 刘长福才没有被刚才的突然袭击 一下子打得措手不及 不过最终还是让那个寒灵给跑了 留下这么大的一个祸害 刘长福显然是不甘心的 有心想要派自己门下的弟子 前去找寒灵的麻烦 不过想了想 还是打消了这样的想法 天选之子一般都会越打越强的 派清云宗的那些弟子 过去也只有送死的份 自己这个金丹七大圆满的修士 都差一点住了他的道 更何况是其他人呢 看来也只能徐徐徒之了 现在围经之际 最重要的就是尽快地提升自己的修为 只要自己的修为提升得足够的快 到时候这些天选之子 也不会是自己的对手的 刘长福还是感觉到了深深的压力 不过拿下了楚又威之后 正是因为她是天选之子的女人 所以才被系统奖励了那么多的修为值 怪不得 怪不得搜遍了全程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目标 原来系统所认定的目标 似乎和天选之子都有一定的关系 自己之前的这几个女人和叶凡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而现在楚又威这个女人 又和这个韩灵有着特殊的关系 难道系统让自己所找的目标 全部都是和天选之子有瓜葛的女人吗 想到了这些刘长福 赶快召唤系统 想要问个明白 可是系统自始至终没有任何反应 系统 你个老六 关键时刻你反而沉默了 哎 一切还需要靠自己啊 刘长福转过头来看住楚又威 半裸的香肩 那乌黑的头发披散在身后 前面的一些头发遮住了半张脸 更加衬托出了楚又威皮肤的白皙 刘长福嘿嘿一笑 韩灵 哈哈哈哈 弄得我头痛欲裂 那我就报复你的女人 刘长福一个虎扑 第二天早上 天刚蒙蒙亮 刘长福悠悠转醒 看住身边还在昏迷当中的楚又威 她不得不感叹普通人的体质简直是太差了 有时间还是需要增强一下楚又威的体质的 看了看刚才的收获 宿主 刘长福 修为 金丹大元满83万100万 资质 中品林根1330,000 寿命 11天 厨艺 四品林厨 4600 炼丹术 五品炼丹师 630,000 制服术 三品服录师 310,000 南宫流离对宿主的好感度 91 柳青城对宿主的好感度 92 云青晚对宿主的好感度 90 楚又威对宿主的好感度50 刘长福发现自己的寿命只增加了一天 他骚了骚头 有些苦恼 看来系统可能给自己限制了寿命增加的速度了吧 原来的时候甚至寿命都增加到了700多天了 现在好了 寿命只剩下11天的时间了 简直是太坑人了呀 刘长福总有一种被系统套路的感觉 可是他也没有证据 不过跟着女人交流一次就能够增加一天的寿命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大不了他一天一次就罢了 反正他的随身空间当中的泉水能够让他瞬间的恢复活力 只不过这女人的体质是有些太差了 根本受不了他这样的征法 他心念一动查看起了系统所奖励给他的东西 夏品灵根一个 治国方略一本 系统 这夏品灵根能够用到别人的身上吗 可以 夏品灵根可以让任何一个普通人拥有夏品灵根的修仙资质 刘长福一喜 系统 果然逆天呀 修仙的资质本来都是天注定的 有的人本来生下来就有灵根 而有的人就没有灵根 只有有灵根的人才能够成为修仙者 这系统竟然可以让人瞬间诞生灵根 而且还是夏品灵根 简直是太厉害了 刘长福看了一眼旁边的楚佑威 为了自己以后的幸福 还是需要让这个女人修炼的 砰砰砰 房门被敲响了 门外的宫女小声地说 陛下 该上早朝了 而此时 楚佑威悠悠转醒了 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到了旁边的刘长福的时候 脸上的红韵一下子就起来了 嘿嘿嘿嘿 我的女弟陛下 该起床了 楚佑威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此时天还没大亮 怎么这么早啊 上早朝 当然都要早一点了 今天可是你第一次上早朝 经过刘长福这么一提醒 楚佑威猛然之间反应了过来 他现在已经成为大阎国至高无上的人了 成为了女帝 陛下可不是要上早朝吗 楚佑威急急忙忙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一不小心被子竟然滑落了下来 刘长福的眼一下子就迟了 楚佑威转头瞪了一眼刘长福 娇羞地称道 看什么呢 又不是没见过 楚佑威赶快把被子重新拉了起来 裹在了自己的身上 嘿嘿嘿嘿 这样美丽的风景 即使看一被子我都愿意看 楚佑威的脸又再一次地红了起来 好了 好了 来日方长 要赶快上朝 看看我的衣服去哪里了 楚佑威左右地开始翻着起来 这才发现他昨天穿的那一身龙袍 此时已经散落在床边 楚佑威有些焦急的赤柱脚来到了地上开始寻找了起来 可是找了半天依然没有把衣服找全 昨天他可是第一次穿皇帝所穿的衣服 而且那衣服十分的繁杂 如果没有宫女伺候的话 根本不知道怎么穿 现在他一个人 想要穿戴是不可能的 刘长福翻了的白眼 还不赶快吩咐那些宫女进来帮你穿戴呀 楚佑威这才反应过来 今天可是第一天上朝 如果他迟到了 那可真的就会成为笑话了 他狠狠地瞪了刘长福一眼 都怪你 你快将那些宫女进来帮你穿戴 我去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 说完话 刘长福的身影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 楚佑威左右看了看 并没有发现老头的身影 果然这修仙者的手段真的是神鬼莫测呀 来人 楚佑威顾不上刘长福的事了 他赶快吩咐宫女进来帮他穿戴 几个宫女快步地走了进来 不一会儿的时间就帮楚佑威穿戴整齐 然后他带领着几个太监和宫女 就来到了前面的金蓝殿 坐在龙椅之上 楚佑威还是十分紧张的 毕竟这辈子是第一次当皇帝 而且还是女皇帝 看住下面密密麻麻的那些大臣们 向他跪下来 楚佑威觉得一个头两个大 虽然也能感觉到至高无上的权力 带给人的愉悦感 但更多的是恐慌 吴皇万岁万岁万岁 楚佑威有些激动的声音响了起来 众爱卿平身 底下的那些大臣们纷纷站了起来 楚佑威旁边的一个太监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楚佑威也希望底下的那些臣子们 今天没有什么事情 毕竟他也是第一次上朝 什么都不懂 但最终还是事与愿违啊 上手位置的一个人 向右前方跨出了一步 陛下 陈有本奏 楚佑威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那老臣看起来岁数已经不小了 头发胡子都有些花白了 既然站在上手的位置 表示地位很高 陛下 青州那边发了洪水 冲毁了梁田万物 已经有四个县的百姓受灾了 如何救灾 还请陛下定夺 楚佑威一下子就愣住了 这种事情 他是第一次接触啊 他对于这些国家大事 真的是一点经验都没有 一下子就被这个老臣问住了 沉默了一会儿 他始终理不出头绪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正急的满头大汗的时候 猛然之间脑海当中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别急 我来告诉你 听着这熟悉的声音 楚佑威一脸的惊喜 这是老头的声音 刘长福此时盘坐在大殿之上 系统 这治国方略难道只能我使用吗 是的 治国方略只能宿主使用 刘长福一脑门的黑线 我要这治国方略有什么用啊 我又不是皇帝陛下 直接交给楚佑威不行吗 不行 好吧 你是系统你说了算 宿主是否读取治国方略里面的所有的资讯 是 一道金光直接没入了刘长福的脑海当中 瞬间他就感觉自己的脑海当中多出了许多的知识 这些知识全部都和治国有关系 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好 如何把这个国家发展壮大 如何和那些臣子们相处 各方面的讯息 全部都有 一瞬间 刘长福就已经融会贯通了 刘长福瞬间感觉自己什么都懂了 他透过神识看住金丸殿龙椅之上的楚佑威 还是十分焦急的样子 他得意的一笑 然后传音说道 你们照我说的 说给底下的那些大臣们 楚佑威不可查的 点了点头 先从国库拨付赈灾营两 就这样 刘长福说一句 楚佑威学着给大臣们说一句 原本那些大臣们还想看新的女帝陛下的笑话呢 可是没有想到女帝陛下竟然侃侃而谈 而且这件事情处理的井井有条 许多细节的地方甚至已经考虑到了 许多大臣都对新的女帝陛下刮目相看 这救灾的事情说复杂也复杂 说简单也简单 平常都是他们这些臣子们讨论之后拿出一个章程 然后经过陛下审批之后 才会发出圣旨 可是今天 这个新的女帝陛下竟然只靠口述 就已经把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那些小看女帝陛下的臣子们 此时都高看了陛下一眼 干灾的事情说完之后 那些大臣们又依照平常的上朝的习惯 洗奏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新的女帝陛下都做了妥善的安排 众人没有想到新的女帝陛下竟然如此干练 对于如何治理国家似乎有很深刻的见解 这点小事根本就难不倒她 众人的心也都放在了肚子里 本来许多为国为民的好官心里还有些不愿意呢 因为这个女帝陛下 可是那些仙人们擅自指定让她成为女帝陛下的 他们可不想信任的陛下 皇帝会是个昏君 会是不学无术什么都不懂的人 但没有想到 新的女帝陛下竟然带给他们这么大的惊喜 为首的那名老者其实就是大盐国的首府 他叫做赵东阳 赵东阳很是欣慰地看住女帝陛下侃侃而谈 心里简直高兴坏了 没有想到误打误撞之下 竟然给他们选了一个这么好的女帝陛下 赵东阳能够看出来 女帝陛下刚开始还是十分声色的 说话的时候也并没有那么大的自信 可是渐渐地她似乎把自己带入到了角色当中一样 说话的口气也越来越威严了 对于大臣们上奏的那些事情 也是越来越游刃有余了 仅仅是这一点 赵东阳就能够看得出来女帝陛下是有心的 千金难买有心人呀 如果一个人想要做好一件事情 只要她有心朝着她的方向努力 这就是最好的 看来新的女帝陛下是想要做好一个皇帝 想要造福天下子民呀 赵东阳和身后的两个首府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睛当中看出了欣慰的神色 自从女帝陛下被调包之后 他们这些人就觉得女帝陛下性情大变 甚至有时候发出的 甚至都是一些十分无理取闹的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谁让人家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呢 有些正直的大臣虽然也反对过 但是第二天的时候 他们就无缘无故地死去了 很是蹊跷 自此之后 许多人就都不愿意提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了 而自从那个时候开始 朝堂之上 也被那个女帝陛下弄得乌烟瘴气 大言国上下也是怨声载道 此时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 他们都对新的女帝陛下十分的认可 仅仅是从刚才的事情上来看 这新的女帝陛下 最起码要比原来的那个墙上太多了 又过了一会儿 大家起奏的事情都已经差不多了 太监又喊了一句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楚又微松了一口气 今天第一次上朝总算是过去了 他抬头看住底下的那些大臣们 似乎是没有什么事情了 他真的十分感激老头 如果不是老头给他传音 今天的这些事情 他甚至许多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虽然他也是饱读诗书 但是对于治国方面的东西 许多他还是不了解的 可是为什么老头什么都懂吗 难道身为修仙者 对于治国的事情也这么的精通吗 当楚又微和其他的那些大臣 都以为今天第一次上朝 就这样圆满结束的时候 突然之间大殿之外出现了吵闹之声 楚又微皱了皱眉头 今天第一天上朝 还有人敢来闹事吗 和世宣华 一个金甲将军走了进来 他单腿跪下抱拳对楚又微说 启禀陛下 郑北侯在殿外求见 楚又微一愣 随后就想起了昨天的事 底下的那些大臣们都在窃窃私语 不是说郑北侯的儿子突然死了吗 他不在家给儿子办后事 怎么今天来上朝了呀 不知道 看出他吵吵闹闹的样子 似乎是有什么事情要求陛下 这郑北侯 可是武将当中的佼佼者呀 他也算是战功赫赫 对大阎国 也是有功的呀 难道是因为没有找到凶手吗 嗯 很有可能 说不定他就是为这件事情来求陛下的 要求陛下通缉那些杀死他儿子的凶手 许多官员在心里都有这样的想法 楚又微只是淡淡一笑 让他进来吧 是 陛下 金甲将军走下去之后 就引领上来一个身穿盔甲的猛将 郑北侯走上大殿之后 双手抱拳 一下子跪了下来 郑北侯 王二和拜见陛下 吴皇万岁万岁万岁 王二和不敢直视陛下的容颜 因为这是很无理的表现 平身吧 爱情可是有什么事 一说到这里 王二和眼珠子都红了 启禀陛下 犬子被杀害了 杀害他的人逃之夭夭 还请陛下发下通缉文书 捉拿那凶手 王二和又再跪了下去 哦 是吗 我怎么听说 你的儿子是被一道天雷劈死的呀 一个很是清冷的声音 王二和觉得有些莫名的熟悉 但是 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 陛下 我儿子绝对是被贼人害死的 那可是我唯一的儿子呀 还请陛下为我们郑北侯府主持公道啊 我怎么听说 郑北侯 你把当天在街上围观的那些人 全部都抓了起来了 而且似乎还砍了几个人的脑袋 王二和浑身一震 这新任的女帝陛下 怎么连这种事情都知道 郑北侯 你这算是动用私刑啊 你草菅人命又该当何罪啊 王二和傻眼了 陛下 请听我解释 王二和有些惊慌 新的女帝陛下 为什么对他的事情这么了解呢 陛下 老陈也是怒急攻心 我唯一的儿子死了 所以才会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情 还请陛下原谅 哼 在朗朗下 你竟然敢动用私刑 并且滥杀无辜 督察院 郑北侯如此的行径 该当何罪 督察院的一名官员走了出来 向楚又威行了一个礼 然后说道 一律 郑北侯 如此的行径应当斩立绝 楚又威点了点头 来人 把郑北侯王二和带下去 什么 大臣们全都惊慌 新的女帝陛下 第一天上朝 就要斩了一位侯爷 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呀 这女帝陛下 也是滥杀无辜的人吗 虽然这郑北侯 的确是触犯了 大盐国的法律 也的确应该斩立绝 但是他就不顾及 其他的那些人吗 果然有武将 从战队里面走了出来 一下子跪在地上 陛下 郑北侯也是痛失爱子 做出如此疯狂的 事情的 还请陛下饶恕啊 又有一名武将站了出来 陛下 郑北侯战功赫赫 罪不至此啊 还请陛下饶恕 不一会儿的时间 武将的队伍里面 就呼啦啦地站出来 十几个人为郑北侯求情 而那些文官当中 也只出来两三位 楚又威没有想到 郑北侯在朝堂之中的人员 还算可以 那你们说郑北侯该当何罪啊 底下求情的那些人 对视了一眼 都浮在地上不敢作声 郑北侯也吓得浑身发抖 他没有想到新的女帝陛下 一言不合就要把她斩了 这简直是太可怕了 而此时 他只能等待女帝陛下的决断 到底是生是死 就在这一瞬间了 郑北侯此时也感觉到了害怕 他终于体会到 在王府的院子里当中 那些人等待他的审判的 那种感觉呢 郑北侯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王二和只觉得这话有些熟悉 他猛然之间抬起头来 这句话可是想当初 在他的院子当中 那个女人和那个老头说的 让他看清楚 寓座之上的女人的样貌的时候 他瞳孔猛缩 什么 你 王二和震惊得无以复加 他万万没有想到 坐在寓座之上的女人 竟然会是他昨天要杀死的女人 就是这个女人杀了他的儿子 王二和一下子愣在当场 脑袋有些转不过来王二了 这 这种事情太匪夷所思了 王二和调查过这个女人 这女人本来就是一个平民百姓 一点后台和势力都没有啊 怎么会突然之间成为了 大阎国的女帝陛下呢 这简直像是在开玩笑一般 怎么会是你啊 郑北侯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楚优威还没说话 他身边的太监 大声的呵斥道 大胆 郑北侯 你敢对陛下不尊敬 郑北侯此时才想起来 这女人已经成为了大阎国 至高无上的存在了 昨天的时候 这女人还只是个平民百姓 完全可以任由自己拿捏 甚至她的生死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 可是今天呢 这女人反而成为了大阎国的女帝陛下 而身份也同样被反转了过来 她现在的生死已经掌握在这个女人的手中 只要这女人一句话 马上就可以让她死了 郑北侯简直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 而在寓座之上的楚又威 看出郑北侯那样的表情 她的心里简直畅快到了极点 昨天的时候 就是因为这个人把自己逼入到了绝境 她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死去了 可是今天呢 她完全可以决定这个人的生死 这样的身份转变 也让楚又威感叹权力真的是太美好了 她能够带给人安全感 也能够让自己变得强大 今天她成了女帝陛下 郑上北侯即使再恨自己也不可能 也没有机会再杀自己了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老头 想起了刘长福 楚又威的心里竟然微微的有些暖意 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 楚又威的眼神当中全是冰寒 且不说该阵北侯滥杀无辜 即使当初她的儿子死了之后 她就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让官府配合 抓了那么多的人 简直是无视大言国的律法 虽然死了儿子之后 她的确变得有些神经质了 但是她调动军队 调动她手底下的那些兵士们 就有些神经质了 郑北侯得知儿子死了之后 竟然不惜一切代价 对她的老部下发号施令 而她的老部下竟然也听从号令 在这京城当中 让士兵在大街之上胡乱地抓人 这一点就无异于谋反了 在京城当中调动军队 简直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啊 楚又威冷冷一笑 根本不在乎跪在地上 为郑北侯求情的人 你们这些人 你们知道郑北侯 昨天都做了什么事情了吗 如果他真的只是儿子死了之后 有些癫狂了 那我会发这么大的火吗 我接到宪报 昨天他竟然调动了城外的军队 而那些士兵进入到京城之中 就开始大肆地搜捕那些 在场的围观的平民百姓 这是什么行为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底下的那些大臣们 全都倒吸了一口气 斯 他们没有想到郑北侯竟然如此大胆 这简直是不要命了呀 随意地调动军队无异于谋反 楚又威看着那些跪在地上 为郑北侯求情的官员们冷冷地说 你们还要为这个乱臣贼子求情吗 私自调动军队 这一点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即使是大家求情 也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郑北侯如此大胆 许多和他求情的那些同僚们 脸色也十分难看的 从地上站了起来 又重新回到了自己原来所站的位置 这下子站在下面的文武大臣 没有一个人敢给郑北侯求情了 郑北侯左右看了看自己 现在竟然成了孤家寡人了 他从来没有想到 有朝一日自己会 落在这个女人的手里 他实在想不懂 为什么大家会推举这个女人 做女帝陛下呢 这简直是有些 太让人匪夷所思了呀 郑北侯突然之间站了起来 哈哈哈哈 既然是已至此 那我也不怕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女人杀了我的儿子 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样的办法 来当上这个女帝的 但是今天无论如何 我都要为我的儿子报仇 郑北侯突然之间 浑身下气势一下子就散开了 她的周身像是萦绕了一片空气漩涡一般 轰隆一声一下子炸开了 她身上的气势节节攀升 众人都被郑北侯的气势震慑地倒退了几步 郑北侯猛然抬起头来 她眼神十分的冷战 看向了坐在寓座之上的楚又威 她单脚一蹬地 身形如同鬼魅一般 快速地窜向了楚又威 站在楚又威身边的太监反应过来 急忙高声大叫 来人 快来人呀 护驾 护驾 果然门口的那些穿住金甲的士兵 快速地跑进了大殿当中 可是当他们看到郑北侯的身影的时候 就知道已经晚了 郑北侯此时已经马上就要接近楚又威了 他一拳打出 那拳头裹挟着巨大的气势 就像是能够把一座山凿穿一般 楚又威也吓了一大跳 郑北侯果然不愧是大言国的第一猛将了 这修为 这气势 真的是一往无前呀 郑北侯嘴角露出了一丝冷酷的笑容 他没有想到事情竟然进展得如此的顺利 他本来拼死一搏 想要把这个女人拉下水呢 本来还想着这大殿之上有许多高手能够把自己给阻止了 可是现在看来谁也阻止不了啊 郑北侯眼神当中带着兴奋的光芒 他的拳头马上就要接触到楚又威的身体了 你这个贱人 今天我要让你不得好死 郑北侯眼神当中全部都是视觉的光芒 而楚又威此时已经吓呆了 呆呆地坐在龙椅之上 一动也不动 砰 猛然间郑北侯的拳头 一下子打在了一个透明的光照上 郑北侯那时大力尘的一拳竟然直接被阻挡了下来 他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他刚想要抬手再一次发动攻击的时候 猛然之间那光照处一股巨大的反弹之力 一下子传进了他的手臂当中 接着就传进了他的身体 砰 这一声郑北侯的身体一下子从高台之上 重重地跌落在了下面金鸾垫上的石板之上 噗 郑北侯捂住胸口 一下子吐出一口鲜血来 他惊恐地看住楚又威身前的那个透明的光照 金刚符 而且还是三阶金刚符 三阶金刚符能够防御金丹七修士的攻击 众人也是大惊小怪 三阶金刚符对他们来说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宝物啊 那东西可是仙人才有的 即使是他们花上万斤也不一定能够买得到一枚啊 而且三阶金刚符防御力极强 一般的 高阶的舞者甚至不能撼动 所以三阶金刚符也相当于多了一条命了 京城当中许多达官贵人都想求够一张三阶金刚符都是找不到的 平时像那种最低级的一阶的金刚符甚至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 他们没有想到女帝陛下的身上竟然还有这么贵重的东西 而且就这样被浪费了简直是暴殿天物啊 三阶金刚符完全可以抵御 京丹器修士的进攻啊 这简直是太浪费了 镇北侯的修为最多才相当于 修仙者当中的铸鸡器的修士啊 众人都有些肉疼 三阶金刚符可以作固 为镇国之宝了 他能够保护陛下多一条性命 这是多么可贵啊 即使是其他那些国家的皇帝 如果知道大阎国拥有一枚三阶金刚符的话 也不会轻举妄动的 这就相当于战略武器 一般具有很大的威慑力啊 镇北侯一脸的不甘 此时那些大汉将军们全部都已经反应过来了 他们快速的冲进金鸾殿当中 挡在了女帝陛下的身前 防止镇北侯再次暴起发难 楚又威挥了挥手 那些大汉将军向两边闪开 刚才刘长福传音告诉他 那个镇北侯此时已经动弹不得了 所以楚又威又恢复了平静 刚才他真的是吓坏了 一点动作也没有做出来 那是因为直接被吓呆了 大家都还以为女帝陛下坐在寓座之上 临危不乱呢 楚又威走下寓街来到了镇北侯的面前 身边的那些大汉将军们 生怕陛下再次受到伤害 他们拔出了手中的刀 虎视眈眈的看住镇北侯 镇北侯十分萎靡的坐在地上 眼神当中全部都是不甘 但现在他体内的真气一点也调动不起来了 楚又威笑咪咪地看住镇上北侯 怎么样王二合 现在你可服气了 现在你知道自己的生死被别人掌控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呢 现在 但你在我的面前虽然只是如同蝼蚁一般 我只要愿意 完全可以将你直接斩杀 怎么样 这滋味不好受吧 镇北侯凄惨地笑住 哈哈哈哈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只是可惜没有杀了你这个贱人 哼 要杀要寡 悉听尊便 我皱一皱眉头就不是镇北侯 楚又威站起身来 好好好 还算是一条汉子 你放心 我是不会折磨你的 你既然敢刺杀我 那今天必死无疑 楚又威环顾四周 看住刚才给镇北侯求情的几个官员 你们几个还要为他求情吗 刚才为镇北侯求情的那几个官员 全都吓得浑身开始哆嗦 被楚又威这样看的 他们一行人全部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 陛下饶命 陛下饶命啊 我们真的不知道这镇北侯竟然是乱臣贼子啊 他竟然敢刺杀皇上 陛下饶命啊 陛下饶命 第156章想要修炼 楚又威冷笑一声 你们这些人 是非不分 还有何脸面留在这朝堂之上呢 不过念在你们是被这个镇北侯蒙蔽了 死罪可饶 但是活罪难逃 你们这些人全都官将三级 发疯一年 回家反省都是和镇北侯相当要好的 可是现在因为镇北侯连累了他们 官将三级 甚至差一点让陛下砍了头 他们简直恨死了这个镇北侯了 但是他们也知道 他们没有报复的机会了 镇北侯今天一定要被陛下明证给信了 新的女帝陛下登基的第一天就被人刺杀了 这个消息像是一阵风一样 瞬间就传遍了整个京城 当大家都知道刺杀女帝陛下的人 竟然是昨天在大街之上 肆意搜捕那些平民百姓的镇北侯的时候 许多人都十分的惊讶 让大家都知道 新任的女帝陛下 把镇北侯全家直接住了九族 听到这个消息 许多被镇北侯杀害的那些平民百姓的亲戚朋友们 全都是喜极而弃 镇北侯这个祸害终于被陛下给清理了 虽然镇北侯在军中的威望很高 但是他实在是太宠爱自己的那唯一的儿子了 他的儿子在京城当中为非作歹 什么事情没有钱过呀 简直把京城搅了个天翻地覆 大家也都是敢怒不敢言 那些被镇北侯的儿子欺负的人家 都是十分感激的 朝住皇城的方向跪了下来 磕了几个响头 嘴里高呼着万岁 可是现在呢 镇北侯整个家族全部被杀了 这简直是太大快人心了 京城的百姓们都十分的感激 新任的女帝陛下 楚又威也没想到今天的事情 竟然让他刷了一波声望 真的是歪打正主啊 许多人都没有想到 镇北侯竟然这么快就倒台了 一直到下朝之后 众多官员们三三两两地走出了宫门 他们还在讨论着 刚才在金兰殿之上 女帝陛下的所作所为 刚开始的时候 女帝陛下温文尔雅 侃侃而谈地谈论主国事 可是后来因为镇北侯的事情 女帝陛下也是杀法果断 直接就命人把镇北侯一家给住了九族 这简直就是 做皇帝的典范呀 新任的女帝陛下今天的所作所为 让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是心服口服啊 不仅处理起政务 游刃有余 甚至面对刺杀她的臣子 也使用了雷霆手段 众人对于褚优威的印象又好了几分 当然更多的是敬畏 今天在大殿之上 亲任的女帝陛下 直接斩杀了一位侯爷 仅仅是这一点 就已经让众多的官员 心里心生敬畏了 褚优威也没想到 今天第一天上朝 她的声望就已经立了起来 这对于她以后的执政有着很好的效果 她心里也落下了一块石头 昨天差一点被人砍死 今天也终于报仇了 褚优威的心里简直通透到了极点 她感觉浑身舒畅 直到此时 她才真切地感受到 权力所带给她的这种愉悦的感觉 她的心里还是十分感激她的老头儿的 如果不是她 自己怎么能够当上这大言国至高无上的人呢 刘长福盘坐在大殿之中 正在仔细地感受自己体内的变化 还差不到二十万点修为值 就可以突破到原因期了 刘长福需要加快努力 不然被那些天选之子后来居上 到时候可就惨了呀 只是不知道那寒灵现在在什么地方 要不要提前把她抓住直接斩杀了呢 刘长福有些头疼 她知道只要给这些天选之子时间 他们马上就可以利用这时间来提升自己的修为 刘长福有些纠结 猛然之间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 叮咚 处优威对宿主的好感度加持 刘长福浑身一震 没有想到还有意外之喜呀 应该是这小妮子刚才知道自己把她救了 所以出于感激吧 刘长福打开系统 处优威对宿主的好感度六十 刘长福发现系统里的好感度果然增加了 她还是十分高兴的 只要好感度增加到九十点 到时候系统就可以给她一大波的福利 她现在最缺的就是修为和时间 也就是寿命 如果能把寿命提升上去 到时候刘长福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估计了 她现在的寿命 只剩下九天多的时间了 刘长福挠了挠头 这系统还是这么的坑人呀 突然之间想到了什么 也不知道叶凡大家伙怎么样了 刘长福刚想进入到随身空间 去查看一下叶凡现在的情况 突然之间神色一动 不一会儿的时间 大殿的门就给推开了 一个欣喜的声音传了进来 老头 你在吗 刘长福翻了的白眼 在呢 她怎么感觉有点像网络聊天的方式啊 顺着声音看过去 楚又威才发现老头盘坐在床榻之上 楚又威欣喜地走了过去 坐在了刘长福的旁边 老头 你不知道今天上朝有多精彩啊 楚又威眉飞色舞的就要开始讲述 刘长福无奈地摇了摇头 今天的事我全都知道 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是修仙者有神识 完全可以覆盖整个皇宫的范围 皇宫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我都知道 而且如同身临奇境一般 楚又威更大了双眼 真的吗 修仙者这么厉害 刘长福点了点头 修仙者的种种神通 你一个凡人是不能理解的 楚又威有些落寞了 刚才她的心情还挺好的 觉得自己有了权力高高在上了 可是现在看来 他们这些人在修仙者的眼中 现在什么也不是 她突然脑中灵光一闪 老头 你说我有修炼的资质吗 刘长福看了一眼楚又威 普通人当中 几十万个人当中 甚至都不可能有一个能够修炼的人 你也只是个普通人 楚又威的脸色有些难看 这么说我不可能成为修仙者了 那也不一定 如果有人帮忙的话 说不定能够修炼 本来楚又威已经绝望了 可是听到刘长福这样说 她猛然间抬起头来 真的吗 刘长福点了点头 不过想要成为修仙者 可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你愿意为此付出吗 楚又威还是有些犹豫的 毕竟她现在掌握着无上的权力 如果付出一些她承受不了的代价的话 那她还是很不愿意的 她现在也成为了女皇帝了 而且也拥有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所以对于修仙来说 并没有多大的渴望 就像是一个人突然之间报复了 拥有了一千万之后 觉得这才是真实的 有人陪她说 那边还有十个亿可以让你拥有 但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许多人肯定就不愿意了 他们要紧紧地抓住这一千万先享受了再说 但接下来刘长福的话 让楚又威心中又燃起了希望 这也不一定要付出很重的代价 如果你愿意好好服侍我的话 我倒是可以考虑 考虑 楚又威有些疑惑地转头问道 什么意思啊 刘长福嘿嘿一笑 傅尔过来 楚又威有些疑惑 不过最后还是凑紧了刘长福 刘长福在她的耳边轻声地说了几句话 楚又威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 刘长福说完后 楚又威举起小拳头 轻垂了刘长福的胸口一下 真是讨厌了 怎么还能那样呢 嘿嘿嘿 我们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哎哟 这大白天的怎么是啊 白天的怎么了 没有谁规定白天就不能 楚又威一下子伸手捂住了刘长福的嘴巴 好了 好了 你别说了 真是太羞人了 你现在是女帝陛下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谁敢反对 来吧 刘长福没有再客气 而女帝陛下楚又威也是半推半就的 一个时辰之后 刘长福神清气爽地靠在床头 修为加三万 寿命加一天 好感度加五 楚又威对刘长福的好感度也达到了六十五 刘长福很是心情愉悦 现在没有了后顾之忧了 基本上只要和这女人在一起 就能持续不断地获取寿命 他也不用像之前那样战战兢兢的为了获取寿命而各种策划了 猛然之间 心念一动 他的意识一下子就来到了随身空间当中 看了看随身空间当中种植的那些东西的展示 刘长福又是心念一动 一下子窜到了叶凡的随身空间当中 他一挥手 一个巨大的荧幕浮现了 半空当中 向那画面上看去 刘长福才发现叶凡此时已经离开了迷雾森林 令刘长福惊讶的是 叶凡此时的修为赫然已经达到了金丹初期 我靠 这天选之子果然不一样啊 越是遇到磨难越是他们的机会啊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已经突破到了金丹期了 随后刘长福的目光又看向了叶凡手上所戴的戒指上 只是可惜刘长福根本感受不出来戒指里那个女人到底怎么样啊 西遥为了保护叶凡再进入 离物森林的时候 燃烧了自己的灵魂估计现在还在沉睡当中吧 刘长福可是清楚的 记得系统所发布给自己的任务 他要找机会拿下西遥 并且和她完成深入交流呢 如果这女人就此死去了 那她岂不是要被系统抹杀吗 不过随后叶凡轻声呼唤之下 戒指猛然之间 闪过一道金光西遥的身影 渐渐的凝聚成形显现了出来 刘长福浑身一震 十分惊讶地看住西遥 这女人的魂力竟然恢复了 刘长福不知道他们两个人 在迷雾森林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 但是天选之子叶凡的修为大进西遥 也恢复了灵魂力 这有些太夸张了吧 难道就是因为是天选之子 才有这么好的运气的吗 刘长福还是十分羡慕天选之子的气韵的 他们的成长过程简直就是受到了老天的眷顾一样 所有的危险都能化险为一 一路之上遇到的所有的宝物 都能够落入他们的手中 提到宝物 刘长福猛然间想到了什么 他转头四顾 这才发现叶凡的随身空间当中 又多出来了一些东西 刘长福走了过去 低下头检查之后 才发现 除了一大堆的零食之外 还有许多的天才地宝 甚至许多东西 刘长福都是见也没见过的 只是可惜这次没有丹药 如果有丹药的话 刘长福可以直接吞福 完全地转化成自己的修为值 这天选之子果然不一般呀 又弄来了这么一大堆的天才地宝 嘿嘿嘿 那老头子我就不客气了 叶凡呀 叶凡 你真的是个好人呀 刘长福一挥手 地上的那些天才地宝 一下子全部都消失了 被他传送进了自己的随身空间当中 这些天才地宝当中 有许多灵石灵矿 很多都是锻造器材的好材料 只是可惜他不会 不过还有一些灵草灵样 刘长福是能够分辨出来的 而且品级还很高 他打算种植在自己的随身空间当中 至于那些灵石 对于刘长福来说 也只是一堆数字罢了 他现在随身空间当中的灵石 已经够多了 除了系统奖励给他的那些上品灵石之外 有许多都是从叶凡的空间转移过去的 叶凡被江家的人追杀进迷雾森林之后 肯定是恨极了江家的那些人 刘长福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最起码江家已经成为了天选之子 叶凡的必杀的目标了 到时候自己不用出手 完全的可以依靠叶凡就能够让江家从那里消失 这对清云宗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只是现在令刘长福头痛的事 他现在还没有头绪 要怎么才能够得到西瑶这个女人呢 师傅 我们出了迷雾森林之后 这是到什么地方了呀 西瑶的透明的灵魂体摇了摇头 也有些茫然 我们是被迷雾森林当中的传送阵传送到这里的 只是不知道这里还是不是迷雾森林所在的范围 叶凡也是左右张望的看住 我们还是向前看一看吧 叶凡点了点头 然后继续向前行走着 可是突然之间 一个黑影以极快的速度 一下子就扑向了叶凡 叶凡吓了一大跳 手中瞬间多出了一把刀 他一刀挥出那个黑影 直接被劈成两半 低头向地上看去 这才发现竟然是一头狼 而叶凡的手臂也被震得有些发麻 这头狼好大的力气啊 要知道现在叶凡已经突破到了金丹七了 虽然刚才他没有动用灵力 只是纯粹靠自己的肉身的力量 但是他的肉身的力量已经超越许多金丹中气的修饰了 仔细地向地上看去 西窑大惊失色 竟然是二阶的银月妖狼 叶凡也是大惊失色 二阶的银月妖狼可是相当于助击七的修饰了 而且妖兽的体质比较特殊 他们皮操肉厚的 攻击力甚至要比普通的助击七的攻击力和防御力都要强上许多 这里怎么会有二阶的银月妖狼呢 西窑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 眼睛猛然睁大 不好 我们可能被传送到了十万大山的深处了 叶凡也是浑身一震 什么 怪不得他惊讶了 十万大山的深处可是有许多妖兽的 而且妖兽的等级都很高 甚至有人传说十万大山的深处 甚至有五阶妖兽的存在 五阶妖兽可是超越了人类原因期修饰 相当于人类当中的化神器的修饰 叶凡吓了一大跳 他现在才是精丹器的修为 如果真的惹了那些凭借更高的妖兽的注意的话 那他们两个人肯定会死无葬身之地的呀 西窑的脸色也有些难看 他们本来以为摆脱了迷雾森林的幻境之后 就可以逃出生天了 可是没有想到刚出狼窝又入虎穴呀 这地方甚至要比迷雾森林里面还要凶险 叶凡也是皱着眉头在想着什么 小心 猛然之间西窑大喝一声 又是一道黑影 猛然之间从后面扑向了叶凡 叶凡赶快转身 一刀劈出那黑影 同样被一斩两半 叶凡向地下看去 这才发现又是一头二阶营月妖狼 正要有所动作 猛然之间又是两道黑影突然窜出 再次从两个方向扑向了他 叶凡大惊失色 单脚一点的身体腾空而起 接着头朝下一刀劈出 那两道黑影一下子也被斩成了两半 血洒了一地 叶凡这才发现原来又是两头二阶妖狼 而叶凡此时的脸色变得更加的铁青 因为刚才他腾空跃起的时候 这才发现周围已经密密麻麻的围了几百头 二阶营月妖狼 也就是说他现在被狼群直接围困住了 西窑展开 灵魂也发现了这一点 单一的二阶的营月妖狼叶凡 对付起来还是游刃有余的 可是这么多的营月妖狼密密麻麻的粗略计算下来 最少有几百头 如果真的和这几百头狼群进行厮杀的话 叶凡也会立即而亡的呀 师傅 这可怎么办呀 这么多二阶的营月妖狼 简直是太可怕了 即使是使用狼群战术 叶凡也是没有丝毫胜算的呀 西窑展开灵魂力逐渐的蔓延了出去 突然之间发地线了什么 俗话说 擎贼先擎王 对付着狼群只有一种办法 那就是杀了他们的头领 也就是他们的头狼 西窑脸色很是不好看 因为她发现了那头狼 叶凡点了点头 但接下来需要的一句话 直接像叶凡泼了一盆冷水一样 我发现了那头头狼 只是她的修为已经是三阶中期了 西窑指着那边那头 很是显眼的白色的狼说道 叶凡转头看去 这才发现那头狼身形十分的高大 重要的是她浑身雪白 眼珠子是红色的 叶凡愣了一下 没有想到这头狼反而看起来十分的好看 只是这头狼眼神当中 那湿雪的样子让人看了不哈而立 徒儿 只要你能杀了这头狼 那我们的危机也就算是解除了 这剩下的狼群都会 一哄而散的 叶凡点了点头 可是她也有些为难 因为他们和这头狼之间密密麻麻的全部 都是二阶营月妖狼 她如果想要攻击那头狼 一定要烫出一条路来杀死这些二阶营月妖狼 才能够接近那头狼 不过叶凡并没有过多的犹豫 她心念一动 把手中的刀一下子举了起来 是她在迷雾森林当中得到的一把刀 适合近身战斗 而且这把刀能够给她力量加成 不然她也不可能十分轻松的 一刀就能斩杀一头二阶营月妖狼 叶凡眼神一明 猛然之间身形就窜了出去 迎面就撞上了一头二阶营月妖狼 她挥刀直披向地面 那刀锋之上的气势 一下子在地面之上展出了一道长长的裂痕 当然在她眼前的三头狼 在这条直线之上 同样被一分两半 漫天的鲜血 让剩下的那些狼更加的失血了 叶凡没有停留 而是身形继续向前 不断地挥舞着手中的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地上已经密密麻麻地躺下了 许多二阶营月妖狼的尸体 叶凡抬头看去 这才发现那头白色的头狼 此时只是用一种 很是不懈的眼神看住她 叶凡愣了一下 没有想到这只妖兽 已经诞生灵智了 待在随身空间当中的流长服 看住密密麻麻的狼 也是有些头皮发麻 这么多的狼 即使她见到了之后 也会十分地棘手的 不过她有雷抱丹 完全可以用轰炸的方式 把这些狼群直接炸上天 而叶凡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她只能靠自己的能力 不断地挥舞着手中的大刀 来斩杀这些妖狼 叶凡继续向前冲杀住 可是慢慢地她发现了这头狼 似乎有意控制着狼群 挡在她的面前 不让那她接近 虽然二阶迎越妖狼不断地阻止 但是叶凡距离那头白色的头狼 却越来越近 但是她体内的灵气 已经消耗了七 七八八了 叶凡咬了咬牙 心念一动 从收纳戒指当中 拿出了一瓶白色的液体 她有些肉疼地看住这瓶液体 接着打开盖子 滴了一滴进入嘴里 刘长福看到那液体之后 也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万年灵乳液 刘长福怎么能不惊讶呢 这种东西可是传说中的存在呀 而且这东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仅仅是一滴就能够让修饰 马上地恢复所消耗的灵气 甚至服用万年中乳液 还可以提高修为 这种修为的提高 甚至都不用你运转功法 就可以让你的丹田充满灵气 万年中乳液还可以炼药 也可以炼气 反正他有许多各种各样 不可思议的功能 刘长福简直太嫉妒了 他没有想到 这小子竟然能够找到这样的宝物 刘长福相信 只要他能得到 叶凡手中的那瓶 万年中乳液吞浮下去之后 他马上就可以 增加修为值 并且直接突破到原因期 可惜啊 叶凡这家伙 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并没有把那瓶 万年中乳液放在随身空间里 而是直接放在了 他的储物戒指里 没办法 刘长福想要窃取的话 也是不可能的了 场上的战斗 依然十分的激烈 叶凡渐渐的要靠近 那头三界的营月妖狼 那头浑身都是白色毛发的 营月妖狼 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暗中指挥着他手下的 那些小弟们 不断地挡在自己的面前 抵挡 助年轻人 消耗助年轻人的灵力 妖兽也是有一定的智慧的 叶凡也是很无奈 他也看出来了 这头妖兽 是想要把自己体内 所有的灵力 全部消耗完之后 才和自己拼斗 这样简直就如同 做收鱼翁之力一样 没办法 叶凡也只能这样硬扛着 因为周围的那些 狼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他也已经陷入了 重重的包围当中 现在唯一的办法 也只有杀了这个头狼 叶凡一步一步地向前 靠近着那头头狼 直到他一共消耗了 三滴万年中乳液之后 才终于接近那头狼了 而此时 那头全身白色毛发的头狼 眼神当中全部都是嗜血 不知道是因为幻觉还是什么 叶凡似乎发现 这头白色的狼 竟然向他露出了一丝不屑的笑容 头狼后脚一蹬地 身形猛然地向前窜去 一下子来到了叶凡的身前 他双爪齐出 抓向了叶凡的胸口 叶凡吓了一大跳 他没想到这头狼的速度 竟然如此快速 他根本来不及反应 只是利用体内的灵力 在面前凝结成了一个 虚幻的灵力盾牌 可是那灵力盾牌 只是一瞬间 就像是纸糊的一样 一下子被那头狼 直接撕碎了 那头狼的气势不减 爪子马上就咬 抓到叶凡的身体了 猛然之间 叶凡的体外 爆发出了一阵的金光 那金光忽明忽暗 一直持续住 原来是叶凡 从自己的收纳戒指当中 拿出了许多的金刚符 一下子全部激发了 他也刚刚的成为服务师 而且只是一品服务师 所以做出来的金刚符 也只是一阶的 一阶的金刚符的防御力 当然不能抵御 这头妖狼的进攻了 但是他一下子抓出了 将近一百张 果然数量多 还是有效的 这依然持着了 那头妖狼进攻的速度 他的爪子前进的速度 慢了下来 叶凡这才 猛然转身 堪堪躲过这头妖狼的进攻 叶凡额头上的冷汗都下来了 这头妖狼刚才爪子上 那锋利的钩子 他看得清清楚楚的 如果真的被碰到之后 非死即伤啊 叶凡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刚站定 骤然之间 那头妖狼 再次的又窜向了他这边 这次叶凡反应 并没有刚才那么快了 无奈之下 他也只能做出防御 砰 的一声 叶凡的身体 直接被那头妖狼 撞得倒退了十几步 这才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 这头畜生好大的力气啊 叶凡刚落地 周围的那些二截妖狼 快速的就围拢了过来 又对他发动了攻击 仓皇之下 叶凡只能从收纳戒指当中 拿出那口大刀 不断的挥舞住 那头白色的头狼不断的 围在叶凡的周围 找机会偷袭他 这该死的畜生 叶凡又急又怒 他真的是没有想到 这头狼也会使用三十六计了 叶凡除了要对付围攻 他的一堆的二截营月妖狼之外 还要时刻保持警惕 防止那头白色的头狼的偷袭 刘长福的嘴角抽了抽 不过看到叶凡吃憋 他的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没有想到这十万大山中 竟然还有这么一群狼的存在 刘长福看向大萤幕看去 看到了那些倒在地上的 密密麻麻的 二截营月妖狼的尸体 照理说这些二截妖狼 应该是有妖丹的呀 二截的妖丹也是值不少钱的呀 重要的是 刘长福的脑海中 突然之间显现出了一张丹方 这张丹方赫然 就是利用妖兽的妖丹 来炼制人类修饰 提升修为境界所用的丹药 二截的妖丹 炼出来之后完全的可以达到 三截极品丹药的水平 并且可以攻精丹气的修饰服用 当然有些特殊的妖丹 加上一些特殊的材料之后 完全可以达到 三截极品丹药的水平 当然这需要炼丹技术 很好的炼丹师 刚好 刘长福就是这样的炼丹师 如果收下这批妖丹 到时候炼制一些丹药 他自己的修为 又可以得到大幅度提升 刘长福眼神闪动 突然之间心念一动 猛然从叶凡的随身空间里面 钻了出去 叶凡此刻正在打斗当中了 根本就没有感受到 只是他手上的戒指当中 需要的神情微微有些不一样 他有些疑惑地看向了另一边 只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西遥待在戒指当中 喃喃自语 怎么回事 又是那种被窥探的感觉 西遥百思不得其解 啊 猛然之间 叶凡痛苦的叫声传了过来 西遥赶快回过神来 看向了戒指之外的叶凡 这才发现 他已经被刚才那头白色的头廊 偷袭之下 竟然打倒了 而倒在地上之后 叶凡快速地起身 顾不上他自己嘴角的血迹 又开始不断地挥舞起 手中的那把刀 因为周围的那些 二阶营月妖狼 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 叶凡这场仗 打得实在是太憋屈了 你个王八蛋 有本事和老子硬碰硬啊 你偷袭算什么本事啊 来呀 来呀 你不是三阶的营月妖狼吗 怎么没有本事 和我大战一场呢 来啊 你个卑鄙小人 不对 应该说你这个卑鄙的小畜生 叶凡举住手中的大刀 不断地叫嚣着 因为他实在太愤了 但是对那头狼 却也无可奈何 刘长福利用隐匿斗碰 顿到了旁边的大树之下 他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他们的战场 离这里已经有一段距离了 刘长福心念一动 把自己身前的那些 二阶营月妖狼的尸体 全部直接传送进了随身空间里 他又看了一眼战场 叶凡此时已经十分的狼狈了 身上有了多处的伤口 刘长福嘿嘿一笑 不断地游走在战场之上 只要是 叶凡杀死的那些营月妖狼 他直接把尸体传送进了 自己的随身空间当中 叶凡也是边打边退 不断地变换着地方 刘长福为了不让他发现 也只是把远处的那些 妖狼的尸体给收了起来 不过叶凡此时 已经顾不上其他的事情了 他被那头白色的头狼缠的 简直是无暇顾及任何事情了 他发挥权力 直接朝着那头白色的头狼 杀了过去 施展自己的身法 然后快速地顿向了 那头白色的妖狼 可白色妖狼硬碰硬之下 叶凡才发现自己虽然已经 突破到了金丹初七 但是面对这头三界中气的妖狼 还是有些力不从心的 这头妖狼毕竟是妖兽 而且他皮糙肉厚攻击力极强 要比普通的金丹中气的人类 修饰的攻击力还要强上很多 尤其是这头妖狼的力爪 简直太锋利了 叶凡手中的那个金刀 甚至被弄出了几道缺口 他手中的那把金刀 可是三界的灵器啊 就这样边打边退 叶凡离刚才和头狼 打架的位置越来越远 徒儿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们两个人合力一起 斩杀了这头妖狼 听到这些话 叶凡大喜 自己的美女师傅 好不容易才恢复了魂力 现在又让他重新消耗魂力 叶凡心里还是有些不好意思的 每次自己遇到危险的时候 美女师傅总是毫不犹豫地 消耗自己的魂力来帮助他 叶凡的心里还是十分感动的 刘长福不断地收集战场之上的 那些二界营月妖狼的尸体 徒儿 等那头妖狼再次过来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一起发力 我进行灵魂攻击 到时候 你趁机把他直接斩杀了 叶凡点了点头 这样的配合 他们师徒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所以也算是轻车熟路 每次师傅消耗魂力 总能给对方的神魂 造成一定的伤害 并且让他们的动作微微停滞 就是那停滞的片刻 叶凡抓住机会 就能把对方斩杀 这头妖兽的神魂 估计要比人类的神魂 更加的脆弱 所以攻击起来会更加的轻松 刘长福加快时间 收集地上的二节音乐妖狼 猛然之间 刘长福听到叶凡大声喝一声 就是现在 他手中的那把金刀 重重的落下 那头浑身白色毛发的 妖狼的脖梗之上 一下子挨了一刀 本来叶凡以为 他这一刀下去 能够把这头妖狼的头颅 一下子斩下来呢 可是没有想到 那把刀 直接镶嵌在了 那头妖狼的头骨之上 而且只砍进去半寸不到 那头妖狼痛得吱吱大叫 刚才他一个不小心猛然之间 脑海当中一阵刺痛之才令 他的行动慢了半拍 受伤之后 那头白色的妖狼眼睛 更加的赤红了 他猛然之间后腿一蹬 一下子踢在了叶凡的胸口 叶凡的身体 就如同破麻袋一般 重重的被抛飞了 一直飞出去十几米远之后 这才重重的落在地上 然后直接昏迷了过去 那头三阶的银月妖狼 还想上去再次发动攻击 可是发现刚才的 那个人类修饰竟然不见了 突然之间他感觉有些头晕 这才发现他的血 已经流了一地 妖狼顾不上 那个人类修饰了 头上挂着那把金刀 快速地跑下了另一边 而周围的那些 二阶银月妖狼 也全部在他的召唤之下 逐渐地散去了 刘长福没有想到 这天选之子果然不一样 既然真的把那头三阶 妖狼给打得重伤了 刘长福眼珠子转了转 利用隐秘斗篷 慢慢地靠近了过去 他想看看这叶凡到底怎么样了 但刚走两步 猛然之间发现叶凡的身形不见了 刘长福愣了一下 这才反应过来应该是 叶凡昏迷之前 把自己的身体传送进了随身空间了 刘长福叹了一口气 本来还想着趁着这个机会 把这天选之子给宰了呢 可是没有想到没有机会了呀 刘长福也不客气 而剩下的那些 二阶银月妖狼的尸体 全部都收进了自己的随身空间里 然后看向了那头三阶妖狼 所跑过去的方向 刘长福施展身法 一下子腾空而起 快速地追了上去 果然 追了没有多长的时间 就发现了前面那头白色的 三阶的银月妖狼 刘长福不急 只是慢慢悠悠地掉在他的身后 一直过了将近半个时辰 他才发现那头白色的妖狼 倒在了一个山洞之外 刘长福落下身形 十分地高兴 检查之后才发现 那头白色妖狼被叶凡重伤之后 一直血流不止 现在他体内的血 基本上也都流浅了 现在是真的倒在地上 弃绝身亡了 刘长福不客气 直接把他的尸体 传送进了自己的随身空间 这次的收获真的不小呢 有了这些腰单 他又可以提升自己的修为了 刚想转身离去 刘长福突然回头看向了山洞 这才发现一个小家伙 慢慢悠悠地 从山洞里走了出来 刘长福定睛一看 这才发现是一头浑身 没有一丝砸毛的白色的 银月妖狼幼崽 刘长福这才恍然大悟 为什么这头妖狼顾不上叶凡 而直接向这个方向跑过来了 原来是他想回到自己的巢穴 想要看一眼自己的孩子呀 刘长福感叹了一声 母爱真的是伟大呀 那头纯白色的狼崽 眼神迷迷糊糊的 似乎正在寻找是什么 刚才他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于是这才挣扎住走到了洞口 想要找自己的妈妈 但走出来之后 那股熟悉的气息瞬间就消失了 狼崽子有些迷糊的睁开了眼睛 于是就看到了一个人类 当然他是不认识人类的 刘长福看住这个银月妖狼的幼崽 实在是太可爱了 简直就是像一只小号的白色的狗狗一样 而且看这样子 这只幼崽似乎刚出生没有多久 那幼崽迷迷糊糊的就走向了刘长福 来到了他的脚下之后 竟然趴在了他的脚面之上 然后就这样迷迷糊糊的睡住了 刘长福一脸的黑线 这小家伙也太可爱了吧 刘长福心面一动 他和幼崽一下子传送进了自己的随身空间当中 那小幼崽依然是趴在他的脚面之上睡着 刘长福无奈地翻了的白眼 俯下身子 把那头白色的小狼捧了起来 左右看了看 刘长福一招手 一些青草直接飞了过来 接下来刘长福 利用自己体内的一伙一招手 直接把那些草轰前了 轰前了之后 他又手动盘了一个小窝 给这小家伙弄了一个很是舒适的床 才把他小心翼翼地放了进去 看到小家伙睡得十分的香甜 刘长福微微一笑 果然 宠物还是要靠颜值啊 如果长得不好看 谁又会把那些小动物拿回家里来养呢 又看了一眼这十分可爱的狼的小幼崽 刘长福这才转身离去 来到了那一堆二届营月妖狼尸体的面前 这些二届营月妖狼体内都有妖丹 刘长福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那些妖丹全部都取了出来 取出来这些妖丹之后 刘长福数了数 竟然有一百多颗 一百多颗妖丹 再加上其他的那些材料 刘长福完全可以炼制出许多三阶极品的丹药 不过想要让丹药 炼制成三阶极品的需要的药材 也是有些珍贵的 这一段时间 刘长福也是很有意识的 在收集这片世界当中的所有的药草 只要是他见过的那些药草 他全部都移栽进了随身空间当中 所以市面上常见的那些东西 刘长福的随身空间当中 全部都是有种植的 而且他的随身空间有催熟的作用 许多药材的年份都已经达到了 可以入药的标准了 他的随身空间 就像一个灵草灵药的生产基地一样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产出许多多的灵草灵药 刘长福也不客气 他现在是无品炼丹师 但是直接徒手开始炼丹 重要的是 他的体内也已经有了一火 有了一火的加成之后 他炼丹的成功率又增加了许多 一百多颗腰丹 瞬间被他抛入在空中 那些腰丹悬浮在半空当中 刘长福也不客气 一挥手 一些灵草灵药 快速地和那些腰丹汇合了起来 然后这些东西在半空当中 不断地开始旋转 刘长福右手指尖之上 一下子窜出来了 一股很长的火苗 围绕着那些材料 开始不断地炙烤住 一个时辰之后 刘长福很是高兴地 看住手中的一百多颗丹药 这些丹药完全都是三阶极品的 刘长福很高兴 直接抓了一把塞进了嘴里 接着他就感觉到一股暖流 进入了自己的身体当中 他丹田之内的 灵气海又开始不断地扩大了 秀为加一万 秀为加一万 这简直是太爽了 刘长福一下子吞下去二十多颗 随着系统提示音不断地响起 刘长福的身心十分地愉悦 他体内的一股暖流 不断地萦绕着 洗刷着他的身体 叮咚 侦测到宿主的修为值 已经达到一百万 现在开始提升宿主的修为 刘长福微微一笑 这一刻真的等了太久太久了 系统终于可以让我升级了呀 提升到原因期之后 刘长福就有了一定的自保之力 而且他面对两大天选之次 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果然一股更大的暖流 齐变了刘长福的全身 刘长福十分舒服的 像是泡在温泉当中一样 浑身暖洋洋的 只是过了一盏茶的时间 刘长福再次打开系统面板 宿主 刘长福 修为 原因初期两万五百万 资质 中品灵根一千三百三千 寿命 九天 厨艺 四品灵厨四百六百 炼金术 五品炼丹师六百三千 制服术 三品浮路师三百一千 南宫琉璃对宿主的好感度九十一 柳青城对宿主的好感度九十二 云青婉对宿主的好感度九十 楚优威对宿主的好感度六十五 看到系统面板里的那种刘长福 简直高兴坏了 他现在终于突破到原因初期了 此时他的修为已经和柳青城的修为相当了 刘长福握了握拳头 感受自己体内澎湃的力量 现在如果面对那些天选之子的话 他有种感觉似乎一拳就能把他们打爆一样 刘长福挥舞了一下拳头 顿时觉得全身十分的舒畅 又看了看手中剩下的许多丹药 刘长福毫不犹豫的又是一把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修为加一万 修为加一万 他的行为值又在快速的提升当中 最后把寿中所有的丹药全部吃完了之后 刘长福再次打开了系统面板 修为 园英初期83万每500万 看到突破园英初期竟然需要500万点修为值 刘长福的嘴角不由地抽了抽 他从金丹七大圆满突破 到园英初期已经是千难万难了 可是没有想到之后的突破更加的艰难 这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够攒够那么多的修为值啊 看来老头子 我需要寻找品级更高的目标了 只有品级更高的目标 才能为自己带来更多的修为值 更多的属性点的增加 不过他也不能让自己的那些女人就止不于此 让他们的修为 和其他的各个属性点全部增加的话 可能也会改变品级的 到时候他可以收获更多的修为值 刘长福怎么有种感觉像在割韭菜一样 他周围的那些女人就像是等待被他收割的韭菜 一般只要好好地给他们浇水施肥 他们就能够不断地茁壮成长 成长了之后就可以收割他们了 一茶一茶的韭菜就可以让刘长福的修为不断地增加 打定主意之后 刘长福想着找机会 还是把身边的这些女人的修为都提升一下比较好 刘长福很是满意今天的收获 心念一动 回到了皇宫当中 而此时待在随身空间当中的叶凡悠悠地转醒了 醒来之后 他就到吸了一口凉气 捂住胸口的剧痛 低头他才发现胸口处竟然被蹬出了两个脚印 那脚印赫然就是那头白色的银月腰狼头狼所留下的 这一脚差一点要了叶凡的半条命 叶凡勉强地坐起身来 盘坐在地上 从储物戒指当中拿出了一颗疗伤丹丢进了嘴里 就这样整整过了一个时辰之后 叶凡才睁开眼睛 他的伤势恢复了一些 但是如果想要完全地恢复 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这次受的伤实在太严重了 叶凡心念一动 身形瞬间就来到了外面 环顾四周 这才发现那头白色的银月腰狼此时已经不见了 周围的那些二届的银月腰狼也不见了 叶凡叹了一口气 那头三届银月腰狼的腰丹可是很值钱的呀 根本不知道那头银月腰狼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过还好 还有一些二届银月腰狼的腰丹可以使用 叶凡向原来的战场走去 可是走了半天没有发现一头二届银月腰狼的尸体 什么情况啊 我记得就是这个地方啊 那些二届银月腰狼的尸体呢 怎么全都没有了呢 叶凡有些纳闷 他又仔细地寻找了起来 除了地上的许多血迹之外 根本就没有发现一只二届银月腰狼 卧槽 是哪个王八蛋竟然把那些银月腰狼的尸体全部收走了 你出来呀 让小爷看看你 叶凡气得浑身发抖 他拼着重伤之体 才砍死了那么多的二届银月腰狼 甚至重创了那头三届腰狼 可是现在呢 他竟然什么都没有得到 本来他还想着要收取一些银月腰狼的腰丹 可以换取一些零食 简直是白忙活了一场啊 西窑的身形也渐渐地闪现了出来 他有些凝食的身躯 此时看住有些虚幻 师父 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 竟然把那些银月腰狼的尸体全部收走了 叶凡很是气愤地说 西窑点了点头 刚才他在戒指当中已经听到了徒儿的咆哮声 他皱着眉头 环顾四周 的确是没有发现任何二届银月腰狼的尸体 西窑也是有些气愤 他损失了一些魂力 竟然最后什么也没得到 那王八蛋肯定还在附近 我一定要找到他 叶凡咬牙切齿地说 突然之间 西窑的神情一动看向了西边 徒儿 那边有人 叶凡猛然抬起头来向那边看了过去 什么也没看到 只是他的耳朵动了动 隐约能够听到那边的打斗之声 叶凡身形闪动 快速地掠向了那一边 而此时 韩林刚刚斩杀了一头二届鸟狼 他手里拿着一颗二届鸟狼的腰单 有了这些腰单 我就可以快速地提升修为了 如果刘长福在这里的话 肯定会十分的惊讶的 因为韩林这小子的修为仅仅在一天之内就已经突破到了逐机器了 韩林很是高兴 这次进入到十万大山 他的收获还是很多的 他心念一动 手里突然出现了许多二届鸟月腰狼的腰单 他也没想到今天自己运气竟然这么好 正好来到这里就碰到了一些溃败的二届的鸟月腰狼 而且这一大群的二届鸟月腰狼竟然没有头狼 韩林没有客气 一路追杀就来到了这里 看住自己手中的三十多颗二届腰单 他得意的哈哈大笑了 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有了这些腰单 班仙君就可以快速地突破到逐机中期了 哼 剑女人 你等住 韩林一脸的咬牙切齿 突然之间想到了什么 还有那个金丹七大圆满的老头 哼 不要急 等我突破到了金丹七一定会去找你算账的 夺妻之恨 哪个男人也受不了啊 想到了自己名义上的貌美的妻子 竟然成了别人的盘中之菜 韩林恨得咬牙切齿 他已经深深地记住了那个老头儿的样貌 等到再次遇到的时候 一定要把他斩杀 韩林在心里默默地想着 突然之间 警罩顿声 韩林瞬间使用顿法 把自己的身体横移了三丈 一把飞剑 从他刚才所站立的地方飞掠而过 韩林惊出了一身冷汗 如果不是刚才自己够警觉的话 此事已经被重伤了 愤怒地转过头 这才发现是个年轻人 是刚才这个年轻人偷袭了他 那个年轻人也是一脸的愤怒 王八蛋 刚才不是你把银月妖狼的尸体拿走了 韩林被问到的一头雾水 可是那年轻人看到韩林手中的二阶 银月妖狼的妖单之后 脸上更是一副愤怒震惊的表情 就是你这个王八蛋 赶快把妖单还给我 韩林撇了撇嘴 这些东西全都是我的 你怎么这么厚颜无耻 那些银月妖狼全部都是我斩杀的 你竟然敢偷走他们的尸体 挖出他们的妖单 就是你不是你还能是谁 韩林真的是百口莫辩呀 他刚想要反驳 突然之间那年轻人竟然操控住飞剑 再次向他斩杀了过来 你是个神经病吧 韩林还想再说些什么 可是那飞剑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韩林再次施展顿术 瞬间又挪移到了旁边 他重生回来之后 怎么竟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这年轻人一言不合就要斩杀自己 这世界到底怎么了呀 韩林顾不上多想 也开始了反击 可是他的修为境界毕竟还是有些太低了 打斗期间都是险象还生 不过韩林也发现了 这小子似乎是受过重伤 所以攻击力也不是特别的强 虽然这小子是金丹初期的修为 但是发挥出来的实力似乎连三成度达不到 要不然以韩林区区助击初期的修为 根本不可能是这小子的对手啊 叶凡没有想到遇到这个人竟然如此的难缠 这小子只是区区的助击初期的修为 竟然能够和自己打得旗鼓相当 虽然自己的确是身受重伤了 也只能发挥出所有实力的三成 但这可是金丹初期的三成的实力啊 一个区区的助击初期修为的武者 竟然能够抵挡得住他的攻击 这简直有些太奇怪了 叶凡是越打越心惊 韩林也是越打越心惊 他现在已经萌生退役了 这人不管不顾的 冲过来就要把他给杀了 如果再这么打下去 他体内的灵气会消耗一空 到时候也只能束手待毙了 小子 班仙君记得你了 等我实力提高了 再来找你算账 收完之后 韩林一下子跳出战圈 接着从体内逼出一滴精血 然后手上不断的结印 瞬间一个银白色的光照就出现了 叶凡想要继续追杀 刚冲过去 猛然之间 那个人一下子消失在了他的眼前 看住空荡荡的地面 叶凡一下子陷入了沉思 师傅 刚才那个人有些特殊啊 这时候戒指当中的西遥 慢慢地显现出了身形 我也感觉出来了 这个年轻人非同一半 看能以区区助击初期的修为 和你周旋这么长的时间 显然是有真本事的 如果让他成长起来 到时候说不定会是一个大敌啊 西遥 有些忧虑地说道 又多了一个敌人 西遥心里还是十分担心的 自己的这个徒弟到底能不能成长起来 如果不能成长起来 到时候自己恢复肉身的时候 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呢 西遥突然想到了什么 又接着说 刚才那个人施展的结印的方法 我没有见过 而且 这个人施展的功法 似乎和我们所修炼的些些功法 也完全不一样 我怀疑这个人有可能不是我们天难遇的修士 叶凡点了点头 脸色有些郑重 他也看得出来师父是有些忧虑的 师父 你放心 只要我们不断地提升修为 即使遇到强大的敌人 也是可以把他们解决了的 西遥点了点头 自己的这个弟子的变强之心 永远是那么的强烈 他还是十分欣慰的 西遥点了点头 又看向了十万大山森林的深处 徒二 我们还是继续往里面走吧 总感觉这里面有你突破修为需要的东西 叶凡点了点头 继续向前走去 而西遥重新回到了戒指当中 刚才的事情似乎像是没有发生过一样 而这时候五十里之外 一个人影突然显现了出来 他一下子就跪倒在了地上 身体彷復虚脱了 一般 韩林抹了抹嘴角的血迹 该死的 如果下次让班仙君再次遇到你 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 韩林咬牙切齿地说 重生之后才不到两天的时间 竟然遇到了这么多强者 而且每个强者都十分的诡异 那个老头就已经让他十分的心惊了 可是这个年轻人依然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韩林前翠盘坐了下来 他往嘴里丢了一颗疗伤单 开始疗起伤来 如果此事让刘长福知道了 他肯定会哈哈大笑的 两个和他有仇的天选之子 竟然碰到了一起 而且还大打出手 这简直是太令人兴奋了 可惜刘长福完全的不知道 此时他靠坐在床头之上 正在欣赏着熟睡猪的楚又威 即使在熟睡的时候 这个女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魅力 还是十分让人感动的 刘长福感觉自己又有些激动了 他心念一动来到随身空间当中 在灵犬那里直接捧了一盆水喝了起来 喝完之后 他瞬间感觉到所有损失的东西 全部都补了回来 回到了笼床之上 刘长福嘿嘿轻笑 一下子钻进了楚又威的被窝当中 楚又威迷迷糊糊当中就被惊醒了 揉了揉有些轻松的眼睛 哎呀 老头 你要干什么呀 呜呜呜呜 楚又威的嘴直接被堵住了 刘长福含糊不清地说 当然是做 喜欢做的事情了 楚又威浑身一个机灵 想起了这个老头生猛的样子 简直不像是这个年纪的人呀 这老头一旦 当那种事情的时候 总是表现出一副勇往直前的样子 而且似乎是永远有消耗不完的体力一样 楚又威出京人世 真的有些受不了了呀 楚又威想奋力地推开刘长福 可是他的力气实在是太小了 于是哀求地说 老头 你饶了我行不行 你饶了我吧 明天明天好不好啊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真的受不了了呀 听着楚又威的苦苦哀求 刘长福愣了一下 随后这才想起来 这小妮子可是普通人呀 经历了这么多次 的确是有些太疯狂了 但见在弦上又不得不发刘长福 有些苦恼地挠了挠头 随后猛然之间想到了什么 心念一动 手中突然多了一颗丹药 来 把这颗丹药扶下去 楚又威有些不明白 不过他知道老头是不可能害他的 最终还是乖乖地张开嘴 把那颗丹药吞了进去 丹药入口即化 一股暖流瞬间吸变了 刘楚又威的全身 接着留长福抓住了楚又威的手腕 利用灵气开始引导消化那丹药的药力 全身暖洋洋的感觉 让楚又威十分的舒服 庞扶泡在温泉当中一样 突然之间他感觉到有气体 在自己的身体当中乱窜住 一会儿到了这里 一会儿又到了那里 这股气体流经的地方 竟然让他有了阳感 楚又威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扭动了起来 脸色也微微地开始泛红 修仙者所拥有的丹药 药力可是十分强劲的留长福 用的也只是炼技器弟子所使用的丹药 但是即使这样的药力 普通人也是难以承受的 所以刘长福就利用自己的灵气 不断地游走在楚又威的身体当中 让他快速地消化 至于多余的那些药力 他利用灵气可以完全地吸食出来 刘长福闭上眼睛十分认真的 让楚又威吸收这药力 可是楚又威此时已经能自已了 过了一盏茶的时间 猛然之间楚又威突然感觉到了什么 刘长福突然睁开眼睛 这才发现楚又威的身体 竟然在微微颤抖着 吓了一大跳 还以为这女人承受不了药力呢 可是看住楚又威的样子 他才猛然惊醒 原来这个女人 哈哈哈哈 刘长福竟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楚又威反应过后 轻舒了一口气 看住刘长福在哈哈大笑 他一脸的窘迫 赶快用旁边的被子 一下子把脸给捂住了 好了好了 你别笑了 太羞人了 刘长福没有想到这样也可以 正好这时候 楚又威体内的药力 已经消耗完了 好了好了 我不笑了 你坐起来感受一下 自己身体中 是不是充满了力量 楚又威愣了一下 随后掀开被子坐了起来 接着他真的发现 自己的体内 真的充满了澎湃的力量 似乎现在 他一拳就能打倒一头牛一样 怎么会这样呢 刘长福嘿嘿 直笑 这就是修仙者的手段 听到刘长福这样说 楚又威浑身一震 修仙者果然厉害 楚又威不但感觉 身体当中充满了力量 而且头脑清醒 神清慕名 他甚至觉得 自己现在去读书的话 都可以一目十行 完全的可以 把那些东西记下来 刚才他还觉得 腰酸背疼 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可是现在竟然发生了 这样的惊天的变化 楚又威 真的有些羡慕 那些修仙者了 但自己只是普通人 也没有灵根 不可能成为修仙者的 楚又威 有些失望的叹了一口气 你让我身体当中 有这么大的力量 要干什么呀 楚又威 现在还没反应过来呢 他有些纳闷了 刘长福嘿嘿一笑 当然是做刚才未完成的事 楚又威愣了一下 这才反应过来 他的脸上一下子就红了起来 你刚才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就是为了这种事情吗 楚又威有些无语 他可是知道 修仙者的丹药 可是极其珍贵的呀 刚才这老头 竟然就浪费了一颗在他身上 竟然是为了那种事情 这有什么的 这些丹药在我的眼中一文不值 来吧 不要浪费这丹药的要力 一个时辰之后 刘长福十分满意地靠坐在床头 修为加一万 寿命加一天 楚又威对宿主的好感度加十 果然是日久 生情辣 刘长福不得不感叹 好感度又增加了十点 刘长福打开系统面板 宿主 刘长福 修为原因初期八十四万每五百万 资质 中品灵根一千三百三千 寿命 十一天 除一 四品灵储四百六百 炼金术 五品炼丹师六百三千 制服术 三品服录师三百一千 南宫流离对宿主的好感度九十一 柳青城对宿主的好感度九十二 云青晚对宿主的好感度九十 楚又威对宿主的好感度七十五 果然发现楚又威对自己的好感度 已经达到了七十五点 任中道远呀 好感度达到九十点才会有特殊奖励吧 刘长福叹了一口气 叹了看天色 此时天已经完全的黑了下来 他的肚子竟然咕噜咕噜的叫了起来 本来像他这样的修真者已经突破到原因期了 根本就用不住吃饭了 或者说很久都不用吃一顿饭的 但是刘长福还是保持着一个普通人的作息的时间 他一天三餐是必不可少的 他还是觉得只有吃饭才能体现自己是一个人 而且吃饭能带给他愉悦感 刘长福看了看旁边熟睡的楚又威 起身走下了床 心电一动 他直接走进了随身空间当中 来到随身空间之后 看了看还在熟睡的银月妖狼的幼崽 刘长福来到了旁边 那里放着锅碗瓢盆 所有的东西都很弃全 看了看旁边那些二届银月妖狼的尸体 刘长福前翠直接动手 把那些尸体解剖了之后 弄出来了一些狼肉 妖兽的肉可是好吃的 尤其是刘长福 现在可是四品灵厨 这狼肉肉质又很好 加上刘长福的烹饪的手艺 做出来的东西肯定十分的好吃 半个时辰之后 刘长福终于做好了一顿饭 他心电一动 又把那些做好的东西 全部都传送进了皇宫大殿当中 正好大殿旁边放着一张桌子 刘长福把那些从随身空间 做好的食物摆放在桌子之上 轻轻地闻了闻 味道真不错呀 刘长福拿起了一个肉串 这是他刚刚在随身空间当中 烤的狼肉的肉串 轻轻地咬了一口 那肉质瞬间就爆满了 整个口腔 刘长福闭上眼睛 感受这样的美味 二阶腰狼的肉有的事 所以刘长福直接把那肉块切得很大 所以吃起来很爽 一口肉下肚之后 刘长福很高兴 突然想到了什么新年一动 从随身空间当中拿出了一瓶灵酒 有肉无酒怎么可以呢 刘长福清拧了一口灵酒 瞬间感觉十分的舒畅 这时候床上的楚又微 悠悠地转醒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他就狠狠地吸了两口空气 什么东西呀 怎么会到这么香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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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